北民有声 第六百零二集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是谁都没能想得到的 在游龙拔出匕首之后 一股血剑从徐宫的腰腹间喷洒了出来 将那挨挨白血染成了血红一片 看着游龙的举动 旁边那个财务上的女孩已然是被吓呆住了 龙哥 怎么了 吴二宝媳妇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 愣愣地看着脸庞扭曲的游龙 他虽然也是团伙的主要成员之一 但大多都是干的后勤工作 杀人的事情是没参与过的 此时溅了血 那表情也不比普通女人强多少 咱们的事情漏风了 赶紧到那辆车子上去 游龙一把抓住了吴二宝媳妇身边女孩的长发 右手拿着匕首 拖着那女孩就像吉普车快步走了过去 至于倒在地上 身体微微抽搐着不知生死的徐宫 游龙没有再多看上一眼 混蛋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辆车子停在那里 远在两百多米之外的小楼里 正拿着一个望远镜观察着出现情况的孙局长 忽然暴怒了起来 他没想到距离游龙进入仓库 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竟然会发生这种变故 孙局长知道 游龙这伙人都是心狠手辣的家伙 从他掏出匕首刺伤徐宫的举动 就能看出来 在狗急跳墙之后 抓捕工作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说不定就会出现伤亡的 已经打草惊蛇 一组马上实时抓捕 二组注意配合掩护 三组救护伤员 千万不能让嫌疑人跑掉 伸手抓起了对讲机 孙局开始做起了布置 看了一下远方的那几道人影 孙局长又接着说道 嫌疑人手上有人质 要确保人质安全 一定要确保人质安全 对了 人要给我抓活的 不能让他死了 孙局长最后又加了一句话 从种种迹象看来 游龙应该是这个犯罪团伙的首犯 如果他死了 恐怕很多问题到最后 都无法得到解答的 走 马上去现场 扔下对讲机 孙局长重重的一拳 砸在了窗户上 原本安排妥当的抓捕工作 居然会出现这么大的娄子 这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 不过孙局长也知道 此时最重要的不是追究责任 而是要在安全地解救人质的情况之下 将犯罪分子给抓住 已经被游龙看出了破绽 抓捕小组再躲在仓库里 也是没有什么作用了 在孙局长的布置下 仓库里的一组和分布在仓库外围的二组三组 顿时向着游龙包围了过去 众人也都看出了游龙想抢车的动机 一组从仓库出来之后 就迅速地来到了吉普车的旁边 七八只黑洞洞的枪口 同时对准了游龙 妈的 让老子猜对了 看到这么多人出来 游龙心中生出了绝望的情绪 一把拉起被他拖在地上的女孩 把匕首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大声吼道 让开 都给我让开 不然老子杀了他 要说谁对法律最了解 其实并不是律师 而是那些蹲过监狱的犯人 监狱里面的人才很多 能把案情给你分析得一清二楚 所以游龙知道自己犯的罪 就是枪毙十次都不够 他现在已经是心存了 鱼死网破的念头了 别冲动 先把匕首放下 有话好好说 抓捕组的组长开口说道 游龙 今儿你是跑不掉的 何必拿个女孩子做挡箭牌 把人放下 我算你自首 听到那人的话后 游龙破口大骂 滚一边去 娘的 你以为老子傻的呀 自不自首 结局都是一样 你们要是不想让这女人死 就把车钥匙给老子 不然老子死了 也要拉个陪葬的 游龙知道 自首会在判刑的时候 考虑从轻处罚 但是以他犯的罪行 就算是从轻处罚 那也是枪毙的下场 所以抓捕组组长的话 对他而言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龙哥 怎么办 我 我不想死啊 游龙是存了拼命的心思 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却是把乌尔宝的媳妇 给吓得不轻 一把拉住了游龙的胳膊 就哭好了起来 臭娘们 你好丧啊 游龙一巴掌 抽在了乌尔宝媳妇的脸上 开口骂道 把嘴巴给我闭上 跟在我后面 别出声 塞他娘的好 老子捅死你 游龙这一巴掌 抽得乌尔宝媳妇半边脸 顿时肿了起来 不过也把他给打清醒了 当下一声不吭地 跟在了游龙的身后 他也明白 如果能上了那辆吉普车 或许还有一线希望能逃出去 让开 快点给我让开 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他 游龙架在女孩脖子上的匕首 稍微用了点力 一道血痕出现在了女孩白皙的脖子上 游龙 你要知道 抗拒是没有好下场的 看到这一幕 抓捕组的组长也是满心的无奈 如果没有孙局长的命令 他此刻已经下令开枪了 而且有足够的把握 能在击毙罪犯的同时 保证人质的安全 但是孙局长要求抓活的 这就让抓捕小组的人 感觉到为难了 毕竟那匕首就贴在女孩的脖子上 只要稍微用力就能割破女孩的喉咙 投鼠忌器之下 谁也不敢靠近游龙 去你娘的 坦白从宽 老底坐穿 抗拒从严 回家过年 少在这里蒙骗老子 游龙说话的时候 匕首依然紧紧地贴在女孩的脖子上 并且尽量把身体蹲低 躲在了女孩和吴二宝媳妇的中间 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中赶过来的孙局长 大声说道 你想怎么样 游龙 你应该明白 现在你已经是插齿难逃了 还是放下那个女孩 像个爷们一样的自首吧 爷们 游龙很古怪地笑了起来 你还不如说让我像个爷们一样死掉呢 没什么好谈的 要不让路要不大家就同归于尽 反正老子死了还有个垫背的 爷他娘的直了 不要冲动 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咱们可以谈谈 孙局长发现 游龙的心理素质十分的好 并不像普通的犯罪分子一样 在绝望的时候会大喊大叫 胡乱挥舞着手 此刻的游龙那只拿着匕首的手 非常的稳定 这说明他心中是有求生欲望的 没什么好谈的 我看你是个大官吧 这里的事情你能不能做主 游龙的匕首一刻都没离开女孩的脖颈 他知道只要自己稍微一放松 可能就会被子弹击中 所以尽管嘴上说着话 但却是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动作 我能做主 只要你别伤害人质 什么都好谈 孙局长在心里叹了口气 抓捕组的失误带来的后果 直接就让他们陷入到了不利的局面之中 还是那句话 没有什么好谈的 你们把那车子发动起来 然后都给我让开 我就放了他 游龙的眼睛看向了那辆吉普车 虽然车子很破旧 但下面却是装的雪地胎 用来逃跑那是刚好 至于逃出连山煤矿之后怎么办 游龙则是根本就没时间多想 眼下对他而言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先逃出警察的包围圈 到时候一头扎到地广人稀的草原上 逃脱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这不可能的 孙局长怒声说道 不可能 那大家就一起死吧 游龙的眼中闪现出了疯狂的神色 拿着匕首的右手往下一放一插 顿时在女孩的肩膀上捅了一下 女孩惨叫了一声 但嘴巴紧接着就被游龙的左手给捂住了 你住手 孙局长真的很想下令击毙掉面前的游龙 但他不到最后的时刻 孙局长是不会下这个命令的 孙局 咱们还是让开吧 抓捕小组的组长忽然开口说道 他是背对着游龙的 在说话的时候 对孙局挤巴了一下眼睛 赵二民 你想干什么 孙局长愣了一下 对于自己手下的大将 他自然是了解的 赵二民是试行针对的一把老手 他说这句话肯定是有深意的 局长 咱们不能看着人质受到伤害啊 赵二民说话的声音大了一点 眼睛往吉普车旁边看了一眼 说道 嫌疑人跑了咱们可以再抓 但女孩要是受到了伤害 那谁负责呀 北民有声 第六百零三集 想抓老子 下辈子吧 听到赵二民的话 游龙脸上露出一丝不屑的神色 只要能跑出警察的包围圈 他往这大山里面一钻 别说是面前的这几个警察了 就是调集军队过来 也不可能在山里面抓到自己的 你说的也是 孙局长顺着赵二民的目光看去 确实发现 在吉普车左侧的地面上 有一个微微隆起的雪堆 眼神不由一凝 难道赵二民在那雪下面也埋伏了人吗 让开 把车给他 孙局长看到赵二民 微微点了下头 心中不由大喜 看向游龙说道 车子给你 你放人 让他们把车子给我发动起来 游龙眼珠子低溜溜地转了一圈 开口说道 另外 把车门全都给我打开 后备箱也打开 你们要是赶在里面藏人 我马上就杀了他 心思缜密 奸诈如活 孙局长在心里 给游龙下了个评语 这个犯罪分子的心理素质 和狡猾的程度 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 游龙居然还能想得这么周密 把车门打开 车子发动起来 孙局长摆了摆手 孙局 这车子不是我们的呀 听到孙局长的话后 赵二民苦笑了起来 说道 我们过来的时候 车子就在这里了 我们也没有钥匙 梁老板 这是谁的车子 孙局闻言愣了一下 干清自个儿 是冤枉抓捕小组的人了 孙局 这 这车子是矿上的 梁大平的声音 从孙局长的背后传了过来 八子 你他娘的把车子 开到这里来干什么的 还不赶紧给我发动起来 梁大平回头冲着自己的保安队长吼了起来 老板 我 我也不知道出了事啊 听到梁大平的吼声 刀疤脸队长 孽孽诺诺的从人群后面走了出来 这车子的确是他停在这里的 而且说到这事 还不能怪刀疤脸 杀人骗宝的事情 在矿上只有两个人知道 一个是梁大平 另外一个则是徐工 至于别人 梁大平是一点口风都没漏 索尔也只是告诉他的保安队长 来的那几辆车子 是市里的人过来检查整顿的 不过梁大平索尔多了一句嘴 告诉刀疤脸队长 没事的时候多巡逻一下 尤其是放置有小乐尸体的仓库 不要让人随便走动 昨儿刀疤脸队长喝多了 一觉睡到了大过午 忽然想起了老板交代的事 当下就开着矿上的破吉普车 转悠了起来 只是刚来到仓库 刀疤脸就觉得肚子有些疼 当下把车一停 自己钻进仓库边上的一栋房子 上起了厕所 但是让刀疤脸没想到的是 等他心满意足地从房子里出来之后 却是发现一群拿着手枪的人 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这吓得刀疤脸队长差点转身就跑 梁大平喊出那一嗓子的时候 刀疤脸正一点一点地往人群外面挪呢 你他娘的哆嗦什么 还不快点去把车子发动起来 看到自己保安队长的那副模样 梁大平就气不打一处来 这小子平时打人那叫一个心狠手辣 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就开始掉链子了呢 老板我我这就去 刀疤脸是心里有苦说不出啊 他今年42岁 确实有整整20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16岁的时候 刀疤脸因为耍流氓 在哨馆所待了两年 19岁打架斗殴 致人重伤被判了八年 29岁那年 因为看厂子和客人发生冲突 把人的一只眼睛打瞎了 又是入狱三年 最后一次入狱 则是因为拦路抢劫 又在监狱里待了七年 可以说刀疤脸前面的这20年 见警察的次数比见自己爹妈还要多 刀疤脸也不知道 自己有多少次是在睡梦中 被警察给带上铐子带走的 所以他现在一看到警察 就不自觉地腿肚子发软 还不去 梁大萍美好气地踢了刀疤脸一脚 看他那模样 梁大萍也知道 这小子心里是在琢磨什么 好好 刀疤脸拿着车钥匙 从人群里走了过去 但是在他走到游龙 身边四五米的时候 却是被游龙喊住了 你从那边过去 先把四边的门全给我打开 游龙一脸谨慎地看着刀疤脸 虽然凭直觉 他感觉刀疤脸不像是警察 但现在的游龙就像是个惊弓之鸟一般 任何细微的动作都会让他无比的紧张 哥们儿 做事够小心的呀 刀疤脸怕警察 但像是游龙这样的人 他可是见多了 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年 刀疤脸什么样的罪犯都见过 当下笑道 嘿 哥们儿 你犯的事可不小啊 来了这么多警察啊 要是换我成你 干脆自己抹脖子算了 耗子里待过 游龙瞥了一眼刀疤脸 歪了歪嘴说道 那是你手艺潮 今儿爷们儿就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跑出去的 在警方表示出投鼠忌器的态度之后 游龙信心大增 只要能活着逃出连山煤矿 他就是海阔平逾越 天空任鸟飞 就算警方以后能抓住他 那也能多逍遥一段时间了 看到自己的保安队长和游龙聊起了天 梁大平差点都要崩溃了 没好气地吼道 八子 你他娘的把嘴巴给我闭上 把车子启动完之后 赶紧给我滚回来 好的老板 我不是想帮着政府 劝这哥们儿自首的吗 刀疤脸黑黑一笑 从游龙身边绕了个弯 将车门全都打开了 开口说道 哥们儿 你运气不错 我昨儿才给这车子加满了油 最少能跑个五六百公里 少废话 把那几个门都给我关上 游龙迅速地往车里看了一眼 低声说道 启动车子之后 就给我滚一边去 要不然老子扎死你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呀 哥们儿 我是向着你的 刀疤脸嬉皮笑脸地说着话 还是按照游龙所说的那样 坐到了驾驶员的位置上 足足打了七八次的火 才将这不知道开了多少年的 破吉普车给发动了起来 滚下去 离我远一点 游龙警惕地看着四周 对身边的吴二宝媳妇说道 你去开车 我开车 被吓得半傻的吴二宝媳妇 此时也终于是回过神来 连连摇头道 龙哥 我 我不会开车呀 你不是会开拖拉机吗 这玩意儿和拖拉机差不多 游龙没好气地骂道 你他娘的 整天在老子的肚皮上 喊着开车 现在给你车 你怎么不会开了 要是开不起来 老子捅死你 我 我试试 吴二宝媳妇也知道 现在不是掉链子的时候 当下往吉普车跑了过去 而游龙也是频频回头 观察着后面的情况 动什么 张二民用眼神看向了孙局长 不过孙局长 却是轻轻摇了摇头 眼下游龙距离那个雪堆 还有两三米的距离 就算里面藏着人 此时跳出来 也是会惊动到游龙的 娘的 你挂的是道党 这一愣神的功夫 吴二宝媳妇就上了车 只是他真的不会开车 挂档后一加油门 那车子却是往后倒出去了个十来米 堪堪从那个雪堆旁边压了过去 让赵二民等几个知道内情的人 眼皮子忍不住跳了一下 回来 给我回来 游龙回头冲着吉普车吼了起来 拖着女孩往吉普车的方向走了几步 一只脚已经是踩在了那个雪堆上 怎么回事 游龙感觉到右脚往下陷了进去 回头一看是个雪堆 心里顿时松了一下 只是就在他刚刚回过头去的时候 一个比游龙还要大上一圈的胖子 忽然从雪堆里跳了出来 别看那人挺胖 但动作一点都不笨 还没等游龙听到身后的声响反应过来 一只大手就死死地 牵住了游龙握住匕首的那只手 往外用力一掰 顿时让匕首离开了女孩的脖子 这人是从哪出来的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游龙的大脑出现了几秒钟的停顿 在这大雪挨挨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遮挡物 这人难道是凭空冒出来的吗 第六百零四集 游龙这一愣 女孩已然是脱离了她的魔掌 顾不上正在流血的脖子 拼命地往众人的方向跑去 而警察们的反应也很快 一下子蜂拥而上 在游龙反应过来正要挣扎的时候 七八个人已经是死死地 将她按在了雪地之中 都是半老了案子的警队精英 几乎就在制服游龙的瞬间 她的双手就被别在了背后 身上的腰带鞋子全都被解了下来 而无二宝后腰上的一把弹簧刀 也被人给摸了出来 与此同时 另外一组人却是向那个吉普车扑了过去 一把将还在手忙搅乱 挂着挡的无二宝媳妇给拉了下来 两个大嘴巴子下去 哭嚎着的无二宝媳妇顿时闭上了嘴巴 直到此刻 站在人群外围的孙局长 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安排妥当的抓捕工作 出现意外发生了伤亡事件 给这个原本能称得上完美的行动 蒙上了一层瑕疵 伤者没事吧 孙局长回头问道 刚才徐公挨的那一刀 所流的鲜血 在这一片雪白的大地上 显得是那么的触目惊心 腰上被捅了一刀 幸好没有伤到肝脏 情况不是很严重 刚刚赶过来的法医开口说道 因为条件所限 伤员已经由另外一个法医 陪着前往城里的医院了 把他给我带回去 孙局长看了一眼被从地上 拉起来垂头丧气的游龙 目光却是很快 就从游龙的身上 转到了他身边一个 拿着刀的胖子身上 上前重重地拍了一下 胖子的肩膀 一脸赞许地说道 小伙子不错 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分局的 我 我叫魏锦华 胖子不由自主地答道 我 我不是哪个分局的 我 我好像不是警察呀 什么 孙局和被死死 按住了脑袋的游龙 同时惊呼出了声 孙局没想到的是 在这个抓捕小组里 竟然出现了个边外成员 而游龙却是没想到 他居然不是被警察给抓到的 这是怎么回事 孙局长回过头来 看了一眼带领几个抓捕小组的谷正明 没好气地说道 谷正明 你搞什么名堂 好好地抓捕 差点被你搞成了个笑话 孙局 先回去 回去我向您回报 虽然面前的孙局大发雷霆 但谷正明知道 这次案子办得还算顺利 孙局就算是生气 也不会抹杀他们的功劳的 至于胖子 那真的是一个意外 孙局指了指谷正明 想了一下 又喊上了胖子 先把人押回去 你 还有你 跟我过来 此时的胖子 全然没有了刚才的勇武 动得有些发紫的嘴唇 蠕动了几下 弱弱地说道 领导 我可是立了功啊 你们不会把我也给抓了吧 谷军 您可得帮我说句公道话啊 胖子装着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看向了谷正明 就差没喊出来 我为党国出过力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话了 你小子 差点惹大祸了 还指望我说公道话 谷正明美好气地瞪了胖子一眼 话说今儿这事 真是把他给吓得不轻 幸亏挨了一刀的徐公 没有性命之余 否则的话 这次别说捞不到功劳了 恐怕还会背上个处分 胖子 你完了 你小子打破了专案组的部署 让罪犯成功挟持人质 我看你最少也得判个几年案 三炮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 脸上满是幸灾乐祸的表情 这哥俩在一起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打击对方的机会的 真的呀 不知道是不是在雪地下面动的时间长了 胖子这会儿的脑子也有点不好使 听到三炮的话后顿时哭丧起了脸 对孙局说道 领导 功劳我不要了还不行 您就当我没来过这儿吧 行了 小胖子 他们几个是吓唬你的 你跟我过来吧 孙局长笑着摇了摇头 用手指了指古正明说道 先把人带下去 不急着审他 从现在起 连山煤矿的人只能进不能出 明白了吗 是 局长 听到孙局长的话 古正明连忙敬了个礼 他知道孙局的意思 眼前抓住的游龙是这个团伙的手范 肯定是个难啃的骨头 但是要从别人那里找到突破口之后 再回过头来审游龙就会容易很多了 至于封锁消息 则是孙局担心在凤凰城内还有别的团伙成员 一旦他们知道游龙等人被抓的事情 那指定是数到胡孙散般的四处逃逸 到时候再想抓捕 怕是就会变得难度倍增了 梁老板 实在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安排不到 让你的人受伤了 孙局长回过来头 先是向梁大平道起歉 别人几乎是全力配合 但在抓捕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意外 这的确是孙局长的责任 孙局 配合警方办案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梁大平此时表现得很是大气凛然 要知道 他虽然是什么晋省十大富豪 但说实话 平时他还真拍不上孙局长的马屁 而且有消息说 孙局长会调往省厅担任副厅长 梁大平自然是想和其搞好关系的 梁老板 还得借助下你们的地方 没有问题吧 孙局长文言笑了起来 他自然看得出 梁大平的刻意交好 而孙局长也不是什么刻板的人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在不影响原则的情况之下 他也会给梁大平一些照顾的 没问题 梁大平派了派胸脯 话题一转道 不过孙局 中午大家就都没吃好 现在人抓住了 咱们开桌庆宫宴吧 现在谈庆宫宴还为时过早啊 孙局长摇了摇头说道 等把这几个人全部拿下之后 把涉案的相关人员都抓捕归案 咱们那时候再谈庆宫也不迟 孙局长所说的拿下 指的是让他们交代罪行 按照公安系统的说法 抓住人那只是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要犯罪嫌疑人吐口 对于他们这些老刑警来说 这个任务无疑要比抓人更加的艰巨 尤其是向游龙犯罪团伙所犯下的案子 几乎全都是重大刑事案件 随便拿出来一件都够枪毙的 他们死不承认顽抗到底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所以想让游龙团伙吐口 恐怕不是一件意识 不喝酒 茶总是要喝的吧 梁大平将孙局长让上了一辆刚开过来的中巴车 往办公室开去 至于游龙和吴二宝的媳妇 则是早就被他们带上吉普车压走了 哎 胖子 你怎么给冻成这副模样啊 就在梁大平他们回到办公楼的时候 方毅从一间屋子里走了出来 刚好迎面碰上了胖子 由于思源杰所在的工房太冷 所以方毅让刘家喜在办公室这边找了个房间 将思源杰给带了过来 哥们儿我为了抓捕逃犯动成这样的 胖子的胸脯挺得很高 不过他那肚子 似乎总是要比胸脯突出来那么一点点 很是影响胖子的英雄光辉形象 你抓人 听到胖子的话 方毅发出了一声鼻音 笑着说道 你要是能抓捕罪犯 老母猪都能上述了 对了 不是有个女嫌犯吗 你小子肯定抓的是他 我猜的对不对 一哥 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么个形象吗 胖子欲哭无泪地看着方毅 话说他今儿真的是拼上老命了 要不是自己的力气还不算小 死死地攥住了游龙拿刀的手 估计这会儿只能躺在病床上和方毅说话了 胖子你也就是个拳打南山养老院 叫踢北山幼儿园的水瓢 就别吼吹了啊 看到胖子那一脸急吃白咧的样子 方毅心中其实是信了他的话了 不过嘴上还是忍不住调侃胖子几句 孙局 您得给我做个证啊 那个叫游龙的手饭 是不是我抓住的 如果是让三炮说出上面那番话 胖子肯定笑眯眯的不会叫真 但从方毅嘴里说出来 胖子却是有些受不了了 连忙回身 把孙局长给让了出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还没搞清楚呢 都给我进来 孙局长知道方毅他们 是追查这个案子的关键人物 加上吴二宝游龙 似乎都是被他们给制服的 所以也没想着对他们隐瞒案情 大手一摆 将方毅还有古正明几人 带进了房间里 第605集 小胖子 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你怎么就藏到了血堆里面呢 孙局长嘴上是在对胖子说话 但眼睛却是看向了古正明 责问的眼神显而易见 这刑警队应该干的活 为什么让一个普通老百姓给做了 今儿要是没有胖子 这抓捕工作 最终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古正明知道 面前的这位孙局长 不喜欢属下推卸责任 当下一口先将责任揽在了身上 开口说道 孙局 这事怪我 魏锦华同志是最初的报案人 考虑到他知道游龙的一些特征 所以我把他和另外一个人 临时编入到了抓捕小组之中 古正明这番话 其实是半真半假 他原本根本就不打算带着胖子和三炮过去的 只是架不住胖子死缠烂打 非要看看警察叔叔是怎么抓坏人的 无奈之下 才把两人带到了仓库那边 但让古正明没想到的是 到了仓库之后 胖子开始出幺蛾子了 他看到那辆吉普车旁边 有个凹下去的坑洞 非要藏在里面让众人把他给埋起来 说是在电影《临海血缘》里 解放军抓土匪的时候 就用过这一招 古正明当时自然不同意胖子躲在雪堆里 不过就在这时 他的对讲机里传来了游龙已经过来的消息 古正明当下顾不得和胖子纠缠 联盟对手下的人做起了分工 等他分工完之后 却是发现 感情胖子已经让三炮 把他给埋在了雪堆下面 当时雪下得很大 几分钟的时间 那雪堆上面已经又铺上了一层雪 远远地看上去 倒是把人工痕迹都给掩埋了 古正明一问三炮 才知道胖子嘴里叼着根可乐吸管 一端伸出雪堆之后 就用吸管来呼吸了 此时游龙距离仓库已经不是很远了 古正明也没时间再让胖子爬出来 并且凭整痕迹 干脆就带着人进入到了仓库里 他只能寄希望于 游龙不会对那辆吉普车产生怀疑 不过事实恰好正和古正明所想的相反 那辆被刀疤脸开过去的吉普车 差点就导致了整个抓捕任务的失败 最后居然是满脑子玩心的胖子立下了手工 古正明一想起这件事 就有些苦笑不得 胖子 行啊 你还真立下大功了 听古正明讲完了事情的经过 方逸笑着在胖子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 嘴里嘖嘖地说道 没看出来你还挺有勇气的 在雪地里埋了十几分钟 你现在要是不去泡个热水澡 区区寒 回头最少要在病床上躺半个月 啊 一个 你可别吓我 对于方逸的医术 胖子自然是相信的 听方逸这么一说 胖子顿时感觉浑身发冷 整个人就像是掉进了冰窟里一般 看到胖子瑟瑟发抖的样子 梁大平连忙开口说道 喂兄弟 我们矿上有澡堂子 我让人带你过去吧 好 要去 胖子刚回了个字 一个喷嚏就打了出来 方逸看得一点都没错 胖子这是阴寒入体 要不马上泡个热水澡 用不了十分钟 怕是就要发高烧了 孙局长 我这算是立功了吧 胖子跟着梁大平喊来的一个员工 走到门口的时候 又回过了脑袋 冲着孙局长问道 不算是立功 你是立了大功了 孙局长冲着胖子翘起了拇指 说道 我们办案经费有限 不过我回头报上去 给你争取个几千块钱的奖励 几千块钱 胖子文言眨巴了下眼睛 要是放在半年前 别说几千块钱了 就是几百块钱 胖子都会高兴得屁颠屁颠的 但现在几千块钱 却是不怎么被他放在眼里了 毕竟他胖爷 已经从炼摊的小老板 变成拥有一家股丸店 股份的大老板了 孙局长 您看这样行不行 钱我就不要了 拿给兄弟们喝酒吧 胖子挤巴了下他那双小眼睛 一脸颤笑地说道 孙局长 您让公安局给我发个奖状怎么样 最好是能敲锣打鼓 送到家里去的那一种 到时候也能让我老子有点面子 听到胖子的话 孙局长差点没笑出声来 当下点了点头说道 行 这个要求我们能答应 不过你就不怕把你父母给吓着了 这是好事啊 他们害怕什么呀 胖子一脸的莫名其妙 是好是不假 不过这种事情的立功受奖 在我们系统内 一般都是伤残或者死亡的劣势 才有资格像你说的那样做的 孙局长在转业到公安局之前 是上过老山前线的军人 那会儿给战友们家里送抚恤金 和伤残金的事情没少做 所以听胖子这么一说 不由就想起了当年的往事 那还是只送奖状好了 胖子揉了揉 已经开始往下流清水的鼻子 兴兴地跟着人去澡堂子泡澡去了 在他看来 自个儿立了这么大的功 不在乡亲们面前 敲锣打鼓地显摆一下 那真的是应了那句富贵不还乡 就如同锦衣夜行的话了 胖子一个喷嚏打出来 连忙从桌子上抽了张纸 捂住了鼻子 在他身前的直楼里 已经扔了半篓子了 虽然昨儿泡了个热水澡 但胖子还是感冒了 用胖子的话说 自己这是光荣地感冒了 此时方毅和三炮 胖子还有思源杰几个人 正住在连山煤矿 招待贵客的一栋小楼里 这个小楼上下两层 有六个房间 房间的内饰 全都是按照别墅级别来装修的 像这样的小楼 在连山煤矿 一共只有三栋 方毅哥几个占了一栋 孙局长和专案组的人 住了一栋 而梁大平把原先 他自己住的那一栋 也给让了出来 作为突审 吴二宝等人的临时审讯室 从昨儿到现在 那几间屋子的灯 一直都是亮着的 梁大平也没慢带了 方毅等人 甭看外面大雪纷飞 但是在屋里 却是温暖如春 梁大平更是让自己的厨子 给方毅他们 摆上了一桌火锅 想要什么配菜 一个电话就会送过来 只要想吃 他们能从早吃到晚 义哥 咱们什么时候 才能离开这里啊 面对着眼前桌子上 热气腾腾的火锅 三炮却是感觉 有些食不下咽 瞅着还有三四天 就到年三十了 自己媳妇 那是一天好几个电话 在催促着 我哪知道啊 估计要等审讯结果出来之后 才行吧 方毅文言苦笑了一声 案子是破了 人也抓住了 但是 按照孙局长的命令 此刻 整个连山煤矿 都处在 许进不许出的状态之下 连他们哥几个 也都被限制住了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方毅他们作为最初的报案人 思源杰作为受害者当事人 也有义务配合警方办案 从这一点上而言 这格几个 怕是短时间内都无法离开近省了 一格 难道咱们就在这边过年了 三炮苦刮着脸说道 他今儿可是结婚后的第一年 这劫前没去老丈人家送节礼 就不说了 如果这案子 一时半会儿无法突破的话 那三炮 恐怕连过年后的大年初二回娘家 都赶不上了 在这边过年怎么了 胖子扭过脸打了个喷嚏 转过头笑嘻嘻地说道 梁老板也没差咱们什么事啊 这吃着火锅喝着茅台 回家你能有这待遇 就你那老丈人 平时也就喝个二锅头啊 胖子的女朋友回老家过年了 她又懒得回村子 听老爹念叨自己 正巴不得在外面过年呢 看到三炮那心急火燎的模样 胖子是一脸的幸灾乐祸 胖哥 三炮哥给他老丈人送的 也是茅台啊 思元杰也在一旁打趣道 他虽然身上还有药物残留 但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了 再有个三四天 就能下地行走 不过要完全驱除体内的毒素 还需要方艺 开出药方服用几天中药才行 思元杰和方艺差不多 他们两个人 现在都是无牵无挂 只身一人 在哪里过年都无所谓 原本思元杰想给老村长 打个电话报声平安的 但也被专案组给制止住了 理由是怕走漏了风声 让游龙等人的同案犯 得到消息 北民有声 第六百零六集 我知道 就拎了两瓶 你以为他老丈人舍得喝呀 胖子继续拉着仇恨 他这会儿 头疼脑热 浑身无力 不拉着三炮一起难受 那还是好哥们吗 一边去 有本事你结婚好 不陪着媳妇 在外面过年试试 三炮美好气的 瞪了胖子一眼 看向方艺说道 一哥 要不你去找找梁大平 先把我给放回去 成不成 你说咱们又不是罪犯 甚问他们 干嘛要把咱们哥几个 也给关起来呀 三炮 这怎么叫关起来呢 有这么好吃好喝 伺候着的吗 胖子在旁边 继续说着风凉话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三炮这次是真的急眼了 冲着胖子嚷嚷道 你小子再废话 我回头就把你 钻发廊的事情 告诉孟双双全 还治不了你了是吧 别呀 炮爷 我不说话了还不成 三炮的这句话 算是卡住了胖子的脖子 他现在只恨自己嘴太快 把自个儿的黑历史 亲自送到了三炮的手上 三炮 我去还不如让胖子去呢 他在孙巨那里的面子 可要比我大呀 听到三炮的话后 方艺向胖子 努了努嘴 还别说 在解救人质 并且制服游龙的过程中 起到了关键作用的胖子 在那帮公安干警里面的威望 还真是很高 连梁大萍 都不能进入到审讯犯人的 那个小楼里去 而胖子过去 却是没人阻拦 哎 三炮 求我呀 胖子又嘚瑟了起来 那一脸颤抖的肥肉 就连方艺都觉得 他有点欠揍 你去不去 三炮伸手就摸起了电话 孟双双的电话号码 我知道 你小子要是不去 我现在就打给孟双双 说你在禁省嫖娼被抓了 靠 这么恶毒的话 你都能说出来 胖子一脸不敢置信的 看着三炮 举起双手道 炮爷 扶我扶了 我现在就去 还不成吗 说着话 胖子站起身来 只是还没等他 穿好衣服出去 客厅的大门 就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随着那吹入房间里的冷风 两道身影 从外面钻了进来 却是谷正明和刘家喜两人 还是你们哥几个叔父呀 看着桌子上的火锅 两人顿时双眼放光 他们从昨儿下午 就在突审那几个人 中间也就是吃了点面包 喝了几口浓茶 这会儿早就饿得潜心贴肚皮了 当下二话不说 坐到桌子边上就吃了起来 六哥 古局 别光吃啊 喝点酒 三炮一边殷勤的给两人倒着酒 一边开口说道 古局长 你看你们神案子 我们哥几个也帮不上忙啊 要不你给孙局说一声 先让我们回家过年去吧 酒就不喝了 回头还要接着审 古正明摆了摆手 一边吞咽着涮好的羊肉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三炮 孙局说了 犯人不料案子 交代案情 谁都别想离开连山煤矿 别说是你了 就是那些 想要回家过年的矿工都走不了 过年对于国人来说 那绝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梁大平的连山煤矿 其实从十天之前 就开始了阶段性的放假 很多离家远的矿工 都已经启程返乡了 还有一些离家比较近的人 自愿留下来 还在干着活 也正是因为人员紧缺 像是吴尔宝这样 有着开采经验的人 才能再到几天之后 就成为小组长 单独带着几个人 在井下作业 如果放在平时 他们不干上三五个月 成为老工人 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虽然这些人 是自愿留下来干活 想多赚几天的钱 但是眼下 马上就到年三十了 他们也都想返乡了 昨儿听说矿上出了大案 导致他们不能回家 这些人一下子就炸了 最后还是孙局长和梁大平一起出面 才将矿工们的情绪给安抚了下来 当然 这其中主要是梁大平的承诺发挥了作用 他宣布 从即日起 矿上就开始放假 这些人不用干活 每天都能拿两百块钱的补助 并且日后回家的路费 全部由矿上报销 由此 才将这百十号人的情绪给稳定住了 三炮 你学学人家梁老板 这每天都要往外掏个一两万块钱 你看看 梁老板说什么了吗 顾正明有些眼馋的 看了看桌子上的酒杯 不过还是没敢喝 他知道 自己这会儿要是犯了纪律 在孙局那里 一准讨不了好 他拿钱做人情呢 我们又没啥好处啊 三炮闷闷不乐的 坐回到了椅子上 梁大平的那点心思 刚才他们哥几个喝酒的时候 就已经分析出来了 没矿生意 那必须得是黑白两道通吃的人 才能干的 有钱好办 只要有钱 多少亡命之徒都能招得到 但官面上的事情 有时候却不是钱能办得到的 甭看眼下梁大平 每天往外掏着钱 但只要搭上了孙局长的关系 日后在一些事情上 稍微放宽松一点 那梁大平这钱就花得值了 在生意场上私混了那么多年 梁大平可不会做吃亏的买卖 三炮 别急 我估计最多再有两天 就能把油壶给拿下来了 刘家喜开口安慰了一下三炮 相比被限制在这里的方毅等人 他现在却是工作热情高涨 在将初步的案情层层汇报回去之后 刘家喜没想到 这个案子竟然惊动了济省公安厅 而且还成立了专案组 有一位副厅长带队 已经向进省赶来了 估计晚上就能来到连山煤矿 在电话里 刘家喜也得到了从县局到市局领导的高度表扬 为了证明这件案子是在县市局领导督办下查办的 刘家喜的组织关系直接从派出所被调到了市局刑侦支队 级别也由妇科转成了政科 而且从领导很隐晦的话语中 刘家喜也听出来了 在案子结束之后市局也不会干过河拆桥的事情 而是会在支队给他一个大队长的职务 在体制内有句话形容的是三大喜 那就是升官发财死老婆 刘家喜和老婆感情很好 对于发财也不是那么渴求 唯独一心想着升官 眼下有了机会 所以别说回家过年了 就是老婆生孩子 刘家喜这会儿估计都顾不上了 两天 再有两天都要过年三十了 听到刘家喜的话 三炮都快哭出来了 当下指着方毅和胖子 还有思源杰说道 刘哥 要不你给孙局长说说 把他们三个留下来 先把我放回去行不行啊 刘家喜看了一眼身边的谷正明 连连摇头道 你别求我 我可没那么大面子 老刘 你看我有什么用 孙局长办案铁面无私 他决定了的事情 谁说话都白答 谷正明是深知孙局长脾性的 当年他办的一个案子 涉及到省里一位领导的孩子 打招呼求情的人不计其数 到最后 孙局长不但把涉案人给抓了 最后顺头摸瓜 居然将那位领导也给拉下了马 当时在晋省官场 引发了一场大地震 三炮 你也别急 只要他们那边一招过 这边就让你们离开 谷正明也知道 他们这事办得不太讲究 方毅等人明明是有功劳的 但还是被扣在这里不准离开 说起来 实在是他们理亏 顾局长 现在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一直没有说话的方毅算是听出来了 嫌疑人不招供的话 他们谁都走不了 有这功夫求他们 倒是不如多关心下案情了 不太顺利 顾正明摇了摇头说道 这帮子农民都懂法 估计知道自己犯下的事情是要枪毙的 审了一夜没有一个吐口的 就连那个娘们也是打滚撒泼一句实话都没有 原本以为证据确凿 很容易拿下来的这件案子 在进入审讯程序之后 顾正明才发现 他们低估了这帮人的心理素质 游虎和游山那俩小子是不管怎么问都一句话不说 这会儿正瞪着双通红的眼睛在和审讯人员熬着呢 而吴二宝的媳妇则是在审讯过程中哭闹撒泼 一度还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得金光 由于没有带女警过来 对吴二宝媳妇的审讯只能暂时中断 那娘们倒是心宽 这会儿还在呼呼大睡呢 第607集 剩下那两个被列为重点案犯的吴二宝和游龙 都是进过监狱的 有着丰富的应付审讯的经验 他们倒是很配合 问什么答什么 但每当问到涉及案情的事情之后 这哥俩都是左拉右扯的 没有一句实话 吴二宝咬死了 自己带思源杰和游小乐是来打工的 而游小乐也是死于意外 当办案人员拿出游小乐是死于他杀的证据之后 吴二宝却是三间其口 一个字也不说了 游龙的话则是更加离谱 他说自个儿的确是游小乐的远方表哥 在听到游小乐死亡之后 本着都是同宗兄弟的情分 过来给游小乐收尸处理后事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杀人骗宝的事情 至于刺伤徐公的事情 游龙一口咬死了是误伤 他说看到仓库那边埋伏了很多人 还以为矿上不想赔钱 让人把自己杀掉呢 所以情急之下 这才捅了徐公一匕首 当办案人员问起游龙 为什么要和吴二宝媳妇 假扮夫妻的事情后 游龙确实来了兴致 他说自己和吴二宝媳妇 并不是假扮夫妻 而是在一起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不知道是心理变态 还是故意扯远话题 游龙在被审讯的时候 大谈起他和吴二宝媳妇的关系 并且将他们偷情的很多细节 都描绘得一清二楚 讲到细致之处 听得几个年轻的办案人员 都面红耳赤起来 按照游龙的说法 吴二宝媳妇就是个贱货 越是被人抽越兴奋 还说吴二宝根本就满足不了他 他们兄弟几个和吴二宝媳妇 全都有一腿 有次他还和弟弟游虎 一起睡了他 还别说游龙的口才很好 说着说着就把话题给引偏了 一夜功夫过去之后 孙局长过去拿起笔录一看 气得差点心机梗塞犯了 因为那十几张纸的笔录 倒是有七八张都记录的 是游龙和吴二宝媳妇的那点破事 刘哥 这个文件袋里就是游龙的笔光 胖子看到刘家喜进门的时候 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 这会儿就放在他腿边的沙发上 嗯 那小子太他娘的能扯了 刘家喜苦笑着点了点头 他以前办过游龙的案子 和当年相比 现在的游龙真的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单凭那张嘴都能把死人给说活了 刘哥 我能看看吗 胖子有些好奇地拿起了文件袋 看吧 反正这玩意儿没啥用 差点让孙局长给撕掉 刘家喜无所谓地说道 端起面前的酒杯 刺溜一口喝下了肚 嘿 老谷 我不是你们近省的人 喝一小杯没事的 看到谷正明对自己瞪起了眼睛 刘家喜黑黑笑了起来 不过他也没敢多喝 过了杯酒饮 就再也没端起那个杯子 我靠 这哥们太有才了呀 在一旁看着笔鹿的胖子 忽然叫了起来 这哪里是笔鹿 简直就是黄色小说嘛 一哥 你看他写的这段 连吴二宝媳妇咪咪和大腿上的痣 都给描述出来了 还有这姿势 这王八蛋 连在床上的姿势也给说出来了 六哥 你们昨儿是在听黄色小故事 还是在审人的呀 胖子的眼睛 舍不得离开那笔鹿 一边看一边说道 人才 真谈娘的是人才 胖爷我看的都差点硬了 你说自己媳妇被人这样玩 乌二宝也能受得了 这不天生一绿帽王八妈 古正明夹了筷子羊肉 放进嘴里说道 吴二宝不知道 谁都知道 吴二宝媳妇是个糟祸 唯独吴二宝不知道 他这娘们很有点手段 在家里 治得吴二宝服服帖帖的 吴二宝不知道 古正明化身未落 方毅忽然重复了一遍 他刚才的话 是不知道啊 要不然是个男人 就受不了的 古正明点了点头 不过自己的话还没说完 他就愣住了 老 老刘 古正明磕磕巴巴地说道 你 你说 咱们要是把这份笔录 拿给乌二宝看了 他 他会是个什么反应 哎呀 咱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呀 听到古正明的话 刘家琪猛地一拍大腿 一把抢过了胖子手里的笔录 开口说道 老谷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咱们这就去向孙局汇报 下面的审讯 以吴二宝为重点突破口 就凭这份笔录 我相信也能让吴二宝开口 刘家喜在基层派出所 也干了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他知道 这些年 由于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 也导致有些留守在家里的妇女 会和别的男人发生一些不正当的关系 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不过刘家喜也知道 他们那地方的人很要面子 尤其是男人 如果知道自家老婆偷了人 那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轻则把老婆打一顿之后离婚 重则 经常都会闹出刑事案件来 就像是去年发生的一起杀人案 起因就是一个外地打工的人回家之后 听村子里的人说 他老婆和邻居的一个男人好上了 当时那人没说什么 但晚上在喝了半斤酒之后 就往怀里揣了把刀去到了邻村 过程和结果都很血腥 这个男人不但杀了给他戴绿帽子的人 而且连那人的父母妻儿全都给捅死了 酿造出了一起灭门惨案 而这桩惨案的起因 却仅仅是因为一个偷情事件 了解自家本地人习性的刘家喜 这下子就找到了突破 吴二宝心理防线的突破口 根本就不用多说话 只要把这份笔录给吴二宝看了 刘家喜相信 吴二宝就算是拼着自己活不了 恐怕也一定会拉着游龙同归于尽的 我说刘哥 你别又过河拆桥呀 看到刘家喜招呼着谷正明 抬脚就要走 胖子连忙拉住了他说道 刘哥 这个办案思路可是我们哥几个提出来的 你也让我们去旁听一下呀 在这里待了一天都无聊死了 胖子是那种喜欢热闹的性子 虽然感冒的裹着被子还在打摆子 但也绝不愿意放弃这个看热闹的机会 他是想看看吴二宝在知道 自个儿戴了无数顶绿帽子之后 会是个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 听到胖子的话 刘家喜看向了谷正明 毕竟他在这里也算是客人 这事要谷正明做主才行 旁听也行 不过你们不能进审讯的房间 只能在客厅里面听着 谷正明想了一下 点头答应了下来 只要胖子他们不干扰里面审讯 在外面听一听倒是没有什么关系 那还等什么 快点走啊 一哥三胖一起去啊 这下子胖子忙活了起来 找了件梁大平让人送来的君大衣 裹在了身上 反倒是催促起了刘家喜和谷正明 一哥去看看 三胖也被胖子的话勾起了兴趣 反正现在又离不开这里 去看看警察办案也能打发点时间 胖哥 能把我也带上吗 在众人准备出门的时候 躺在沙发上的思源节 可怜巴巴的喊了一嗓子 你小子碰过女人没有啊 毛还没长齐呢 去听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 胖子顺着思源节的时候 眼睛确实瞄了方艺一下 只是还没等他回过头来 就突然感觉屁股上传来一股大力 直接就从门口的台阶上 踹到了下面的雪地之中 谁 谁提的胖爷 胖子从雪地里爬起来 一脸悲愤的说道 胖爷我感冒还没好呢 你们这不是谋财害命吗 行了 别耍饱了 谋财害命的已经都被抓起来了 方艺美好气地瞪了胖子 还别说 胖子天不怕地不怕的 唯独就是在方艺面前横不起来 当下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跟在了众人身后 考虑到招待所贵宾的隐私问题 梁大平这三栋装修豪华奢侈的小楼 是分别处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几人也没坐车 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过去 好大的雪 好美的景色呀 北民有声 第六百零八集 看着面前那一片银庄素果的世界 方艺的感觉很是不错 金陵勉强算是江南边上的城市 每年虽然都会下雪 但基本上下完就化了 像面前如此壮观的冰雪世界 方艺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雪再下两天 怕是就要闹雪灾了 跟在方艺身后的古正明摇了摇头 虽然老话说是锐雪赵丰年 但凡事都是有个度的 超过了这个度 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凤凰城和内蒙大草原搭建 在周边地区也有一些草场 如果持续长时间大规模量的降雪 就会形成当地人口中所说的白灾 也就是雪灾 对依靠畜牧业为经济主体的地方而言 那真的是一场灾难 在降雪量过多和积雪过厚 或者雪面附冰形成冰壳的情况下 牲畜难以扒开雪层吃草 造成饥饿 有时冰壳还以划破羊和马的蹄腕 造成冻伤 致使牲畜瘦弱 常常造成牲畜流产 宰处成活率低 老弱又处饥寒交迫 死亡增多 雪再白吓得再大 也掩盖和冲刷不去那些罪犯们 所犯下的恶行啊 看着前面的白雪世界 刘家喜也是十分的感慨 当然 她更多感慨的是世事无常 谁能够想得到 她这个不入流的派出所副所长 居然一跃成为了市刑警队的一员 用古代的话说 这就叫连生三级 几人说着话 很快就来到了 关押审讯吴二宝的那栋小楼 在接到谷正明的汇报之后 孙局长也是赶了过来 他决定亲自坐镇审讯 要将吴二宝给一举拿下 之前孙局长 一直是在抓游龙那边的审讯工作 但是接到谷正明的电话之后 他马上意识到 自己的方向出了问题 要知道 如果吴二宝等人招了供 游龙就是再抵赖 那也是无济于事的 孙局 你要不要再看看 古正明拿着游龙的口供 向孙局长请示了一句 不用看了 咱们对一下就开始审讯 孙局长文言摇了摇头 这口供刚一出来 他就看过了 以孙局长这么多年的办案经验 也没见过像游龙如此无耻 并且狡猾之极的家伙 主审是我 顾正明 你闯黑脸 嘉喜同志也进去吧 在门口处 孙局简单地做了一下分工 审讯犯人不是像电视里演的那样 警察一拍桌子 一瞪眼 嫌疑人就老老实实地交代了 事实可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为了拿下一个嫌疑人的口供 警察要连着陪犯人熬上很多天 这也正是警察部门 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 一些原则性不强的警察 为了能早早地结案 往往在证据不是很确凿的情况下 给犯人上手段 也就是俗话说的屈打成招 孙局 要不要给他上点手段 吴二宝的嘴也挺硬的 刘家喜在旁边提了句建议 他这几年 在基层办的案子比较多 基层工作不怎么讲方式方法 一顿老拳下去 不招也招了 所以在刘家喜看来 用点手段还是很有必要的 而且吴二宝当年进监狱的案子 也是刘家喜办的 对这个看似忠厚 实则狡诈的家伙 刘家喜很了解 用正常的方式来审讯 估计是突破不了 吴二宝的心理防线的 不行 咱们办案 要用证据撬开嫌疑人的嘴才行 孙局文言瞪了刘家喜一眼 如果刘家喜 不是来自外省兄弟单位的人 他怕是就要出言呵斥了 老刘 吴二宝只要是个男人 看到游龙的口供 肯定会忍不住的 咱们先从这儿入手试试吧 古正明在旁边打起了原厂 加上一个做记录的警察 四个人进入到了吴二宝所在的房间里 这个房间不是很大 里面的一张床被竖起来挡住了窗户 吴二宝就站在那床板的右侧 他所用的那张桌子是梁大平提供的 那可是正儿八经的黄花梨老式椅子 一张椅子足有七八十斤重 在手脚都被靠在椅子上之后 就算吴二宝有天大的本事 也甭想带着这椅子逃出房间去 事实上 吴二宝也做过尝试 但站起来 还没走上两步自己就摔倒了 现在的吴二宝对逃出去已经是死心了 孙局过去 房间里看押吴二宝的两个警察 看到孙局长进来之后 马上就站起身 将位置给让了出来 为了给吴二宝心理上足够的冲击 孙局长他们此时都是穿着一身的警服 当他们进来之后 吴二宝抬起头看了一眼 虽然脸上依然是毫无表情的样子 但眼神中闪过的一丝惊慌 却是暴露了他内心的虚弱 吴二宝 吴二宝没有什么想说的 你这件事我们可还没有通知你的家人 你现在不想想没法回去过年 你家里的父母会不会担心你呢 孙局长坐下之后 一脸的和颜悦色 仿佛面前坐着的那个人 并不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而像是和邻居一般的聊起了家常 有什么好担心的 他们两个巴不得我不回去呢 吴二宝头也没抬的回了一句 虽然他直到现在一个字都没交代 但是吴二宝知道 自个儿这辈子最好的结局 恐怕都是在监狱里度过了 当然最大的可能性 是会被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性命 那你的妻子呢 你的儿子呢 你想过他们没有 孙局长继续用亲情作为公使 他这样做 也是在为下一步的刑讯工作做着准备 一旦吴二宝心理防线崩溃 到时候就会像竹筒倒豆子一般 都交代出来的 听孙局长提到自己的妻儿 吴二宝的嘴角明显地抽出了一下 不过还是没有抬起头 低声说道 我什么都没干过 你们让我交代什么呀 我现在很困 就想睡觉 吴二宝心里明白 自己顽抗到底 或许还有能见到妻儿的那一天 但如果真是坦白交代了 那自己也就算交代在这里了 吴二宝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交代 是很讲义气的事情啊 孙局长继续和颜悦色地说道 我已经一天一夜没睡觉了 我很困 吴二宝翻来覆去 嘴里就是这几句话 他知道 自己现在不能跟着刑讯人员的思路走 否则一个不小心 就会说出不应该说的话 好吧 给你看点东西 希望你还能睡得着 孙局长冲着古正明使了个眼色 古正明马上站起了身体 将整理过后的游龙笔录 放在了吴二宝的腿上 这是什么 吴二宝一脸疑惑地抬起了头 沙哑着嗓子 问道 游龙的笔录 你最好看看 孙局长是一股证明 用纸杯给吴二宝 接了杯水 游龙的笔录 你们会给我看 对于游龙被抓 吴二宝没有什么意外 警察摆出那么大的阵仗 将游龙引到连山煤矿来 如果被游龙跑了 那才是个笑话呢 但吴二宝并不相信 警察会把游龙的笔录 交给自己看 要知道 为了避免同案犯串供 在看守所的时候 都是分开浴室关押的 现在警察拿来游龙的笔录 岂不是尚赶着 让自个儿串供吗 是不是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孙局长没有多说什么 他相信 自己说再多的话 也绝对不如这份笔录 带给吴二宝的刺激大 好 这是你们给我看的啊 吴二宝现在已经是 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当下用戴着手铐的双手 拿起了那份笔录 认真的看了起来 在看第一二页的时候 吴二宝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这两页是游龙在解释 为何要前来连山煤矿的事情 不过在翻到第三页之后 吴二宝的脸色 明显有点不对劲了 呼吸也突然变得急促了起来 此时他已经看到了游龙 形容自己老婆的那些话 这些话就像是一根根刺 扎入到了吴二宝的心中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假的 全都是假的 吴二宝在心中拼命告诉自己 警察拿来的这份笔录 肯定是假的 是在离间自己和游龙 他如果认了针 就会让警方达成了目的 但随着吴二宝继续看下去 他的眼睛慢慢充满了血色 笔录上的那些不堪的话语 和极其形象的描述 让吴二宝的心里 在一步步的瓦解着 因为游龙竟然将他老婆身上 很隐秘的一些身体特征 说得一清二楚 北民有声 第609集 当吴二宝看到这两句话的时候 口中忽然无意识地 发出了一声狂喊 他叫床的声音很大 兴奋起来 喜欢咬人的肩膀 游龙 我操你十八代祖宗 怎么回事 里面怎么骂上了 坐在外面客厅里的方一等人 都听到了吴二宝这一声 撕心裂肺的喊叫 胖子更是好奇地 起身把耳朵凑到了房门处 想听听里面到底在说什么 这 这不是真的 是你们伪造了 来骗我的是不是 吴二宝猛地抬起了头 瞪着一双通红的眼睛 他的眼神很复杂 有威胁 有绝望 甚至还透露出 一丝恳求的神色 吴二宝现在最想听到的话 那就是自己所看的这一切 都不是真的 吴二宝 我们没有必要骗你 孙局长缓缓地摇了摇头 他的话 却是让吴二宝更加的绝望 这一切都是游龙亲口说出来的 我们不仅有笔录 还有录音 如果你想听的话 我可以放给你听 游龙所描述的那些细节 说实话 真的是污秽不堪 形成文字 都能让人看得面红耳赤 更不要说是录音了 如果不是为了保存证供 孙局长怕是早就下令 将那些录音给删除掉了 他怎么能这么做 他怎么能这么做呀 吴二宝口中难难自语着 虽然读音相同 但他所说的却是两个人 这两个人 一个是自己最爱和最信任的老婆 一个是自己事业上最好的伙伴和兄弟 可以说 吴二宝对他们两个人 要比对父母还要好上无数倍 他怎么都无法相信 原来他们早就已经背叛了自己 更为可笑的是 自己老婆提出要和游龙假扮夫妻的时候 自己居然还很赞同 但吴二宝怎么都没想到 这对兼夫淫妇根本就不是假扮夫妻 而是早就滚在了一张床上 听到孙局长的话 吴二宝的眼中渐渐失去了神采 以前他也听别人嚼过自己老婆的舌根 为此吴二宝还曾经将自己的一个邻居 给打得卧床不起 从那之后 吴二宝才没有再听人说过闲话 吴二宝 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 你听过吧 古正明忽然插嘴说道 他们在一起 恐怕早就有除掉你的心思了 我看你也没必要再给游龙遮掩什么了 老老实实的把你们做的事情都给说出来 等到量刑的时候 我们也会将你坦白的态度考虑进去的 吴二宝重复了一下古正明的话 眼睛猛地看向了古正明 射出了仇恨的目光 西门庆和潘金莲 你说我是五大郎 去你娘子 你才是五大郎呢 你老婆才是潘金莲呢 你全家都是潘金莲 连续的刺激让吴二宝变得疯狂了起来 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似乎想要去追打古正明 只是他的双脚和双手都被靠在了椅子上 刚一起身就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如果方毅在房间里 此刻肯定会心疼无比的 因为那把像是明清年间的黄花梨椅子上 被手铐给拉出了一道道的印记 损坏了品项 可是会让这件古董家具的价值大打折扣的 不好 看到吴二宝封店的样子 孙局长知道 古正明说错了话 用错了形容词 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是让吴二宝自己逐渐崩溃 而不是用语言刺激 那样反而会激起吴二宝的逆反心理的 等到古正明和刘家喜上前按住了吴二宝之后 孙局长开口说道 吴二宝 你别激动 事实就摆在这里的 我相信你能判断出这口供的真假 你老婆偷了人 你不激动啊 吴二宝对着孙局长也是破口大骂 不过心里却是慢慢平静了下来 他现在最想做的 就是看到那个和自己恩爱了七八年的女人 然后用双手亲手掐死他 俗话说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农村人最讲究的就是个脸面 现在吴二宝能想象得到 家里的那些亲戚们在背后不知道再怎么议论自己呢 在他们眼中 自个儿整个就是一活王吧呀 念及至此 吴二宝脸上顿时清金毕露 刚刚压制下去的火气又生腾了上来 吴二宝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看到吴二宝脸上神色的变化 孙局长开口问道 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恨不得杀了他们 吴二宝一下子冷静了下来 虽然他恨不得那对奸夫淫妇马上就去死 但这个结果是要在建立在赔上自己性命的前提下 吴二宝还是不愿意的 杀人是犯法的 孙局长寻寻诱导道道 不过你能让他们得到法律的严惩 政府还管人偷人吗 吴二宝也没抬头的说道 要是政府还管这个的话 那就把他们给枪毙掉吧 吴二宝的话让孙局长愣了一下 他知道吴二宝此刻已经冷静了下来 心中不由暗叫可惜 如果之前没有古正明的那番话 或许吴二宝已经陷入到了自己的想象之中 崩溃掉了 吴二宝 你接着看完吧 一直都没有说话的刘家喜忽然开口说道 吴二宝 咱们都认识 相礼相亲的 有些话也传入到过我的耳朵里 你看完就明白了 游龙和你媳妇不值得你这样维护的 你以为我是在维护他们 吴二宝在心中催了一口 他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事 只要说出来 政府绝对不会吝啬那一颗子弹的 如果有可能的话 就是枪毙自己十次都不多 不过刘家喜的话 还是让吴二宝接过了他递来的笔录 当吴二宝看到游龙说自己媳妇和游龙还有游山等人都有一腿的时候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吴二宝还是被气得浑身发抖 不看了 这对肩夫 吴二宝越看越生气 最后一把扔掉了手中的笔录 坐在椅子上不断喘着粗气 最让他难受的是 看着游龙描绘的那些污秽不堪的画面 吴二宝居然硬了 这让他心里是羞愧不安 那和人偷情的可是自己老婆呀 吴二宝 你看完这一段 刘家喜捡起了笔录 翻到后面几页 将其放在了吴二宝的面前 吴二宝抬起头 刚好看到了那段文字 这 这不可能 原本情绪已经逐渐稳定下来的吴二宝 一下子又狂暴了起来 扬起了脑袋 死死地盯着刘家喜 一字一顿地说道 这是你们自己编的 是不是 吴二宝 其实我以前就听过这个传闻 不过没想到是真的 刘家喜叹了口气说道 你家里我去过 也见过你那娃 你自己觉得 他长得是像你 还是像游龙呢 原来游龙笔录中的那段话 说的却是吴二宝的儿子 实际上是他和吴二宝媳妇所生的 吴二宝这个活王吧 整整帮他养了好几年 言语中满是对吴二宝的嘲讽之词 媳妇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吴二宝虽然怒不可遏 但为了自己的性命着想 吴二宝还是硬生生地忍了下来 但儿子不是自己的 却是让吴二宝的精神 一下子就变得恍惚了起来 而且听刘家喜这么一说 吴二宝还真的感觉 自己养了好几年的儿子 长得有点像游龙 回想起游龙每次去自己家 总是要逗弄上半天孩子 吴二宝已然是信了七八分 农村人除了要脸面 还很注重的一点就是传宗接代 这也是农村超生严重的根源 像那些家里有好几个丫头的家庭 最小的一个肯定是儿子 否则他们真的会无休止地生下去的 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是儿子 这让吴二宝曾经很是自豪了一段时间 在村子里走路都是昂首挺胸的 他当那时村里人对自己的指指点点 都当成了是羡慕嫉妒恨 但到了这时 吴二宝才明白 感情别人那会儿不是在羡慕自己 而是在笑话他 想到这里 吴二宝心里的那道防线 终于是轰然倒塌了 他现在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弄死幽龙 弄死那个和别人生了孩子的媳妇 二宝 这事有很多人都知道的 刘家喜在吴二宝心里即将崩塌的时候 狠狠地给补上了一刀 北迷有声 第六百一十集 他们都该死 听着刘家喜的话 吴二宝的眼角瞪的都差点崩裂开来了 他在外面拎着脑袋做事情 还不是为了能让孩子以后过得好一点 现在连孩子居然都不是自己的了 吴二宝心中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破碎掉了 该死 我要他们死 全都死吧 此时的吴二宝真的感觉是生无可怜 当自己都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的时候 所有的恐惧就全都不存在了 所有都是个死 吴二宝是一定要拉上那对奸夫淫妇的 吴二宝抬起了头 瞪着一双满是红血丝的眼睛 死死地盯住了孙局长 说道 我交代 我全都交代 但我有一个要求 一定要让他们死 一定要让他们死啊 这要看他们犯的罪行该不该死了 孙局长并没有答应吴二宝 法律不是儿戏 以目前来看 游龙是死定了的 但吴二宝媳妇涉案有多深 还不知道 是否能判死刑 还是要根据他的罪行来认定的 他们不该死 那就没有该死的人了 吴二宝咬牙切齿地说道 游龙亲手杀了十二个人 死在那件货手上有两个人 你们说他们两个到底该不该死啊 做好记录 看到吴二宝终于开始交代了 孙局长心里顿时大喜 冲着记录的警员说了一句之后 看向吴二宝说道 别急 先抽根烟 我保证 他们如果触犯了法律 一定会得到严惩的 接过了刘家喜递过来的一根点燃了的香烟 吴二宝一口气就抽掉了半根 吐出了一团烟雾之后 吴二宝终于开口说道 我恨不得他们现在就去死 料了 终于料了 吴二宝的供诉 整整进行了五个小时的时间 当吴二宝在笔录上 签下自己的名字之后 屋内的几个人均是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 不过孙菊等人的脸上还满是凝重的神色 因为这件案子性质之严重 远远超出了他们最初的想象 孙菊相信 这件案子一旦公布出去 肯定会引起社会震动的 让他睡一觉吧 看着一眼熬了三四十个小时的吴二宝 孙菊知道他没有说什么假话 这份口供十分的重要 作为团伙内实质上的二号人物 吴二宝所掌握的情况 比只游龙也少不了多少 你们一定要答应我 一定要枪毙了那对肩负淫妇啊 料了案子之后 吴二宝整个人的精气神 似乎也没有了 他知道 自己也是个必死无疑的结局 但就算是死 吴二宝也要拉上游龙那对狗男女 法律会做出公正判决的 孙菊长文言点了点头 他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承诺 但只要吴二宝的这份口供属实 游龙和吴二宝的媳妇 肯定都是会被判死刑的 从今那么多年 孙菊长绝对相信自己的判断 我说这门的隔音效果也太好了 当孙菊长他们出来之后 胖子就捂着鼻子站了起来 开口说道 怎么样 那哥们知道自己老婆偷人 是个什么反应啊 哎 死胖子 你声音能小一点吧 听到胖子的话 刘家喜吓得 差点就要扑上去捂他的嘴巴了 现在的吴二宝 可是不宜再受什么刺激了 否则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呢 去专案组那边 孙菊长没好气地瞪了一眼胖子 不过倒是也没阻止他们跟在后面 这哥几个虽然不是警察 但在办案过程中 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眼下听听案情也不算是多大的事情 你们几个听着就好 千万不要说话 故意放慢了脚步的刘家喜 此刻凝重的脸上又带有一丝兴奋 他心里很明白 这个案子办下来之后 自己或许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仕途 因为这个案子会在他的履历上 书写出重重的一笔 六个 我们什么时候能走啊 三炮才不关心 案子到底办得怎么样呢 他现在就是一门心思地想回家过年 今儿估计是走不成了 刘家喜看了下手表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当下压低了声音说道 看孙局的意思了 要是顺利的话 明儿一早你们就能回去了 真的 三炮的声音突然高了八度 你能不能小声点 我说了又不算 刘家喜发现 这哥几个都是大嗓门 说话总是喜欢一惊一乍的 得 只要让我们走 我当哑巴都扯 三炮紧紧闭上了嘴巴 那一脸怨念的表情 看得刘家喜是哭笑不得 在来到专案组所在的办公楼前 方毅他们发现 这里多出了不少人 除了一辆武警牌照的大面包车之外 还停着两辆寄生牌照的越野车 还没进门 就能听到里面的吵杂声 老孙 咱们可是有两年没见了 一个长着裹子脸的中年男人从屋里走了出来 和孙局长握了握手说道 这次多亏了你们进省警方啊 要不然也不能这么快抓住这些人 老孙 你怎么来了 看到来人 孙局长有些意外 一边和对方握着手 一边说道 你来了正好 这件案子恐怕部里也会来人指导工作 咱们先合计一下抓捕的事情吧 孙局长口中的老孙 实际上是济省主管行侦的一位副厅长 两人曾经是系统内一个高级培训班的同学 所以虽然对方的级别比孙局高了一些 但两人也都没有称呼对方的官职 抓捕 人不是已经逮着了吗 听到孙局长的话 于厅长明显是愣了一下 随之面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能惊动部位的案子 怕是要比自己之前想象的更加严重 只抓住了部分主犯 只是这个团伙的一小部分人 孙局长苦笑了一声说道 外面太冷了 大家到会议室里去吧 我先通报一下案情 然后咱们再合计一下抓捕的事情 老胡 回头我向省里汇报一声 然后咱们联名把材料报到部里去吧 孙局长调到省里担任主管行侦的副厅长这件事 已经是在组织走流程了 所以这件案子 即使在省里也是归他来抓的 只要对主要领导汇报一下就行了 在孙局长和于厅长说话的时候 谷正明已经拿着乌尔堡的笔录 找技术人员画出了几处重点关注的地方 这次不但技术的人到了 就是他们本地警方的支援力量也到了 就连煤矿的大门都换成了核枪实弹的武警在把守着 老孙你来主持 我们没有经过调查 也没有发言权 来到会议室之后 于厅长把孙局让到了主位上 然后个人都按照职务高低坐了下来 至于方毅和胖子哥几个 则是坐到了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里 在座的人大多都穿着便衣 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也是警察呢 事宜也没人过问 其实于厅长心里很明白 这次说是两省联合办案 实际上全都是沾了一个派出所小民警的光 案子主要还是进省警方在办理的 他们此来原本就有摘桃子的嫌疑 此刻更是不能喧宾夺主了 好 同志们 大家远道而来都辛苦了 现在客套话我就不说了 咱们直接说案子 孙局长看了一眼 已经摆在自己桌前的一份资料 右手重重地拍在了上面 开口说道 触目惊心 触目惊心的大案呀 要不是兄弟省份的追查 这个毒瘤必将还会再危害社会 孙局长说话的时候 眼神瞄了一下刘家喜 他对这个比较质朴的基层警察印象很好 相比差点犯下大错的古正明 刘家喜在审讯吴二宝的过程中 却是立下了功劳 孙局长并不介意提点一下这位同志 看到孙局长的目光扫来 刘家喜不由挺起了胸脯 心中对孙局长是感激不已 要知道 此刻家乡的领导就在场内 孙局长这一句话说出来 等于是肯定了他在这件案子中的手工 听到孙局长的话 于厅长也深深地看了一眼刘家喜 对于这件案子的来龙去脉 他之前已经了解清楚了 这最初只是一件人员失踪案 并且那人失踪的时间还不长 在刘家喜报上去之后 县局对此并不是特别重视 北民有声 第611集 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在刘家喜的追查之下 这件人员失踪案 竟然演化成了杀人片赔的大案 如果不是刘家喜 这个基层派出所的民警 他们继省警方 这次怕是就要大大出丑了 所以于厅长此时 对刘家喜也是充满了好感 从一个古籍干部 直接提升为刑侦支队的政科级大队长 也正是于厅长破格做出的决定 不过之前于厅长提拔刘家喜 只是因为刘家喜在纪省警方面前 维护了纪省警方的颜面 眼下听了孙局长的话 于厅长却是感觉刘家喜同志 似乎还可以再进一步 在更重要的岗位上磨练一下自己 听到了孙局长的话 包括纪省来的增援警力在内 厂内很多羡慕的目光 都投在了刘家喜的身上 除了领导的夸奖之外 日后只要提起这个案子 那刘家喜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至于方毅他们几个人 则是被领导们自动给过滤掉了 毕竟他们只是报案人 虽然在办案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这些大家心里明白就成 却是不会记载到案卷里去的 二十八条人命 下一刻 孙局长的一句话 就将场内所有人的注意力 全部都从刘家喜的身上转移开来 二十八条人命这个数字 听得很多人都目瞪口呆 有的人甚至伸手掏了下耳朵 因为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你们没听错 现阶段查明 这个犯罪团伙手上最少有二十八条人命 孙局 二十八条人命 这是真的吗 他们怎么能杀死这么多人而不暴露的呢 孙局长的下一句话 顿时将场内给引爆掉了 在场的这些人也顾不得领导就坐在旁边 一个个军事惊呼出了声 有些甚至还提出了质疑的声音 在场内的这些人都是办案老手 他们知道只要是杀人案 通常都会被列为重大刑事案件 而只要有持枪杀人 或者一次杀死数人等案情特别恶劣的案子 才会被列为特别重大刑事案件 在听到这个数字之后 就是于厅长都被惊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神情 此时于厅长也终于明白 之前孙局长为何强调要上报不理的原因了 这个案子死亡人数达到二十八人 那甚至已经超出了特别重大刑事案件的范畴了 案情一旦披露将会震惊全国的 看到场内混乱不堪的样子 孙局长皱了下眉头 咳嗽了一声之后 开口说道 大家安静一下 根据初步审讯得来的结果 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根据吴尔宝的供诉 立即对其他涉案人员进行抓捕 务必将所有的犯罪分子全部逮捕归案 大家的这个新年怕是没办法在家里过了喽 孙局早就习惯了 您就下命令吧 就是啊 我都三年没在家过了 也不差这一年 这伙人的社会危害性太大 必须尽快抓住 孙局长话声未落 下面的人就笑了起来 对于这些刑侦警察而言 他们遇到大案就像是饕餐遇到了美食一般 不将案子破获个水落石出 这些人怕是吃不香睡不着的 尤其是像这种特别重大刑事案件 很多老刑警恐怕一辈子也遇不到几次 这样有挑战性的案子 也让众人在对犯罪分子的愤怒之余 变得兴奋了起来 恨不得马上就将他们给抓住 第一点是抓捕 具体工作我等一下和于亭长商议了之后再布置 孙局长对于军心还是很满意的 摆了摆手说道 现在我要讲第二点 第二点要做的工作 就是根据吴二宝的口供 到各地区进行核查 务必要将事实和口供的内容吻合起来 这个工作我建议由近省的同志来完成 说起来吴二宝的记性真的很不错 他所知道或者经他守的案子死亡人数 吴二宝记得是清清楚楚 并且各个煤矿的名字他也都一一说了出来 而警方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去核实 吴二宝供诉的内容 这个工作表面上看似没有抓捕难度大 但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办到的 因为当初那些私人煤矿的老板 既然选择了私了 自然不希望这件事情再被拎出来说 可以预想得到 他们肯定会百般隐瞒的 由于游龙等人选择的煤矿大部分都在近省 所以由近省警方出面办案会相对容易一些 如果换成于厅长的人 恐怕根本就从那些邝老板口中得不到一句真话 在得到了于厅长的认同之后 孙局长继续说道 下面我说第三点 会议结束之后 立刻在保密的情况下 将现有抓获的嫌疑人带出连山煤矿 并且组织精干力量进行审讯 吴二宝那里已经打开了突破口 下面怎么审不用我多说了吧 其实相对于那种一个人犯案的案件 这种团伙作案还是比较容易审讯的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吐了口 其余的人很难再坚持下去 就像是现在吴二宝招了供 并且说出了很多作案的细节 凭借着这一点 那些办老了案子的刑警们 就可以及此来瓦解掉其他犯人员的心理防线 这是主犯之一吴二宝的口供 没人发一份 大家先了解一下案情 说了三点之后 孙局长示意手下的人 将已经复印了很多份的资料 发了下去 连编外人员方议他们都是人手一份 还别说 梁大平这里的办案条件比局里都要好 他的办公室里 光是复印机和传真机就有好几台 短短的十多分钟时间 就将资料给整理的七七八八了 想要办案 自然需要先详细了解案情了 在吴二宝的供诉资料发下去之后 整个会议顿时变得安静了下来 不过这种安静 只是持续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一种沉重的呼吸声 就在会议室里响了起来 虽然都是些老行针 但拿在手里口供所记录的东西 仍然让他们感觉十分的震惊 那一行行触目惊心的字眼 看得他们均是头皮发炸 要不是亲眼看到 他们真的无法相信 这世上还有如此残忍的罪犯 从第一个被欺骗到煤矿打工的流浪汉 到刚刚死去不久的游小乐 吴二宝知道的二十八个人 几乎都是服用了一种 可以令人精神恍惚 被他们称之为迷魂药的药物后 在煤矿底下紧到深处 被他们杀死的 他们杀人所用的工具 都是身边的东西 基本上是有什么用什么 吴二宝喜欢用锤子 当锤子砸在人的头盖骨上 发出那种碎裂的声音 会让吴二宝产生一种很兴奋的心理 他告诉警察 每隔一两个月 如果不听到这种声音 吴二宝就会有一种想要杀人的冲动 有一次吴二宝没有控制住这种冲动 在井下杀人的时候 用锤子硬生生的把那人的整个脑袋都给打碎掉了 当时为了伪造现场 吴二宝和游龙不得不炸碎了那一片坑道 将死者给掩埋在了里面 事后那个煤矿的老板为了不上报事故 在赔完钱后 就将那一段坑道给封闭了起来 所以一直到今天 冤死在坑道里的死者都没有能重见天日 当然 如果手边没有锤子的话 像是铁尖什么的也都可以成为杀人的工具 有一次吴二宝亲眼看到 游龙在把一个被他们迷骗来的流浪汉 拉进坑道里之后 随手就捡了块石头 活生生的 把那个人给砸死的 诸如这样的事情 整个卷宗上比比皆是 他们每次杀完人之后 相互之间都会交流一下经验 有个人曾经让昏迷了神志的死者 站在一块大石下面 而那人则是用撬棍将石头撬下 当场把人就给砸死掉了 此次落网的那个看上去文质彬彬 名字里也带了个彬字的游彬 实际上也是一个杀人恶魔 他喜欢让死者站在地下爆破的爆破点旁边 当炸药爆炸之后 现场往往满地的残肢断壁 事后连个胡论人都无法拼凑起来 用无二宝的话说 上面那两种死法算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 而通常感觉不耐烦的他们 基本上都是用暴力手段将死者杀死在地下几百米深的坑道里 北民有声 第612集 从无二宝口供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来 杀人对于他们整个团伙而言 已经像是喝水吃饭一样寻常的事情了 包括无二宝的媳妇在内 手上都有两条人命 当然 女人是不可以下框的 无二宝媳妇手上的人命 却是来自无二宝和游龙共同制定的一个规矩 作为这个团伙最早的发起人之一 无二宝和游龙约定 如果外人想加入这个团伙 就必须像梁山好汉入伙那样 交上了一个投名状 也就是手上必须要有人命 无二宝和游龙认为 只有身上背了人命案的同伙 才不会出卖他们 另外 他们俩还认为 手上见过血的人 心理素质才会更加强大 遇到警察的时候 才不会坏事 所以就算是无二宝的媳妇 和游龙的亲弟弟游虎 都需要交了这投名状 才能真正地被他们所接纳 游虎的投名状好办 第一次在井下杀人 就有他一份 当时无二宝用锤子 砸到那个流浪汉之后 游虎又有石块 在那人头上连着砸了十多下 然后才撬下一块大石头 砸在那个流浪汉身上的 游虎的问题好解决 但无二宝的媳妇 却是没有办法下到井底 因为按照规矩 女人是不允许下井的 最后游龙和无二宝一和解 想出了一个办法 用游龙的话说 井下杀一个人 在井上面就要杀两个 也不知道是游龙在床上 说服的无二宝媳妇 还是无二宝给自己媳妇 灌了迷魂药 他老婆石小翠 居然答应了下来 人选是游龙定的 一个孩子 一个大人 都是在街上碰到的流浪汉 游龙只用了一顿饭 就将他们的神志给迷婚了 然后带着无二宝夫妇 还有那两个人 来到了距离他们老家 不远的一个山窝窝里 游龙交给了无二宝媳妇 一把匕首 让他必须用匕首 杀了这两个人 否则他知道了自己 和无二宝那么多事 就算无二宝护着他 游龙也是一定要杀死他的 无二宝的媳妇 石小翠的父母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妈妈带着他又嫁了个男人 生了个弟弟 从小根本就不管他 所以石小翠十三四岁的时候 就和社会上一些 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十足的一个小太妹出身 虽然拿刀子杀人 比他以前混社会的时候升级了 但石小翠很快 就完成了这种转变 用匕首将那个孩子和成年人 全都给捅死之后 也成了游龙团伙的核心成员之一 在游龙这个团伙里 加上石小翠一共有五个女人 其中还有一个五十多岁 经常扮演死者母亲的女人 经过游龙的威胁和洗脑 他们五个人手上 均是占有人命案子 凶残程度令人发指不已 厂内的这些两省的警方精英 基本上都是办过凶杀案件的 但是和手上这份口供里记录的东西比起来 他们以前办的案子 顿时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可以说这个案子里 涉案的二三十个人 个个都是心狠手辣的杀人魔王 看到最后 几乎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 每个人的脸色有些异常的严肃 作为警察的责任感 让他们意识到 如果不能把涉案的所有人都抓住的话 那他们就不配再穿这身衣服了 大家看完了没有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孙局长出言 打断了会议室的禁忌 虽然没有人说话 但是孙局长看到 那一双双抬起头的眼睛里 分明都放射出了愤怒的光芒 好了 现在咱们先把抓捕的问题定一下 孙局长拿着整理过后的资料 和于厅长小声地说起话来 根据吴二宝的供诉 他们整个团伙的人员 一共有二十三个人 现在归案的确实只有六个 也就是说 接下来的抓捕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更重要的是 在剩下的那十七个人里面 吴二宝知道其具体下落的 只有十个人 还有七人 吴二宝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只有拿下了游龙 才能掌握这七个人的情况 不过由于案情重大 孙局长建议抓捕和审讯同时进行 最起码也要派出精干人员 先将已经知道下落的这十个人 给监视起来 等拿到游龙的口供之后 再将所有的犯罪分子都一网打尽 现在知道下落的 一共是十个人 这十个人里面 有八个都回家过年了 孙局长开口说道 这八个人的详细资料 马上会和当地警方核实的 现在要派出去一个抓捕小组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监视 孙局 我带一个小组 孙局 我也要参与抓捕 还有我 寄生我手血 让我去吧 孙局长话声刚落 轻战的声音就在场内此起彼伏了 这个犯罪团伙的凶残 让每一个在场的干警 都恨不得亲手把他们给抓住 连马上就要到了的年关 和亲人相聚的时刻 确实也都顾不上了 孙局长摆了摆手 制止了场内的骚动 接着说道 不要急 等会儿一起分配任务 我的话还没说完 还有两个犯罪嫌疑人 现在就在晋升 他们隐藏在一个煤矿里 在为来年犯罪 做着准备工作 按照吴二宝的交代 这是兄弟两个 家里没什么亲人了 我建议 马上将这两人给拿下 孙局长刚才和于厅长 商量了一下 这两个人是新入伙的成员 是游龙安插在那个煤矿的 两个棋子 他们对游龙和吴二宝之外的 团伙成员都很陌生 抓捕这两个人 是不会打草惊蛇的 我去 一定拿下 老王 还是我去吧 保证完成任务 抢什么抢 那个煤矿就在我们下去 当然是我们去了 我们面孔陌生 有我们却比较合适 你们是季省来的兄弟单位 对这边不熟悉 还是我们晋升警方来干吧 听到有立即抓捕的任务 厂内的这些人顿时又嚷嚷了起来 原本还是相亲相爱的梁省警方 这会儿居然也是争吵了起来 一时间会议室乱糟糟的像是个菜市场一般 孙局长拍了拍桌子说道 行了 不要争了 闹哄哄的像什么话 顾正明 你带几个人过去 明天天亮之前 要让那两个人归案 要是被他们跑掉了 你就脱了这身警服 也不用来见我了 局长 保证完成任务 要是出了差错 您把我脑袋拧下来 晚上当夜无用 听到抓捕任务 落在了自己头上 顾正明是又惊又喜 之前在审讯吴二宝的时候 差点出了问题 让他心里一直都有些忐忑不安 但是现在看来 老领导还是信任自己的 干刑侦工作的人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混迹在市井三教九流之中的 顾正明这话 虽然说得很粗鲁 但却是迎来了一阵善意和羡慕的笑声 众人都知道 顾正明这一份功劳 基本上是跑不掉的了 吴二宝的口供表明 游龙团伙虽然杀人手段 残忍恶劣 但团伙成员却全部都是农村人 而且是由吴家庄为中心 向周围十里八村 呈网状辐射 这些由农民构成的犯罪成员 除了在作案的时间泯灭人性之外 回到家之后 一个个又变成了慈父良母和孝死贤孙 由于所杀的人都是被迷昏了神志的 所以这个犯罪团伙手上没有杀伤性武器 只要做好部署 抓捕的难度并不是很大 老月 鸡省的情况你比较熟悉 那边的监视和抓捕工作 就由你来布置吧 在古正明领了军令状之后 孙局长看向了坐在自己身边的渔厅长 由于游龙团伙成员 基本上全是济省人 外人过去很容易打草惊蛇 所以还是由渔厅长来安排比较妥当 孙局长和渔厅长布置工作 又没有方毅他们的事情 坐在角落里看着吴尔宝的口供 胖子一直都倒抽着凉气 他那鼻子这会儿倒是也不堵了 不知道是被吓的 还是感冒药起了作用 胖子的感冒也好了大半 思元杰这小子 这次真的是捡了一条命啊 胖子的这句话是有感而发的 如果不是这件案子得到了及时侦破 思元杰恐怕真的会性命不保 因为在吴尔宝等人的眼中 人命还没有一只鸡之前 而思元杰的名字 已然是被他们写在了生死簿的上面 北民有生 第613集 是一格把他这条命给捡回来的 三炮也是点了点头 从吴尔宝的口供中能看得出来 游龙团伙对待生命那种极端的漠视 二十多人的团伙 人人手上都有人命案 恐怕自建国以来 也没出现过如此重大的案件吧 奶奶的 案子是咱们破的 人也是咱们抓住的 现在反倒是不让咱们走了 看到那两位主要领导 在前面安排工作 三炮就是气不打一处来 昨儿电话里 老婆可是都哭了 自己再不回去的话 那后院真的是要起火了 哥几个 怎么 没安排你们任务啊 坐在方毅他们不远处的 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警察 笑着扔过来了几根烟 警察办案 可不像是上市公司开会 绝对不会有禁止吸烟的说法 因为包括孙局长和余厅长在内 几乎每个人都是敢大烟枪 安排任务 有我们哥几个啥事啊 三炮文言撇了撇嘴 不客气地拿了根烟叼在了嘴上 小伙子 可不要有情绪啊 中年警察还以为三炮 是因为没有分配上任务闹情绪呢 当下说道 你们这么年轻 就能参与到这么重要的案子里 对你们以后的成长是有好处的 年轻人嘛 得看得长远一点 我说大哥 我们可不只是参与这案子啊 胖子看到这中年警察 不认识他们哥几个 顿时来了精神 当下挺着了腰板 指着手上的那份材料说道 我跟你说 这案子的主犯油龙 就是我亲手给抓住的 而这个招供的乌尔宝 那是我兄弟抓的 大哥 你说这案子 我们算是参与还是没参与啊 哎哟 小小年纪 怎么说着还吹上牛了 你们是哪个分区的人 那个中年警察 根本就不相信胖子的话 他是晋省后续支援警力中的一员 和晋省专案组的人 前后脚来到的煤矿 事宜根本就不知道 之前抓捕时的具体情况 我们哪个分局的也不是 我们就不是警察 胖子嘿嘿一笑 说道 这位大哥 不瞒你说 要是没有我们哥几个 这样子压根就不可能被破获的 你看到没有 我手上这伤 就是抓油龙的时候留下来的 胖子和油龙动手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但他右手的手腕处 还是被匕首划了一刀 只是伤口不大也不深 胖子当时就没发现 等看到的时候 伤口已经是结巴了 我说 你们小小年纪 不好好专研业务知识 怎么这么爱吹牛啊 听到胖子的这番话 中年警察终于是忍不住了 他虽然四十多岁 只混个政科的职位 级别不怎么高 但在晋升刑侦部门 那也算是一号人物 这心里一不高兴 说起话来 也带着几封教训的口吻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吹牛 你去问问孙局长 那吴二宝 有虎有兵 还有油龙 到底是谁抓住的 三炮原本心里就不怎么高兴 此时听到中年警察的话 直接就出言呛了回去 而且声音还十分的大 这对于三炮来说 还是很少见的事情 可见三炮这会儿的心情 到底有多糟糕了 怎么回事 正在布置抓捕工作的孙局长 思路一下子就被三炮的声音给打断掉了 抬头一看 却是发现满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坐在角落里的方毅等人身上 哎呦 忘了一件啊 看到方毅等人 孙局长不由拍了下脑袋 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来到了方毅等人坐着的地方 孙局 这几个都是年轻人 您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那位中年警察的心眼倒是不错 他以为孙局长是过来兴师问罪的呢 当下还给方毅几人求起了情 王小刚 他们是年轻人不假 但他们刚才说的话也不是假话 孙局长用手指了指三炮说道 他说的话一点毛病都没有 这个犯罪团伙的主犯游龙 就是这个小胖子亲手抓住的 而吴尔宝和游兵游虎 则是这位叫方毅的同志给抓住的 孙局长的眼神往场内扫了一圈 忽然拔高了声音说道 我建议在场所有的人都站起来 给这几位小同志鼓下掌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没有他们几个就没有这件重大案件的侦破 他们是鞠躬至尾的 先期跟着孙局长过来的人自然知道这件案子的来龙去脉 他们知道孙局长一点都没有夸大事实 这掌鼓的是真心实意 而后来的警力甭管是进声还是继声的 也都要给孙局长面子 所以孙局长话声刚落 整个会议室就响满了热烈的掌声 孙局长带头鼓掌并且没有放下手 直接就导致了这掌声整整持续了三分钟之后 才算是停歇了下来 几年轻人这一次怕是要飞黄独达了 手上鼓着掌 不知道方以他们底细的那些人 心里不约而同地冒出了同样的一个念头 如此重大的案件被侦破 手工恐怕最少也会立个一等功 如果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还有机会去京城被中央领导接见呢 在公安系统 立三等功不是什么难事 但再往上课就很困难了 就像是荣誉称号 一般都授予烈士一样 如果没有不重伤致残的伤势 一等功基本上也是很难授予的 他们不是警察 等掌声停歇下来之后 孙局长的第一句话就让众人愣住了 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 却是我们很多警察都做不到的 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致敬 孙局长说着话 脚下一个例证 很正规地向方毅三人敬了个礼 虽然没有穿着警服 但这个礼却是十分的标准 孙局长 您这是干什么呀 看到孙局长的举动 方毅连忙上前扶住了孙局长的手 说道 作为一个公民 帮助警察抓捕罪犯 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您没必要这么客气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了解内情的人 这会儿已经有些懵了 连忙问向身边的人打听了起来 这一打听才知道 感情孙局长的话一点都不夸张 他们非但抓捕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几个重要成员 就连这案子也是被他们给接出来的 都有了 敬礼 于厅长忽然高喝了一声 顿时厂内所有的人都向方毅等人敬了个礼 投向他们的目光也充满了敬意 不是警察干着警察的活 而且干的居然比警察还要好 这让众人心里也有一丝羞愧的感觉 孙局 真不用那么客气啊 一向脸皮很厚的胖子 这会儿也感觉有那么一点不好意思的 当下小声说道 孙局 帮警察抓坏人是我们应该做的 你往我家里送个锦旗就行了 还干嘛这么客气呢 以胖子对政府部门的了解 这帮人全都是吃干抹净 转脸不认人的货色 眼下如此隆重地向他们致敬 顿时让胖子心里生出一种不妙的感觉来 莫非是不想给他送奖状锦旗了 放心吧 锦旗一定有的 听到胖子的话 孙局长是一脸的苦笑不得 如此严肃的场面被胖子这一句话 搞得顿时有些不伦不类了 这小胖子的觉悟还真不是一般的敌 孙局长 锦旗呢送不送都无所谓 看到孙局长这会儿似乎很好说话 三炮连忙说道 孙局 您看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们哥几个的家里都催得厉害 要不您先抬抬手 放我们回去过年吧 等过完年 只要案子需要 我们随喊随道 怎么样 就两个这样的货色 能抓住这个团伙的几个主犯 胖子和三炮的表现 让场内很多人都是大跌眼镜 这哥俩幸亏不是公安系统的人 否则就凭这政治觉悟 怕是一辈子就只能吃这件功劳的老本了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这件事呢 孙局长倒是没有生气 回头对谷正明招了招手说道 让你叫人送过来的东西送来了吗 孙局 都送来了 在外面车上呢 谷正明一路小跑着 来到孙局长面前 对三炮说道 我们进手除了没嘴出名之外 也有一些特产 孙局长特意让我准备了一点 回头把东西搬到你们车上去 北民有声 第614集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胖子搓着手 嘴上客套了一句 脸上却是哪有半点不好意思的神情 看他那架势 倒是想跑出去 看看孙局长给他带了些什么特产 才是真的 哼 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值钱的我也送不起 都是一些土特产而已 孙局长笑着摆了摆手说道 这两天耽误你们不少事 你们现在就可以离开连山煤矿了 你们是等会议开完和我们一起走 还是先走啊 孙局 我们就不打扰您开会了 还是先走吧 还没等胖子和方毅发表意见 三炮就将这事给定了下来 他现在真的能体会到 归心似箭这句成语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 那行 我看你们也是归心似箭了 孙局长看出了三炮的心思 当下笑着说道 我让小谷送下你们 把车子上的东西也倒腾一下 我们公安局可是穷单位 你们别嫌我们小气就行了 孙局长 您太客气了 听到孙局长的话后 方毅连忙说道 我们这吃着用着还拿着 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你们吃的用的可不是我们提供的 那是要感谢梁老板的 孙局长哈哈一笑 不过脸色随之变得严肃了起来 声音也低了几分 对方一说道 小方 这件案子实在是太大 我们对外宣布的办案流程 可能会有些改变 还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如果有什么想法 最好是现在就说出来 办案流程 方毅文言愣了一下 不解地说道 这有什么好改变呢 我们办案 然后追查出了大案 不就是这样吗 是这样不假 孙局长脸上露出一丝尴尬的神色 声音又是压低了几分说道 不过你们哥几个在案子里起到的作用 我们不会对外宣传的 否则对于我们警方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历史好几年 死亡人数在数十人以上的案子 一旦宣布出去 肯定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的 如果这件案子从报案到追查出线索 再到抓捕都是方毅他们几个局外人做的 可想民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了 民众和警察几乎天生就有一种对立 警察案子办得好 在老百姓看来那是理所当然的 既然干的是这一行 当然要能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但如果案子办得不好 社会上几乎就会是一面倒的批评 孙局长能想象得到 如果照实宣布了这件案子的侦破流程 不但是无法对老百姓交代 恐怕就连上级领导这一关都过不去 嘿 原来是这事啊 方毅多聪明的一人 孙局长话还没说完 他就反应了过来 当下笑了起来 开口说道 孙局 我们哥几个就是纯粹的报案人 是在刘所长还有谷局长 以及孙局长你们的努力下 案子才得到侦破的 事实就是这样 小方 你能理解我们的工作 实在是太感谢了 孙局长说话的时候 眼睛瞄向了胖子和三炮两人 这事是他们三个一起做的 光是方毅答应了不行啊 万一那小胖子和另外一个人 要是说漏了嘴 那对于他们而言 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孙局长 我听一哥的 他怎么说就怎么是 胖子给孙局长吃了个定心丸 不过挠了挠头之后 又开口说道 孙局长 您答应的奖状 可要给我送过去啊 最好能在年前送过去 我从小到大 上学光挨批评了 可是还从来没拿过奖状呢 得 我让人跟你们一起回去 办这件事 你看行不行 听到胖子的话 孙局长是一脸的苦笑不已 不过为了这件案子 这个小胖子的确是立下了大功 孙局长代表局里 对他做出一些加强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感情好 孙局 您真讲究 胖子可不知道什么叫做客气 对于孙局长的建议 是一口硬承了下来 在胖子看来 自己立下那么大的功劳 只要张奖状而没要奖金 这已经是高风亮节了 我没什么要求 也没想法 见到孙局长的目光 看向自己 三炮摇了摇头 很干脆地说道 我就想回家过年 好 看到三炮也表了态 孙局长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 你们以后再来进省的话 如果遇到什么麻烦 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小方 你记下我的电话号码 这个号码是24小时开机的 对于孙局长而言 这件案子的侦破 将会在他的仕途生涯中 留下很重的一笔 而这些都是方毅他们带来的 以后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 给这几个年轻人一些方便 那还真不叫什么事 谢谢孙局 以后说不定还真得麻烦您 方毅知道这是孙局长表达谢意的一种方式 当下连忙掏出了自己的电话 按照孙局长所说的号码拨打了过去 方毅是吧 这个号码我存下来了 孙局长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之后 对旁边一脸羡慕的谷正明说道 小谷 带他们出去吧 把咱们车子上的东西搬到他们车上去 然后你再回来接任我 是 谷正明对着孙局敬了个礼 然后带着方毅等人往外面走去 不过还没走出会议室 刘家喜却是也追了过来 方毅 我搜索你们 要说对方毅哥几个的感激 恐怕全场的公安干警加起来 也没有刘家喜对他们的感激来得深 因为他才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受益者 前几年得罪了县里的主要领导 刘家喜还以为 自己就要在乡镇派出所干到退休了 但就是因为这个案子 他竟然来了个咸鱼大翻身 不管是职务还是级别 一下子和他们县城的局长都能平起平坐了 这是刘家喜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所以刘家喜对于方毅几个人 那是发自内心的感激 要不是案子正处于紧要的关口 他都想和这哥几个以罪方休拜靶子了 眼下见到方毅他们要走 刘家喜自然是要送一送的 六哥 这么客气干嘛 方毅点了点头 也没制止刘家喜跟出去 他能体会到刘家喜的心情 不过方毅也没有鞠躬的意思 毕竟刘家喜当初跟着他们来进省追查这个案子 也是冒着得罪领导的风险 有了那会儿的付出 才能得到现在的收获 不是客气 方毅 等办完这个案子 我去金灵找你们去 刘家喜丝毫都不掩饰自己对方毅等人的感激 而且他也在心里打定了主意 等这边的事情了结之后 一定要亲自去感谢一下方毅他们 六哥 咱们之间说这话可就见外了 方毅哈哈一笑 两人说着话走出了会议室 方先生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刚刚走出会议室 方毅等人就被拦住了 拦路的不是别人 正是连山煤矿的老板梁大平 梁老板 你怎么没进去啊 看到梁大平 方毅不由愣了一下 他们哥几个都能坐在会议室里面 梁大平这个主人为何却是被拦在外面了 警察办案 我还是规避一下好了 梁大平文言打了个哈哈 其实心里却是付费不已 吃着喝着 连带着用着自个儿的 开会的事情却是不让自己进 这不整个一过河拆桥吗 当然 梁大平也不是没有收获 孙局长已经向他保证了 这件案子属于刑事案 和矿上的安全事故没有任何关系 有了孙局长的保证 梁大平也放下心来 最起码安检部门是不会再来找自个儿的麻烦了 其实孙局长不让梁大平进去 主要是因为梁大平和案子本身的关系不大 再加上他又在近省经营多年 和各个煤矿的老板关系都不错 万一走漏了一些风声 就会平添许多麻烦 方先生 你们这是 梁大平不想提这件让自己没面子的事 当下岔开了话题说道 你们又不是警察 听他们开会也没什么意思 走 咱们喝酒去 方先生来了好几天了 我还没能好好招待您呢 北民有声 第六百一十五集 梁老板 这次估计不行了 方毅苦笑着说道 家里面催着让回去过年呢 下次等下次梁老板您去金领 咱们一定好好喝上一场 怎么样 方毅对于梁大平的印象还是很好的 虽然有着亿万身家 但梁大平并没有那种没老板爆发户的习气 说话行事都给人一种如木春风的感觉 为人还很风趣 并且梁大平还属于那种比较有良心的企业家 他是赚了不少钱 但也没亏待给他干活的工人 如果不是平时很受工人拥戴 梁大平也不可能在年贯的时候不让他们回家 而没有几个闹事的人了 怎么可以走了 听到方毅的话 梁大平心里也是一松 现在矿上还有一百多个矿工滞留着 每天梁大平都要掏出去好几万块钱 现在方毅他们能走了也代表着禁令解除掉了 方先生那也不用急啊 留下来吃顿饭再走也不迟嘛 梁大平很看重方毅和金灵懒懂的关系 这句话倒是说的真心实意 梁老板 我这兄弟这个月才结婚呢 着急回家过年 这次就算了吧 方毅摇了摇头 自个儿要是答应吃这顿饭 怕是三炮能自己开着车先跑掉了 那好吧 我准备了点土特产 你们带上 里面还有带给蓝董的一些特产 就麻烦方老弟给转交了 梁大平文言也不好再说什么 当下招了招手 喊过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说道 把我准备好的东西 搬到方先生的车子上去 小心一点 里面有些易碎的东西 梁老板 您这么客气干什么 方毅没想到 在梁大平这里还有特产 文言不由苦笑了起来 局里送的加上梁大平送的土特产 倒是省了他们回去再置办年货了 我说顾局长 梁老板 这东西也推多了点吧 来到办公楼外 方毅才发现 自己的那辆商务车旁边 同样停放着两辆商务车 只不过那两辆车都被拉开了车门 一眼就能看到车里堆放的东西 不仅是后备箱被放得满满的 就连车子的后排座位上 也都放满了各种纸箱 梁大平还没出来的时候 就招呼人过去搬了 等到方毅他们出来 楼前的地面上 已经摆了不少的东西 不躲 都是些土特产 方先生 你千万别客气 别嫌我们小气就好 梁大平文言笑了起来 其实看着这是两车东西 但这辆车东西的价值 那却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说起来 顾正明他们那辆车上的东西 才是真正的土特产呢 顾局长 梁老板 我这车也放不下那么多东西啊 看着不断往下搬的东西 其中居然还有一坛半米多高的醋坛子 方毅不由苦笑了起来 连连拱手说道 两位 心意我领了 不过实在是装不下呀 我那儿还有个商员 要躺在后排座位上呢 要不就拿几样意思意思得了 方毅他们的那辆商务车虽然不小 但回程的时候要坐四个人 但是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思缘节 自个儿就要躺在一排座位上 方毅他们根本就拉不走这么多东西 你说的倒也是 听到方毅的话后 梁大平想了一下 开口说道 这样吧 我这辆车子跟你们一起回去 等到了地方 把东西卸下来 再让车子开回来就好了 梁老板 这 这不大合适吧 这多麻烦你啊 方毅一听梁大平 的话顿时连连摇起头来 凤凰城距离有一千多公里 就算连夜开 都要十七八个小时 如果真让梁大平的人 跑这么一趟 那方毅欠的就不是礼品了 而是个人情了 何事 梁大平摆了摆手说道 方先生 咱们撇去蓝董的关系不谈 这一趟要是没有你们哥几个 我还不知道要被那些家伙骗取多少钱呢 这一点心意 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 要不然我梁某人亲自开车给你送去 对于梁大平而言 派个司机出个车 根本就不算什么事 基本上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 梁大平手下的那些车子就都在送礼 省里省外的人都有 也不差方毅这一个 方毅 梁总的一片心意 你就别推辞了 方毅正想说话的时候 谷正明确实开了口 说道 我看这样吧 正好我们也要去个人 到小魏村子里 去送家奖 让他跟着梁总的车子一起去 路上也能有个替换开车的人 对于公安系统来说 办案经费和办案车辆 通常都是很紧张的 谷正明相信自己的这个决定 就是报到孙局长那里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行 就按谷局说的吧 咱们两车的东西 兵到一辆车上去 没等方一说话 梁大平就做了决定 并且亲自走到 自己矿上的那辆车前 指挥着工人说道 来几个人 把这些东西 给搬到方先生的车上 然后再把谷局长 他们车上的东西 给腾过来 这 方毅刚说话 又被谷正明给拉住了 小方 梁总是想交你这个朋友 你就别推辞了 好吧 方毅文言苦笑了一声 心里突然想起件事来 当下看向了刘家喜和谷正明 开口说道 六哥 顾局 我有件事一直没弄明白 你二位能给我解答一下吗 案子的事 刘家喜看了一眼方毅说道 你问吧 反正这案子 对你也没有什么保密的 回头说不定 我们还要去人 找思元杰再做些笔录呢 思元杰现在 虽然身体毒素未清 还是有些虚弱 但精神已经没问题了 左儿刘家喜 给他整整做了三个多小时的笔录 在对游龙犯罪团伙的指证上 思元杰的比供 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想知道 那个叫游龙的人 为什么说了那么多 关于吴二宝媳妇的事情啊 方毅对这件事 一直都是心存疑惑 按理说 朋友妻不可期 就算游龙和吴二宝媳妇有一腿 这事也不是什么光彩事 能隐瞒 应该隐瞒住才对 没理由像游龙那样 满世界嚷嚷去啊 可以说 吴二宝的招供 和游龙对吴二宝媳妇说的那些话 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 尤其是关于孩子的问题 更是让吴二宝直接就崩溃掉了 交代出了所有的问题 按理说 游龙能想出这种杀人骗赔的手段 也不会是个傻子 他应该知道 自己的这些话会引起吴二宝的愤怒 所以方毅对此很是不解 游龙为何会如此这般的去刺激吴二宝 这事儿你得问老刘 听到方毅的问题之后 古正明的脸色很是古怪 摇着头看着一旁的刘家喜说道 我和老刘认识不少年了 以前也配合办过案子 但这次的事情还真是老刘一个人想出来的 刘哥 你是怎么办到底啊 方毅不解地看向了刘家喜 他真是想不出刘家喜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才能让游龙说出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话 是啊刘哥 您这引导犯人的本事可真大呀 我看您引导的游龙都能去写口供了 那口供看得我差点都硬了 胖子也是一脸求之欲地看向了刘家喜 话说他也是看过那份笔录的 笔之自己上学的时候看过的手抄本 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是差点吧 我看你小子已经是硬了 三炮在旁边补了胖子一刀 这事咱们不谈了吧 不知道为何 方毅和胖子的追问 竟然让刘家喜脸都红了起来 所顾而又言其他的说道 方毅 我给他们大把手搬东西吧 别见啊刘哥 我这正好奇呢 看到刘家喜想跑 胖子连忙一把拉住了他 刘家喜越是这样遮遮掩掩的 方毅等人也就越发的好奇了 刘哥 你要是不说我也不回家了 过年去你家陪着嫂子吃饭去 胖子和方毅不一样 多无赖的话 到了他嘴里都能说的一本正经 这会儿干脆就威胁起了刘家喜 北民有声 第616集 你小子找揍是吧 刘家喜瞪了一眼胖子 看了看梁大平等人站在车子那边 应该听不到自己说话 当下压低了几分声音说道 吴尔宝不是被方毅给打混了吗 在他昏迷的时候 我们用他做了点文章 原本是想引着游龙 把罪名往吴尔宝身上栽的 谁想到他竟然说了那些事情啊 刘家喜之一解释 方毅等人才明白了过来 感情游龙的胡言乱语 还真是和刘家喜有脱不开的关系 刘家喜出身刑警 又在乡镇干了好几年 刑事的时候并不是那么讲规矩 在方毅把吴尔宝等人交给他之后 刘家喜给古正明出了个点子 这个点子很简单 那就是在矿上找了只鸡给杀掉了 然后在吴尔宝的身上和脸上涂抹了一下 做出了一副被当场击毙的模样 然后用那种一次性成像的相机 从各种角度拍了十几张照片 对游龙的审问一开始就陷入到了僵局里 找不到突破口之后 刘家喜建议拿出这些照片震慑一下游龙 而他最初的目的 其实是想拿到游龙对吴尔宝栽赃的供词 然后再去找吴尔宝的 对于警方拿出来的照片 游龙并没有怀疑 他知道吴尔宝看上去很忠厚老实 实际上却是个内心暴虐的家伙 在被警方抓捕的时候 吴尔宝是有那种拼个鱼死网破的狠劲的 被警察击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是让刘家喜和警方都没想到的是 游龙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他知道自己往吴尔宝身上栽赃 也等于是在自己头上扣了个屎盆子 于是对于犯罪的事情 游龙是只字为题 故意带骗了话题 扯到了吴尔宝媳妇那混乱的男女关系上 游龙装疯卖傻的故意扯远了话题 把好好一份供词说得像是剧本一般 不过游龙没想到自己是聪明犯被聪明误 就算他把所有的罪行都栽到吴尔宝的身上 也远不如这一份供词来得威力强大 刘家喜的刑警算是歪打正着了 对于警方而言 这绝对是个意外的惊喜 事实也正是向好的方面在发展着 在吴尔宝这里做出了突破之后 整个案子都给盘活了 现在只要将剩余嫌疑人抓捕归案 和起初之前一些受害者的尸体 在人证物证拒在的情况下 到时候游龙想抵赖都抵赖不了的 我靠 刘哥 你够阴险啊 听到刘家喜讲完事情的经过之后 胖子忍不住往旁边走开了几步 开口说道 刘哥 咱们哥俩以后得离远点 要不然我被你卖了 恐怕还要帮你数钱呢 臭小子 再编排我 信不信我揍你 刘家喜挽起了衣袖 对着胖子挥了下拳头 虽然是一脸生气的样子 不过在心里 刘家喜还是很得意的 因为就算他的行为 有点诱贡的嫌疑 算是过线了 但这效果却不是一般的好啊 整个案子的转机 可都是出自他这灵机移动上了 当方毅他们的车子 驶出连山煤矿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之后的事情了 为了把东西和方毅他们安全送到金里 梁大平特意派了一位经验丰富 熟悉路况的老司机在前面引路 倒是省却了三炮看地图找路的麻烦了 终于能回家了 开车的人是三炮 虽然急着回家 但性子沉稳的三炮开得并不快 跟在前面那辆车的后面 慢悠悠地跑着 此时他们的车子正在盘山公路上环绕 开快了那等于是找死 回家有什么好的 坐在后排的胖子撇了撇嘴 他在矿上这几天过得很是熟悉 吃喝都有人送过来不说 没事还能和矿上的那些大姑娘 小媳妇吹吹牛逗逗乐子 胖子感觉比在家里有意思多了 有本事你和孟双双说这话去 三炮的一句话就让胖子闭上了嘴巴 正如三炮在自己媳妇面前一样 胖子在孟双双面前 但还不如三炮呢 你们两个就不能消停一会儿 方毅有些无语的揉了揉眉心 这哥俩真是十多年如一日的争吵 只要有他们在的场合 那一准安静不了 一哥 说说话也能解闷不是 胖子黑黑笑着拍了拍 半躺在自己身前的思源节说道 杜河这小子像个闷葫芦似的 哪还不把人给憋死呀 胖哥 关我什么事啊 思源节有些郁闷地回了一句 在他看来 自己并不是什么闷葫芦 而是胖子的话太多 简直就是个话牢 愿剑 你没事吧 方毅回头看了一眼思源节说道 你出来的少 社会经验欠缺 吃这一次亏也不是坏事 不用想那么多的 方毅知道 这件事带给思源节的伤害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 心理的伤害才是最难解决的 从清醒过来之后 思源节就很少露出笑容了 一直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其实胖子也看出这个问题来了 他调侃思源节 就是想让其开口说话 以胖子的经验来看 只要把心事给说出来 心情自然也就会好起来的 一哥 我没事 就 就是有些想不通 思源节叹了口气说道 我初中三年 和游斌是最好的朋友 那会儿他家里穷 我天天都多带一个馒头和菜给他 但是我怎么都想不到 他竟然想把我骗到矿上给杀掉 一哥 你说他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思源节虽然出身武术世家 但从他祖爷爷那一辈起 就从来都没有在江湖上走动过 所以他家学固然渊远流长 却是极为缺少江湖经验 思源节自小受到的教育 也是与人为善 不得持强凌弱 思源节一直都是按照爷爷和父母的教诲做的 长这么大 心思都很单纯 在见到学生时代的好友之后 根本就没有一点点的防备心理 否则也不会如此轻易的就被游斌给骗出来 思源节倒不是痛恨自己上当受骗 他是一直到现在都还不敢相信 游斌竟然会对自己下毒手 在思源节看来 游斌的行为真的是恩将仇报 连畜生都不如 这种行为简直就颠覆了思源节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游斌如此做 第一点自然是为了钱 方毅没有回避思源节的问题 开口说道 这世上有很多整天想着不劳而获的人 他们每天都琢磨着怎么用最省力气的方式赚到大钱 游斌他们既然不愿意劳作种地 就只能选择走歪门邪道 这人一旦走错了路就很难再回头了 尤其是杀过人的人 如果不能控制心理的欲望 他们就会变得很可怕 游斌就是如此 而且他本性也不好 只是当年和你做同学的时候 没有显示出来罢了 钱真的有那么大的魔力吗 听到方毅的话后 思源节一脸的枉然 废话 你小子当年在京城流落街头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钱啊 胖子插口说道 有啊 我不是想把祖传的东西给卖掉吗 思源节文言愣了一下 他在街头露宿的那几天 的确是很想有钱 但思源节并没有产生什么歪心杂念 而只是想卖掉那个戴帽如意 换一些钱 这说明你品性好 那个叫游斌的 品性差 方毅也不知道该如何劝解思源节了 当下说道 有时候人穷了 思想会变得扭曲的 游斌应该就是如此 只不过你以前没有发现而已 可能是吧 以前游斌的思想也有些偏激 思源节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说道 我记得上学那会儿 游斌特别仇恨那些家里有钱的同学 有时候还会故意找茬和他们打架 同学家里有钱又不是他们的错 看来问题是出现在游斌自己身上了 你小子真是废话连篇 问题当然出在他身上了 有没有人往他手里塞刀子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胖子看着像迷途羔羊一般的思源节 哭笑不得的说道 我说思源节 你就别琢磨这事了 以你的智商 再想下去会变傻掉的 有这项功夫 还不如看看咱们这次的收获呢 收获 什么收获 思源节的注意力 被胖子成功的给带歪了 这一车东西啊 胖子双眼放光地看着自己旁边的座位 由于东西实在是太多 即使两车并一车 方毅他们这辆车上还是被塞了很多 除了最后一排留给思源节躺卧之外 他们的位置都塞满了东西 胖子 你没见过钱是吧 开着车的三炮又开启了嘲讽模式 你没听孙局和梁老板说吗 这车上的东西都是些土特产 根本就不值几个钱的 也就你小子把他们当成个宝 奶奶的 山西老扣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 孙局长和那个梁老板 送的还真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 胖子这次 难得的没有去反驳三炮的话 因为在装车的时候 他曾仔细看过 孙局长的那辆车上都是些大枣 小米大蒜之类的物件 更夸张的是还有两坛子老醋 都堆在面前的那辆车上了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孙局长还给方一他们准备了十多箱产自近省的白酒 不过胖子看过梁大萍给他们准备的白酒之后 就没让工人把孙局长带来的白酒给搬下车 虽然都是焚酒竹叶精 但梁大萍准备的那些酒的档次明显要比孙局长高得多 而且梁大萍送的那些土特产包装上也要比孙局长的特产精美得多 不过包装再精美 在胖子眼里也都是些不值钱的物件 胖爷的价值观向来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胖子 你小子不识货别乱说 梁老板送的东西还真是挺值钱的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方椅回头看了胖子一眼 说道 你脚下面那个盒子里的成一眼 虽然不是古雁台 但也是咱们国家四大名眼之一 就那两个雁台 没有三五万甭想买得到 在上车之前 梁大萍专门把方椅拉到了一边 给了方椅一张清单 那清单上罗列的物件是让方椅转送给蓝莲的 上面就有两方成一眼 方椅上车之后还专门打开看了一眼 梁大萍送的这两方雁台 是正宗的陶燕 是以泥沙再造而成的 上手一摸材质 非常的细腻 而且柔中有肩 虽然在零下十多度的酷寒天气中 燕台仍然有种温润的感觉 方椅知道 这两方燕台都是极为难得的物件 这几天相处下来 梁大萍也知道方椅是从事什么生意的 所以他还专门送了方椅几件产自晋省的工艺品 像是摆在思源节座位后面的漆器 就是晋省的特产 全都是以手工涂漆 推磨而成的 价值也是不菲 另外 在那张单子上 还有一事两份的黑幼瓷器 房谷铁器马踏飞燕 甚至还有两个清代的平阳木板年画 方椅粗略地估算了一下 这些东西的价值 恐怕最少也要在十万以上了 初次见面 就送出如此大的手笔 胖子居然还说别人小气 嗯 怎么说梁老板还挺大方的 听方逸说一下那些东西的价值 胖子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其实这事也不怪他 如果方逸不是跟着于轩学习古玩杂像 也是不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的 是大方 不过没有你和三炮的份 方逸文言笑了起来 梁大平送东西是很讲究的 那些土特产包括几箱明酒 都是按人头送的 但价值很好的成泥宴之类的物件 基本上只有方逸和蓝莲的了 奶奶的 这事瞧不起我和三炮啊 胖子文言瞪起了眼睛 胖爷可是帮他抓了个杀人骗赔的主犯 性良的送东西居然不算自己一份 简直就是输可忍 胖爷不可忍啊 胖子 你就省省吧 别人看在蓝董的面子上 每天好烟好久的招待着咱们就不错了 听到胖子的话 开车的三炮撇了撇嘴 没好气的说道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咱们住的那房间里 放着的四条中华烟 拎走的时候都被你小子给塞包里去了 回去你得分我一半啊 作梦 那是胖爷我拿的 你小子别想不劳而活 胖子那么厚的脸皮 也被三炮说得红了起来 其实他不光是拿了四条烟 就连一楼酒柜里放着的那两瓶洋酒 也被胖子顺手牵羊的放进了背包里 胖子 你不占点便宜 是不是就会难受啊 听到三炮揭发胖子干的好事 方亦不由苦笑着摇了摇头 别人把自己哥几个当成贵宾款带着 胖子居然临走 还捎带着别人的东西 用句江湖上的话说 胖子这种行为 真的是有点下三烂 那是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胖子洋洋自得的说道 一个 那两瓶可是八八年的威士忌 我在新白见到过有卖的 一瓶要三千多块钱呢 哼 得了 以后再出去 你别说认识我啊 方亦苦笑不得的转过了脑袋 和胖子这伙说话 有时候真的会被他气得半死 这小子的格局 怕是也只够一辈子在古玩市场私混了 一哥 胖哥 三炮哥 这次多谢你们了 躺在后排的思源杰忽然开口说了一句 别说这个谢子 方亦文言摇了摇头说道 原杰 你愿意跟着我 就和三炮胖子一样 都是我的兄弟 如果换成是我出了事 你会不会来帮我呢 一哥 你要有事 我拼了这条命也会帮你的 思源杰咬着牙说道 他从爷爷去世之后 在这世上已然是举目无亲了 但是这几个月 思源杰过得很快了 因为和方亦胖子他们在一起 思源杰有一种和亲人在一起的感觉 对于这种感觉 思源杰是非常珍惜的 所以他干起活来也很卖命 只有初中文化的他 只要空闲下来 都会抱着本厚厚的古玩鉴赏知识书 在苦读着 理论结合在古玩店中的鉴文 思源杰每天都在快速成长着 在听到方亦失踪的消息后 原本思源杰也要过去的 只是那会儿新店正在进行 开业前最后的筹备工作之中 满君只望不上胖子和三炮 可是思源杰却是实实在在 帮了他不少的忙 你都这么说了 还用对我们说什么谢字吗 方亦从身前车子的工具箱里 摸出了个东西 随手往后递了过去 说道 这玩意儿是咱们店里的标配 每人都有一个 本来早就想给你的 谁让你小子没找脑筋 被人骗去挖霉了呀 哇 手机 看到方亦递过来的盒子 思源杰忍不住喊出了声 他虽然很沉稳 但还是个刚刚二十岁的大孩子 对于这种只有前几年成功人士 才有拥有的物件 也是一直都心生向往的 下次遇到事 记得打电话 方亦交代了一句 不管是给我 还是你胖哥三胖哥 遇到事 一定要打电话给我们 一哥 知道了 思源杰重重地点了点头 打开盒子 拿出手机 爱不释手地玩了起来 还别说 方亦拿出来的这东西 倒是成功地转移了思源杰的注意力 让他没有再在游宾的事情上纠结下去了 大雪纷飞 山路湿滑不是很好走 车子行驶得十分缓慢 五六公里的距离 整整开了一个多小时 来到国道上之后 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 方亦等人和前车的司机联系了一下 找了个饭馆 简单吃了点东西 这才驱车又往金陵赶去 方亦胖子和三炮 轮番换着开了好几次 到了第二天凌晨 两辆车才驶入到了金陵的地界上 来到小区外面之后 方亦对着开车的三炮说道 三炮 把我放到楼下就行了 思源杰还需要调养一下 这几天住在我家里 回头他和我一起上楼 你赶紧去倩倩家吧 对了 多拉点东西过去 就说是置办年货了 那我呢 我干嘛去啊 听到方亦的话 胖子嚷嚷了起来 他现在心里很矛盾 又想回家去过年 又觉得待在城里自在 所以一直都还没拿顶主意 你不是要回村吗 方亦指了指倒车敬礼 一直跟在后面的车子说道 你一会儿跟那辆车回方村 把车里的东西 给村子里的人分一分 告诉他们 这是公安局奖励你的 我卫数以后保不准 不会再揍你了 北民有声 第六百一十八集 好 就按一哥你说的吧 听到老爹以后不揍自己这句话 胖子顿时大为心动 别看他现在二十好几岁了 但一回家 看到那壁粗细的顶门杠 还是有点发怵 前几个月他还被自家老爹 拿着那顶门杠 追了好几百米远呢 愿姐 你靠着楼梯那边休息一下 我先把东西拿下来一些 当车子听到方毅住的楼前之后 方毅从车子上跳了下来 金灵应该也是刚下过雪 整个小区都被银庄素裹着 由于天寒地冷的原因 那些晨起运动的大爷大妈 倒是都没出门 一哥 你叫那么一点东西啊 这车上还有那么多特产呢 看到方毅只是把梁大萍送给他 和蓝莲的宴台 等一些东西搬下了车 三炮连忙说道 一哥 这些特产你留一半吧 后面可还整整一车呢 我就一个人住 要这些东西干嘛呀 方毅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我搬点下来送人就好了 其余的你都拉老丈人家去吧 刚结婚就跑了那么多天 你小心苗倩倩晚上不让你上床 一哥哪能啊 我们家可是我说了算 三炮文言拍了拍胸口 男人在家里再苦逼 在外面也得是要面子的 话说回家是跪洗衣板 还是玻璃茶子 那都是两口子之间的事情 你不要 那正好 我都带村里去 胖子一手拎了一箱酒 给方毅放在楼道里 回头一脸坏笑地说道 有你什么事啊 这次啊 就数你小子占的便宜大 名利均占了 三炮美好气地 催了胖子一口 话说他对那家讲 也是有点动心的 如果不是自己家人 早就进了城 三炮说什么 也得要上一张 要说占便宜 那估计是我占的便宜 才最大吧 听着胖子和三炮的对话 方毅不由摇了摇头 甭看那一车的特产 堆得满满当当的 但要是论价值 恐怕还不如梁大平 送给方毅的一个 成尼燕贵重呢 更重要的是 此刻在方毅的口袋里 还装着三枚品相极佳的 西王赏功钱币呢 这玩意儿 在目前来说 可以称得上是孤品 如果方毅有意出手的话 每一枚的价值 都要在几十万以上 当然 家里还堆着 价值数亿的古丸呢 方毅对于这些身外植物 真的是有些麻木了 不过这几枚铜钱 用来占卜算卦倒是不错 方毅才一直 放在口袋里把玩着 一哥 我回家看看 要是无聊 就回来陪你过年 胖子上了近省的那辆车 摇开车窗 对方一喊了一声 我搞定了老丈人 也带倩倩来看你 三炮的速度 比胖子还要快 扔下句话之后 一脚油门 一溜烟的 就开出了小区 一哥 我帮你拿点东西吧 在胖子和三炮 分别离去之后 思源杰扶着楼梯把手 想要弯腰去拎地上 那装着成泥燕的盒子 别见 你扶着楼梯 慢慢上去就好了 我这不用你帮忙 方毅拦住了思源杰 那种迷魂药 由于使用了曼陀罗花 所以药性十分的霸道 对于人身的神经系统 有很大的伤害 就算思源杰身体底子不错 恐怕也要再将养个几天 才能恢复过来 小方 值半年活去了 怪不得这几天没见你呢 老头子 我给你大把手吧 方毅等人刚才闹出的动静 把一楼的住户给惊动了 一个老大爷推门走了出来 方毅虽然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 但嘴甜人勤快 没几天功夫 就和楼上楼下的人都认识了 再加上这里住的 基本上都是博物馆的员工 知道方毅是老馆长的弟子之后 对他也是照顾有加 哎哟 李大爷 哪能劳烦您干活呀 方毅连忙拦住了李大爷 从地上那一堆礼品里面 找出了一盒两瓶包装的分酒 连推带嚷的 塞到李大爷手里面 说是给老人家提前拜年了 客套了好一会儿 方毅才把东西都收拾到了家里 由于这些天 孙连达几乎每天都要过来修复方毅的那些古董字画 所以方毅也没有开启法阵 回到家一看 方毅发现 整间屋子都被老师打扫得干干净净 远姐 你到屋里睡一会儿 我去趟老师家 回来买点药材再给你带点吃的 方毅也没闲着 回到家就把东西给分了一下 老师加上孙超 是要带两份年货过去的 赵洪涛那边的一份肯定是不能少 再加上满哥 这就是四份了 老师于轩已经回了民省 这一份倒是省下来了 眼瞅着已经是大年二十八了 方毅整整一天就连轴转的忙活了起来 先是拎着东西去了老师家里 不过方毅没怎么多说近省之行的事情 将东西放下 陪着老师聊了会儿天就离开了 接连跑了两家药店 方毅才算是把驱除思源节体内毒素的药材给配齐了 回家给思源节熬上药之后 方毅抽着中午那会儿的空 又把一份年货给赵洪涛送了过去 只是让方毅没想到的是 赵馆长已经金飞细笔了 方毅送过去了一箱酒 一袋子沁州黄小米和十斤平洋牛肉 赵洪涛让司机把他送回家的时候 居然又还给了他大半车的年货 万军住的地方有点远 方毅打了电话让他明儿自己来拿 然后又给蓝莲通了个电话 知道他身在港岛之后 也只能把东西暂时放在自己这里了 等忙完了这些事情 一天已经过去了 愿姐 这就是过年吗 和思源节两人坐在餐桌旁边 桌子上开了一瓶 从近省带过来的百年烛夜精 听着和看着窗外 时不时响起的爆竹声和火光 方毅已然是感受到了一种 自己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节日气氛 方毅在山上生活的时候 几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 过着学习修炼的生活 再者就是去山里 打点野味砍些柴火 在他七八岁之前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过年 因为每到过年的时候 都是大雪封山 方山深处只有方毅和老道士两个人 外面村子里的人 一直到三月底的时候 才会进山 所以方毅也从来都没有从胖子 和三浩口中听闻过和过年相关的事情 方毅第一次知道过年 是从胖子送给他的那个收音机里听到的 那时的方毅已经快十岁了 听着收音机里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 方毅也是第一次对山外的世界产生了兴趣 与往年在方山守着火堆 就着花生米和老道士喝酒相比 此时的方毅无疑要幸福多了 那桌子上切盘的牛肉和老师家里拿来的烧鸡 还有赵洪涛让司机带过来的盐水鸭 这一桌子菜可算是异常的丰厚了 怎么感觉缺点什么呀 喝了一口酒 方毅有些困惑地摇了摇头 方毅对于物质的要求并不高 虽然现在住着新房 喝着以前师傅怎么都买不起的好酒 但方毅心里却是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似乎还不如当年和师傅在山上的日子过得快乐 玉哥 咱们都缺些东西 喝了方毅上午熬制的中药之后 思源节的状态好了很多 虽然还是有点使不上力 但行动已经是无碍了 却什么 方毅文言看向了思源节 亲巧 思源节喝了一口有些棉唇 并且烫过了的黄酒 眼睛有点发红 玉哥 过年就应该一家团聚 和父母亲人待在一起 咱们两个都是没人要没人疼的孩子了 我现在能赚钱了 但我爹娘也看不到了 俗话说每逢家节被私亲 思源节终究还是个大孩子 想到了去世的父母和爷爷 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带的感觉 让思源节十分的伤心 袁姐 别哭了 你怎么也跟着父母生活了十几年 我连父母是谁还都不知道呢 听到思源节的话 方毅的心居然也有了一丝松动 拍了拍思源节的肩膀 方毅端起酒杯 喝干了里面的酒 但不知为何 方毅感觉这杯酒的味道十分的特别 那是一种他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的苦涩 一个 那咱们以后就要相依为命了 思源节红肿着眼睛看着方毅 还别说 自从爷爷去世之后 他还是第一次在方毅这里 找到了家的感觉 而胖子三炮 也都像是自己的亲人一般 第六百一十九集 方毅不是很喜欢这种有些悲情的气氛 当下摇了摇头 半是开玩笑 半是认真地说道 谁和你相依为命啊 以后找了女朋友 你小子怕是跑得比谁都快 那不一样 就算以后找了女朋友结了婚 你们也都是我的亲人 思源节语气坚定地说道 哼 那也得先找到再说 没谈恋爱之前 你小子给我好好练舞 好好工作 知道吗 方毅笑着在思源节肩膀上垂了一击 其实他心底对思源节还是有些期待的 只要思源节能突破到练气化神的境界 那在方毅修行的道路上也就多了个同伴 一哥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思源节用力地点了点头 你在练功的时候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 行了 喝完这点酒抓紧去睡觉吧 我出去一趟 方毅笑着摇了摇头 说到修炼上的事情 他琢磨着回头是不是要给大哥打个电话了 自从回到金陵之后 他一共才和彭斌联系了两三次 而去晋省的这些天更是一次都没联系过 一哥 这么晚了你去哪里啊 思源节看了下时间 这会儿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 不过临近过年 楼下有些大人带着孩子们在放炮仗 倒还是挺热闹的 我到你满哥的房子那儿去看看 方毅走到客厅里 拎上了一箱酒 又拿了点别的东西 说道 这次有个老哥哥从缅甸跟我一起回来了 就住在满哥那儿 回头你住过去的时候 两人也能做个伴 等你身体好了 我先介绍你们认识 方毅今儿总是觉得还有点事情没做 想到彭斌之后才琢磨过来 感情自己走了一圈给人送年礼 却是忘了从缅甸跟他回来的狐狸志了 和自己相比 曾经有家有口 却只能远离家乡的狐狸志 此刻怕是心情要更加的难受吧 不过方毅显然猜错了 在他打开院子大门 进入到房子客厅之后 却是发现客厅正对面的沙发茶几上 摆着个火锅和一桌子的配菜 老胡同志正喝得不亦乐乎呢 方毅 什么时候回来的 听到屋门传出的动静 狐狸志看到了身上满是雪花的方毅 连忙站起身来 不过有一道影子 却是比他还快 几乎就在方毅推门的瞬间 一道金光 就冲着房门的方向 电射而去 魔王 你醒了 以方毅的目力 也没能看清空中那道 有如闪电一般的影子 不过方毅知道 这身影肯定是小魔王无疑的 落在方毅的尖头之后 小魔王伸出了小爪子 不断地冲方毅比划着 相比进入深度睡眠之前 小魔王的体型稍微大了一点点 身上褪去的毛发又长了出来 那双毛茸茸的大尾巴 显得很是可爱 我这不是毛吗 好了好了 是我不对象了吧 看着小魔王不断用爪子 在自己头发上发泄着不满 方毅连忙举手 告扰起来 虽然面前的小家伙 只是一只动物 但方毅 却是和他有种心意相通的感觉 尤其是在小魔王 这一次沉睡醒来 方毅觉得 自己似乎能感受到他的思想 可以说现在的小魔王 除了不会说话之外 在方毅的感觉中 他和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而且异常的通人性 那双像是宝石一般的眼睛里 可以传达出很多的意思 让我看看 没什么事吧 方毅放下了手中拎着的年货 伸手抓过小魔王 让他站在自己掌心上 仔细地从上到下检查了一番 这才松了口气 对于小魔王身上发生的事情 方毅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是在怪你乱跑不带着他的 狐狸志起身迎了过来 脸上颇是有些嫉妒的神色 这小家伙就是和你亲 我整天为他好吃好喝的 他怎么都不愿意到我身上来 小魔王清醒过来 也有三四天的时间了 狐狸志真是像伺候祖宗一样 伺候着他 不过小家伙对他 还是一副爱理不理的神色 偶尔和他交流一两句 也是告诉狐狸志 自己想吃什么了 今儿的这个火锅 就是小魔王点名要吃的 那一桌子的配菜 都是狐狸志给小魔王买来的 其中的一盘松子 是狐狸志跑了七八个超市 才买来的 狐大哥 你真能听懂小魔王的话 方毅有些吃惊地 看向了狐狸志 之前只是听彭斌说起的 但亲眼见到 却是另外一回事 方毅心底还是有些震惊 能 不过小家伙不怎么愿意理我 狐狸志一脸苦闷地说道 我调教了一辈子的动物 唯独它才能完整表达出自己的意思 但它却不愿意和我交流 说起这事 狐狸志也是一脸的无奈 虽然它坚信动物通灵 但真正通灵的动物 狐狸志也就见过小魔王这一个 只是狐狸志以往对待别的动物的手段 对付小魔王却是不怎么好使 小魔王根本就没搭理狐狸志 而是指了指桌子上的火锅 冲着方毅尖叫了几声 他叫你去吃火锅呢 狐狸志给方毅翻译了一句 哭笑着说道 刚才你没来的时候 我只能烫点青菜吃 那些肉都是它的 碰都不让我碰 胡大哥 你也有在动物身上吃鳖的一天呀 看着狐狸志愁眉苦脸的样子 方毅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过正当它想走过去的时候 却是看到茶几下面忽然窜出了两个小黑影 仔细一看 却是两只小狗仔 胡大哥 你养的这小狗仔好像不怎么欢迎我呀 方毅凝神看去 这两只也就是两三个月大的小狗仔 此时正冲着自个儿刺着牙 和普通两个月大 见人只会躲的狗仔相比 这两个狗仔的胆子明显要大很多 狐狸志还没回话 小魔王已经是从方毅身上跳了下去 小爪子在一只狗脑袋上一拍 顿时将那狗仔打得趴在了地上 口中发出乌烟的声音 而另外一只也是飞快地躲回到了茶几下面 行了 对他们两个小魔王的话比我还好使 可惜了我这两只狗仔啊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狐狸志是一脸的苦笑 这两个小狗仔 可是狐狸志花了大价钱才搞到的 春中美国斗牛梗 也就是俗称的比特犬 这种狗从小就是好勇斗狠 但在小魔王面前 却是被整治得服服帖帖 狐狸志甚至都有怀疑 被小魔王压制住了凶性的这两只斗牛梗 长大后是否还能训练出来 因为只有那种天不怕地不怕 见了狮子老虎都敢拼命的斗狗 才是能在斗狗场大杀四方的狗王 呼哥 你以后开的是宠物店 又不是斗狗场 养那么凶的狗干嘛呀 听到狐狸志的话 方亦不由摇了摇头 城里可不比乡下 根本就不适合养那种大型斗狗 如果咬伤了人 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这两只是给你养的 以后帮你看家的 狐狸志指了指那两只狗仔说道 我知道你从彭宾那里 逃弄到不少好东西 等他们长大了给你看家 我保证没有小偷敢进你那房子 狐狸志这狗王的称呼 可不仅仅来源于 他开着一个斗狗场 而是世界各地的很多富豪 都会把自己所养的宠物 交给狐狸志来调教 而且品种也不限于狗 要是别人知道狐狸志 专门为方亿调养动物 那肯定是羡慕不已的 像是阿拉伯的一个王储 为了请狐狸志 帮他调教两只黑豹 就整整花了五百万美金 而这还仅仅是调教的费用 其余的开支 还都是那位王储承担的 不过和狐狸志 现在养的两只小狗不同 那些大人物 对宠物的要求只有一点 那就是绝对的屈服 在狐狸志看来 这已然是失去了动物的本性 狐狸志前些年 已经很少接这样的生意了 嗨 大家好 我是舒黛雄 我们有微信粉丝群了 微信搜索 北明有声的拼音全拼 加好友就可进群和我愉快地交流了 还有更多惊喜福利哦 北明有声 第六百二十集 养狗开门 听到狐狸志的话 方亦不由愣了一下 他知道自己那屋子宝贝挺多的 但方亦有自己的方法和方式来保护那些东西 从来都没想过养上两只狗来看家护院的 你们国内只让养狗 已经办了户籍身份的狐狸志 仍然没有身为国人的觉悟 说起话来 还是你们我们的 这也难怪 从小就出生在泰国的他 虽然是个华裔 但却是没有那种国家的归属感 这是大型的猎性犬吧 国内也是不让养的 方亦打量了一下脚下的小狗仔 发现这牛头梗的口鼻宽而深 从口鼻与颅骨的衔接处 到鼻子逐渐变细 说明这种狗的咬合力极强 而且这么小就眼露凶光 显然不是一般的宠物犬 你们这儿真是麻烦 要是在国外 我就给你找着白虎或者是黑豹开门了 狐狸志文言撇了撇嘴 虽然他也知道 自己以后只能和宠物打交道了 但前几天 看到这两只纯肿的斗牛梗 狐狸志还是没忍住给买了下来 在他看来 只有最凶猛的狗才是好狗 还是算了吧 你觉得有小魔王在 陌生人谁能进我那屋子 方亦摇了摇头 宠溺地给趴在自己腿上的小家伙 梳理起了毛发 而小魔王则是眯缝着眼睛 一脸享受地接受着方亦的抚摸 你说的倒也是 这小家伙凶残着呢 诶别 我是说你可爱呢 狐狸志话刚说到一半 就看到小魔王睁开了眼睛 连忙改了口 他可不想平白无故地 被这家伙给抓上一击 昨儿因为没能买到小魔王爱吃的松子 狐狸志刚买的一件棉袄 就被小家伙给抓得稀巴烂 哼 虎哥 这两只狗您就留着自己玩吧 我可没时间养 方亦笑着站起身来说道 我那儿还有个病号要照看着 今儿就不多待了 等到后天年三十的时候 我带那个小兄弟过来 大家一起过年 就方亦和思元杰两人一起过年 未免有些冷清 倒是不如过来和狐狸志一起喝酒过新年了 而且方亦过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他新房子的有线电视没有开通 方亦对过年没有什么执念 但对于春晚却是很向往 因为他听电台里直播的春晚 已经听了有十多年了 但看春晚今年还是第一次 方亦心中多少还是很期待的 行 我明儿去买点咖喱 给你做个泰国的咖喱烧牛肉 保证你爱吃 狐狸志文言点了点头 他们泰国人也是过新年的 往年这种时候 狐狸志都会和家人一起度过 但现在亡命天涯的他 却是连电话都不敢打一个过去 生怕自己的仇家顺藤摸瓜找到自己 小魔王苏醒对方亦而言 绝对是件喜事 带着小家伙回到自己的新房之后 家中又是一阵鸡飞狗跳 最后方亦不得不正言警告了小家伙 并且给了他一个单独的房间 小魔王才算是消停了下来 诶 易哥 你 你怎么穿了这么一身衣服 这是老款式的长袍吧 不对 和我爷爷的那件还有些不一样 年三十的清晨 经过这两天的恢复 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的思源节 一出门就看到正在客厅里 吃早点的方亦 这一看却是把他给吓了一大跳 往日每天都穿得很休闲的方亦 今儿竟然穿了一身长袍 准确地说 方亦穿的不是长袍 而是一件青色的道袍 这道袍显然是有年头了 很多地方都洗得有些发白 在袖子处还有两个补丁 而穿着道袍的方亦 宛若像是换了一个人一般 方亦现在的修为 已然是到了道家所说的 凡朴归真的境界 和炼精化气时的锋芒毕露不同 此时的方亦连眼神都内敛了起来 除了气质有些出臣之外 谁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当方亦穿上一身道袍 整个人就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出臣折仙一般 即使坐在那里不动 也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相比那些整日里念经送佛的和尚道士 方亦显露出来的气质 却是更像一个出家人 不过这身长袍 方亦穿上虽然很好看 但思元杰能想象得到 如果方亦穿着他出门的话 那回头率指定是百分之百 搞不好还会引来人为官呢 来吃饭吧 吃完饭咱们去满个院子那边 方亦指了指餐桌上的东西 开口说道 这不是长袍 是道袍 是我师父留下来的 在方亦的记忆中 虽然几乎是没有过过年 但是每年的这一天 老道士总会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并且带着方亦祭拜三清老祖 穿上老道士所留下的道袍 也算是方亦对师父的一种追思了 易哥 你就打算穿着这尘衣服 去满个院子那边 之前思元杰听胖子 说方亦当了十多年的道士 这心里原本还有些不幸呢 但看到方亦穿上道袍之后的模样 思元杰却是再也没有丝毫的怀疑了 因为方亦只要再晚个道弊 那活脱脱的就是个修道中人了 穿这身衣服怎么了 方亦抬起头说道 以前我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这么穿的 别废话了 赶紧吃完了过去 魔王你别闹 等会儿就带你出去玩去 方亦正说着话的时候 小魔王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用小爪子指着窗外吱吱叫着 在缅甲丛林里待了那么长时间 小魔王的心性似乎也遍野了很多 被关在鸽子龙一般的房间里 他显得很是不耐烦 如果不是舍不得离开方亦的话 恐怕小魔王这会儿又跑到满军那院子去了 毕竟那里地方还要宽敞一些 今年的这场雪下得真大呀 等到思源节吃完饭 方亦带着小魔王和思源节离开了屋子 昨天夜里又下了一场大雪 这会儿虽然已经停了 但零下三四度的低温 却是让外面变成了一片冰雪世界 不过再冷的天气 也挡不住过年的洗净气氛 这会儿才上午九十点钟 外面那些不惧严寒的大人们 带着孩子已经是出来堆雪人打雪仗了 方亦刚出楼道 几团雪球就迎面飞了过来 别伤人都是玩的 方亦左手挡住了飞来的雪球 右手却是一把揪住了小魔王 这小家伙可不懂得什么叫做开玩笑 在见到有人向方亦丢东西的时候 下意识地就要扑过去了 孩子顽皮 没找到你吧 一个中年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看清眼前的人是方亦 不由愣了一下 说道 哎 小枫 怎么穿了这身衣服呀 我差点没认出来 牛大哥 过年是传统 我穿得自然也要传统一些呀 看着住在自己楼上的牛哥 穿了一身大红的糖装 方亦顿时笑了起来 说道 牛哥 你穿得还像新郎呢 是不是又打算结婚了 嘿 别乱说 让你嫂子听到 还不得跟我急啊 牛哥哈哈一笑 又和方亦聊了几句之后 这才带着儿子去堆选人了 和街放四林打着招呼 方亦带着思元杰和小魔王出了小区 正如思元杰所说的那样 一身倒跑的方亦 加上浑身长满了金色毛发的小魔王 他们这对组合的回头率 绝对是百分之百 胡哥 今儿你做太过菜 我和元杰包饺子 咱们过个中西合璧的新年 来到满军的那处院子 小魔王顿时来了精神 带着那两只小狗仔 在院子里的雪地上搭起滚来 方亦则是进到屋里 活起了发灭 对于人生中这第一次新年 方亦还是非常重视的 说着话聊着天 很快就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 就在搅拌好了饺子馅 准备开工的时候 方亦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老师 您到我家里去了 接通了电话的方亦愣了一下 连忙说道 我在满个院子呢 老师 您今儿怎么到我那儿去了 我还想着明天一早 给您老拜年去呢 过年讲究的是一家团圆 方亦知道 老师的另外一个儿子也回来了 他们一大家子人 准备在孙超的城郊别墅过年的 之前孙连达也叫过方亦 不过方亦却是没答应过去 第六百二十一集 你小子不到我那儿去 我只能到你这儿来了 你等着 我一会儿就到了 孙连达问清方亦在哪里之后 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哎 老师 方亦拿着手机愣了一下 正想再拨过去的时候 电话又响了起来 三炮 怎么着 给我拜早年吗 接通了三炮的电话 方亦笑着调侃了一句 这哥们儿和老婆商量好了 年夜饭在家里吃 但新年饺子 却是要在老丈人家吃 这一夜需要跑两个地方 自从胖子在方亦的阵法里吃了憋之后 三炮和胖子每次去方亦房子那边 总是会先打上个电话 如果方亦不在的话 那哥俩是绝对不敢上门的 我在满个院子这边了 哎 我说 你老丈人那边怎么办啊 方亦话还没说完 电话就被挂断了 方亦不由一阵苦笑 只是没等他把电话塞回口袋里的时候 电话却是又响了起来 曼哥 你不会也要过来过年吧 方亦有些无语地接起了电话 你怎么知道 我和你嫂子带着孩子一会儿就过去 让你嫂子给你包饺子吃 满君声音传了过来 和孙莲达一样 满君原本也是邀请方亦去他家过年的 在方亦拒绝之后 这才生出了来找方亦过年的念头 随着一个个电话打进来 满君的这个院子也变得热闹了起来 孙莲达不光是自己来的 还带来了两个八九岁大小的孙子 当他们看到两只小狗仔和小魔王之后 顿时大呼小叫地冲了过去 而方亦对三炮的担心也是多余的 三炮是带着老婆一起过来的 按照她的话说 苗倩倩原本就建议和方亦一起过年 胖子找过来之后 两人跟家里商量了一下就过来了 再加上随后而来的满君一家子 原本冷清的院子 一下子就变得人生饼废了起来 胖子更是带着几个小孩子 在院子里放起了花炮 一时间整个院子满是欢声笑语 赵哥新年好啊 我给您拜个早年了 正在包饺子的档口 方亦接到了赵洪涛的电话 顺口就给方亦拜起年来 别着急拜年啊 我可是连年夜饭还没吃呢 赵洪涛开口说道 等一会儿我去你那儿 刚刚团拜完我也没地方吃饭去 今儿年夜饭和你一起吃了 赵洪涛这刚上院 按照规矩是要对管理的职工家属 和一些退休老员工进行慰问的 他家住得比较远 所以干脆让老婆孩子去娘家过年了 自己过来陪陪这个孤身艺人的小师弟 赵哥 我在满个院子这儿了 您过来吧 方亦都有些麻木了 喝着这些人是不是都商量好的呀 一股脑袋全都找自己来过年了 初夏 你不会也要来金陵过年吧 刚挂断赵洪涛的电话 方亦又接到了百初夏的电话 他今儿接电话接的都有些神经过敏了 不过方亦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相比往年冷清的山上 现在方亦心里一直都有种暖哄哄的感觉 我可过不去 百初夏清脆的声音 从手机里传了出来 方亦 我陪你聊聊天吧 自己过年是不是挺孤单的 虽然和方亦两地分着 但两人电话的联系却是从来没断过 百初夏是个有心的女孩 知道方亦没什么家人 生怕她过年的时候感觉寂寞 这才躲到自己房间里 给方亦打起了电话 嗨 嫂子 你过来她就不孤单了 手机话筒的扩音效果很好 刚刚进屋拿香烟的胖子听到之后 连忙凑上去大喊了一声 只是下一刻就被方亦飞脚给踢开了 过年了 不知道何时 屋外的雪花又飘舞了起来 但再寒冷的天气 也无法驱散人们心中的暖意 当方亦看着电视中春晚开始的歌舞时 她突然间明白了师父让自己下山的意义 心境像是又得到了一种升华 虽然没有父母亲人 但是方亦的这个新年 过得可谓是非常的充实 十多口子人喝着小酒看着春晚 对于别人而言 已经不是那么好笑的节目 方亦也是看得哈哈大笑 一切都和她想象中新年一样那么美好 当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候 山呼海啸般的鞭炮声震耳欲聋 隔着窗子看向外面 夜空似乎都点燃了起来 更有一串串梨花飞向空中 各处都闪现着火光 将过年的气氛推向了顶点 方亦 这是给你的红包 孙莲达从兜里掏出了几个红包 递给了方亦一个说道 方亦 师父希望你在新一年里 白痴干头更进一步 这个 方亦看着老师手中的红包 却是愣了一下 对于过年的这些规矩 他真的是一窍不通 不知道自己居然还有红包手 愣着干什么 老师给你啊你倒是接着呀 赵洪涛在后面推了一把方亦 心中也是羡慕不已 他从工作就跟着孙莲达 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 却是从来没有收过老师的红包 这入室弟子和大学里的学生 待遇果然是不同 我爸有二十多年没给过红包了 孙超在旁边也是有点耻味 看来自己这亲儿子还没有徒弟亲呢 谢谢老师 方亦很快反应了过来 不过并没有先接红包 而是对老师行了个跪礼 口中说道 弟子给老师拜年了 祝愿老师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如意如意 受了方亦这一拜 孙莲达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古人言伯乐难求 实际上千里马也不多 对于自己所收的这个弟子 孙莲达真的是一百个满意 爷爷 新年快乐 方亦这边刚起身 孙超的儿子也跪了下去 伸着双小手也要起了红包 而满军的儿子有样学样 口中嚷嚷着也要红包 都有都有 孙莲达笑得很开心 给几个孩子一一发了红包 不过发到最后的时候 却是愣住了 因为举在他面前的 是一双肥嘟嘟都是肉的大胖手 往下看去 胖子那张脸笑得像花朵一样 老爷子 新年快乐 胖子给您拜娘了 胖子嘿嘿笑着 没等孙莲达反应过来 一把抢过他手上的最后一个红包 大声嚷嚷道 小子们 都跟胖爷去放炮了 炮慢了的就没鞭炮放了 哎 我的压岁钱还没发呢 满军在后面喊了一声 不过听到要放鞭炮 孩子们却是连压岁钱也不要了 一窝蜂地跟着胖子跑到了院子里 这臭小子 孙莲达也没生气 指着胖子笑骂了一句 不过经过胖子的这一闹腾 房里的气氛也是越发的热闹了 四胖子 占我师傅便宜啊 此时的方毅就像是个大孩子 跟着胖子和几个小孩在院子里放起了炮炸 虽然在泰国也过新年 但从来都没有感受过这种气氛的胡立志 也是忘却了寒冷 童心未敏地和一帮子人玩耍了起来 一直热闹到了大半夜 个人才都散去了 方毅把思源节留给了胡立志作伴 他身体已经调理得差不多了 只需要再静养几天就能恢复如初 在回去的路上 方毅踩着厚厚的积雪 看着满地红红的碎纸线和万家灯火 他心中有种从所未有的宁静 对于师傅的话 方毅领悟的也越发深了 所谓红尘炼心 就是要经历这红尘俗世中 所有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只有这种感悟和经历 才能让心境圆满无瑕 方毅下山的时间虽然不久 但也体悟良多 这些体悟却是在山上苦修所无法领悟到的 第二天清晨 方毅破天荒地没有起床练功 他睡得像是婴儿一般的香甜 就连清晨的鞭炮声 也没能把他吵醒 一直到胖子跑到家里拜年 方毅才行转了过来 入室自然要入得彻底 方毅没有父母亲人 但却是有师长朋友 带着胖子一起 方毅从老师孙连达到师兄赵洪涛 一直拜到了方村胖子家 最后又留在方村吃了一顿全鱼宴 第六百二十二集 接下来的几天 方毅算是吃上了百家饭 从老师家到三炮满军 还有赵洪涛家 轮流吃了一顿 中间还和狐狸汁吃了好几次烧烤 喜欢吃辣的狐狸汁对金灵的夜市尤其钟爱 就算裹着厚厚的棉袄 也要去吃上一顿 不过方毅显着 别人却是已经都忙活起来了 对于旅游区而言 逢年过节 那是旅游的高峰 而今年的金灵古玩市场 也借助着开业时的宣传 做起了新年庙会 过年人人都有假期 几乎金灵的各个景点 都是人满为患 古玩市场的庙会 更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 从初一的时候 满军就带着思源节忙碌了起来 这期间 没少给方毅打电话 让他过来帮忙 到了大年初四的时候 方毅终于是躲不过去了 一大早就来到了古玩市场 不过还没进入市场 方毅就被吓了一跳 那人山人海的场面 是方毅从来都没见到过的 方毅发现 他这地方走路 压根就不用抬脚 只是顺着人流走了一会儿 就来到了自家的店铺外面 费力挤到店铺门口 方毅都是急出了一头的冷汗 这人实在是太多了 无量那个天赚 这还让不让人做生意了 费了老大的力气挤到门口 方毅确实有些傻眼了 因为在店铺的门前 也全都是人 有些带小孩的 更是让孩子坐在门槛上 将大门都给遮挡住了 小伙子 别挤啊 挤进去也没地儿坐 方毅往店里挤的时候 有人好心地提醒道 我给你挪点位置 你就待在这里吧 这店老板人不错 还给口热乎水喝啊 我说这么多人 您带着孩子还来挤啊 看着那个护着小孩的中年人 方毅表示很不理解 这庙会哪里是来看景的呀 简直就是来看人的 个子稍微矮一点 甚至连人都看不到 只能盯着后脑勺了 谁能想到有那么多人 现在想出都出不去了 中年人一脸郁闷地说道 孩子差点都被挤丢了 等明年再也不来了 给钱也不来了 你们到里面去坐吧 看着中年人身边 那只有五六岁大的孩子 方毅开口说道 别了 站在这都给老板找麻烦了 里面能有多大框 能进去几个人呀 中年人倒是很厚道 旁边的人和他想的也差不多 所以店铺门口虽然站满了人 店里面倒是没有几个人 没事 你带着孩子进去吧 方毅轻轻挤开旁边一个人 先进到了店里面 哎 不买东西你挤进去干嘛呀 被挤的那个人 有些不乐意 开口嚷嚷了一句 一哥 你今儿怎么来了 坐在柜台后面的思源节 听到那人的话 一抬头看到了方毅 连忙迎了出来 笑着对那人说道 这是我们老板 您说他能不能进来呀 得别和人贫嘴 方毅也是笑着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我再不来满哥就要贴旋人启事了 愿姐生意怎么样 一哥别提了 听到方毅的话 思源节一脸苦笑地说道 头两天生意还小 但今儿不知道为什么 一下子多了起来 你看看 这门堵的还能做生意吗 古玩市场和旅游景点不同 节假日过来的人 大多都是只看不买的游客 思源节节 一天倒是卖了不少东西 但大多都是因为进到店里躲人 却不过面子 才买的一些百十块钱的便宜珠子 到现在营业额才两三千块钱 生意远不如平时 小伙子 初一拜年 初二回娘家 这初三之后 才有空带孩子出来玩呀 跟在方毅身后的那个中年人 也挤进了店里 听到思源节的话后 忍不住开口解释了一句 元节 有大孩子的 就让进店里休息吧 生意好坏对于方毅而言 自然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而且他也知道 这家古玩店 现在全指望自己的那些玉雕作品 支撑门面 做的都是熟客 今儿被堵着进不来门 完全可以过几天再来买的 一哥 满哥不让啊 听到方毅的话后 思源节连忙说道 满哥为什么不让人进来 他人呢 方毅文言愣了一下 他知道满君不是那种眼皮子浅的人 像这样与人方便的事情 满君肯定是会同意的 在后面 有人上门买东西 思源节压低了声音 在方毅耳边说了一句 我知道了 没事 要带孩子的你让进来 在门口坐着就行 听到思源节的话 方毅顿时就明白过来了 原来是有人上门卖货了 开股丸店不仅是往外卖股丸 收股丸也是其主要的一门生意 否则只出不进 就是有再多收藏 那也不够卖的 而收股丸的方式 也是有很多种的 正规股丸店里的股丸 大多都是从民间的一些藏家手里收来的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渠道 像是满君以前开着车到处乱跑 就是干着收购股丸的事情 另外一种渠道 则是能做不能说的 那就是来自土里的东西 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见不得光的 但确确实实占据着股丸市场流通货物的 很大一部分 这也是股丸行内公开的秘密了 最后还有一种买卖股丸的方式 那就是守株待兔等人上门了 有些急用钱 或者是不清楚家中祖传物件价值的人 往往会拿着东西到股丸店来变卖 眼下方毅的这家股丸店 遇到的就是这一种 袁姐 你在外面看着 我进去瞧瞧 方毅知道 这种买卖的方式 极其考验股丸店掌柜的眼力 满君虽然在这一行干了好几年 但未必就能鉴别出物件的真假来 方毅这家股丸店是两间相连的铺子打通的 前面是售卖股丸的柜台和博股架 后面则是被分离出了一个接待室 专门用来接待大客户的 接待室虽然不大 只有三张沙发和一个茶几 但布置的却是十分典雅 四周用博股架作为隔板 在架子上摆满了各色的骨丸 从陶瓷器到青铜器应有尽有 显得很有格调 当然 这些博股架上的骨丸都是防品 除非满君脑子被驴体了 才会在这上面摆上真品 要知道就算是京城的那些百年老店 也是不会在柜台上摆放真品的 曼哥 方便进了吗 方毅在隔间的门上敲了几下 方毅 你怎么来了 房门从里面打开了 满君一脸诧异地看着方毅 开口说道 外面那么急 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你都说了 自然是挤过来的 方毅文言笑了笑 眼睛却是看向了里面坐在沙发上的那个人 那人看上去应该有三十七八岁的年纪 身材十分的瘦小 尖嘴猴腮 身上穿的衣服也很普通 除了那双滴溜溜直转的眼睛之外 属于那种扔在人队里 很是不起眼的角色 来 方毅 我给你介绍一下 满君指着沙发上的那人说道 这位是侯景臣侯老板 平时多在川省一带活动 今儿是照顾咱们生意来了 侯老板 他叫方毅 是我这家店的合伙人 这人的姓氏倒是和他的长相很相符啊 听到满君的介绍 方毅心中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过方毅却没有丝毫瞧不起这人的心思 因为从对方的面向上来看 这位侯老板绝对不是一个异象鱼的人 尖嘴猴腮这种面向的人 不管男女都是追名逐利之人 做事风格狡诈无情 轨迹多端 并且从不会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和影响 他脑袋中的一切想法都是基于自己的原心 而这种人为了求达到目的 甚至不择手段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就连出卖家人也是在所不惜 跟这种人接触 说不定哪一天被卖了都浑然不知的 原来是方老板 果然是年轻有为啊 原本见到方毅进来 脸上满是警惕神似的侯景臣 站起身和方毅握了下手 脸色也缓和了下来 他也是股完行的人 自然知道最近方毅的名声 只是没想到方毅如此年轻 侯老板过奖了 方毅笑着拱了拱手 眼睛看向对方 说道 侯老板今儿是要看货还是出货呢 北民有声 第六百二十三集 方毅 你来得正好 侯老板拿的东西 我有点看不准呢 满军开口插了句话 侯老板 方毅可是于老师的弟子 你那东西让他长长眼可好 方毅的到来 对于满军来说 那真是像吉时语一般 因为他刚才看了半天 侯景臣拿来的物件 也没看出个某有子物来 满军分明已经看出了 侯景人脸上露出的鄙夷神色了 听说过这事 方老板 不知道你对股钱币有研究吗 听到满军的话后 侯景臣却是没有拿出东西 而是开口向方毅问道 言语中带着几分考究的语气 在他看来 满军这在古玩行 算是小有名气的人 都没看出自己的物件 方毅这个矛头小伙子 怕是更看不出来的 研究不敢道 对全界算是略知一二吧 方毅文言笑了起来 前不久才在晋省逃弄到了 三眉西王赏工钱 没成小灰到金陵 又遇到出售股钱币的人 难道自个儿这段时间走财运吗 好 能说出全界这两个字的人 那就是同道中人 行里人说话是一点就透 俗话说 隔行如隔山 不是对股钱币收藏有所了解的人 怕是连全界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明白 从方毅口中听到这两个字 侯景臣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方老板 你瞧瞧这一物件 可能看得上眼 侯景臣说着话 坐回到了沙发上 将他面前茶几上 用红布盖着的一个托盘给打开了 在托盘的中间 则是放置着一枚秀极斑斑的钱币 好 那我就献丑了 方毅也没客气 坐到沙发上 戴上了摆在那里的一双白手套 将托盘的一枚钱币给拿了起来 这 这是西王赏工 方毅是何等眼力 虽然钱币上的秀迹几乎将字眼全都给遮掩住了 但从那显露出来的笔画走向 方毅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手上钱币的来历 更重要的是 此时方毅的口袋里就放着三枚西王赏工钱 经过这段时间的把玩 方毅对着钱币可谓是了如指掌 只是一上手就知道 他指尖的这枚西王赏工也是真品无疑 这个发现让方毅的脸色变得有些古怪 清末才现实的西王赏工 一向都被认为是全界的孤僻 但方毅这大半个月的时间里 却是接连遇到了三四枚 这也让方毅感觉西王赏工的名头 有些名不符实了 方先生 好眼力啊 坐在方毅对面的侯景臣 显然也没想到 方毅竟然如此轻易的就看出了这枚钱币 眼中不由露出恶然的神色 要知道 刚才满军拿着放大镜瞅了半天 也没能看出这是西王赏工钱 西王赏工 是张献忠的西王赏工钱 听到方毅和侯景臣的对话 满军不由惊呼出了声 他鉴别钱币的水平虽然不怎么样 但对于西王赏工 这全界大真的名头还是听闻过的 没错 就是西王赏工 侯景臣点了点头说道 方老板既然是行家 那我就不废话了 不知道这钱您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 太有兴趣了呀 方毅尚未说话 满军就嚷嚷了起来 他之前怎么也没想到 这枚看上去不是很奇眼的钱币 居然是全界孤品 西王赏工 就算这钱的品相差了点 满军也是兴奋不已 而且这枚西王赏工 表面的秀斑也不是没有办法去除的 好吧 这钱您想多少出 满军也没征询方毅的意思 直接就开口问起价来了 古钱币收藏和别的物件不太一样 能拥有一枚五十名针的物件 那绝对能在全界名声大造 如果他手中有希望赏工的消息传出去 恐怕全国的钱币收藏爱好者都会闻风而来的 二十万 侯景臣伸出了两根手指 看着满军的眼睛说道 满老板 你也是董行的人 这枚钱只要修复出来 价值最少在百万以上 我要的这个价格并不高 价格是不高 但能修复到什么程度 这个就不好说了 听到对方的报价之后 满军有些犹豫了起来 古钱币的收藏通常有四看 而这四看往往就能决定钱币的价值 第一 自然要看钱币的历史价值 珍惜古钱币是货币历史的实物 更是历史的见证 因此在收藏之前 必须要先弄清钱币在历史上的地位 和一些特殊的历史意义 第二 则是要看古钱币的发行量 一些短命王朝或农民起义时的铸币 由于流通时间短 发行量少 收藏至今大多都是不可多得的真品 而像是唐宋元明清 这些朝代的钱币 因为发行量大 存世较多 价值上就要大打折扣了 衡量古钱币的价值 还要看的是钱币的文化 一些传世并不太少的品类 则主要因其文化品位 艺术价值极高而备受青睐 像是北宋仁宗时所著的九碟传书体 全体通宝 是中国最早的美术字 为收藏真品 而四看之中最重要的一看 却是第四看 也就是看钱币的品相 无论钱币珍惜与否 凡有壁面模糊 轮廓缺损 秀实严重 看向较差者 其价值也都要打个折扣 要知道 连钱币的字样都看不清楚 又何谈收藏呢 所以在听到侯景臣的报价之后 满君会如此犹豫不决 因为这钱币的品相实在是太差 如果修复不出来的话 别说是二十万 就是两万块钱 恐怕都没有人愿意接手的 要是我自己修复出来 那就不止这个价了 侯景臣将方毅手中的 西王赏宫拿了回去说道 满老板 咱们是第一次打交道 买卖不成仁义在 如果你不要 东西我就拿回去了 这个 满君一脸纠结地看向了方毅 那眼神满是哀怨 话说这东西是你看出来的 要不要买下来 你倒是说句话呀 侯老板 让我们考虑一下吧 方毅给满君使了个眼色 开口说道 我要请教下老师 看看这枚西王赏宫 修复的可能性有多大 然后咱们再谈好不好 方毅说的有道理 侯老板 要不然您先住下来 吃喝用度一硬开销 都算是我满某人的 你看怎么样 听到方毅的话后 满君连忙点了点头 说实话 虽然这枚西王赏宫的品项 不怎么样 但要是错过去 满君怕自个儿以后会后悔的 因为像这样的孤品 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 好 那我在金陵待三天 侯景臣想了一下 开口说道 如果满老板还拿不定主意 咱们就当是交个朋友好了 侯老板说的是 买卖不成仁义在呢 晚上我做东 算是给侯老板接风了 满君文言大喜 他鉴别文物的水平不怎么样 但做生意确实很灵活 当下说道 我在金陵大酒店 给侯老板开个房间 你晚点过去 直接报名字 拿房卡就行 晚上就在那里 给侯老板接风洗尘 满老板客气 那侯某就确之不恭了 对于满君的安排 侯景臣还是很满意的 虽然他不差住酒店的那几个钱 但满君这么做 说明是给自己面子 而且也说明对方很重视 成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侯老板 咱们晚上见 在店铺门口 满君冲侯景臣拱了拱手 这会市场管理人员 已经进行了游客分流 过完市场内拥挤的状况 大为好转 围在店铺外面的那些人 也早已散去了 满老板 方老板 晚上见 侯景臣也是拱手行了个礼 然后转身离开了 他本来就身材瘦小 往人群里一钻 顿时就不见了踪影 方爷 那枚希望赏工有毛病没 把侯景臣送出了店铺之后 满君就拉着方意 又钻回到了房间里 急匆匆地问道 你觉得那枚钱币能修复到什么皮价 值不值20万啊 也不惯满君如此心急 因为在股丸这个行当里 基本上都是卖房的市场 尤其是最近几年 股丸热兴起之后 人们对于股丸的需求 要远远大于市场的供给 也就是说 你拿着钱 未必能买到好东西 满君之前开着车 满世界的逃弄物件 就是因为手中缺货 所以做了几年 古玩生意之后的他 也养成了一种习惯 那就是 只要见到了价格合适的真东西 满君就千方百计地 都想将其买到手上 钱是没毛病 我如果没看错的话 的确是希望赏工 三种钱币里的银币 刚才钱币一上手 方毅就感觉出来了 这钱币里透出的气息 和他口袋里面的几枚 几乎一模一样 确实是真币无疑 而且就品相而言 侯景臣拿出来的这一枚 比他逃弄到的那几枚 还要好得多 银币 那上面锈斑那么严重 我还以为是铜币或者金币呢 满君文言皱了下眉头 西王赏工钱币 一共分三种材质 分别是由金银铜锻造出来的 在这三种材质中 银币曾经有两枚在清末的时候出现过 按照物以稀为贵的说法 反倒是铜币要比银币更加稀少贵重 如果是让孙老爷子出手 你估摸着那枚银币能恢复到几成品相呢 满君继续问道 铜钱的品相和其价值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单从现在的品相来看 别说二十万了 就连两万块钱都不值 但如果能恢复个四五成的品相 那其价值又要远超二十万了 老师出手的话能恢复到六七成吧 方毅有句话没敢说出来 那就是如果是他出手 一准能让那枚西王赏工有十成十的品相 那咱们到底是买还是不买 西王赏工可是股权界顶顶大名的物件 而且存食量很少 满君文言看向了方毅 他的意见自然是倾向于将其买下来 满君手上有几个玩钱币的客户 只要把钱币修复出来 满君有把握转手之后最少赚上一倍 如果放在平时 满君自己就能做主吃下这枚钱币 因为他是这家古玩店的大掌柜 对于这些事情完全可以自己拿主意 但既然方毅也在 满君自然要问下方毅的意见了 丁顶大名是不假 但存食量少就未必了 方毅文言撇了撇嘴 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他就见到了四枚西王赏工钱 谈何能说得上是存食量很少 这话怎么说 满君愣了一下 为了迎合客人的口味 满君也是下过一番苦工研究股钱币 知道西王赏工钱 即使在股权五十名针里面 也是能排得上前几位的 但是看方毅这模样 似乎颇有些不以为然 钱是真的 但是那位侯老板这人 我觉得不怎么样 方毅不是那种喜欢背后嚼舌头的人 但是以他和满君的关系 自然没必要遮遮掩掩 拐弯抹角地说话 当下说道 侯老板的来头 满哥你知道吗 他说的东西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方毅有识人看相之数 第一眼看到侯景臣 就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 这种人是例子当头 而且心胸狭窄 雅兹必报 别的不说 如果满君花了二十万 收下这枚钱 如果被侯景臣知道 他修复之后 转手卖出了翻倍的价格 恐怕侯景臣都能将满君 给记恨上了 侯景臣这人我没接触过 但听说过 听到方毅的话后 满君想了一下 开口说道 侯景臣是川省人 但长期在云贵一带活动 听说也是吃土里那碗饭的 在云贵川这几省的名头不小 手上也都是真东西 在咱们这行里 算是名声不错 他不是干那行的人 身上没有那股子土腥味 方毅文言摇了摇头说道 而且那钱也不是出土的东西 不是出土的东西 这不可能吧 上面可都是绣斑啊 满君不怎么相信方毅的话 在古丸行私混了那么多年 他满老板没吃过猪肉 也见过猪跑啊 是不是出土的物件 满君自问 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那是水秀 不是土秀 这钱是出水 而不是出土的 方毅看着满君 笑着说道 满哥 你连水秀和土秀 都分不出来 在古丸行干了这些年 没被人坑个狠的 算你运气好 那是你满哥 我人品好 方毅 你的意思是 那枚铜钱 是从水里打捞出来的 满君自夸了一句 将话题又转到了钱壁上 嗯 十有八九 是从水里打捞出来的 满哥 你等等 我先打个电话 方毅听老师于轩 说过希望赏功的来历 但他也有些拿不准 当下掏出了手机 找到老师的号码之后 拨打了过去 你小子 是不是跑来迷生 给我拜年了 电话接通之后 话筒里传来了于轩的声音 方毅知道 于轩的性子和孙莲达不同 他喜欢和弟子晚辈们 开些玩笑 方毅也习惯了 这个老师的做派 当下笑道 老师 过几天 我去看望您和师母 您说师母喜欢什么物价 我给逃弄过去 算你小子有良心 不过人别来了 我后天和你师母去巴黎 下个月才回来 于轩笑着回了方毅一句 开口说道 说吧 找老师有什么事 是不是又弄到什么好东西了 我跟你说 你要是又搞到一尊宣德卢 一定给云给老师一个 对于方毅的好运气 于轩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和京城的王老爷子 寻没了一辈子 也没能碰到一尊真正的宣德卢 但方毅只是去了趟缅甸 就带回来这么一个 要说于轩不羡慕 那绝对是假话 老师 宣德卢就没有 不过我碰到了点别的物件 方毅笑了笑说道 老师 前段时间你好像给我说过 希望赏功之钱币吧 我想问问你 他的出处是哪里 今儿我见到一枚 上面不是土销 而是水销 我怀疑这东西 是从水里面捞出来的 希望赏功 你见到希望赏功了 方毅化身未落 于轩在电话里的音调 就突然高了八度 你在哪里见到的 是金币银币还是铜币 于轩是古玩杂项的专家 钱币也是其研究的 主要对象之一 不过和轩德卢一样 股权五十名针里的物件 很多都是孤品 就连于轩见过的也不多 是一听到方毅 见到了希望赏功钱 于轩也是激动了起来 老师 我不光见到了 这钱我手上就有几枚 方毅想了一下 还是将自己 有三枚希望赏功的事情 给说了出来 除非他日后 不把那几枚钱币拿出来 否则怎么都无法隐瞒过去的 你有希望赏功 你是从哪里搞来的 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说实话 电话里的虞轩真是被方毅给吓到了 以至于说话都有点结巴了 从清末民初至今 希望赏功一共就只出现过两枚银币和一枚金币 历经战乱之后 这几枚钱也都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方毅开口就说自己手上有几枚 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的话 那简直就是在股权界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前几天我回山拜祭师傅 从师傅的遗物里找出来的 方毅心里早就想好了说辞 不过这几枚钱的品项太完美了 我觉得可能是后访的 今儿在店里遇到一个上门出售希望赏功银币的人 我才想起这茬来的 你小子自己拿不准 不会早点给我说呀 听到方毅的话 于轩急吼吼地说道 你在机灵别乱跑 我坐下午的飞机赶过去 晚上就能到 到时候你把那几枚钱给我拿过来 行了 先这么说 我现在就去机场 哎 老师 您别急啊 您先说说这希望赏功前的出处再挂电话呀 听到老师像是要挂断电话 方毅连忙喊了一嗓子 出处 当然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这事见面了 我再和你说啊 于轩顿了一下 并没有马上挂断电话 而是开口问道 对了 找上你们卖钱币的人 是不是从川省来的 是从川省来的 叫侯景晨 方毅回了一句 是那小子呀 于轩在电话里沉吟了一下说道 他的东西 你最好别收 这只是老师的一个建议 听不听得在你自己 老师 我明白了 我手里这几枚希望赏功 要是真的的话 哪里还用收他的东西啊 方毅文言哈哈一笑 看来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侯景晨的确是属于那种 不可打交道的人 北民有声 第625集 等我看了再说 你师父啊 是位欺人 那几枚希望赏功 很可能是真的 想到方毅手上 有好几枚希望赏功钱币 于轩哪里还有心情 和方毅扯淡 随口说了一句之后 就挂断了电话 话说从福士到金岭 就下午一个航班 去晚了可是赶不上飞机的 曼哥你这是干什么 方毅挂上手机之后 一抬头就看到满军那双 似乎都要冒出火光的眼睛 顿时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方毅 你小子真有希望赏功钱 有好几枚 还是完美品相的 刚才方毅和于轩的电话 满军在旁边 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听了这通电话 满军也有些明白 方毅是才为什么 没将那枚希望赏功 放在眼里了 没错 我就戴在身上了 没事用来占卜还不错 挺灵验的 方毅的右手 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三枚在灯光下 闪烁着一种诱人光泽的前臂 顿时出现在了满军的面前 这 这包姜 最少也有五六十年了吧 这东西就是后访的 那最少也是民国时的物价 看到方毅手上的钱臂 满军几乎连呼吸都停住了 那架势 像是生怕自己呼吸重了 将这几枚钱臂给吹跑一般 诶 慢哥 眼力不错呀 能看出这包姜的年份来 听到满军的话 方毅顿时笑了起来 因为这几枚钱臂的包姜年份 的确就只有五六十年 这也是方毅修为精进之后 才能达到的年份 在最初的时候 他加持过的物件 充其量也就只有一二十年的包姜 嘿 瞧不起你满个不是 对于方毅的话 满军很是不满 戴上桌子上的手套之后 小心翼翼地将一枚西王赏工的金币 拿到了手中 一边看一边说道 你这钱包姜润泽 显露出来的不是做旧的贼广 看样子出土有些年份了 是出水 方毅纠正了一下满军的说法 之前他得到这几枚西王赏工的时候 上面也满是水秀 如果追究更远的话 恐怕和那位猴老板 所拿的钱币是一个出处 都一样 满军不在乎地摆了摆手 口中继续说道 这钱币字体刚进 笔画清洗 最难得的是品相完美 方言 如果这玩意儿是真品的话 那你小子可就发大财了 满军知道 收藏钱币的圈子虽然不大 在古玩行里算是小众 但从清末开始 玩钱币收藏的人 无疑不是底蕴深厚之辈 他们是属于那种 能拿得起大价钱购买物件的群体 别的不说 在前几年的时候 卢省出土了一枚战国时期 属于燕国的50名真中的 钱币博山刀 消息仅仅刚传出去两三天 这枚博山刀钱币就不见了踪影 后来圈里的人才知道 这枚钱币已经被人用380万的价格 收入囊中了 博山刀是齐名刀中的一种 虽然罕见 但近些年来也出土了几枚 这样的钱币都能卖出300多万的天价 满军可想而知 希望赏工的价值了 如果遇到喜欢的藏家 就是卖出个上千万来 恐怕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师父留下来的东西 我怎么可能卖啊 方毅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这几枚钱币很有灵性 我戴在身上留着毡不用刚好 慢哥 你可别帮我四处宣扬去 我一枚都不卖 方毅发现 师父这个名头 真的是很好用 有什么解释不通来历的东西 只要往老道士身上一推 立马就能解释得通了 现在不管是于轩还是孙连达 都对方毅那驾赫先师的师父 膜拜不已 只要提起老道士 肯定不离世外高人 这几个字的评价 留着站不用 方毅 这一枚可就是千八百万啊 听到方毅的话 满军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这么贵重的东西 方毅竟然就想着随便带在身边 他就不怕自己一个不小心 把东西搞丢掉 留在我手里 他们只不过就是几枚钱币而已 方毅笑着摇了摇头 这几枚钱币在被他加持过之后 的确具有一些灵性 虽然达不到法器的程度 但佩戴在身上 也是有趋吉避凶 驱邪党灾的作用 方毅知道 今年是百初夏的本命年 所以打算找根红绳 将其穿起来一枚 送给百初夏 铜钱原本就有驱邪的功效 这东西用作本命年 消灾党煞 其作用怕是要比方毅 亲手制作的玉牌法器 还要强上几分 当然 方毅是不会告诉百初夏 这钱币的价值的 说起来 方毅也有些汗言 他下山已经有半年多了 但方毅还是无法学会 用金钱去衡量一件东西的价值 在方毅的眼中 一个物件的价值高低 只是取决于这个东西 对它有没有作用而已 说的也是 你小子根本就不差钱 满君忽然想到了 方毅那一屋子的收藏 劝说的话 却是再也说不下去了 因为方毅如果想出售古玩换钱 那屋子里的东西 随便拿出了一件 其价值怕是 也不在希望赏工之下的 钱这东西够用就好 方毅黑黑笑了笑说道 老师下午一两点估计就能到 咱们出去逛逛吃点东西 然后直接去机场 不对了 把思源接夜喊上 反正今儿的生意也不怎么好 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 光想着关门了 满君嘴里美好气地嘟囔了几句 不过他知道 方毅说的也对 今儿来古玩市场的 都是些游客 真正的买家 是不会在这个时候 来凑热闹的 再说 他们都有自己的电话 开门不开门 区别真不是很大 对了 侯景臣的事情怎么办 满君忽然开口问道 甭管怎么说 侯景臣在川省 也是有名号的人物 他上门来卖东西 满君就算不要 也不能缺了礼数 否则会被行里人骂的 而且满君还是倾向于 拿下那枚西网赏工银币的 毕竟方毅有 那是方毅自个儿的 和他们的生意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而买下侯景臣的钱币 满君一转手 却是能让他们 在古玩店 赚个盆满波益 听听老师的意见 再做决定吧 方毅想了一下 开口说道 咱们古玩店 现在做出了一点明切 估计以后来 上门卖东西的人 会不少 但是这有些东西 是会沾着麻烦的 咱们要有选择的时候才行 我明白了 于老师要是说不能收 那就不收了 满君文言点了点头 他在古玩行 也是有些年头了 虽然也收过 出土的物件 但更是见多了 因为走私盗墓 而被牵扯的 古玩店老板 锒铛入狱 所以满君行事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稳健的 嗯 以后出土的东西 最好给我看一眼 方毅笑了笑 没有多说 其实他那句话 最主要的意思 并不是害怕为那些盗墓者 嚣张受牵连 而是在乎物件的本身 出土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在墓葬里 埋了上百 乃至上千年之久的物件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不管是什么材质的物体 本身难免都会被地下的 阴气煞气所侵蚀 从而变成凶煞之物 这样的古玩 收到店里 可是会出事的 就像是方毅 从彭斌手上 得到的那把鬼头刀 就是一把凶器 他所散发出来的磁场 会直接影响到 人的健康和气韵的走向 如果方毅 不是将其当作阵眼 而把他拿到古玩店 挂起来出售的话 那方毅他们的这家店 别说生意兴隆了 恐怕经常待在店里的人 轻则大病一场 重则怕是会有血光之灾 就像是玉佩玉牌这一类 可以储存契机的物件 由方毅制作出来的玉牌 能消灾驱邪 驱吉避凶 但如果是墓葬里出土的古玉 有很多就会沾染了凶煞之气 佩戴之人 非但不能保得平安 甚至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和气韵 元杰 走 出去溜达溜达去 出了隔间之后 方毅招呼了一声思元杰 说起来 这新的古玩市场 自从开业以来 方毅还没好好地逛过呢 好嘞 去哪儿溜达 思元杰是少年人的性子 听到方毅的话 顿时兴奋了起来 往常都是他和三炮 或者三炮媳妇一起上班 在店里待烦了就能出去转一圈 但这几天 三炮和媳妇忙着走亲戚拜年 可是把思元杰一人给憋坏了 第六百二十六集 到胡歌的店去转转吧 方毅想了一下 自己虽然帮着狐狸志 把宠物店给开起来了 但却是一次都没去过 眼下有空闲 正好去看看那里 好啊 老胡的店我去过 我带路啊 思元杰用手轻轻 一按玻璃柜台 整个身体 直接就从柜台里跳了出来 不过他这动作 看得满老板 却是眼皮子直跳 要是没有方毅在旁边 估计满军 又得对思元杰一顿好训了 别老胡老胡的 叫胡大哥 你小子 别没大没小的 方毅也是没好气地 瞪了思元杰一眼 狐狸志为人随和 不代表可以不尊重他 别的不说 狐狸志当年在泰国叱咤风云的时候 他和思元杰恐怕还在穿开裆裤呢 老胡让我这么叫的 他说他儿子都和我差不多大了 要不叫老胡 要不然就要叫叔 思元杰挠了挠头 一脸不情愿地说道 一哥你们都是叫哥的 让我叫叔 我才不愿意呢 叫成叔也不吃亏 方毅文言哈哈一笑 也不再勉强思元杰了 他们两人现在一起住在满军的那个小院里 整日里嘻嘻哈哈地没个正行 但关系处得却很是不错 曼哥 这古玩市场算是做起来了 顺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往东边宠物市场走着 方毅发现几乎沿途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开业了 再加上那些炼贪的人 整个市场呈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面貌 可不是 这开业才几天 就已经有人上门来卖东西了 曼君点了点头说道 我估摸着 过上个一两年 咱们这市场的影响力就能辐射到整个华南地区了 就现在 这里店铺的价格也升值了不少 都已经快要翻上一倍了 曼君说话的时候 脸上满是喜庆的神色 他之前虽然很看好这个古玩市场 但是也没想到 开业之后的生意会如此火爆 连带着市场内的店铺 也是水涨船高 前几天 就曾有人出到一个店铺加15万的价格 却是根本就找不到卖家 哎 还是胆子小了 早知道就多买几间铺头了 说到铺位增值的事情 曼君有些懊恼 其实最初的时候 他是有机会先买下一间的 不过那会儿曼君刚好和方毅 还有赵洪涛去了穷省 等他回来之后 店铺已经进行发售了 当然那会儿满君心里对这个新的古玩市场 也没太多的底气 要不然走走关系送些礼 他还是能再多拿几间的 别人不说 就是赵洪涛手里最后还留有三四间店铺 曼哥 咱们一人拿下两间 已经很不错了 方毅笑着摇了摇头 这次他们隔三个和满君 各拿出了一间店铺做生意 剩下的一间往外出租 别的不说 但是每个月的租金就很可观 有那么三五年的时间 仅凭租金差不多就能收回店铺最初的投资了 你说的也是 做人不能太贪心啊 满君文言点了点头 他心里很明白 自己之所以能拿下两间店铺 那是沾了方毅的光 否则以自己和赵洪涛的关系 对方在没有收取任何好处的情况下 能给自己解决一个铺位 就算是还了自个儿 在穷省积攒下来的人情了 一哥 给 糖葫芦 一出店门 就不知道钻到哪里去的思源节 忽然从方毅身边冒了出来 将一串糖葫芦递给了方毅 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 味道不错 山楂挺新鲜的 一哥 你尝尝 方毅咬了一个糖葫芦在嘴里 点了点头说道 是不错 那边的唐人也挺有意思啊 咱们看看去 古丸市场的新年庙会 其实和古丸本身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在庙会上卖什么东西的都有 天南地北的小吃 各地的风俗手工工艺品 在庙会上是应有尽有 一路逛下来 看得方毅是目不暇接 胡哥这边生意不错呀 来到宠物市场 方毅发现 这里的人要比庙会那边还要多 而且大多都是大人带着孩子过来的 显然那些萌萌的宠物 对于小孩子的吸引力 要远大于庙会上的一些小玩意儿 第二个店铺就是老胡的 思源节熟门熟路地 带着方毅和满军进了市场 寄进了一个被人为的水泄不通的店铺里 口中嚷嚷道 老胡 有客人来了 快点出门迎客 赢个屁的客 你小子也算客人 赶紧过来帮忙啊 你没看到老子正忙着吗 正蹲在店里的一个角落笼子处 伸手掏着什么的狐狸智 听到思源节的话后 连头都没有回忆下 等他的手从笼子里伸出来之后 掌心赫然多了一对小仓鼠 三百八十块 您收好了 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些注意事项 如果有什么问题 您二位随时可以过来找我 狐狸智把那对小仓鼠 装进了一个小笼子 然后递给了等在旁边的 一对情侣模样的人 收了对方递过来的钱后 对着排在后面的人说道 各位 实在是对不住了 仓鼠今儿全部售空 大家想要的话明儿请早 老板 今天你才卖了十对啊 怎么就没了 就是啊 我五天前就预定了 今儿也没买上 这也太紧俏了吧 听到狐狸智的话 围观的那些人顿时鼓躁了起来 不满的议论声冲斥鱼耳 不过狐狸智放着仓鼠的笼子的确空掉了 那些奔着买仓鼠的人也只能兴兴地离开了 方逸 满老板 果然是贵客来了呀 卖完了仓鼠 狐狸智也看到了走进店里的方逸和满军 连忙打了个招呼 您二位稍等一会儿 我再卖两只狗 今儿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呼哥 你忙你的 方逸笑着摆了摆手 眼睛在狐狸智的宠物店打亮了一下 这家店的面积虽然不小 但一共只摆了两排笼子 其中一排比较低矮的笼子里已经空了 装的应该就是之前卖光了的仓鼠 而另外一个笼子里 则是只装有两只毛乎乎的白色小狗 纯种精八两只 特价每只八千八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带走 和方逸与满军打过招呼之后 狐狸智放开了那个观狗的笼子 两只长着一身雪白绒毛 只有五六个月的小精八狗 从笼子里连滚带爬地钻了出来 一出来就围在了狐狸智的脚边 不断地欢腾跳跃着 不过和仓鼠的紧俏不同 在狐狸智喊出精八的价格之后 店铺四周却是有些冷场 一只宠物八千八的价格 对于现在人均月工资只有一千多的精灵人而言 已经算是很贵的了 我说老哥 你这精八就算品种不错 买八千八也推贵了点吧 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开口说道 我在京城见过这个品种的精八 那边也只卖两千多块钱 你卖八千八 有点宰人吧 是啊 我以前养过精八 很纯的品种也就一千左右 老板 你开价太黑了 陪在中年男人身边的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女郎 也开口附和着中年男人的话 其实愿意奖价的人才是真心购买的 那位时髦女郎在看到小精八的时候 眼睛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两只小家伙 喜爱之情已然是都摆在脸上了 两位 这狗的品种虽然一样 但养着的感觉却是不一样的 被那么多人质疑着 狐狸智并没有任何的慌乱 而且说实话 八千八亿只狗对于它而言真的是不贵 当年狐狸智曾经卖出过一条宠物犬 当时创下了十八万的天价 至于经过狐狸智特训过的斗狗 还有富豪专门用来看门的烈性犬 其价格就更加昂贵了 试想一只每年能为主人 带来上千万美金的斗狗 每个三五百万美金 根本就不可能从狐狸智那里带走的 老板 都是一样品质的狗 养着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啊 时髦女郎开口追问了一句 她是真喜欢地上那两只小家伙的 如果价格能讲下来一点 她就准备买下一只 听到女郎的问话 狐狸智笑了起来 指着地上的小狗说道 看您也是喜欢狗的人 那我问问您 这狗从小养着的时候 最让您讨厌的是什么事啊 最厌烦的是 女郎想了一下 开口说道 应该就是随地大小便吧 以前养的那一只 整整教了她一个月 才学会在固定的地方大小便 这个最烦人了 这就对了 狐狸智哈哈一笑 对那对男女说道 我的狗都是经过训练的 只要没有你的命令 它就是憋死 也不会在屋里大小便的 你看着 狐狸智嘴里说着话 右手对着脚下的两个小家伙 吆喝了一声 原本玩得正欢腾的两只小精疤 顿时往门外跑了过去 围在门口的人 看到小家伙跑过来 也都纷纷让开了一条路 你只要对他们 发出这个指令的声音 他们就会在你指定的地点 进行大小便的 狐狸智口中 发出了个呼哨声 然后示意中年男人出去试试 真的假的呀 不是都说小狗要六个月之后 才能训练吗 中年男人显然也是养过狗的 当下半信半疑的 走到了店铺外面 口中学着狐狸智那样 发出了一声呼哨 用手指了指店铺外面的 一棵大树根部 就在中年男人 发出呼哨声的时候 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 同时抬头向他看去 当看到他手指的方向后 立刻毫不犹豫地 抛向了那棵大树 或许是憋的时间有点长 两只小狗花了二十多秒 才排泄完 然后又跑回到了店里 还真的想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中年男人不由愣住了 跟着两只小家伙回到店里 对狐狸智开口说道 我说老哥 你这狗还真是训练过的呀 那当然 我训的狗 值此一家 狐狸智傲然点了点头 响当当的泰国狗王 跑到这里来开宠物店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不知道有多少人 会跌破眼镜的 狗是真不错 就 就是太贵了点 中年男人 有些迟疑地说道 老板 要不您再让点 六千六一只 怎么样 六六大顺嘛 咱们也图个吉利 我这是八八一路发 比你那个更吉利 狐狸智文言摇了摇头 开什么玩笑 他差不多已经有十多年 都没给人训过宠物狗了 开价八千八 已经是特价了 狐狸智已经打定了主意 等下一批狗仔出来之后 每只的价格 都要提升到一万以上 来 鲁丝 握个手 狐狸智蹲下身体 对着一只小精八 伸出了手 那只小精八 顿时站起了身子 伸出了小前爪 和狐狸智握了起来 还伸出了鲜红的小舌头 骗着狐狸智的掌心 杰克 打个滚 随着狐狸智的命令 另外一只小狗仔 则是在地上翻滚了起来 那萌萌的模样 让方艺看得都有些心动了 这两个小家伙的脉象 怕是比小魔王都不惶多嚷了 老公 我 我要吗 女人对于可爱的事物 向来都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 当两只小精八 露了一手之后 那个时髦女郎 已然是用双手抱住了中年男人的胳膊 口中发出的嗲音 听得距离不远的方艺 差点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好吧 我买了 女人喊出我要这两个字的时候 往往代表着很多种的含义 中年男人肯定是想到了某些少儿不移的画面 当下一咬牙说道 这两个叫杰克和露斯是吧 两只我都要了 话说咱们总不能看着一对情侣分开吧 情侣 听到中年男人的话 旁边的满君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他是知道这两只小狗的来历的 那绝对是异母同胞的兄妹 老公 你真是太好了 中年男人话声刚落 就感觉脸颊处印上了一个火热的嘴唇 那巴唧一声响 更是隔着门都能听得见 女郎的香吻 让中年男人付钱的时候也愈发的爽快 拉开叶下夹着的手包 直接拿出了两叠厚厚的RMB 扔给了胡立志说道 老板 你再给配点狗粮什么的 剩下的钱就不用找了 好嘞 胡立志答应了一声 转身就冲着思元节瞪起了眼睛 我说你小子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啊 快点给这位老板将笼子给拿过来 把这两只小家伙给关进去啊 老家伙 我又不是你的员工 有你这么使唤人的吗 听到胡立志的话 思元节嘴里忍不住嘟囔了一句 不过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他也没拆台 收脚麻利的将两只小狗仔 关进了笼子里 这位老板 这是美国进口的狗粮 一袋就是688 我给您配两袋 这一套是小狗用的洗浴用品 是从日本进口的 一套是890块钱 加上那两袋狗粮 您给的钱刚刚好 不过老板您爽快 咱老胡也不是小气的人 这是意大利产的犬生 能自动伸缩的 一条就是580 这两条全当是我送给您的了 胡立志连吹带捧的 给那对男女 收拾了一大袋子的东西 把账一算完 已经是远远地 超出了两万块钱 合着还送了对方 两千多块钱的东西 这让冲完了大方 还有些肉疼的中年男人 心里顿时平衡了许多 各位 小店刚开业 火源不是很多 明儿会再放出20对仓鼠 先到者先得啊 卖完了两只精八狗后 胡立志已经是 打算关门歇业了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他只是收了 七八对种鼠在家里喂养 虽然这玩意儿很能生 但还是有些功不应求 至于那对精八狗 则是胡立志前几天 从满军邻居家 花了两百块钱买来的 眼瞅着生意很火爆 胡立志考虑着 是不是要招几个人 专门去外面收宠物幼崽 然后自个儿和其沟通训练过后 再给卖出去 胡哥 厉害啊我的哥 在店里的客人都走了之后 满军看向胡立志的眼神 就和看财神差不多 胡哥 您这上午只干一个多小时 就顶我好几天赚的钱啊 早知道我在你这店 入上一股了 看在满军眼里 胡立志这钱赚的 真是太容易了 他自然知道胡立志 那对狗是多少钱收来的 两百亿转手变两万 真的是应了一本万利那句话了 这简直比贩毒的利润还要高 我那些附加产品 成本还是很高的嘛 胡立志笑着和满军打起了哈哈 他以前也是从社会的最底层 做起来的 眼下重操旧业 很快就进入到了当年小商贩的状态之中 胡立志未必在乎他赚了多少钱 但这种感觉却是让他很享受 高什么呀高 你那六百八十八的狗粮 批发价才三十八块钱 听到胡立志的话 一旁的思源节实在是忍不住了 开口说道 老胡 你这是把人往死里忽悠啊 你自己说说 那什么日本进口的洗衣用品 到底花了多少钱 还八百九 连八十九都没 还有那狗生 明明是疲乏狗粮送的 怎么到你嘴里 就变成意大利进口的了 加起来还不到两百块钱的东西 你给人家算到了四千 老胡 要我说 你就是个大奸商 胡立志进货的时候 曾经拉着思源节一起去的 那些狗粮都是思源节给搬上的出租车 所以他对这些东西的价格比谁都要清楚 眼下店里也没外人 思源节直接就戳破了胡立志的谎言 生意 这叫生意 你小子懂不懂啊 听到思源节的话 胡立志也没生气 笑呵呵地说道 我说小杰啊 做生意就是一个推销商品的过程 只要你能成功地将商品推销出去 那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不存在奸商这个说法的 这么便宜的东西 卖那么贵 你不是奸商是什么 思源节有些不服气地说道 这不是奸商 这是能力 胡立志的脸色变得严肃了起来 开口说道 当你有能力把清水当成鸡汤卖出去的时候 你距离成功就很近了 而如果你把鸡汤卖出了清水的价格 那你就永远都不要去经商了 阿姐 胡大哥说的话是有道理的 做生意要灵活多变 不能太死脑筋的 看到思源节 还是有些不服气的样子 曼君在旁边说道 咱们古安行也是这样 你就是拿根牙签 说是乾隆爷用过的 只要能卖得出去 那就是你能力的体现 北民有声 第六百二十八集 这 这不就是骗人吗 对面前这二人的理论 单纯的思源节不是很能接受 这和他从小所受的教育 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不是骗 而是营销的手段 胡立志很耐心地 给思源节解释道 王简单了说 做生意就是低吸高卖 一个人有没有经商的天分 就看他有没有低吸高卖的能力 世界上最优秀的推销员 其实就是掌握了低吸高卖的技巧 成功是没有侥幸的 我刚才的买卖既有技巧 也有别人学不来的实力 胡立志拍了拍思源节的肩膀说道 你看着我花了两百块钱买来的狗 一转手卖了两万 就认为我是奸商 但是你没有看到 我对这两只狗做出的调整和训练 在我看来 我的这些付出是完全值两万块钱的 甚至还要多 老虎 你说的好像有道理啊 背狐立志和满君 一通大道理灌输下来 思源节这会儿有点头晕脑胀 根本就无法分辨出那二人的理论 和自己的认知 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了 圆节 坚守本心就是对的 看到思源节那一脸迷茫的样子 方一步由笑了起来 声音里蕴含了几分真气 将声线传入到了思源节的耳中 你我是恋武之人 切不可迷失本心 你认为是对的 错也是对 你认为是错的 那对也是错 只求本心无愧于天地 只求本心无愧 听到方一的话 思源节像是被醍醐灌顶一般 原本有些迷离的眼神 逐渐变得坚定了起来 看着狐狸智说道 老虎 你这么做 自觉本心无愧 那就是对的 我说你是奸商 是我不对 我要向你道歉 道什么歉啊 什么错错对对 我都被你们绕迷糊了 看着思源节 一本正经的严肃模样 狐狸智反倒是晕了 他不知道 刚才方一的那一番话 就像是拨开了 思源节心底的迷雾一般 让思源节的心性修为 精进了不少 对了 你们今儿过来 是要干什么呀 狐狸智不想再纠缠之前的话题了 当下说道 你们的古安店不开门了吗 怎么都跑到我这里来了 嘿 古安市场都快成精灵人 踏穿的地方了 根本就没生意 曼君指了脂肪一说道 他说要过来看看你的宠物店 顺便喊狐哥你一起出去吃饭 等会儿吃完饭 我们还要去机场接人 吃饭 成 今儿我抢 听到方一等人的来意 狐狸智一拍屁股站起身来 口中嚷嚷道 我前几天找到一家川菜馆 口味很不错 中午咱们就去那里吃了 虎哥 饭我来请 要不您拿瓶酒吧 几十万美金一瓶的就算了 咱们喝八二年的拉菲就成 我光是听人说了 还真不知道那是啥味道 曼君舔着脸用胳膊肘捅了捅狐狸志 也不知道 狐狸智在年前的时候通过什么渠道 从国外搞来了一批洋酒和葡萄酒 过年那天被在国外生活了多年的孙超给认了出来 满君也由此知道 狐狸智的那批藏酒里 最贵的一瓶竟然高达二十万美金 吃火锅喝八二年的拉菲 亏你能想出来 狐狸智像看外星人一般 瞪着满君看了半场 点了点头说道 成 你想品品味 那咱们中午就喝拉菲 不过该吃牛排吧 街口的那家稀冷牛排还算正宗 咱们就去那里吃 成 不就是三百八一位吗 为了八二年的拉菲 这顿我请了 满君一拍大腿说道 狐狸 您去拿酒 我去那牛排店占位置 听说那里还要预定的 满君是好酒之人 想着如此美酒 要是不喊着胖子和三炮 未免有些不够意思 当下出了店门之后 又给三炮和胖子打了电话 听到有好酒 正陪着女朋友逛街的哥俩 立马就直奔了牛排店 到的居然比方一他们还要早 满哥 有什么喜事 请兄弟们到这里来吃饭啊 当满君等人 坐到了三炮定下的一个隔间之后 胖子迫不及待地问道 满哥 是大嫂子又有喜了 还是您给我们找了个小嫂子呀 值得您今儿大出血请我们吃饭 一边去 你这狗嘴就吐不出象牙来 听到胖子的话 满君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他恨不得抽上自己两耳光 你说没事把胖子这贫嘴的家伙 给喊来干什么呀 双双 我跟你说道说道 上次和胖子去京城的事情啊 虽然管不住胖子的那张嘴 但当着梦双双的面 只要是个人就能拿捏住胖子的短板 满君这话刚一出口 胖子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玩笑 刚才那纯属是开玩笑 谁不知道我们满哥是出了名的顾家好男人 胖子变脸简直比翻书还要快 孟双双也习惯了他那张口无遮掩的嘴 只是小手暗地里摸在了胖子腰间的软肉上 一时间胖子的那张脸顿时变得异常生动了起来 虎哥 这边 在这边了 满君坐的地方正好能看到牛排店的大门 当他看到狐狸智拎着个箱子走进来之后 连忙起身对狐狸智招起了手 哎呦 小胖子和三胖也来了呀 都是熟悉的人 狐狸智和三胖胖子打了个招呼 开口说道 幸亏我拿了两瓶 要不然今儿还真不够 小满 你点牛排了没有 让服务员拿个醒酒器来 这酒我给冰上了 需要再醒一会儿 狐狸智打开了箱子 让满君看了一眼 那箱子里除了两瓶酒之外 赫然是一箱子的冰块 顿时将那两瓶隐藏在冰块下面的红酒 衬托得很是高大上 就连旁边的服务员也是被狐狸智的做派给震住了 连忙回去把店里的经理给叫了出来 呃 这位先生 我能看看您的酒吗 餐厅经理年龄不大 只有三十出头的样子 来到方毅他们那一桌之后 开口说道 我在法国学习了三年酿酒 不过也就见过几次八二年的拉菲 没想到现在国内也有人喝如此高端的酒了 看吧 不过别动病 要不然会跑味的 狐狸智将箱子摊开在了桌子上 那两瓶酒的标签刚好都显露在了冰块的外面 餐厅经理连忙弯下腰 仔细地查看了起来 真正的八二年的拉菲古宝 这一瓶是八二年的拉菲珍宝 都是好酒啊 过了足足几分钟之后 那个餐厅经理才抬起了头 一脸迷醉地说道 这酒在法国都不多见了 没想到今日居然有幸在国内见到 这位先生 今儿你们的用餐全部打八折 算是我对各位的一点敬意 老板 你知道这酒值多少钱吗 一向以三俗为骄傲的胖子 还是没忍住问出了价格 当然 胖子最主要的是想知道 自己等会儿一口能喝下多少钱 这瓶拉菲珍宝是副牌 现在的市场价格 大约是六万五千元人民币左右 而这个正牌的拉菲古堡 曾经排出过九万一票 餐厅经理看到胖子 似乎不是很懂葡萄酒 说出价格的同时 也给他普及了一下拉菲的相关知识 拉菲古堡在国际上 通常被称之为大拉菲 拉菲珍宝则是被叫做小拉菲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于当年所产葡萄的质量 拉菲古堡的葡萄酒 均采自拉菲庄园最好的葡萄 进行酿制的 因为对品质的追求 与文化的传承 拉菲古堡的酿酒标准 是非常苛刻的 而有时候总会有一些 达不到制作正牌的要求的葡萄 这些葡萄就用来酿制副牌酒 在某些不好的年份里 由于葡萄质量稍差 拉菲庄园甚至不会酿制正牌酒 只酿造副牌酒 像某些年份就没有大拉菲 不过因为酿造拉菲的苛刻标准 使副牌拉菲珍宝也具有了与正牌相近的品质 所以82年产的拉菲珍宝 在国际上也是一瓶难求 价格只是比拉菲古堡稍微低了一点而已 乖乖拢个多 两瓶酒加起来差不多就16万 咱们八个人 等于每人喝掉两万块钱啊 但凡是涉及到和钱相关的算术 胖子总是能表现出 和其小学数学成绩 极不相符的水平来 说着话 已经是双眼冒光了 恨不得现在就打开那两瓶酒 先咕咚一口下去 第六百二十九集 胖子 你算错了 女人不喝酒 咱们是六个人 每人能喝两万六千多块钱 满军纠正了一下胖子的说法 谁说女人不喝酒呢 女人喝红酒能美容 胖子寸步不让地 维护着女朋友的权益 开什么玩笑 一口下去就好几千的红酒 就是喝醉了 也得灌进肚子里去才行啊 都有份 都有份 狐狸志在一旁打着圆场 不过看在方一眼中 狐狸志的笑容 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奸诈 给方一的感觉 像是偷到了鸡的狐狸一般 先生 需要我帮你们开酒吗 餐厅经理一直都站在旁边 等上了几道菜之后 开口说道 这酒起开之后 还需要醒一段时间的 不用了 开酒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乐趣 您忙您的 不用招呼我们了 狐狸志一口就拒绝了餐厅经理的建议 对方也很有涵养 看到狐狸志似乎不喜 他站在旁边 叫了另外一个服务员过来之后 就去到了别的桌子处 当餐厅经理走了之后 狐狸志用自带的一条厚厚的白毛巾 包住了酒瓶口 对桌上的众人说道 喝红酒温度很重要 尽量不要让体温接触到酒瓶 否则酒就会变味的 狐狸志开酒的动作很安熟 航子他们还在思考着那逼格很高的化石 两瓶酒就分别被启开了 倒入到两个醒酒器中后 狐狸志说道 拉斐古宝醒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拉斐珍宝要醒五十分钟 咱们正好交替了喝 在胖子和满军 近乎是抓耳挠腮的 等了半个小时后 狐狸志终于将酒 分别倒在个人面前的酒杯之中 很优雅地 用两根手指捏住了红酒杯 狐狸志先是在鼻端 轻轻地闻了一下 戳引了一小口之后 满脸陶醉地闭上了眼睛 不是一口闷掉吗 一桌人看着狐狸志的动作 均是有样学样 尤其是胖子和满军哥俩 连那陶醉的神色 都学了个八九不离十 好酒 果然是好酒 胖子陶醉完之后 马上加大赞赏起来 这比我喝过的五千多一瓶的红酒好多了 上次华哥拿了瓶五千多的红酒 就吹上了天 下次再去京城的时候 我一定要给华哥说说 什么才是好酒 嗯 好酒 不愧是八二年的拉菲啊 比我买的那些什么 华夏长城干红葡萄酒好喝多了 满军也是丝毫都不吝啬赞美之词 只是这哥俩都没发现 方毅在喝下一小口杯子的酒之后 那眉头却是皱了起来 来 好喝酒多喝一点 狐狸志笑着 给胖子和满军又倒上了一点酒 这哥俩是来者不拒 拿起杯子就灌进了嘴里 到了最后一瓶酒 差不多有半斤都进了这二人的肚子里 而方毅在喝了第一口之后 就借口下午还要开车接人 再也没碰过那个杯子 像是胖子和满军这类人 高雅是怎么都学不来的 就算已经控制了喝酒的速度 两瓶红酒在半个小时之内 也被喝得一滴都不剩了 往常八两白酒酒量的满军和胖子 每人喝了差不多半斤红酒之后 居然感觉都有点晕了 一哥 你拿个红线在那编什么呢 胖子晕乎乎的 看着早已吃饱喝足的方毅 手里拿着一团红线 在飞快地打着各种结 看得他眼前一阵眩晕 编个手串 方毅之前在古玩市场闲逛的时候 顺手买了一团编织中国结的红绳 这会儿他的手串差不多已经完工了 在打劫之前 方毅将一枚西王赏工的金币 穿入到了手串之中 方毅 你这是要送人 看到那枚西王赏工 满军的酒顿时就醒了大半 拿着千八百万的东西穿红绳 方毅这是想要送给谁佩戴啊 嗯 先穿好 回头送给初夏 方毅大大方方地说道 满哥 你可别多嘴啊 就是一普通的礼物而已 普通 他万一要是丢了怎么办啊 满军借着酒劲不满地说道 你要是不和白警官说明白 以后我就天天跟在他后面 万一丢了 我也能捡着啊 满哥 你要是别多嘴 我就告诉你个秘密 方毅忽然笑了起来 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 同样没怎么喝酒 只顾着吃牛排的狐狸痣 什么秘密 满军闻眼有些好奇 看了下手表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买单了 咱们去机场的路上再说吧 喊过服务员一对账单 满军发现 这一顿饭居然吃掉了五千多块钱 不过冲着那价值十多万的八二年拉飞 满老板还是很爽快地把单给买了 而且还把那两个和剩下的空瓶子 当成宝贝一般地带上了车 虎哥 您可真坏 谁也没发现 走出餐厅的时候 方毅在狐狸志的耳边低语了一句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啊 狐狸志翻了个白眼 把腿就走 口中说道 家里的仓鼠要爆窝了 我得赶紧回去看着点 哎 虎哥 一起去机场呗 对于满军独占了两个拉飞酒瓶的事情 胖子很是不满 让孟双双和苗倩倩继续去逛街之后 自己软磨硬泡的也跟上了车子 上车的时候 胖子喊了一声狐狸志 问他要不要一起去机场 可是没成想 狐狸志摆了摆手之后 一溜烟的就跑没了影 连招呼都没和方毅他们打一个 满军一脸疑惑地 看着快速消失在自己眼前的狐狸志 转过头 对方毅说道 老胡是不是心疼了呀 怎么跑得那么快 方毅强忍住脸上的笑容 开口说道 慢哥 你要是不告诉初夏 这希望赏功的来头 我就告诉你 狐狸为什么跑那么快 不说就不说嘛 你说说 老胡为什么跑啊 满军想了一下之后 答应了方毅的条件 其实只要方毅坚持 满军也是不会把 希望赏功的价值 告诉百初夏的 因为狐狸怕你打他 方毅实在是忍不住了 一边开车一边哈哈大笑了起来 到了方毅现在这种修为 他对于气味尤其敏感 但凡是闻过或者是接触过的味道 方毅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 今儿在喝了第一口酒之后 方毅就知道 他们所喝的酒 绝对是满军放在家里的 华夏长城干红葡萄酒 因为过年的时候 他曾经喝过一次 这才间隔了几天而已 那味道还萦绕在方毅舌尖唇边呢 胡立志 我 我要杀了你 片刻之后 方毅开的车子里 发出了一阵杀猪般的 凄惨喊叫声 方毅 这酒真是假的吗 一直到了机场 满军还在为这事纠结 由于于轩的航班 还有一个多小时才降落 他们几个干脆就等在了停车场的车里 满军翻来覆去的 摆弄着那两个红酒瓶子 恨不得拿个放大镜 去看那酒瓶上的法文 一官说是假的 那十有八九就是假的了 对于方毅的话 胖子一向都是身心不疑的 而且细想一下 刚才胡立志的神情做派 的确是显得有些鬼鬼祟祟 肯定是拿了假酒之后心虚导致的 不太可能吧 满军用力咬了下牙 开口说道 那餐厅的经理又不认识老胡 他不可能帮着老胡骗咱们的 这事说不过去啊 那个经理没骗你 因为这两个酒瓶子是真的 方毅文言笑了起来 胡立志这一手玩得很漂亮 别看他是在泰国长大的 但这做局的套路 却是和国内江湖上的 那些三教酒流们很相似 首先 胡立志用冰块 将两瓶酒给包了起来 就给人一种 很是高大上的感觉 其次 又让那餐厅经理 通过酒瓶露出来的标签 来鉴定酒的真假 精通法文 并且见过这种酒的餐厅经理 在没有品尝的味道之前 自然只能给出真品的结论 但是谁都没能想到 胡立志早就用上了 偷梁换柱的手段 酒瓶是真的 不过里面的酒却是假的 北民有声 第六百三十集 胖子和三炮是极少喝红酒的 这哥俩宁愿买两块钱一瓶的尖庄 或者是分金亭 也不愿意去喝几十块钱一瓶的红酒 所以给他们哥俩喝红酒 基本上是牛角牡丹 再好的红酒也都是一个味道 而在场的两位女士和思源杰 则是很少喝酒 别说八二年的拉菲了 你就是拿一瓶二八年的拉菲 他们怕是也喝不出什么味道 完全可以忽略不济 至于满君 虽然这两年附庸风雅的 喜欢买点红酒 倒进高脚杯里 装装样子 但他对于红酒的优劣 真是没有什么研究 再加上狐狸智一系列冰镇行酒的手段 也改变了一些那长城甘红的味道 所以满君也没能品尝出来 唯独方艺对于味道非常的敏感 在第一口酒喝进嘴里之后 马上就发现了这略带一丝清凉的红酒 味道和他过年时喝的长城甘红 几乎是一模一样 再看到狐狸智眼底深处 那细虐的笑容 方艺哪里还会不明白 奶奶的 老胡也推他娘的不讲究了 听到方艺的解释 满君差点没哭出来 喝着自己花了五千多 请了一顿大餐 最后喝的居然还是自己的酒 狐狸智这番套路 玩得实在是太深了 慢哥 我估计狐哥是和咱们开玩笑呢 看到满君一脸迥样 方艺忍不住笑道 等接到老师之后 咱们就去找胡大哥 你放心 如果他没醒好那八二年的拉菲 等着咱们 我就把他那些好酒 全给找出来分了 方艺心里很清楚 胡立志能和彭斌交朋友 那绝对不是小气的人 而且他还借住着满君的房子 更是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十有八九是认为自己这些人 品不出拉菲的味道 估计和他们开个玩笑的 好 他要是不给个交代 我就把他给赶出去 满君气呼呼地说道 诶 胡哥电话打来了 正说着话 方艺口袋里的电话响了 拿出来一看号码 方艺顿时乐乐 按下了接听键 嗯 嗯 好 满哥被你气坏了 电话里听着胡立志说了几句话之后 方艺笑着挂断了手机 对满君说道 胡哥说了 他那酒打开之后 要醒三到五个小时 才是最适合入口的 而且品红酒也是不需要菜的 否则会失去味蕾对味道的感应 等咱们接到老师 正好回去喝 这 这还差不多 听到方艺的话 满君的脸色才缓和了下来 我得给双双打个电话 奶奶的 一口好几千的红酒 一定得让双双喝上 听到是怎么回事之后 胖子忙不迭地掏出了手机 一边打电话 一边拉开了车门 走吧 咱们也去机场等着吧 满君招呼方艺下了车 却是看到胖子挂断了电话 冲着一个往停车场走来的女孩 吹了个口哨 还别说这牛身材真不错 大冷的天穿那么多衣服 还能显出身材来 胖子吹着口哨 回头对方艺和满君笑道 话说在手上有了几个钱之后 胖子的底气和恶趣味也变得多了起来 要是换成以前 那一穷二白抽着一块二一包香烟的胖子 见到美女 那眼睛只敢偷偷斜着瞄一下 哪里会像现在这样直勾勾地看着 身材确实很不错 穿的这款长毛衣也很有品味 先下车的满君 顺着胖子的眼神看了过去 也是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对面走过的那女孩虽然看不清楚脸 但毛衣搭配牛仔裤的穿着 却是将身材完美地勾勒了出来 那是 胖爷我什么时候看作过眼 胖子对着七八米外的女孩又是吹了个口哨 同时还摆出一副欠揍的表情 冲着对方抛了个媚眼 别这事 你以为现在没有流氓罪了是吧 方毅没好气地在胖子脑袋上拍了一下 哎 哥 他 他想咱们走过来了呀 胖子没顾得上方毅的巴掌 一脸猪哥样地说道 难道是胖爷我又变帅了 美女会主动搭讪我 你让让 我看看 听到胖子的话 方毅扒了开胖子的脑袋 刚才被胖子挡着 方毅看不到他所说的女孩 现在却是想见识一下 这女孩的一双眼睛 得有多深的近视 才能来主动搭讪胖子这样的角色 嗯 这 这不是 虽然迎面走来的那个身材高挑的女孩 戴着副墨镜 脸上还被半条围巾 给遮掩住了大半张脸 但方毅还是认了出来 美女 你好 就在方毅愣在那里的时候 胖子已经是厚着脸皮迎了上去 摆出了一个自以为最帅的姿势 向着对方伸出了手 胖子 越混越大胆了呀 让胖子没想到的是 对方没有和自己握手 而是拿下了他脸上的墨镜 我听说你不是找了女朋友吗 怎么还跑到机场来耍流氓啊 要不要我给机场派出所说一声 让你进去清醒清醒 嫂 嫂子 你 你怎么来了 当对方拿下墨镜之后 胖子终于是看清楚了女孩的相貌 而胖子那双一年到头都眯缝着的小眼睛 瞬间像是得了假亢一般的突出了眼眶 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百初夏 我去哪里还用向你汇报吗 百初夏美好气地瞪了一眼胖子 伸手把助力在自己面前 像是电线杆子一般的胖子 拨到了一边之后 走到方艺面前 眼中露出一丝喜色说道 方艺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的飞机到这里啊 虽然性格很独立 但百初夏也是一个十分期待爱情的年轻女孩 所以此刻见到方艺竟然在自己 没有通知她的情况下前来接机 百初夏心里不由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 我 我掐指一算 算出来的 怎么样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看到百初夏 方艺也是有些傻眼 不过她反应很快 笑着胡哭了一句 伸手就要去接百初夏手上的拉杆箱 当然很意外了 不过你有没有算出来 我是有人接机的呢 百初夏多聪慧的一女孩 看到方艺的表情 她心里顿时明白了 方艺在这里肯定不是来接自己的 没有 哪有 哪有人来接机 方艺装模作样地往四周看了看 话说来接机的人 肯定是要去接机口的 怎么会让客人自己走到停车场呢 这不 来了 百初夏笑着指了指方艺的身后 方艺回头看时 一辆挂着军牌的吉普车 飞快地驶了过来 在距离他们还有七八米的地方 踩住了刹车 初夏 不好意思 路上有得躲 来晚了 一个二十六七岁 长得虎背熊腰的年轻人 从车上跳了下来 当他看到百初夏 似乎是被三个男人围在中间的时候 脸上顿时显出一丝怒涩 几步就来到了胖子身前 肩膀一顶 将胖子顶出去了三四米远 那人这一顶的力道很大 要不是胖子从小也练过 说不定直接就趴在地上了 回过身来 胖子也顾不上这人认识百初夏了 直接就嚷嚷道 你走路不长哑 一边去 再啰嗦收拾你 那人看了一眼胖子 眼中也露出了几分意外的神色 他刚才情急之下 那一撞用上了三四分的力道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绝对不能还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 卫明成 来晚了还打人是吧 看到胖子要和来人起冲突 百初夏手中的拉杆箱交给了方艺说道 半年不见 你脾气还见长了 一见面就要打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初夏 你说他们是你朋友 听到百初夏的话 来人不由愣了一下 眼睛在胖子和满军身上扫过去之后 确实从方艺 拿着百初夏拉杆箱的那只手 转到了方艺的脸上 初夏 你在金灵什么时候交的这些朋友 军车上下来的卫明成 在听到百初夏的话后 虽然脸色缓和了几分 但对方艺等人的神色 还是很冷淡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转身对百初夏说道 我爸妈一路上 问了好几次倒没倒 咱们先回去吧 这 听到对方的话 百初夏明显地迟疑了一下 想了想之后 还是对方艺说道 方艺 我要先回去一趟 晚上吃过饭我去找你 你还在那边住吧 北民有声 第六百三十一集 嗯 晚上我们都在满哥房子那边 你直接去就行 方艺文言点了点头 自己本来就不是皆百初夏的 既然他那边已经约好了人 方艺就算想让百初夏和自己在一起 也是张不开这个嘴 方艺这边还没说什么 但是听到方艺和百初夏的对话 来接百初夏的魏明成 却是不乐意了 一脸审视地看着方艺 开口说道 初夏 他是谁啊 你晚上要是出去 我爸妈肯定不同意的 你爸妈是谁啊 方艺心中冒出了一丝疑问 不过他并没有问出来 而是歪头看向了百初夏 他相信 百初夏会给自己一个解释的 哎 魏明成 几天不见你沾脾气了呀 方艺还没说话 百初夏先是不答应了 拿开脸上的墨镜 一双大眼睛瞪着那个人 没好气地说道 我是来给外公祝寿的 又不是你魏明成看押的犯人 你管得着我去哪里吗 等会儿我回去 就向外公告状 初夏我我不是那意思 不过现在世道比较乱 你一个女孩子出去乱跑也不合适吧 百初夏这一瞪眼 原本气势十足的魏明成 却是一下子陪上了笑脸 他知道百初夏虽然不姓魏 但却是魏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 最为受宠的一个 他要是告上自个儿一状 恐怕自己这些天 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了 我去朋友家 怎么就要乱跑了 百初夏愈发地生气了 指着对方说道 魏明成 你上次穿着便装 去夜总会的事情 我可还没给大舅和舅妈说呢 我看你不想好了是吧 哎哟 姑奶奶 这事我给你解释过 咱们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 听到百初夏的话 魏明成顿时紧张了起来 连忙说道 初夏 你哥我上次真的是陪领导去应酬的 总共待了半个小时就回去了 你可不要乱说啊 说实话 在面对百初夏的时候 魏明成还真是一点底气都没有 且不说家里老爷子最偏心小表妹 就是自己也有把柄 被百初夏抓在了手上 魏明成是武警内卫系统的 和地方上的接触相对比较多 上次他们参谋长让魏明成陪着去应酬 去的其实是正规的KTV 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但偏偏被当时在金陵实习的百初夏给见到了 魏家数代人都是军队出身 家教十分严明 老爷子是严禁家中子弟出入这些场合的 要是被爷爷知道了这件事 说不定会一脚把他踹到哪个山沟沟里待上个几年 你们领导会去那种地方 你还是和外公去解释吧 百初夏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从小的时候这个表哥就不是自己的对手 刚才居然还想要拿捏自己 难不成真以为本姑娘变成淑女了吗 别啊 初夏 晚上你想出去就出去 我开车送你还不成吗 魏明成这会儿恨不得给自己个大嘴巴 明知道这个表妹很难缠 自己还想摆下当哥哥的威风 这不是上赶着找难受吗 不 我改变主意了 百初夏看了一眼方艺 开口说道 方艺 他是我舅舅家的表哥 叫魏明成 是市武警支队的一个小参谋 整天不务正业 你不用理他 跟他来往多了学不到好 诶 初夏 有这么说你哥的吗 听到表妹对自己的评价 魏明成一脸苦笑地说道 你表哥 我好歹也是省总队大比武的第一名 要不是你舅妈不愿意啊 我会在支队里面混日子 早去别的部队了 得了吧 你那三脚猫的功夫连我都不如 去别的地方也是丢人 百初夏撇了撇嘴 不过这种常人表现不懈的举动 放在她的身上 却是显得很调皮 我 我不和你说了 说吧 你的条件是什么 魏明成自知斗嘴 斗不过自己表妹 当下说道 咱们先说好 这几天支队的靶场在整修 你别想去过枪演 话说你一个女孩子 整天五枪弄棒的干什么呀 魏明成也想不明白 在上高中的时候 还文文静静地表妹 上了警官学校之后 性格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每次来金岭 总是要让自己带着他去打靶 说是在学校里 实弹射击的机会太少 玩得很不过瘾 谁五枪弄棒了 练习射击 也是为了提高我的业务水平啊 谁像你整天不思进去 百初夏偷看了一眼方一说道 魏明成 你回去和舅舅舅妈说 我去朋友家吃饭了 晚一点再回去 什么 他们可是等着你晚上一起吃饭呢 听到百初夏的话 魏明成的眼睛一下子就瞪圆了 连连摇头道 我可没那么大的面子 如果接不到你回去 我自个儿也就别回去了 我说就我说 百初夏说着话 掏出了手机 一边拨着号码 一边说道 不过我要是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 哥 你可别怪我啊 哎 还是我打吧 魏明成一把抢过百初夏手里的电话 愁眉苦脸地说道 你去朋友家吃饭也行 但是我要跟着一起去 不然我回去实在是没法交代啊 那得看主人欢不欢迎你了 百初夏笑着看了一眼方一 说实话 下了飞机就看到了方艺 百初夏此时的心情非常的好 不过魏明成对方艺无礼的样子 确实让百初夏心里不是很高兴 我说兄弟 刚才是我不对 您大人有大量 晚上让我去蹭顿饭怎么样啊 魏明成知道表妹的心思 不过她心里对方艺 也是愈发好奇了起来 从小和表妹一起长大 魏明成自然知道 百初夏是什么性子 还从来没见过 她会如此在乎一个男人的感受 我那饭局很贵的 方艺看了眼魏明成 和她开了个玩笑 对于百初夏的这个表哥 方艺并不反感 如果方艺有表妹的话 换成是她表妹在和男孩子接触 方艺也是要审视一下的 贵 能有多贵 我说兄弟 哥哥我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要不这样 晚上的饭局我来买单怎么样 对于方艺的话 魏明成很是不屑一顾 他虽然编制在军队里 但家里也有人做生意 他魏明成从小到大 就没为钱发过仇 当然 这和魏明成十五六岁就进了部队 也没机会花钱有很大的关系 怎么能让魏哥您破费呢 方艺连连摆着手 客气什么 就这么定了 晚上我来买单 魏明成也想看看 方艺究竟是个什么人 打定了主意 是要跟着了 那都不好 方艺迟疑了一下 说道 要不这样吧 魏哥 菜什么的就算了 到时候就算您的怎么样 坏 这小子坏透了 方艺这句话刚一出口 旁边的满君和胖子 脸上就露出了一种很古怪的神色 因为按照胡立志的说法 喝红酒是不需要菜的 方艺让魏明成买单酒钱 实际上就等于是他请客了 满君和胖子中午刚 见识了胡立志的套路 没成想 下午方艺 却是又给人下了个套 不过这事和他们没关系 满君和胖子乐得在旁边看热闹 哥 你小心钱不够 百初夏看了一眼方艺 好心地提醒了一下自己的表哥 不管怎么说 方艺可是自己的男朋友 以后总是要跟着自己去救救家的 也不合适 现在就把表哥给得罪死了 开什么玩笑 几瓶酒钱 你哥我还是掏得起的 要是不够 我车上还有两箱子茅台呢 魏明成可不了解面前的这几个人 而且看他们的穿着 也不像是多么有钱的人 当下拍着胸脯 大包大揽了下来 行 那咱们先去接个人 然后一起回去 方艺笑着答应了下来 对百初夏说道 走吧 今儿于老师过来 你们也都认识 正好给老师拜个年 哎呀 我过年的时候 忘了给于老师打电话了 听到方艺的话 百初夏忍不住吐了下小舌头 说起来 最早认识于轩的人还是他呢 后来拍卖行结束之后 方艺才和于轩结识的 北民有声 第六百三十二集 没事 老师不是小气的人 方艺笑着从口袋里 掏出了他刚才用红绳编织出来的手链 递给了百初夏说道 今年是你本命年吧 把这东西戴在手腕上 这绳子不吊色的 记住了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摘下来 好漂亮啊 这上面怎么还有个浅壁呢 看着那红绳手链 摆出下脸上 露出了喜爱的神色 方艺的手艺很是不错 将那枚西王赏宫 编制在了手链的中间 给原本单调的红绳手链 平添了一丝文化色彩 我在古玩市场逃弄到的 看着好看就给你编在里面了 方艺随口答了一句 没有把西王赏宫的来历告诉百初夏 奶奶的 这小子是什么来头啊 跟在方艺和百初夏的身后 听着二人旁若无人的对话 魏明成这会儿 已然是目瞪口呆了 他虽然一直都没正儿八经地谈过恋爱 但也能看出百初夏和方艺 恐怕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了 我说哥们儿 你你那朋友和我表妹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 魏明成脚下放慢了几步 和胖子走了个并肩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内贡的小熊猫 抽出一根递了过去 哎哟 小熊猫啊 这烟外面可买不到 胖子盯着魏明成手上的香烟 扎巴了下嘴 说道 我说魏哥 你从哪儿买的这烟 能不能给兄弟我带两条 钱绝对不是问题 还别说 胖子真认识这烟 上次将军在招待方艺的时候 拿的就是这种小熊猫 胖子也跟着蹭过几根 虽然未必有多好抽 但那长长的过滤嘴 却是显得逼格十足 两条 我连两包都买不到 魏明成美好气地瞪了胖子一眼 这烟是他偷老爷子的特供烟 平时只敢从一条里面顺上个一两包 打死他也不敢一条全都给拿走 汪语和白警官的关系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胖子斜着眼睛 看了看魏明成说道 你既然那么关心白警官 就直接问他好了 我觉得白警官肯定会告诉你 告诉我 他不踹我一脚就是好的 魏明成一脸无语地看着胖子 将手中的那包烟 往他口袋里一塞 恶狠狠地说道 两条没有 还有两包 你小子说不说 两包也行 胖子闻眼眼睛一亮 转头对满君说道 满哥 见者有份 咱们一人一包啊 回头到市场里也能吹吹牛逼 撒 一人一包 满君中午刚被狐狸志给套路了一把 眼下也算是着不点损失了 哎 魏哥 您别急啊 我这就说 看到魏明成要发急 胖子连忙指了指走在前面的两人说道 你现在看到的关系就是他们的关系了 我告诉你 白警官以后肯定是我嫂子 咱们也不算是外人了 你小子放屁 魏明成差点没被胖子给气出心脏病来 什么跟什么呀 他们魏家和百家的天骄之女 怎么可能就嫁给这么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子 要不是有把柄落在百厨下手上 魏明成恨不得 现在就冲过去 把方毅暴打一顿 然后来个棒打鸳鸯 魏哥 你怎么骂人呢 听到魏明成的话 胖子顿时不乐意了 这事又不是我说了算的 他们两个狼有情妾有义 还刚好是狼才女貌 这不是天作之和吗 屁的天作之和 小胖子 我警告你啊 别乱说话啊 魏明成被胖子这一连串的成语给气乐了 压低了几分声音说道 初夏和你们不是一路人 他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你要是懂事 回头就劝劝你朋友 别痴心妄想了 魏明成虽然常年待在部队里 但毕竟家庭出身摆在那里 但是每年逢年过节时 所见过的高官聚谷 就是很多老百姓一辈子都没见过的 以他的眼力 自然能看出来方毅等人都是些普通人 而以魏明成对他们这些家庭的了解 子女找对象结婚 往往都会找个门当户对的 他之前被介绍了好几个女朋友 都是和他们家庭差不多的官员子女 他们的婚姻 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所无法左右的 魏哥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 听到魏明成的话 胖子顿时皱起了眉头 如果换在半年之前 遇到魏明成这种身份和出身的人 胖子保准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但现如今他也是个小老板了 对那些所谓的什么官员子弟 也没有了太多的畏惧感 魏哥 不是我胖子吹牛 一哥配白警官 那是绰绰有余 你们不就是当官家庭出身的吗 告诉你 一哥也不差 二十多岁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 全国你给我找出第二个来 在胖子心里 自个儿不算什么 被人看扁了 或者臭上几句没关系 但要是说到方译 胖子却是忍不下去的 别说胖子了 就连一边的满军 都差一点忍不住开了口 他是亿万富翁 魏明成还真是被胖子的话给吓了一跳 他倒不是被亿万富翁的名头给吓住的 而是被白手起家四个字给惊着了 出身在他们那个家庭 魏明成自然知道白手起家 这四个字所代表的意义 魏明成交际圈子里的人 和他的出身都差不多 这些人有的从政 有的从军 还有一些人 则是受不了家族的约束 去经商了 但不管是从政从军还是经商 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背靠着家族的蒙音 才能在不同的行业里混得风生水起 就魏明成自己所知道的 现如今那些生意做得很大的人 要不然是经商多年的大商家 要不然就是来自海外的财团 而那些快速崛起的年轻人 肯定都和其身后的背景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没关系没背景的人 是不可能混出头的 你们是做互联网的 魏明成开口向胖子问道 他最近听说互联网挺火的 好像缔造了一批年轻的富翁 只是具体情况 魏明成并不是很了解 不是 我们就是开了个古玩店 小生意而已 胖子这话说的颇有几分矜持 话说他们的古玩店 现在在金岭 也算是占得一席之地了 倒卖古玩的 听到胖子的话 魏明成立马在心里 对方艺打了个叉 由于他们家老爷子 非常喜欢收藏古董 所以魏明成对这个行业 倒是也有一些了解 在去年的时候 魏明成为了给爷爷祝寿 专门找了家古玩店 想逃弄个好的艳态 过了没俩星期 那古玩店的老板 让魏明成去看货 说是找到了一方明朝的古艳 魏明成年龄虽然不是很大 但做事却很稳健 接到电话之后 他不是自个前往的 而是通过关系 找了为在金陵很有名气的鉴定专家 一起过去的 现场一鉴定 那方所谓的名艳 却是现代仿制的 这个鉴定结果一出来 魏明成自然不会再买了 但那商家却是当着魏明成的面 哭天抹泪起来 魏明成一问 感情这商家入手的这艳态 算是打了眼 整整花了二十万买到的 这方价值只有两三千的假艳 从那时起 魏明成才知道 古玩行也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行业 你今天可能捡了个大楼 赚到了钱 但明儿可能被人忽悠打了眼 一下子又全损失出去了 所以在知道方毅他们从事的行业之后 魏明成对方毅那亿万富翁的身份 也变得不以为然起来 不过魏明成也知道 他的话在自己这表妹面前 真是没有多大的影响力 为了不自讨没趣 魏明成当下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在心里琢磨着 回头要把这事告诉谁 才能好好地劝导一下百厨下 初夏你到金陵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走在前面的方毅可没工夫去关心 后面那准表哥的内心纠结 他有些奇怪的是 前天在和百厨下通电话的时候 还没听他说起要来金陵的 我说了呀 是你自己没想到的 百厨下笑着回了一句 开口说道 后天是我外公的八十八大寿 我爸和我妈昨天跟着一个代表团出国访问去了 只能让我过来做代表了 北民有声 第六百三十三集 按理说 老爷子的大寿 百厨下的长辈是一定要到的 但出国这件事 也是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安排好的 级别之高根本就不容颓却 所以就只能让百厨下代表他爸妈过来了 要不要我作为你的男朋友 出席一下你外公的寿宴啊 方毅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只要你敢去 我有什么不敢的 百厨下皎洁地看了一眼 方毅说道 去不去的先不说 我外公过寿 你总得表达一点心意吧 我告诉你 我可还没有准备好礼物呢 不是吧 后天就过寿了 你到现在还没有准备礼物啊 方毅文言很夸张地看向了百厨下说道 你这个外孙女对外公也推不上心了吧 这么重要的事情 居然两手空空的就跑来了 什么两手空空 我爸妈准备了礼物 只是我自己还没准备而已 百厨下沉怒地 用手捶打了一下方毅的肩膀 却是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动作 看得跟在身后的大表哥 眼皮子一阵猛跳 行了 老爷子喜欢什么 这礼物就当是我孝敬的了 方毅笑着抓住了百厨下的小手 浑然不知在他身后 有道目光简直都能杀人了 我爷爷懂的东西很多 字画陶瓷金石玉器都很精通 你可不能拿些艳品来忽悠我啊 百厨下抽了一下手 没有抽出来 也就任凭方毅握着了 这也不是他们两个第一次牵手 曼哥 你说他们这坚情发展到哪一步了呀 跟在后面的胖子 简直就是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别人好端端的恋爱关系 到了他嘴里就变了味道了 死胖子 再敢乱说话 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满军还没答话 魏明成顿时急了眼了 一把揪住了胖子的衣领 他不敢去找表妹的麻烦 却是将憋了半天的火气 都发到了胖子的身上 魏明成 你在闹什么 听到身后传来的鼓噪声 正和方毅轻声说着话的摆出下 眉头轻醋 只是当他回过头的时候 却是看到表哥正搂着胖子 一脸阳光灿烂的模样 没事 我们哥俩亲热亲热 魏明成别住胖子右臂的左手 稍微一使劲 胖子顿时叫了起来 对 魏哥在和我亲热呢 不过我说哥 咱们能不能轻点啊 这么大的人了 还那么不稳重 怪不得爷爷老是炫你呢 百初夏没再搭理表哥 转过头对方一说道 方爷 既然礼物是你出的 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参加外公的寿宴吧 反正以后也是要见的 不行 方爷还没答话 后面的魏明成就喊出了声 开口说道 初夏 爷爷的寿宴可是从来都不请外人的呀 你不怕爷爷到时候生气吗 魏家的家风很严 不管是长辈还是小辈们过生日 都是一家子人凑在一起吃顿饭 从来都不接受外人的败寿和贺礼 如果谁有工作要忙 那老爷子一准会要求以工作为先 所以这次百初夏父母出国访问 也是老爷子知道后一礼要求的 要是他们为了贺寿耽误了工作 那就算是人去了 也会被训斥一顿的 魏明成 我男朋友算是外人 百初夏原本就是性格爽朗的女孩 也没有打算隐瞒和方艺之间的关系 当下就大大方方地说了出来 那 男朋友 这 这小子真是你男朋友 本来只是自个儿在心里猜测 现在听到百初夏亲口说了出来 魏明成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魏白两家的小公主找了男朋友 他们家里人居然没有一个知道的 什么小子 他叫方艺 百初夏不满地看了魏明成一眼说道 你说话注意点 我男朋友很厉害的 小心他修理你啊 他 他修理我 魏明成被表妹的话给刺激了一下 松开搂着胖子的右手 绣了下自己的二头肌 眼睛瞄着方艺说道 我的胳膊都比他的大腿错 哇 我说要不咱们比划比划 魏明成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 七八岁的时候 家里就请了老师教他练武 十四五岁更是把他送到了部队里去锻炼 现在二十七八岁的魏明成 已经练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武术了 是全国武警系统三打比赛的冠军 也是省总队综合素质大比武的第一名 在同辈人里 魏明成还真没碰到过对手 尤其是走在前面的方艺 身材虽然很匀称 但却是稍显瘦弱了一点 在魏明成看起来 纯粹就是一个奶油小生 靠着脸蛋和花言巧语片上的表妹 他还真想借着鄙视的机会 好好地教训一下方艺 不用比划了 自然是魏格厉害 方艺翘了翘大拇指 根本就不接这茬 他能看得出来 魏明成身上有功夫 而且还是内外兼修 只不过魏明成 动不动就一副火冒三丈的样子 而且激动时内息也有些紊乱 那一身功夫 比之大哥彭斌都相差甚远 小子 看不起我是吧 是男人的 咱们就比划比划 魏明成用话激着方艺 不过他哪里知道 方艺最厉害的地方 并非是他的功夫 而是心境上的修为 就凭魏明成 这浅显的激将法 方艺怕是连眼皮子 都不会抬一个 魏格说的是 可是我真打不过您啊 方艺文言苦着脸 一副认输求饶的样子 却是让魏明成 心里憋得难受 好像一拳 打在了棉花上一般 魏明成 你有完没完 看到表哥那步步紧逼的样子 百初夏不乐意了 在场的人恐怕除了没见过方艺出手的满军之外 胖子和百初夏都知道这是方艺在让着魏明成呢 可偏偏当事人还不领情 哎 表妹啊 我这不是在教你男朋友如何才能更像个男人吗 魏明成一脸无辜的看着方艺说道 我们家都是部队出来的大老错 我爷爷最喜欢的就是有男子汉气概的人 你要不练两手 去了肯定会被老爷子给看扁的 说不定就拿着拐杖揍你一顿 我看外公是揍你一顿才对 百初夏美好气的瞪了表哥一眼 拉着方艺说道 你别理他 从小就知道和别人打架 一项不学好 你可别学他啊 初夏 我可是你亲表哥呀 听到百初夏的话 魏明成顿时有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 都说女生向外 可是这认识没几天的男朋友 居然就比自个儿重要了 魏明成真是觉得 以前白疼这个小表妹了 老爷子能拿拐杖打人 说明身体很不错 这是好事啊 方艺文言笑了笑 开口说道 老爷子喜欢什么样的古啊 回头你和我一起去挑吧 如果是字画类的 那就要抓紧表胡了 有正板桥的字画吗 爷爷最喜欢他的字画 说他的作品里透着一股子风骨 听到方艺的话 百初夏眼睛不由亮了起来 之前他爸妈 就想找一副正板桥的字画 给外公祝寿 可接连找了几副经过鉴定都是赢品 后来不得已才找了副近代著名画家的作品 正板桥的 要字还是要画 还别说 百初夏要找正板桥的字画 找方艺算是找对了人 因为就在前几天的时候 方艺还在和老师一起修复正板桥的作品呢 从彭斌那里买到的那批古玩里面 就有五件正板桥的字画 小子 别拿艳品来忽悠人啊 我爷爷可是鉴定字画的专家 你要是拿艳品去助寿 小心我爷爷揍你 听到方艺那大包大揽的话 魏明成对他的印象更差了 忍不住在旁边风言风语了起来 再废话 我先揍你 百初夏冲着表哥挥舞了下小拳头 魏家小公主是有特权的 和他在一起 魏明成是只能挨揍不能还手 不过回过头 百初夏也是有些担心地对方艺说道 方艺 你那字画是真的吗 我爷爷鉴定书画是很厉害的 放心吧 你也不想想 我是去接的谁 家里的那位老师又是谁啊 方艺文言哈哈一笑 孙连达可是国内字画类 鉴别太斗级的人物 经他亲自鉴定和修复的字画 要是假的 那才是天大的笑话呢 也是 想到孙连达和于轩两人 百初夏顿时放心了 北民有声 第六百三十四集 要知道 前几年百初夏外公购买字画的时候 有一个拿不准的地方 就托人找到了孙连达 不过孙连达的脾气很古怪 他就算知道外公的身份 也不愿意上门鉴定 最后还是家里人 带着字画去京城 找到孙连达做的鉴定 两人说着话 时间过得飞快 在机场出口处 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 于轩的身影 从炸机里面走了出来 看到老师 方艺连忙迎了上去 帮老师拿过手中的箱子 一个 我来吧 方艺手上原本有个百初夏的箱子 眼下再拿了于轩的 两只手可就都领满了 胖子很有眼色地 抢过于轩的箱子 然后伸出了一只手 嬉皮笑脸地说道 于老 胖子给您拜年了 拜年不是得磕头吗 于轩笑着看向了胖子 他行走江湖多年 哪里会被胖子 用话给挤兑住啊 于老 你说可几个吧 胖子死不要脸的 就要弯膝盖 上飞机前打出租车 找了一把的钢蹦 我叔叔有几个 于轩装模作样地 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把硬币 一脸笑意地说道 一个钢蹦磕一个 我这儿总有十几个吧 听到于轩的话 胖子刚弯下去的膝盖 立马挺得笔直 一脸嫌弃地说道 老爷子 您可真扣门啊 合着我这磕一个头就值一块钱啊 还有五毛的呢 于轩根本不为所动 得 两位 咱们别在这儿逗乐了 还是先回去吧 听着两人逗了会儿嘴 方毅对老师说道 老师 初夏今儿正好也来了 咱们晚上一起吃饭吧 孙老师也会过去 哎哟 这大过年的都在一起了 你们俩什么时候办酒啊 于轩是个老来风的性子 和方毅开起玩笑来 经常是没大没小的 而且他本来也认识 百初夏 说起话来就更没有什么顾忌了 听到于轩的话 方毅和百初夏 倒是没有什么反应 不过旁边的魏明成 可是受不了了 当下鼻孔朝天的 冷哼了一句 没好气地说道 这么大年纪 连个话都不会说 这位是谁啊 于轩皱了下眉头 眼睛看向了方毅 于老师 对不起 他是我表哥魏明成 他不懂事 您别和他一般见识 百初夏一边说着话 一边在底下出了脚 狠狠地在表哥小腿上 踢了一剂 魏明成 魏家西的儿子 于轩看了一眼魏明成 淡淡地说道 我和老魏有几年不见了 回头倒是要和他好好唠唠 你认识我爸 听到于轩的话 原本仰着头 一脸欠揍模样的魏明成 顿时傻了眼 和现在已经打不动人的爷爷不同 他老子虽然也五十好几的人了 但身体却是壮实得很 就算魏明成皮操肉厚 也是经不住老爹的棍棒加法 认识你爸 哼 这会儿鼻孔朝天的人 换成于轩了 冷哼了一声之后 开口说道 我倒是要问问魏大炮 怎么生出个鼻孔朝天的儿子啊 魏 魏大炮 听到这个只有和父亲 非常安淑的朋友才知道的绰号 魏明成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他可是很了解自家老子的秉性 如果真听到自己对着他的老朋友 鼻孔朝天的话 恐怕会把爷爷当年用的日本刀 拿出来追杀他的 你知道你爹这魏大炮的外号 是怎么来的吗 于轩没好气地看了一眼魏明成 其实在魏明成小的时候 于轩是见过他的 只是于轩没想到 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 很可爱的魏明成 长大了 却是个四六不通的壮汉 不 不知道 于 于说 我爹那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呀 魏明成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长这么大 怕的人不多 像是百初夏这样的亲人 他只是因为疼爱 让着罢了 但对于自己老爹 魏明成 真是从骨子里害怕 那老头打起人来 真的会下死手的 不知道就算了 我还就不告诉你了 见到提起了魏明成的好奇心 于轩哈哈一笑 像个小孩子一样的和魏明成 斗起气来 一句话憋得魏明成 满脸通红 却是又不敢追问下去 于老师 我老舅那外号是怎么来的呀 您就说说呗 于轩的话 可不是只引起了魏明成的好奇心 就连百初夏都好奇得很 因为他小的时候 曾经在舅舅家住过一段时间 也是知道魏大炮这个绰号的 怎么来的 我起的呀 于轩撇了撇嘴 看到已经走到了停车场 当下又闭上了嘴巴 开口说道 坐了半天的飞机 我连口水都没喝上呢 哪有功夫给你们讲这些 沉枝骂烂骨子的事情啊 于轩 有水有水 听到于轩的话后 魏明成几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跑到了自己的车边上 直接从后备箱 就扛下了一箱子水 手脚麻利地拧开一瓶 一脸颤笑地送到了于轩的面前 我说你这么大个子 笑得怎么那么个影人呀 于轩不爱看魏明成的笑脸 开口说道 走吧 上车 我再给你们说这事 方议 你答应我的东西 可还没拿出来呢 其实于轩早就惦记着 那几枚希望赏工钱了 只不过他为人看似大大咧咧的 但做事却是非常稳重 当着满军胖子 还有魏明成的面 于轩连一个钳子都没吐出口 从机场到停车场的路上 只适合魏明成在斗乐子了 方议的眼睛 在魏明成身上瞄了一下 开口说道 老师 东西在家呢 这里实在是不方便看 咱们回家再说吧 这魏家老得不讨人喜欢 小的也是那么讨厌 方议的这一眼 让于轩以为 方议是在避讳他呢 当下摆了摆手说道 小子 你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 别跟着我们了 大不了我不向你老子告状好了 别呀于轩 你老来金灵了 我怎么也得陪着呀 别看魏明成长得四肢发达 那脑袋瓜也不是一般的灵活 当下抢过胖子手里的行李箱 王满军开的商务车里面一塞 然后紧接着又把自己 那魁梧的身材给塞了进去 说什么都不愿意出来了 至于魏明成开来的那辆车 他直接就扔在了机场停车场里 回头只要打个电话 自然有人开走 也不用魏明成去操心 无赖小子 于轩倒是也不急在这一会儿 笑骂了一句之后也上了车 于老师 您还没说我老舅的事情呢 快点给我们说说吧 车子还没驶出停车场 百出下就好奇地问了出来 而坐在最后一排的魏明成 也立马支愣起了耳朵 这事说起来 距离现在差不多有三四十年了 听到百出下的话 于轩却是有些失神 数十年发生的事情 看似很遥远 但当年的那些场景 又似乎都在眼前一般 哎 当人喜欢回忆的时候 通常都是老了 过了半晌之后 于轩自嘲地笑了笑说道 这话我只在车里说一遍 下车我就不承认了 魏家小子 你要是在你爹面前提 挨揍的肯定是你 于车 我保证不说 说了那不是找揍吗 魏明成连连拍着胸脯 保证起来 嗯 当年我和你爸 都是下乡的知青 不过我们不是一个村子的 每个老人 都是从青年时代走过来的 提起当年的往事 于轩的眼睛 似乎都在放光 原来在当年伟大领袖号召 年轻人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 魏明成的父亲也是其中的一员 好巧不巧的是 刚好分在了和于轩他们相邻的一个村子里 两个村子是紧挨在一起的 异木地将其分成了两边 驻扎在村里的知青都是些年轻人 来往自然很多 不过脾性却未必都是乡头的 于轩他们在上山下乡之前 都是远离政治中心的人 说实话 对于伟大领袖的这个决定 并不是很理解 虽然嘴上不敢说什么 但心里偶尔还是会犯些嘀咕 在学习语录的时候也就不是那么积极了 但魏明成的父亲魏加西不同 他的家庭出身注定知道的事情 要比于轩他们多 而且被洗脑的也更加彻底 在下乡之前 魏加西就是个狂热的红卫兵 甚至还带人准备去批斗金陵军区的 那位许大将军 第六百三十五集 不过魏加的暴躁脾气 都是一脉传承下来的 他老爹在知道儿子 打算去批斗自己的老手掌时 把他拉回家就是一顿暴揍 然后一脚踹到了 离家千里之外的农村当知青去了 有了当红卫兵的经历 魏加西形势自然也有些与众不同 说起话来那是引经据典 三句不离领袖语录 时间长了 听得很不耐烦的于轩 于是给他起了个魏大炮的绰号 当时听到这个绰号的时候 魏加西还挺高兴的 因为他将其理解为 是向一切反动派开炮的意思 所以在下乡的那几年里 一直都把于轩当成至交好友 直到参军到了部队 还在给于轩写信 但是魏加西不知道的是 除了他之外 当时两个村子里的知青 都知道于轩嘴里 那魏大炮 其实说的是魏加西胡言乱语 满口放炮 也就魏加西自己不知道 不过于轩和魏加西处得久了 也知道这是个性情中人 后来再叫魏大炮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那层意思 但最初的含义 别人早就知道了 于轩也没再去和其他人解释 相隔十多年之后 一些和魏加西从一个地方出来的知青 也都返回了金岭 在一起知青聚会的时候 有个人嘴快 不小心说出了魏大炮 那绰号的真正意思 听到自己那绰号的真结 一直到了部队 都还在用这个外号的魏加西 差点没气歪了鼻子 当下找了电话 就给于轩打了过去 在电话里 把于轩给狠狠地骂了一顿 于轩自知李亏 为此还专门跑了一趟金岭 给魏加西赔礼道歉 也就是那次见到的只有几岁 还不怎么记事的魏明成 经过了那么多年 魏加西也知道 自己当年说话 是有点满口放炮 于是当面 把于轩臭骂了一顿之后 哥俩喝了顿酒 回忆了下往事 又是和好如初了 不过魏加西 其后的二十多年 一直都在部队发展 而于轩则是成为了 古玩杂项领域的专家 两人的生活和工作 几乎没有任何的交集 往往几年都通不到一个电话 是以魏明成 也不知道父亲 有过这么一个老朋友 去年的时候 摆出下来金岭 缠着舅舅 让他给自己介绍一个 古玩鉴定方面的专家 并不是在金岭军区任职的魏加西 就给于轩打了个电话 这么多年都觉得 自己亏欠了魏加西的于轩 也就是如此 才来到了金岭 并且认识的方毅 嘿 原来我爸还有这段黑历史啊 听到于轩讲述的这段往事 魏明成是一脸的兴奋 他没想到 一向最为注重实干 而不愿意空谈的父亲 当年居然是个满口放炮的狂热分子 您要是胆子够大 可以问问你爸去 于轩不怀好意地 给魏明成提了个建议 我胆子小得很 于轩 这事您就当我不知道啊 魏明成缩了缩脖子 随着父亲日益位高权重 他都有十多年 没听过魏大炮这个称呼了 魏明成才不敢去处内眉头呢 于轩 您说方毅是您的学生 弄明白自家老爹和于轩的关系之后 魏明成再看向方毅 倒是没有那么不顺眼了 毕竟有这么一层渊源在 方毅和表妹在一起 还是有那么一点希望的 怎么着 你觉得方毅和初夏不般配 于轩回过头 斜着眼睛看了一眼魏明成 嘴里冷哼了一句 说道 小子我告诉你 方毅配得上任何女孩 初夏和他在一起 那是初夏这孩子的福分 别以为和你们家结了亲戚 就是盘高知了 对于方毅 于轩算是非常了解的 方毅虽然是个孤儿 但为人聪颖好学 年纪轻轻 就有着转客玉雕行当的大师级手艺 于轩更是亲眼看着他 白手起家 赚得了一碗身家 更重要的是 在于轩眼中 方毅完全没有那些穷人诈父 舔胸蝶度的毛病 他对金钱名利那种淡泊态度 是于轩最为欣赏的 而且于轩相信 方毅对于感情也能从一而终 这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 无疑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于轩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 听到于轩话中的意思 似乎自己的表妹还配不上方毅 魏明成差点没在车里跳起来 要知道 百初夏不管是在魏家还是百家 那都是小公主一样的人物 从小就是集万般宠爱在一身的 在魏明成眼里 自己这个小表妹 除了不是那么温柔之外 已经算得上是最完美的女孩子了 所以在听到于轩的这句话之后 魏明成忍不住开口顶了一句 他相信 以自己表妹的优秀 和他们两家的家事 就算方毅是那些中书大佬们的子弟 百初夏也是完全配得上他的 你们这些出生在蜜罐子里的年轻人哪 别总是把自己家里的背景当一回事 看到魏明成脸上的神色 于轩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当下没等他说话 开口就说道 你爷爷和你老子现在的地位 那是他们流血流汗打拼来的 他们有的东西 并不代表你们也有 也可以享用 也不知道你们哪里来的这些优越感 我没有什么优越感 魏明成开口说道 不过他话中的底气并不是很足 因为魏明成知道 于轩说得不错 他们这些大院长大的孩子 都有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尤其是参加工作之后 家庭的光环也带给了他们很多的便利 就像是魏明成自己 现在只有27岁的年纪 但已经是中校军官了 而再过上一年 他晋升上校的命令 说不定也会下来 按照军队正常升迁的年限来说 以魏明成的年龄 撑破大天 估计也就只能是个上位 就算他参加的数次比武 夺得第一名 会给自己的军衔升迁加分 但如果没有家里的背景 魏明成知道 他最多也就只能是个少校而已 甚至往深了想 就算是自己的父亲 当年也能从下乡知青点直接入伍参军 其实也是在消费爷爷的功勋 否则当时和父亲一起下乡的数百个知青 为什么偏偏只有自己的父亲从农村跳了出去 成为了现在的魏将军呢 可 可是这些不都是应该的吗 有些迷茫的魏明成 心中忽然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 而且他从小也是吃了很多苦 能走到现在这一步 并不能说完全是受了家里的帮助 于轩这辈子形形色色 什么样的人都见过 哪里不知道魏明成在想什么 当下摇了摇头说道 小子 告诉你一句话 做人要做到流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靠天靠地靠父母 不是真好汉 于轩 你说的我也明白 但这些事情又何尝能由得了自己 魏明成轻轻叹了口气 家庭出身 那是注定了的事情 但也需要后天的努力 否则那么多高官子弟 也没见多少有出息的 嗯 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就行 倒不是让你去改变的 听到魏明成这话 于轩倒是点了点头 做人最怕的就是认不清自己 魏明成年纪轻轻的 能看到这一点 日后的成就 怕是不会在他父亲之下的 于老师 有个事您可得指教指教我啊 听到于轩和魏明成的对话有些沉重 满军打了个哈哈 岔开了话题 生意人好端端地谈什么政治啊 而且魏明成的家事 看上去也不像是自己这些人能议论的 什么事 于轩也是跟上了满军的话 他知道自己今儿说的有些多 尤其是在晚辈的面前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就是侯景臣的事情啊 满军苦着脸说道 于老师 您也知道我是生意人 侯景臣拿来的那枚西王赏工 虽然品项差了点 但如果能修复一下的话 这其中也是有很大的利润空间的 您说我到底是收不收他的物件啊 自从见到了侯景臣的那枚西王赏工钱之后 满军这心思就一直都没能放下 虽然方毅已经转达了老师的意见 但商人逐利 满军心里还是倾向于收了那枚钱币的 我给你说说侯景臣这个人吧 听到满军的话 于轩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开口说道 侯景臣是川省人 他的师父也是行内人 和我算是同门师兄弟吧 我们都在王老爷子那里 学习过一段时间 北民有声 第六百三十六集 侯景臣的老师王德水 比于轩要大上个十来岁的样子 和于轩涉猎颇广不同 王德水是专精一向 在国内青铜器的鉴定上 王德水算是专家级的人物 王德水是川省人 年龄要比于轩大不少 思想也要比于轩传统很多 老辈人的手艺 讲究的是一脉单传 于是王德水这一辈子 就收了侯景臣这么一个弟子 但是让王德水没想到的是 侯景臣传承了他鉴别青铜器的本事 但却没有传承他的一身正气 和从来都不违法青铜器交易 鉴定物件的王德水不同 侯景臣在还没有出师的时候 就开始偷偷地给别人鉴定青铜器了 而在侯景臣出师之后 更是立以熏心 由于王德水已经退休在家 不给博物馆 或者是相关部门鉴定青铜器了 侯景臣居然把师傅用于鉴定的私章 给偷到了手上 为不少非法买卖的青铜器做了鉴定 并且用上了师傅的印章 俗话说 这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侯景臣自以为做得隐秘 但没过多久 这事情就传到了王德水的耳朵里 惊怒之下 王德水把侯景臣叫回到了家中斥责 想让他改过自新走上正道 但这时的侯景臣 早已被金钱蒙蔽住了眼睛 哪里肯听老师的话 非但不听 还和老师大吵了一架 临走的时候 推攘了一把王德水扬长而去 却是不知道 王德水因此摔了一跤 引发了脑梗 导致半身不随 遇到了如此溺土 心灰意冷的王德水 委托朋友在古玩圈子里 公开发表了一个声明 声明中 不但讲出了侯景臣 盗用自己印章的事情 更是将其逐出门户 从此之后 与其再无任何瓜葛 古玩行是个最讲师诚的行当 侯景臣欺师灭祖的行为 让他在行内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就是那些私下里 偷偷交易惊腾气的藏家们 在知道侯景臣 盗用老师的名义之后 也极少再有人 请他鉴定物件了 被王德水逐出门户之后 侯景臣也等于是断了生计 破罐子破摔的他 干脆和那些盗墓团伙 勾结了起来 专门帮他们 销赃或者是 鉴定出土的物件 为此还曾经 被相关部门打击过一次 在监狱里待了好几年 而于轩的师兄王德水 也因为侯景臣后来的种种名声 深感脸上无光 在床上躺了两年之后 就郁郁寡欢地离世了 所以在听到侯景臣 这三个字之后 于轩是没有一句好话语 其实灭祖 这人的品行 竟然如此卑劣 听到于轩的话后 喜怒一向很少 表现在脸上的方毅 这时却是怒了 方毅从小被师父养大 最是尊师重道 侯景臣的行为 无疑触犯了方毅心中的底线 曼哥 他那钱币就是白送你 你也不能要 方毅绷着脸 向满君说道 得 这样的人 我也不敢和他打交道 满君很干脆地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于老师 我听说这侯景臣 为人心胸很狭隘 如果直接拒绝了他 说不定会得罪这小子 你有什么好法子 让他自己离开吗 在社会上 混了那么多年的满君 自然懂得 宁得罪君子 不得罪小人的道理 得罪了侯景臣这种人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被他从背后捅上一刀子 所以即使不和他做生意 满君也不愿意得罪他 这事好办 你找警察呀 于轩文言笑了起来 给满君出了个主意 于老师 找警察可不行 满君连连摇头说道 别人送货上门 就算不要 那也是不能报警的 您是行里的前辈 怎么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 在古玩店里 偷偷摸摸送东西的人 其物件十有八九 来历都不怎么清白 但作为店主 可以不收他们的东西 但如果报警抓了人 那就是坏了规矩 日后在这行里 怕是再也没有人 会拿货给他瞧了 满君不可能这么做的 你小子 这脑子也够笨的 我说让你找警察 又不是抓他 于轩美好气地 瞪了满君一眼 开口说道 侯景臣这人的疑心病很重 你随便安排两个警察朋友 或者是穿警服的人 在你和他同时在场的时候 和你打个招呼 恐怕侯景臣立马 就会断绝和你的联系了 不管怎么说 侯景臣也算是于轩 他们这一脉的传人 对他的秉性 于轩还是很了解的 侯景臣虽然心思恶毒 但胆子却是很小 尤其是被抓过一次之后 见到警察 就会有风声鹤唳的反应 于轩都不用安排真警察 只要找上个穿警服的人 表现得和其很熟络的话 侯景臣估计马上就会将满君 列为黑名单上的人 这事好办呀 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安排个偶遇就好了 听到于轩支的招 满君的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 他有个表弟就是干警察的 晚上让他配合演场戏 还是很容易的事情 有于轩这位长辈在车上 原本气势十足的魏明成 这会儿也是没话了 一个多小时后 车子停在了满君那小院的门口 等众人下车锁好车门后 满君一副兴师问罪的驾驶 创进了自家的院子 直直 或许是嗅到了方毅的气味 小魔王从屋内飞快地窜了出来 落在了方毅的肩膀上 他不太喜欢方毅 那鸽子龙一般的楼房 在那里住了一天之后 就跑回了这个院子 狐狸智也乐得如此 对于他而言 小魔王就是可以沟通的一个朋友 只是这个朋友 对他有些爱搭不理罢了 平日里都是狐狸智 上赶着送些好吃的给小家伙 小魔王才会正眼瞧他一下 荒叶 他就是小魔王啊 女人对于萌萌的小动物 几乎是没有任何抵抗力 百初夏也是如此 在电话里听方毅 讲很多关于小魔王的事情 但亲眼看到 还是惊喜地叫出了声 让我抱抱 百初夏伸出了手 可小魔王并不买他的账 眼睛里凶光一闪 就要抓过去 却是冷不防 被方毅提着后搏镜 给拎了起来 以后见他就如同见到了我 明白吗 平时方毅对小魔王总是笑嘻嘻的 任凭他如何作弄自己 也都不生气 但一绷起脸来 小魔王顿时就清楚了 感情面前的这个人 对方毅非常的重要 那伸出去的爪子 也是悄悄地收了起来 这是松鼠吗 怎么浑身长着金色的毛呀 简直太可爱了 百初夏把小魔王抱在了怀里 刚被方毅威胁了的小魔王 又不敢伸爪子或者是撕咬 只能发出吱吱的叫声来表示抗议 初夏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胡立志胡大哥 胡哥 这是我女朋友百初夏 胡立志出来的动作也不慢 就在百初夏抱起小魔王的时候 他也迎了出来 只不过看到满君和胖子 胡立志那脸上的笑容 却是怎么都掩饰不住 胡大哥好 百初夏开口喊了一声 听到是方毅的女朋友 胡立志连忙在身上摸了起来 只是浑身口袋都翻遍了 也没找到什么东西 当下一摊手说道 胡大哥身上没带什么见面礼 下次一定给你补上 哎 我也没什么好东西了 就只剩下酒了 回头给你找瓶好酒带着吧 想到自己一辈子搜刮的那些宝贝 都在泰国便宜了别人 胡立志不由有些性意索然 心中也生出几丝悔意来 要不是自个儿非要做赌场 也不至于流落到这里 开个宠物店了 胡哥 咱们能不提酒吗 听胡立志提到了酒 满君顿时嚷嚷了起来 胡哥 我可没做对不起您的事啊 您中午干嘛摆了我这一道 满老弟 我怎么摆了你一道啊 胡立志嘿嘿笑了起来 想到中午的事情 刚才的郁闷顿时一扫而空 脸上满是得意的神色 你拿了两瓶长城干红 跟我说是八二年的拉菲 骗得我好彩啊 满君气呼呼地说道 虽然知道胡立志 只不过是和自己开个玩笑 但满君还是生了一肚子的闷气 第六百三十七集 满老弟 你当时喝出来了吗 胡立志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开口说道 这品酒是门艺术 尤其是在品好酒的时候 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下 用特定的酒杯来喝 像你这样去牛排店喝红酒 纯粹就是牛角牡丹 你说我能拿好酒去吗 再有就是 你们对红酒的认知太少 品酒和你们鉴定古丸 其实是一样的 没有几分真本事 别人就算是拿十几块钱一瓶的红酒给你们喝 你们也喝不出个真假来 胡先生说的有道理 听到胡立志的话 于轩的眼睛不由亮了一下 他也是好酒的人 年轻的时候喝白酒 年龄大了 为了身体着想 就慢慢地喝起了红酒 于轩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 方毅 你是怎么喝出来那酒的 胡立志有些疑惑地看向方毅说道 你以前喝过拉菲吗 我不会品酒 但是会见人 方毅文言哈哈一笑 他自然不会说是 认出了那长城甘红的味道 开口说道 胡哥 你那鬼鬼祟祟一脸偷笑的样子 肯定心里有鬼 我就猜这酒不是真的 谁鬼鬼祟祟了 胡立志摸了下自己的脸 难不成自己中午表演的有些过了吗 行了 大家进去坐吧 胡哥 你晚上得拿出真酒来啊 虽然不住在这里 但满君还是这院子的主人 当下招呼众人进了屋子 方毅 你跟我上楼 进到屋子里之后 虞轩宠着方毅招了招手 他从下飞机 已经是忍到现在了 此时已然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到方毅手上的西王赏功了 好 胖子 你招呼客人 方毅看了百出夏和魏明成一眼 发现百出夏正逗弄着小魔王 而魏明成则是有些不怎么自在的到处打量着 自己离开一会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就是这两枚 上到二楼之后 方毅手腕一翻 掌心里赫然出现了那两枚西王赏功前臂 你 你就这样放在手里了 看到方毅的举动 于轩眉头一跳 就算是他 得到西王赏功前 怕是也要找个盒子将其装起来 然后戴着手套去把玩鉴定的 老师 这两枚品相不错 别早就报将了 不怕上手 对于旁人眼中的奇珍异宝 方毅还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尤其是这几枚西王赏功 是他用白菜价买来的 方毅就更没将其放在心上了 那也不能这么拿着呀 于轩从口袋里掏出了手套和一副放大镜 将钱币拿在纸间仔细看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口中发出一声长叹 你那道士师父真是奇人啊 竟然连西王赏功都能搞得到 恨不得一见呀 哼 哪是什么奇人 就是一老道士 方毅笑着说道 我师父活得年岁大 见过的东西自然就多一些 手上有这些收藏也不足为奇的 不足为奇 于轩美好气地瞪了方毅一眼 开口说道 就是民国的时候 西王赏功前也是难得一见的 你以为这碗叶是大白菜 随处都能买得到 还真是和大白菜差不多 方毅心里付费了一句 不过嘴上没有再多说什么 于轩低头把玩着那两枚西王赏功前 过了半晌之后 抬头问道 这里有两枚 还有一枚呢 你不是说有三枚吗 送人了 方毅随口答道 送人 送给谁了 你孙老师 于轩眉头一挑 这一枚西王赏功 可就价值在千万左右 自个儿都没脸向方毅讨要 谁有这么大面子 能让方毅送出一枚呢 不是孙老师 方毅摇了摇头说道 送给了初下一枚 那啥 这里还有两枚 要不老师 您和孙老师一人一枚吧 全当学生孝敬你们二位了 铜钱占卜 通常是需要三枚的 方毅送给摆出下一枚之后 这两枚在手上 也就是个玩物而已 眼下见到于轩眉喜爱 方毅琢磨着 干脆送给两个老师算了 这孝景太重了 老师不能收 于轩能感受得到 方毅并非是随口说说的 不过 如此贵重的东西 他还真没法收 当下将两枚西王赏功 递还给了方毅 说道 天下宝贝多了 谁又能将其都收入囊中呢 对于老师来说 能见到就已经很满足了 对了 这东西你留好 别动不动就送人 于轩忍不住 又交代了方毅一句 送给摆出下 他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那是方毅的女朋友 以后结了婚 那就是老婆 到时候 也不分什么彼此了 但如此珍贵的 古权明真 于轩却是不想看到他 再次流落出去 因为不是所有人 都像方毅这样 事前财如粪土的 如果送给什么 品行不端的人 怕是这两枚西王赏功 很快就会出现在 拍卖场上了 好的老师 我回头把他们 放到家里去 方毅文言点了点头 他知道 老师是一片好心 提醒自己的 不过方毅 也不是那种 乱送东西的烂好人 他之所以愿意 送给两个老师 也是深知二人的品行的 东西在二人手上 那绝对只能是藏品 而不会成为拍卖品 你那个家 都能称得上是个博物馆了 想到方毅家中的藏品 于轩忍不住 惆怅了起来 他玩了一辈子的收藏 东西倒是不少 足足装了几间屋子 但如果论起价值来 却是和方毅的藏品 相差甚远了 单是那尊宣德卢 于轩就愿意 倾其家产和方毅交还 老师看上什么随便挑 别人越是不要 方毅越是送得起劲 却是把于轩给憋得不轻 他是真抹不开这脸 从学生那里拿东西的 于轩发现 自己要是再和方毅说下去 一准会突发心脏病的 当下说道 走吧 你不是说 今儿老魏的儿子请喝酒吗 咱们去看看 胡老弟有什么好酒吧 胡哥的好酒 就怕魏哥请不起啊 方毅文言哈哈一笑 他在机场随口挖了个坑 这会儿 却是到了田土的时候了 老弟 是不是方毅又逃弄到 什么好东西了 你尚赶着跑来了 于轩和方毅下去的时候 孙连达也溜达了出来 大过年的老友相见 自然很高兴 不过孙连达也知道 方毅逃到的 肯定是古玩杂像类的物件 否则对于轩 不会有如此吸引力的 哎 我说老哥哥 也不知道这小子走的是什么运气 咱们哥俩这一辈子捡的漏 还没他半年捡的多呢 于轩很郁闷的叹了口气 他自问在鉴定物品的水平上 是要远高于方毅的 但这运气实在是没法比了 是吧 听你这么说 肯定是不错的东西 来 咱们过那边去喝茶 听到于轩的话 孙连达不由笑了起来 对于他而言 方毅的运气越好 孙连达也就越是高兴 和于轩相比 孙连达对待方毅 才真的是毫无保留的 何止不错 就是圈里人 恐怕一辈子也见不到那物件 孙连达说话的时候 眼睛有意无意的 在逗弄着小魔王的 百出下的手腕上 瞄了瞄 果然看到 那一圈红绳的中间 有一枚反射着 金色光泽的前臂 抱天天物啊 于轩看得脸上的肉直哆嗦 要不是方毅挡在了 他和百出下的中间 恐怕于轩这一眼 看进去就拔不出来了 臭小子 于轩自然知道方毅的心思 瞪了他一眼之后 和孙连达坐到茶桌旁边 取七茶了 小魔王调皮没 方毅转身走到百出下的身边 很自然地挨着他坐了下来 这让坐在另一边的卫明城 又是侧目不已 恨不得自己能分身 把百出下座位两边都给站上 没有 我们俩处得可好了 小魔王也很乖 百出下一只手挠着小魔王的脖子 另外一只手 却是将剥好的松子 送到了小魔王的嘴里 方毅伸着脑袋一看 不由乐了 感情未明成 正在那边帮着剥松子呢 方毅 能不能把小魔王 给我带京城去啊 百出下抬起头 一脸稀奇地看向了方毅 这小东西实在是太灵性了 而且萌萌得非常可爱 百出下将其抱在怀里 就不愿意放下来了 北民有声 第六百三十八集 芝芝 对于小家伙而言 方毅就像是他的亲人一般 无论如何 小魔王是不愿远离方毅的 见到小魔王要发飙 方毅连忙伸出终止 在小魔王的脑门上弹了一技 开口说道 别叫 你愿不愿意去 自己告诉出下不就行了 支支支 听到方毅的话 小魔王的两只小爪子 连忙摇晃了起来 连这小脑袋也晃个不停 连百出下喂的松子也不吃了 那模样分明是不愿意 哎呀 你跟着方毅有什么好啊 百出下试图劝解这小家伙 跟我去京城 我每天都给你洗澡 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你看怎么样 支支 小魔王浑身打了个寒颤 身体磁溜一下 从百出下的怀里 窜到了方毅的肩膀上 开什么玩笑 他可是能力敌森燃和豹子的丛林霸主 怎么可能让人当着宠物来养呢 方毅 百出下看向了方毅 一声托着长音的称呼 不仅让方毅浑身酸爽 就是旁边的魏明成 也看傻了眼 要知道 自己的这个表妹 性格一向直爽 从小到大相处了十几年 魏明成还从来都没见过 百出下撒娇呢 出下 这个我也没办法 方毅苦笑着说道 小魔王野性未逊 在我身边还能管教着他一些 如果放出去的话 很容易就会伤人 我看还是把他留在金陵吧 野性未逊 不会啊 小魔王只有这么乖了 百出下闻言瞪大了眼睛 他以前养过的猫不高兴的时候 还会用爪子抓他 但刚才小魔王确实将爪子 全都缩进了掌心里 那温顺的样子比猫咪要强多了 乖 方毅冲着小家伙吹了个口哨 原本趴在方毅肩头的小魔王 身形像是闪电般的 窜到了坐在一张椅子上的胖子身边 除了方毅之外 谁也没看清楚小魔王做了什么事情 前后也就是一两秒的时间 小魔王又回到了方毅的肩膀上 他 他干什么了 摆出下一脸不解的样子 还没等方毅答话 本来做得好好的胖子 那胖硕的身体忽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饶是他皮糙肉厚 也是被冷不防的一摔 疼得呲牙咧嘴的痛呼不已 满哥 你们家的椅子怎么了 奶奶的 摔死胖也我了 一手摸着屁股 胖子还没起身就嚷嚷了起来 椅子怎么了 正和狐狸志在一边说着话的满军 听到动静走了过来 看见躺在地上的胖子 不由愣了一下 说道 小胖子 这椅子可是你和三炮去超市买的 坐坏了关我什么事啊 过年的时候 由于来的人多 屋里连个坐的板凳都没有 胖子和三炮就到旁边 快要关门的超市 去买了七八把折叠椅 这事还真找不到人家满军头上 奶奶的 买的时候 告诉我能承重三百件 这才做几天就坏了 真他娘的是奸商 满军这一说 胖子也想起这茬来了 顿时是有苦说不出来 自己买的椅子被坐塌了 胖子有泪也得咽进肚子里去 胖子 这椅子不是你坐坏的呀 满军蹲下身体 拿起一条断在地上的 椅子腿看了下 眼中不由露出诧异的神色 开口说道 这不对呀 这椅子腿怎么会断得如此正气 倒像是被切割断的一般 满军的话也吸引了 众人的注意力 原本就坐在胖子身边的 卫明城连忙捡起了一根椅子腿 这一看 整个人也是愣住了 正常来说 受到重力压迫 像这样用铁管做的椅子腿 往往会从中弯曲 但是不会折断 但是在卫明城手上的这根铁管 断面却是呈圆形 里面的圆孔清晰可见 连一丝折弯的样子都没有 小魔王 我 我招你惹你了呀 看到那椅子腿 胖子瞬间就反应了过来 口中不由发出了一声哀号 他是知道小魔王 那前爪锋利程度的 也唯独只有小魔王 才能如此轻易地 让自己屁股下面的折叠椅解体掉 吱吱 小魔王在方一尖头 笑得前仰后合 别看他在方一面前老老实实的 胆胖子三炮包括满军在内 却全都是他作弄的对象 这真的是你干的 摆出下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小魔王 不过他的反应却是异于常人 在震惊之后 口中忽然发出一声欢呼 太好了 你这么厉害 等出任务的时候 一定能帮到我的 知 听到百初夏的话 小魔王那魔性的笑声 一下子戛然而止 头也不回地 窜到了屋子外面的葡萄藤上 他宁愿在外面挨动 也是不敢再进屋了 这女人实在是太可怕 初夏 那小东西很凶残的 除了方一 没人能管得了他 你还是别带出去了 太危险 见到这边的动机 于轩和孙莲达也走了过来 于轩对小魔王还是很了解的 一起去缅甸的时候 就是他 也差点被抓了一爪子 这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一种 和普通的动物很不一样 孙莲达点了点头说道 方一 我有个生物学家的朋友 要不要让他给小家伙检查一下 老师 别了 不管他是什么物种 都是我养大的 而且我带着他 他也不会伤人的 听到孙莲达的话 方一连忙摇起了头 开什么玩笑 小魔王的事情 要是被那些科学家们知道 恐怕抽血化验都是轻的 弄不好 就会被切片研究 狐狸志也是偏向小魔王的 当下开口说道 孙先生 这山林间 我们不知道的一种多了 俗话说 存在其合理 我看就不用去研究了吧 嗯 说的也有道理 说不定是个什么反骨的品种 孙莲达只是随口一提 看到方一反对 当下也没有再说下去 他虽然是方一的老师 但小魔王是方一的私人物品 孙莲达也很尊重他的意见 好了 大家今儿是过来喝酒的 酒已经醒好了 方一刚才说了 今天是我出酒 这位魏先生买单 狐狸志拍了拍巴掌 将众人的注意力 从小魔王的身上转移开来 不过刚才被方一私下里 打了招呼的他 并没有说今儿喝的是什么酒 满君胖子知道方一给魏明成下套的事情 自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至于狐狸志和于轩 他们老哥俩则是根本不知道 狐狸志拿的什么酒出来的 听到狐狸志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反应 自己说过的话自然不能再咽回去的 魏明成也是很硬气地站了起来 很有气势地一摆手说道 没问题 大家敞开了喝 红酒不够 我让人送白酒来 魏明成虽然有些世家子弟的毛病 但很早就去了部队 为人还是很爽气的 而且是在碰到表妹和方一的事情之后 魏明成心里也憋了口气 作为百出下的娘家人 说什么也不能让方一看不起啊 来 酒已经倒好了 大家各拿一杯吧 狐狸志把众人让到了餐桌前 果然 在餐桌上摆放着一排红酒杯 每个杯子里的酒只有浅浅的一层 红酒那种略带色香的味道 依然是弥散在了众人的鼻端 狐狸志先拿起了一杯 一脸陶醉地在鼻尖处嗅了嗅 在场的一共有八个人 思源节被满军赶回了店里 而孟双双则是和三炮两口子去逛街了 女人对酒通常都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胖子打了电话 他们也没有回来 按胖子的话说 不来正好 剩下的酒他包圆了 直知 狐狸志刚端起一杯 小魔王就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两只前爪碰着一个红酒杯 直接就将里面的酒倒进了嘴里 砸拔了下嘴 小魔王意犹未尽地冲着狐狸志叫了两声 哎呦祖宗啊 你可别把我的酒杯给弄坏了 看到小魔王的举动 狐狸志的脸都白了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找了瓶没开的茅台 对小魔王说道 你喝的这酒没劲 我给你开茅台喝 这次给你一瓶总行了吧 北民有声 第六百三十九集 小魔王好酒 而且喜欢喝高度酒 但酒量实在是不怎么样 基本上就是二两白酒就能呼呼睡上一整天的水瓶 平时狐狸志不让他多喝 但此刻看到小魔王来捣乱 却是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芝芝 看到狐狸志手中的茅台 小家伙的眼睛都亮了 等狐狸志起开瓶盖之后 他直接就抱着酒瓶泡到了沙发上 这让狐狸志顿时松了一口大气 小家伙还是个酒鬼啊 这人但凡看什么东西顺眼了 那怎么都是一个好字 眼下百出下就是如此 说到小魔王的时候 眼睛里都带着一股子笑意 好了 我给大家换个杯子 摆平了小魔王之后 狐狸志小心翼翼地将他用的那个杯子给收了起来 然后又从酒柜里拿出了一个新酒杯 往里面倒了一点红酒 狐先生 你这酒杯可是有来头啊 于轩端起了一杯酒 但他的注意力并没有在酒上 而是仔细打量起手中的杯子来 嗯 于先生认识这杯子 狐狸志文言愣了一下 在国内生活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狐狸志知道国内绝大多数人 怕是都没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红酒杯的 而狐狸志从小长大的泰国 虽然也不是什么发达国家 但架不住狐狸志 是属于那个国家最富有的一个群体 越是在贫穷的地方 这些人越是活得奢侈 像是狐狸志所用的这杯子 就不是一般的红酒杯 认识 狐先生 这是奥地利多品牌的红酒杯吧 于轩出乎狐狸志意料地爆出了酒杯的品牌 这种杯子在国内基本上没有 就是在国外 它们也是只会出现在最高档的宴会之中的 狐先生的这些杯子是从国外带过来的吧 于轩是古玩杂项鉴定的专家 但他的知识范畴不仅仅局限在杂项上 对于国内外的奢侈品 于轩也是颇有研究的 而他们现在所用的酒杯 也已经能算到奢侈品的行列之中了 没错 于轩果然是行家呀 听到于轩的话 狐狸志冲着于轩竖了个大拇指 开口说道 我这次带回来一套二十四个杯子 不仅是喝红酒的 也有喝威士忌 喝冰酒的 等有机会 我请于轩上品尝一下我的藏品 好 正要和胡先生把酒言欢 于轩笑着点了点头 他是个追求生活品味的人 眼下遇到个品酒的行家 于轩也是心中欢喜 那啥 我 我想问问 这奥地利的利多酒杯 是不是在国外 被人称作酒杯中的劳斯莱斯啊 忽然一个弱弱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声音有些陌生 众人寻声看去 发现说话的 却是今儿要请客的魏明城 是有这个说法 没想到这里还有个冬酒的人呀 狐狸志文言点了点头 有些意外地看了魏明城一眼 他没想到 酒还没喝 居然就有两人认出了他所用的杯子 我 我也是听人说过 这杯子好像要三四千人民币一个的 魏明城一脸苦笑地说道 他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 出身家庭和他也差不多 只不过那个发小越大变得越顽固 整天在外面惹是生非 最后被他家长辈一脚踹到国外去了 就在前几天过年的时候 那个发小从国外回来了 跑到部队里去找魏明城喝酒 他带了一瓶五千多的红酒和两个杯子 酒倒是没什么 那发小却是将两个杯子狠狠地吹嘘了一番 这才时隔四五天 魏明城自然还能记得住利多这个牌子 我这一套是从奥地利定做的 当时花了八万美金 胡立志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他说这话也没有要显摆的意思 当年在泰国的时候 胡立志所用的东西 无一不都是从世界各地定做而来的 生活可谓是奢华之极 八万美金 听到胡立志的话 魏明城在看向手中酒杯的时候 眼神明显有些不对了 一套杯子就花了六十多万人民币 合着自己手上的这个也要一万多人民币 饶使魏明城出身不错 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奢侈的消费 而更让魏明城纠结的是 单单一个杯子都价值一万多 那今儿喝的这酒 恐怕要更加的昂贵了 想着自己之前喊着要买单的壮举 魏明城这会儿真是欲哭无泪了 要知道魏家也有一些远方亲戚 在做着生意 魏家本身是不缺钱的 但魏家有钱不代表魏明城也有钱 对儿孙管教吉言的魏老爷子 在家里立下了一个规矩 那就是没工作还在上学的魏家子弟 每年可以从家中支取三万块钱的生活费用 而参加了工作的人 这个额度就只有一万了 魏明城在部队里 生活上基本是不花什么钱的 但他习武消耗很大 几乎隔三差五的就要进步一些 像是人参之类的贵重药材 所以魏明城的账户里 现在也就只有五六万块钱的样子 那咱们喝的是什么酒啊 魏明城强自镇定地出言问了一句 他这会儿已经在琢磨 应该给哪个狐朋狗友打电话 让他们江湖旧集送点钱来了 八二年的拉菲 老胡珍藏的酒 狐狸智还没说话 胖子就嚷嚷了起来 魏哥 这酒其实也不贵 正牌的八九万块钱 副牌的七八万 加起来还不到二十万呢 不不到二十万 听到胖子的话 魏明城心里顿时一哆嗦 二十万对于魏家来说 的确是不算什么 但如果被老爷子知道 他拿了二十万买了两瓶红酒 魏明城相信 坐在轮椅上的爷爷 会拿着当年缴获的日本军刀 亲自来追杀自己的 这点小钱 魏哥肯定不放在眼里的 胖子哈哈一笑 之前在机场的时候 魏明城那一脸优越感的样子 早就让胖子不爽了 这会儿看到魏明城那一脸便秘的模样 胖子是神清气爽 浑身舒坦 是 不就是二十万吗 大家尽情喝 堂堂魏家子弟 魏明城 是人倒价不倒 自然要死成到底的 否则丢了表妹的脸事还小 要是丢了魏家的脸 那传出去 笑话就大了 狐狸质是何等眼色 他也看出来 魏明城似乎和方毅有些不对付 当下开口说道 我这儿还有一瓶罗曼尼康蒂 魏先生要是有兴趣 我也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喝的 罗曼尼康蒂 魏明城刚想说 拿出来喝的时候 硬是把到了嘴边的话 给咽了回去 改口说道 胡先生 我对红酒也不是太了解 这罗曼尼康蒂是哪个国家的酒 价格是多少钱呢 罗曼尼康蒂是法国伯根地 金丘产区出的酒 价格在一百万人民币左右吧 以前我有四五瓶 现在就只剩下一瓶了 魏先生 你要是想喝 我这就拿出来 狐狸质说话的时候 一脸的风清云淡 上百万的酒在他嘴里 和普通的红酒 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 但听到魏明城的耳朵里 却是如同天雷滚滚 炸的魏明城是外焦里嫩 还是算了吧 这么好的酒 喝一瓶就少一瓶 胡先生还是留着收藏吧 魏明城这会儿 再也没有一挥手的豪气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宁愿把自己当时说的话 都给咽回到肚子里 其实也没事 我在国外还有一些藏酒 爱雷岛限量版威士忌 和亿万富翁福他家 我都有一瓶 胡立志这次干脆只说了酒名 但能让他说出来的酒 恐怕价格都不会在那 罗曼尼康帝之下的 嗯 爱雷岛限量版的威士忌 胡先生也有 胡立志不说 但场内有懂的人呀 饶使于轩见多识广 也被胡立志的话 给吓了一大跳 他真没想到 看上去貌不惊人的胡立志 地韵居然如此深厚 于老师 这什么岛限量版的威士忌 卖多少钱呀 胖子此时 就像是说相声的捧跟一般 开口问了一句 去年国外拍卖会上 拍出了一瓶 价格是六百万美元 于轩对国内外的拍卖 一向都很关注 所以还真知道那酒的价格 第六百四十集 六百万美元 那 那岂不是四五千万人民币了 除了方议之外 这次就连百出下都吃惊地张开了小嘴 就算是国内最顶级的富豪 听到这样的数字 恐怕也会震惊不已的 相对于国外那些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财团而言 国内新富起来的这一代人 还是缺少了很多抵远 奶奶的 让我昏过去吧 此时的魏明成 那张被太阳晒得有黑的脸庞 此刻却是被刺激的红白交加 之前夸下了海口的他 恨不得天下突然劈下一个雷来 能让自己幸福地昏过去 方议 放我表哥一马吧 看到魏明成的样子 摆出下不由碰了碰方议的胳膊 低声说道 我表哥在部队待久了 有点和社会脱节 其实人不坏的 放心吧 胡哥就是和魏哥开个玩笑 没想着怎么样的 方议文言笑了起来 拿起了一杯酒递给百出下说道 想喝酒 喝完再说 这一杯好几千 不喝实在是太可惜了 好 也该杀杀表哥的傲气了 百出下抿嘴笑了笑 端起酒杯品了起来 他以前也经常喝一些红酒 下口之后 果然感觉有些不同 这酒的口感 要远不是以前喝过的那些 能与之相比的 酒是挺好的 就是太少了 胖子拿起酒杯 一口就给闷干了里面的酒 扎巴了下嘴说道 还有就是没下酒菜 这要是有只热通通的烧鸡 就过瘾了 对于胖子来说 几万块钱一瓶的拉菲 和百十块钱一瓶的 长城干红 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一口酒下肚 他感觉还没有中午吃的爽快呢 最起码牛排 也能当作下酒菜的 小胖子 你可以滚蛋了 胡理智美好气地瞪了胖子一眼 喊这样的人来喝酒 纯粹是牛角牡丹不说 而且还破坏心情 室外白雪挨挨 室内品酒论道 这好端端的疫情 却是被胖子给打破掉了 只是胖子化身刚落 几道满是杀气的眼神 就射到了他的身上 别说胡理智不满意了 就连于轩也瞪起了眼睛 他正闭着眼睛 回味着口中的余香呢 没想到耳边 却是传来胖子那煞风景的话 得 我去那边坐着去吧 哎哟 看到犯了重怒 胖子不由灰溜溜地 去到了客厅里 不过当他一屁股 坐在沙发上的时候 下一刻 却是摸着屁股 原地蹦了起来 那凄惨的叫声 将众人的注意力 都给吸引了过去 屁股 屁股破了 胖子哭丧着脸 看着沙发上的小魔王 他坐下的时候 也不看看下面 有没有东西 却是一屁股 坐在了小魔王的身上 刚喝了半瓶酒的小魔王 晕乎乎的 就是一爪子抓了出去 没事 你穿得厚 只是破点皮 你这算运气好的 小魔王要是没睡着 最少撕你一块肉下来 赶过来的方毅 看了一下胖子的伤口 强忍着脸上的笑意 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把衣服系在腰上 去外面诊所 抹点红药水 打一针破伤风就没事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趴着点就好了 我 我这是开年不利啊 胖子这会儿 真是欲哭无泪 可是面对喝醉了的小魔王 他只能是自认倒霉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 兴兴地出门打针去了 胖子走了之后 房间里的氛围 明显变得高雅了很多 会喝不会喝的 都眯缝着眼睛 在品着红酒的味道 咱们再喝一瓶吧 这种皇家英明赤霞猪 虽然年份不是很长 但却十分纯正 大家来尝尝 两瓶喝完之后 胡立志又拿出了一瓶 九八年份的皇家英明赤霞猪 这次他让人把藏在缅甸的好酒 都送到了国内 满军之前的放置古丸杂物的那间屋子 已经被胡立志改成了除酒的房间 为此还放了好几个恒温柜 啊 还喝呀 只是喝了几杯红酒的魏明成 这会儿已经感觉有些头晕目眩了 听到胡立志的话后 马上开口问道 胡先生 您拿的这什么皇家赤霞猪 市场上卖多少钱呀 虽然是新酒 但价格可不低 我去年买的时候 是一万多美元一瓶 今年应该又涨了点价吧 胡立志随口答了一句 还没等魏明成反应过来 已经是起开了那瓶酒 这 这 看着倒入行酒器里的红酒 魏明成真的是快要哭出来了 和别人在品味着 有些发色又带着酒香的红酒不同 魏明成感觉 自己却是在品着一杯苦酒 每一口下肚 他都要在心里计算众人 又喝掉了多少钱 从小衣食无忧的魏大少 还第一次有这种穷人的感觉 这期间 魏明成偷偷地跑出去打了好几个电话 让自己那些发小和狐朋狗友们 往他卡里打了整整二十万 原本感觉应该够那两瓶酒的钱了 但魏明成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狐狸智竟然又开了一瓶酒 嗯 魏老弟 感觉我这酒怎么样 看着魏明成那一脸便秘的样子 狐狸智开口问道 好 好酒 魏明成咬牙切齿地 从嘴里挤出了几个字 心里却是在琢磨着 从谁那儿再周转个十万八万的 过来救酒集 哼 难得今儿这么高兴 等这瓶喝完了 我再开一瓶真正的好酒 实在不行 咱们把康帝给喝掉吧 看到魏明成还在死撑着 狐狸智又往外扔出了一个炸弹 他就不信 这小子还能顶得住 一百万的康帝 听到狐狸智的话 魏明成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会儿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因为自己的一句嘴贱 不到半天功夫 居然就背上了百万债务 虎哥 还是算了吧 满个等会儿还有事儿 咱们还是改天再喝吧 看到把狐狸智魏明成挤兑的也差不多了 再这样下去 魏明成恐怕真是下不了台了 方毅当下开口说道 喝完这瓶酒就行了 我晚上还要和老师谈事情 虎哥 我下次再陪你尽兴 哥 金哥呀 听到方毅的这句话 魏明成一时间 只感觉人间自有真情在 整个人像是一下子 从地狱又回到了天堂 要不是心里还存有一丝理性 知道方毅以后 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妹夫 魏明成恨不得 抱着方毅的大腿喊歌了 方毅说得对 好酒要慢慢撇 咱们还是留着下次吧 魏明成义正言辞地站起了身 心里却是想着 下次就是八台大轿请他来 他也不来了 这哪里是来品酒的 简直就是来烧钱的 是啊 晚上约了人吃饭 我这也差不多要走了 听到方毅的话 满军也附和了起来 他是生意人 自然不愿意得罪 像魏明成这样有背景的人 打着哈哈站起了身 说了今儿这仗是我结的 魏明成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卡 放在了桌子上 开口说道 这卡里有二十多万 如果不够的话 回头我再给送过来 胡先生 你看怎么样 魏哥 和你开玩笑的 方毅哈哈一笑 从桌子上拿起了那张卡 塞回到了魏明成的手里 说道 你是客人 哪有让客人上门结账的道理 刚才都是玩笑话 等哪天你有空了 咱们一起把胡哥的 那百万康地给喝掉 这不行 说了是我来买单的 魏明成执意要把卡交给胡立志 魏哥 我知道你不差钱 但今儿要是这么做了 别人还以为我们不懂事呢 给我这个请你喝酒的机会吧 方毅把姿态放得很低 一边吹捧着魏明成 一边强行把他拿着卡的手 塞进了口袋里 往外推让的魏明成 浑然没感觉 自己的手劲居然没有方毅打 哥 起来收拾吧 别推推嚷嚷的 百初夏也在一旁说了一句 那好吧 下次咱们喝点白的 我来抢 谁都别和我抢啊 有了台阶 魏明成顺着就下来了 而且这会儿 越看给了他台阶的方毅 越是顺眼 心里想着 有这么一个妹夫 似乎也不错 不过魏明成却是忘了 自己钻进来的这个套 似乎就是方毅给吓的了 哥 咱们走吧 救救救妈要等急了 百初夏白了表哥一眼 刚才那模样都快哭出来了 现在又开始冲起了大头 感情这次的教训还是不够啊 第六百四十一集 好 走 这就走 魏明成早就在这里 呆得坐立不安了 当下连忙站起了身 我开车去送你 方毅也站了起来 不过这会儿魏明成当歌的责任感 似乎又回到了身上 一口就回绝了方毅的话 大家都喝了酒 我们还是打个车吧 那行 路上小心点 方毅也没勉强 冲着百初夏点了点头 指了指他手腕上和那枚西王赏工编制在一起的红绳说道 这东西不要摘下来 平时就带着 洗澡也不用拿下来 一会儿就会干了的 我知道了 百初夏答应了一声 对着方毅笑道 方毅 明上午我去找你 你把这满桥的字画准备好啊 放心吧 我那儿有四五副呢 到时候你随便挑 方毅笑着摆了摆手 将两人送出了院子 你小子 送了西王赏工钱不说 怎么还往外送字画呀 送走卫明城和百初夏回到屋里之后 坐在沙发上的于轩一脸不满地看着方毅 自个儿这学生实在是过于大方了点 上千万的物件就那么随意给人带上了 而且还要把正板桥的字画给送出去 老师 为老爷子过寿 初夏张了嘴 我总要拿出点东西来吧 听到老师的话 方毅笑了笑 那些古玩字画对于他而言 基本上就是一些摆设 送给人一些根本就不算什么 魏家西他爹过寿 于轩还真不知道这事 文言愣了一下说道 老爷子是老一代的功勋 我不知道也就算了 知道也要去给老爷子摆个寿的 于轩和魏家西虽然来往不多 但两人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 眼下知道魏家西家中长辈过寿 他人又在金陵 如果不过去的话 这礼数的确是有些说不过去的 出了满军的院子之后 魏明成没有马上就打车 而是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在金陵博物馆附近就有个武警中队驻扎 他这是打算要辆车送自己和表妹回去 走在满是积雪的路上 看着身边的表妹 魏明成也是不由叹了口气 当年梳着杨伟辫子的小丫头长大了 大到已经可以谈恋爱结婚了 魏明成心里也是有种时光飞逝的感觉 哥 你看方艺怎么样 用脚尖踢着路边的积雪 百初夏看似很随意地问了一句 实际上百初夏这会儿心里也是有一点紧张的 因为就算他平时性格洒脱 但总归是个女孩子 还是很在意家里人对方艺的看法的 而百初夏之所以答应今儿 让魏明成跟自己一起去方艺那里 也是有原因的 别看百初夏对魏明成凶巴巴的没个好脸 事实上他和这个年龄差的不是很多的表哥 却是最为亲近的 以前小的时候 百初夏每次来经理 基本上就是魏明成的根屁虫了 跟着他和那些部队大院的孩子们打打闹闹 所以下意识里 百初夏还是很相信自己的这个表哥 这小子人不错 魏明成虽然有些世家子弟的傲气和固有的观念 但对于社会上的那些弯弯道道了解的还是有些少 也没意识到自己今儿的尴尬实际上和方艺是脱不了关系的 所以对于方艺给他解围的事情 魏明成还是心存感激的 初夏他家里怎么样 魏明成顿了一下开口说道 你也知道咱们这些家庭谈恋爱结婚都要考虑到家族的利益 这小子家里要是差了点 你们的事情可没有那么容易被接受的 魏明成在方艺面前显露的是一副互犊子的样子 但他还是很疼这个妹妹的 魏明成自己就是因为谈的几个对象都是家里介绍的而没有成 说实话 他是不想让百初夏走上这条路的 哥 我看你们的观念有问题 听到魏明成的话 百初夏脚尖踢飞了一块鸡血上的小石头 开口说道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们非要掺杂进去各种因素 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 我和方艺生活 和他或者是我的家人 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魏明成不想说家族利益的那些事 想了一下之后说道 你是嫁过去的 结婚之后就要融入到对方的家庭里 如果他们是农村或者生活习惯不好 你想想你能接受吗 魏明成举的这个例子 还是非常现实的 现在很多女孩在大学里交了男朋友 往往不会雇南方的家庭出身而嫁过去 但让女孩们没想到的是 噩梦也就从此开始了 像百初夏这种二十出头年龄的女孩 很多家里都是独生女 家里没有儿子 去掉了买房子负担的父母 往往都将最好的给了女儿 真的是过着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 很多女人甚至没有去过公共厕所 虽然嫁给农村男人之后 还是生活在城市里 但是生活上的很多习惯和毛病 慢慢的就会凸显并且放大起来 诸如男方父母上了洗手间 步充马桶之类的事情 往往就会爆发一场战争 魏明成提出这个问题 也是心疼表妹 她不想让面前二十多年都活得无忧无虑的表妹 在嫁人之后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担 在魏明成心里 表妹就应该一辈子被人宠爱着生活的 哥 除了这个 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听到魏明成的话 百初夏不由偷笑了起来 魏明成琢磨了一下 开口说道 这小子做人还不错 只要家庭和咱们差得不多 我相信家里人是会同意的 哥 你是怕我嫁过去受欺负吧 百初夏的笑声像是银灵一般的月儿 那你就想多了 方毅是孤儿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他现在的成就 真的是白手起家的 怎么样 和方毅比起来 哥 你是不是会觉得羞愧呀 什么 他 他是孤儿 这不太可能吧 听到百初夏的话 魏明成显然有些意外 就他所见的方毅 虽然不像是出身于富贵之家 但身上的气质 却是给人一种儒雅的感觉 如果说他出身书香门第 魏明成是一点都不会吃惊的 但如果说方毅是孤儿 魏明成还真的不怎么相信 因为方毅身上所显露的那种学者气息 是无法假装出来的 魏明成自问还是有这个眼力 我骗你干什么 百初夏开口说道 方毅从小是在山里长大的 没有什么亲人 只有一个当道士的师父 不过在前几年也去世了 现在就他一个人生活 他在古玩剑上和玉石雕刻方面很有天赋的 方毅对百初夏没有什么隐瞒 他从小所经历的事情 大多都给百初夏说过 当然十多岁时首任的那个银行行长的事情 自然是被方毅省略了过去 听着百初夏的讲述 魏明成一开始还有些不以为然 但越听心里越是吃惊 要知道方毅下山才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呀 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聚拢到亿万家财 魏明成自问是绝对做不到的 还做过道士练过舞 怪不得这小子的手劲那么大 魏明成抬起了自己的右手看了一下 在他的虎口处分明有一个略微发青的指印 这是刚才和方毅推让银行卡的时候留下的 当时魏明成没留意 这会儿才算是想了起来 下次要和他较量较量 魏明成心里颇有几分不服气 在赚钱这方面他或许不如方毅 但是在忌击尽忌这一项上 魏明成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毕竟他在部队里的这十多年 几乎就没带过兵 全是在练功夫了 等等 方毅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 魏明成忽然摆了摆手 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之后 看向了柏初夏说道 初夏 前段时间我们金灵出了个很年轻的雕刻大师 也叫方烟 这 这不会就是他吧 北明有声 第六百四十二集 爷爷过寿 魏明成自然也是需要准备点礼物的 他知道爷爷平时的时候 喜欢手上把玩点东西 所以就想找点玉石之类的物件给爷爷 通过朋友的介绍 魏明成这才听到了最近风头正进的方毅的名字 不过魏明成 即使委托朋友 当时也没能搞到方毅的雕刻作品 因为这位年轻大师的作品实在是太紧俏了 几乎一上市就被一抢而空 魏明成除了委托朋友购买之外 自己也曾经去过位于古玩市场的那家店 确实连方毅的面都没见到 应该就是方毅吧 我听他前段时间说 顾玩店开业之后生意很好 对方毅具体做的事情 百初夏并不是很了解 包括前段时间 方毅去晋省办的事 也没有和百初夏提起过 两人在电话里都不怎么聊自己的工作 原来是这小子 不行 初夏 你得给表哥我问他要块玉 想着三番五次的 想从方毅那里买块玉都没买到 魏明成就恨得牙根痒痒 他魏大少在金陵大小也算是个人物 没成想却是在一个小老板那里吃了憋 你自己问他要呗 方毅又不是小气的人 百初夏随口说道 他自己身上还佩戴着方毅送给他的玉佩呢 好 反正爷爷过寿 我请了年休假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方毅家 省得那小子占你便宜 魏明成闻言点了点头 忽然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说妹妹 讲老实话 那小子到底有没有占过你便宜啊 魏明成 你查户口还是审犯人呢 等鼻子上脸是吧 百初夏的鞋跟 用力地在魏明成的脚背踩了下去 寂静的马路上 顿时响起了一阵惨嚎声 方毅 你没见那小子的脸色 再见到我朋友之后 连眼皮子都不敢往上抬 可是把我给笑死了 方毅等人还坐在狐狸志那里闲聊的时候 满君已然是回来了 兴冲冲地来到客厅里 一边脱衣服一边说道 于老师 您出的这个主意真好 本来打算出血请那小子吃一顿的 现在连大餐钱都省掉了 在如何对待侯景臣的问题上 满君一直都是有些挠头的 听到他的人品 满君根本就不想和他再有交集 但别人千里迢迢的来金陵找到自己 满君又不得不尽地主之遗 所以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招待 但是满君没想到 于轩给他出的法子效果真好 当他在饭店门口和自己穿着警服的同学偶遇之后 侯景臣顿时就变了脸色 几人一开始没有进饭店 而是在门口闲聊了几句 得到满君的叮嘱 他的那个同学在说话的时候 显得十分安熟和经常来往的样子 最后还非要拉着满君和侯景臣 与他们并到一个包厢内不可 这让侯景臣的脸色一直变换不定着 最后侯景臣装着接电话的样子 找了个借口 说是有急事必须过去处理 可是满君分明看到 是侯景臣自己右手在口袋里 故意调响的手机铃声 这让满君在回来的路上 一直都没能忍住脸上的笑意 在满君家里闲聊了一会儿之后 个人也都散去了 于轩自然是跟着方毅去到了他家里 以前来金陵的时候 于轩通常都是在酒店 或者是孙连达家中住下的 但当方毅买下赵洪涛那套房子之后 于轩就哪儿都不去了 别的不说 仅是方毅那房间单独一间屋中 两个那绕墙一周的博古架上 所摆的古丸就对于轩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尤其是那个轩德鲁 每次于轩过来的时候 总是恨不得将其抱在怀里 睡觉的时候都要摆放在床头 你小子 这屋子里的藏品是越来越多了 坐在方毅的收藏室里喝着茶 于轩一脸羡慕地 看着博古架上陈列着的东西 这间收藏室是他帮着方毅改造出来的 里面的博古架都是于轩从民省找人 用上号木材打制出来的 古丸因为材质不同 保管的方法也是不尽相同的 像是浴室类的物件 于轩都是将其放在玻璃罩子里 然后在里面放置一杯水 以保证浴室的深度 而字画则要保持干燥 经过于轩的整理 整个博古架上的东西 都是井然有序地被分类放置着 方毅打量了一下他的收藏 摇了摇头说道 老师 这才摆放了一半 哪里说得上个多字呀 房间里的博古架都是贴墙打制的 高度只比屋顶稍微矮那么一点点 大约在两米八左右 被分割成大小不一的空格 如此一来 一面墙的博古架就能收纳三四十件东西 方毅的那些收藏放在里面 堪堪占了大约一半的位置 一半还少 于轩美好气地瞪了方毅一眼 开口说道 你小子这里的东西渐渐都是精品 一件抵得上别人一屋子的东西 要不老师我和你换换 就用这轩德卢怎么样 于轩面前青烟鸟鸟 却是那轩德卢里 正点燃着一支印度老檀香 用于轩的话说 好东西不怕用 像轩德卢这种品质的古丸 既可观赏又能实用 木香斩茶 方能领悟人生真谛 只不过每次燃香过后 于轩就要忙活了 用水冲洗 轩德卢自然是不行的 所以于轩把烟灰倒掉之后 用软布一点一点地 再把里面的烟灰擦拭干净 如此之后才上手把玩 老师 您既然喜欢 这轩德卢就送予您算了 省得你整天惦记着 看到于轩 瞅着轩德卢那一脸迷醉的样子 方译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样的提议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了 欣赏不一定非要拥有啊 大英博物馆里 有更多咱们国家的好物件 我还能都给弄到家里去啊 于轩摇了摇头 虽然他家中收藏的文丸杂像 也不乏精疲 但真是拿一屋子的东西 和方译交换 也说不上谁吃亏 谁占便宜 但是在于轩心里 他收藏的物件加起来 确实也不如 轩德卢珍贵的 这玩意儿 对于于轩而言 已然是一种情节了 那您就别指望了 不过我这个轩德卢 老师您完全可以 给收藏到家里去啊 方译文言笑了笑 他收藏古董的时间并不长 东西也来得容易 除了客厅里挂着的 那把鬼头刀之外 方译对别的物件 都是不怎么在意 你小子就别诱惑我了 不喝了不喝了 再喝就睡不着了 于轩还真担心 自己经受不住这种诱惑 把面前的茶杯一推 拿起轩德卢 往方译给自己准备的卧室走去 这点燃着的檀香 是于轩自个儿带来的 放在卧室里 有安神助眠的作用 老师 给您带早餐来了 还热着呢 趁热吃吧 第二天一早 在阳台上吐纳炼气后的方译 下楼吃完早餐之后 给于轩也带了一份上来 老年人起得早 方译回来的时候 不过六点出头 于轩已然是带着一副老花镜 坐在客厅看起了报纸 好 金灵的小笼包子和鸭血粉丝汤 味道还是不错的 于轩放下报纸 走到了餐桌旁 忽然想起了什么 对方一说道 对了 你房间里的手机响了好几次 去看看是谁打的 这么早给你打电话 肯定是有急事的 虽然是方译的老师 但于轩在方译家里的活动范围 也仅限于他的卧室 客厅还有收藏室 至于别的房间 于轩是一步都不会进去的 那是属于方译私人的空间 是不是吵到你了 方译文言走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他平日里电话基本上都是静音模式 晚上更是会关机充电 这是左摆出下来了金灵 方译这才破例开的机 没有 电话响的时候我已经起了 于轩在餐厅里回了一句 老师 是胖子的电话 方译嘴里嘟囔着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这小子平时不睡到个日上三杆 是不会起床的 今儿怎么回事 怎么起那么早 一边说着话 方译一边给胖子拨打了过去 话说胖子自从找了女朋友之后 就变得愈发的懒了 身体更是又继续横向发展的趋势 方译喊了他好几次早起锻炼 都被胖子找了百般借口给推掉了 第六百四十三集 密哥 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 电话接通后 胖子的大嗓门从话筒里传了出来 在他旁边人声吵杂 方译一听就听了出来 胖子估计这是在哪个早点摊子正吃早点呢 胖子 今儿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怎么起那么早 听到胖子声音洪亮 不像是出了什么事情的样子 方译顿时放下心来 相对于做事稳重的三炮 胖子的确不怎么让人省心 双双说了 以后让我早起锻炼 胖子的声音里有几分沮丧 话说方译的话可以不听 但孟双双的话 在胖子面前 那就和圣旨差不多 不光是要跪接 还得不打折扣地完成才行 你小子活该 是让你过年胡吃海喝的 方译文言哈哈大笑了起来 像胖子这种人就得找个如同孟双双这样 能管得住他的才行 不说这个了 今儿早起不是锻炼 是刘哥来了 胖子开口打断了方译的话 过年还不让胡吃海喝 那得是一件多么令人悲伤的事情啊 刘哥 哪个刘哥 方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在他的印象里 好像自己称呼刘哥的人 只有寄生的刘家喜吧 刘家喜刘哥呀 他来金灵了 胖子的话 正视了方译的猜想 刘哥五点多到的 我带他吃个早点 要不一会儿去你那儿坐坐 以胖子和方译的关系 这个电话原本是多余的 但胖子就算有钥匙 也不敢直接上门啊 万一方译昨儿是在孙连达那里住下的 那闯入法阵的后果 却是胖子经受不起的 好啊 你带刘哥过来吧 我把思元杰也叫过来 听到真是刘家喜 方译连忙说道 在思元杰的这件案子上 刘家喜虽然起到的作用有限 但他却是实实在在的 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能力 和方译他们相处的 一直也都很不错 给思元杰打了个电话之后 方译就到楼下去等着了 也就是七八分钟的样子 一辆寄上牌照的警车 就停在了方译的小区楼下 车子停稳之后 胖子先从副驾驶的位置上 跳了下来 六哥 给您半年了 欢迎来到金里 方译拉开了驾驶室的车门 和下车的刘家喜来了个拥抱 方译 新娘好 新娘好 我这是不搞而来 没打扰到你们吧 和一个月前 还在派出所里混日子时 一脸憔悴的样子相比 现在的刘家喜 可谓是红光满面 说话的声音都要红亮几分 浑身上下 都透着一股子精干的模样 哪能啊 欢迎领导前来指导工作 方译笑着和刘家喜 开了句玩笑 六哥 到楼上坐吧 思源节等一会儿就到 得让这小子 好好谢谢你才行 等等 还有点东西 刘家喜拉住了方译 说道 我给你们哥几个 都带了些年货 虽然晚了点 但十五还没过 这年还没算过完呀 六哥 您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看着打开后备箱 那满满当当的东西 方译有些哭笑不得 从近省拉来的那一车年货 好不容易才分完 这刘哥又是搞来一车 方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吃完了 郁哥 刘哥在我那里 已经放下很多了 胖子帮着刘家喜 往外拎着东西 嘴里说道 三炮的那一份也放你这儿吧 我回头让三炮自己来拿 方译 是你嫂子选的一些家乡特产 你可别瞧不上啊 刘家喜开口说道 六哥 您这是哪里话 我就喜欢吃特产 方译一听刘家喜的话 得了 什么也不用说了 刚好这会儿 骑着自行车的思缘节 也赶过来了 哥几个一起把东西 给拎回到了方译的家里 进到房间 把老师和刘家喜 相互介绍了一下 方译有些埋怨地说道 六哥 这大老远的 您过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事情太多 我就两天的时间 过来看看你们就走 刘家喜的脸微微红了一下 他没好意思说 自己一来因为走得急 二来却是还没能用上手机 联系起来不方便 不过这事也不远了 等他到任之后 就有资格配发手机了 叔 您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 我带你到处转转去啊 听到刘家喜只有两天的时间 思元杰不悠有些着急 刘家喜曾经跟着他爷爷练过舞 按照辈分 应该是和自己父母一辈的 思元杰现在亲人都不在了 所以见到自小相识的刘家喜 却是倍感亲切 你小子啊 以后多长个心眼 输就能放心了 刘家喜摸了摸思元杰的脑袋 一脸疼惜地说道 思家就你这么个独妙妙了 你小子千万别出事 等你结婚的时候 叔和老之叔 过来当你的家中长辈 给你办得风风光光的 说哪跟哪的事啊 思元杰脸皮薄 被刘家喜说得满脸通红 却是忘了 让刘家喜多留几天的事情 刘家喜喝茶 这有烟你自己拿 方易端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和一包香烟 放在了刘家喜的身边 在一起住了十多天 他知道刘家喜的习惯 一是喜欢喝浓茶 一个杯子里几乎全都是茶叶 据说这样能提神 而刘家喜的第二个习惯 就是抽烟 他在办案过程中 虽然可以一根烟都不抽 但平时却是烟瘾极大 胖子曾经说 刘家喜抽烟都不用打火机的 只要点上一根 就能自动延续下去 有时候一抽就是一包 不抽了 在方易这近乎全封闭 异常暖和的屋子里 刘家喜虽然有些异动 但还是没拿起香烟来 在这屋里要是抽上一根 包准是一屋子的烟味 柳哥 客气什么呀 我去把窗户开开 整天关着窗户也推闷了点 方易笑着站起身 走到封闭阳台处 打开了窗户 正当方易想转身回去的时候 眼睛看到刚刚停在楼下的一辆车 走出了两个人 初夏 方易站在窗户处喊了一声 虽然摆初夏头上戴了一顶帽子 脸上围着围巾 但身上仍然是一件牛仔裤加紧身毛衣 手上拿着羽绒服却是没有穿上 将一身曼妙的身材占露无遗 方易 抬头看到阳台上的方易 白初夏甜甜地笑了起来 说道 我们来得有点早 方不方便上去 方便 我下去接你 方易笑着转身出了阳台 他和白初夏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 相互之间也没有说过什么甜言蜜语 但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双方却是都感觉非常的舒服 那种似乎来自心灵上的契合 是两人都未曾体会过的 卫哥 干嘛那么严肃啊 下楼接到白初夏的时候 方易看了一眼站在旁边 黑着脸的卫明成 不由笑了起来 你小子笑什么 卫明成郁闷地看了方易一眼 昨儿带白初夏回去晚了 可是被家里人一顿好训 还被老爷子拿着拐杖敲了一下 可是打死卫明成 他也没敢说表妹和方易的事 结结实实地背了个黑锅 而今天一大早 卫明成又是被表妹从床上给拉了起来 一年难得睡上一次懒觉的卫明成 差点都疯了 像自己表妹这天仙般的人 在谈了恋爱之后 居然和那些普通的女孩子也没什么两样 走吧方易 我还没来过你这个新家呢 白初夏冲着方易挤了几眼睛 那弯成了月牙般的眼里 满是笑意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进到屋里之后 方易大大方方地拉过白初夏 开口说道 这是白初夏 也是我的女朋友 她是卫明成 是初夏的表哥 卫哥 这位是刘家喜刘哥 是我在记上的朋友 你们认识一下 刘哥是警察吧 卫明成的观察力还是很强的 和刘家喜握了下手说道 看到下面有辆记省警局牌照的车子 一定是刘哥开过来的吧 卫老弟也是个摸枪的人 我看不是特警就是武警 感受到卫明成虎口那层厚厚的茧子 刘家喜也是笑了起来 这两人都是属于那种很敏感的职业 一见面就相互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北民有声 第六百四十四集 大家都是朋友 坐下来说话吧 方逸笑着对百出夏说道 我带你看看房子去 告诉你 这房子赵哥装好没多久就转给我了 可是省了我不少的事情 这房子的装修赵哥没少上心吧 跟着方逸在房子里转了一圈 百出夏马上就喜欢上了 要知道赵洪涛的国学抵御 原本就是十分的深厚 整个房子的风格都偏向于忠实装修 但又借鉴了一些欧美的风格 一般的设计师都设计不出这种效果来 方逸你从哪儿搞来这么多古丸 都是真的吗 当百出夏看到那一屋子薄骨架上的东西时 也不由愣住了 他在金林实习的时候 跟过一件文物走私案 曾经下过一番苦工 了解古丸知识 所以在见到这些古丸之后 也是被震惊住了 我会往上面摆艳品吗 方逸嘿嘿一笑 指着薄骨架底部的大抽屉说道 尿的字画就在那里面了 咱们出去坐会儿 我再拿给你 好 百出夏脸上露出了喜色 他昨儿对方逸的话 还是半信半疑的 但现在亲眼看到这一屋子的东西 百出夏心中的那丝疑虑 却是烟消云散了 方逸又拿什么话糊弄出夏了 看到回到客厅的表妹一脸喜色 伟明成不由撇了撇嘴 她算是从小和百出夏一起长大的 还从来没见过表妹对一个男人 露出小女儿状的神情 这心里自然是有些吃味的 卫明成 你的月还想不想要了 百出夏不惯表哥的臭毛病 一句话就让卫明成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但心里还有些不服气 眼睛从房间的墙上扫过 当看到那把鬼头刀的时候 卫明成顿时眼睛一亮 说道 方逸 你这里怎么还有管制刀具啊 管制刀具 卫哥 我这把刀可是古董啊 看到卫明成那吹毛求疵找麻烦的模样 方逸哈哈一笑说道 这把刀是我从国外的拍卖行里拍回来的 有收藏证书和鉴定证书 卫哥 你要不要看看 证书就算了 你把刀拿给我看看吧 卫明成自幼练武 十八般兵器虽然说不上样样精通 但却是练过太极刀 八卦刀和梅花刀好几种刀法 只是他练的是单刀 对于鬼头刀这种背后历沉的重刀 却是所见不多 好 这刀有点沉 方逸走到墙边 将镶嵌在里面的鬼头刀给取了下来 然后递给了卫明成 好沉啊 看到方逸一直是单手拿着鬼头刀的 卫明成原本以为只有十来斤的分量 但一上手 却是猛地往下一坠 卫明成连忙将左手也握了上去 这才没当众出丑 而当卫明成将这把刀握在手上之后 顿时就感觉到一股阴冷的气息 扑面而来 厚重的刀身散发出那种气息 压迫的他都有点喘不过来气 这让卫明成的面色不由变了一下 方逸 这是以前行刑所用的刀吧 卫明成对于冷兵器倒是颇有研究 他曾听老人说过 以前在战场上杀人无算的那些兵器 如果保留下来都能称得上是凶兵 身体弱一点的人甚至都经受不住这种凶兵所散意出来的契机 卫明成在部队里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以前战场上的战刀军刺 但从来都没碰到老人所说的那种凶兵 卫明成还以为这种说法只是以讹传讹 但当他握住这把鬼头刀之后 却是发现这种传说是当真存在的 这把曾经取过谭四同性命的鬼头刀 在放置百年之后 里面的煞气原本没有那么强烈了 但被方逸放置在法阵充当了一段时间的阵眼之后 受到了法阵所聚集煞气的反哺 凶煞之气也变得愈发浓烈了 就连卫明成如此血气方刚的人都有些经守不住 卫哥好眼力 这把鬼头刀是百年前京城菜市口刽子手吃饭的家伙 看到卫明成只是面色一变就恢复了过来 方逸也是暗自点了下头 虽然卫明成修炼的功法有些杂乱 但修为确实不错 和思源节相比 卫明成要高出不止一筹 好刀 我当年见过二十九军大刀队所用的刀 杀起远远不及这一把 卫明成用右手食指在刀锋上轻轻擦过 却是发现这看上去并不锋利的刀刃 居然让自己的手指有一种刺痛的感觉 却像是印了重剑无锋 大巧不公这句话 卫哥 你慢慢欣赏 我陪刘哥说说话 等会儿带你和初夏去挑选字画 看到卫明成对那鬼头刀爱不释手的样子 方逸笑了笑也没多说什么 这要是别的物件 方逸说不定张口就送出去了 但这鬼头刀却是他屋中法阵的阵眼所在 方逸说什么也不会冲这大方的 柳哥 既然来了 这次就多玩几天 回头我和元杰陪你在金林到处转转 方逸说着话 看向了百初夏说道 初夏 你什么时候回京城 要是没事的话 也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玩吧 话说金林的这些景点 我还真没去过几处 明天给外公过完寿 我就得回去了 百初夏低声说道 这两天我也要陪陪外公 柳大哥 真的很不好意思呀 不用 真不用 你别听方逸乱说 我最多只能待今儿一个白天 晚上就要开车回去的 在乡镇派出所 待了好几年的刘家喜 哪里见过百初夏这样样貌气质俱佳的女孩 听到她向自己道歉 一张脸顿时憋得通红 连连白手道 我这次来 一是给方逸他们送些年货 二来是给他们通报一下案情的 通报案情 百初夏文言愣了一下 之前方逸前去寄进两省的时候 虽然每天也都和百初夏通个电话 但并没有说起思源节的事情 是以百初夏并不知道 这个和方逸等人有着莫大关系的案子 百初夏是警察院校毕业的 虽然现在调到另外的部门去了 但对于案子自然会特别敏感 听到刘家喜的话后 马上就意识到 方逸应该是被牵扯到什么案件里去了 这事和思源节是有些关系的 方逸想了想开口说道 他前段时间不是请假回家了吗 后来遇到一些事 我和胖子还有三炮去寄生找他了 没想到 方逸之前没有和百初夏提起这件事 只是觉得没必要 但现在百初夏既然问起 方逸就一五一时地将这个案子给说了出来 从前往济省再到济省追凶 整整说了差不多有二十多分钟 方逸讲述事情虽然不像胖子那样 极尽吹嘘 但他略微低沉的声音 却是将众人的注意力全都吸引了过去 就连于轩也停下了手中泡茶的伙计 专心听方逸讲了起来 这 这件大案竟 竟然和你没有关系 百初夏越听越是惊奇 等到方逸讲完之后 一脸震惊地说道 寄进两省的特大杀人片保案 竟然是你们破获的 虽然不在公安系统了 但百初夏现在所在的部门 信息之通常却是还在公安系统之上 像这样的大案 在案件进展的时候 就已经报到了他们局里 当时百初夏还在说那帮人没有人性 但他怎么都没能想到 这案子居然是在方逸的协助下破获的 百小姐 你怎么知道这个案子的 刘家喜被百初夏的话给吓了一大跳 要知道 这件案子还在保密审讯的流程中 并且对连山煤矿的梁大平等人都下了封口令 外界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的 我们部门有点特殊 这个案子我早在十来天之前就知道了 百初夏想了一下 从身边的包里拿出了一个 红皮的证件 在刘家喜面前晃了一下 让他看清楚了证件上的几个字 百小姐原来是这个部门的人呀 看到那个证件 刘家喜心里虽然明白了 但震惊却是丝毫没有减少 因为他知道 像这样的案子 普通的国安系统也是接触不到的 那就只能说明 百初夏所在的单位级别一定很高 凑巧看到了 只是真没想到 这个案子竟然是方艺和胖子他们给破获的 百初夏一脸意外地看着方艺 他知道方艺前段时间去了晋省 但却不知道是为了这个案子而去的 第六百四十五集 朱夏 你这话就太抬举我们了 方艺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案件是由我们几个人而起的不假 但要说破获 那是刘哥他们的功劳 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方艺 这里没外人 你就别把功劳往外推了 刘家喜苦笑了一声 此时的他在同事眼中 那就是孤身追凶 最终破获大案的英雄 但只有刘家喜自己知道 他这个英雄的身份 在方艺和胖子等人面前 有多么的苍白 虽然刘家喜在立案上 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到了晋省之后 顾局长并没能给他太多的帮助 反倒是方艺等人 开着车出去转悠了一圈 竟然就找到了游龙无二宝的下落 在其后的抓捕中 方艺和胖子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出于很多方面的考虑和需要 方艺和胖子以及三炮 都没有出现在这个案子的办案过程里面 甚至只有最开始的报案记录里 才有着魏锦华这个名字 在其他地方就再没有他们的影子了 可以说 这个案子最大的受贿者 除了捡了一条性命的思源节之外 恐怕就是刘家喜了 得到了省厅领导赏识的刘家喜 几乎重演了连升三级的戏码 直接从一个派出所副所长 成为了市局的政科级干部 如此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 让刘家喜前一段时间 一直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由于涉案时间长 涉案人员广 还有死亡人数多 等许多原因 这件案子还在审讯流程中 恐怕每个一年半载都很难解案 但刘家喜却是被领导放了几天长假 特批让离家已经二十多天的她 回家过年 刘家喜是年三十晚上到的家 陪着妻儿父母 过了一个充满了喜悦的新年之后 却是在家里待不住了 趁着距离回专案组 还有两天的时间 刘家喜将家里的年货收落了一车 驱车数百公里赶到金里 六哥 咱们就别相互吹捧了 你还是说说案子吧 进展得怎么样了 看到刘家喜 似乎想说出自己等人在案件里起到的作用 方毅连忙打断了她的话 在寻找思源节的过程里 方毅数次动用了占卜问卦的本事 而这些事却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了 这个 听到方毅的问话 刘家喜不由犹豫了一下 要知道 这个案子还在内部审讯过程之中 审讯的进程是要对外保密的 万一方毅家里 如果有个记者身份的人将消息泄露出去的话 那刘家喜的乐子可就大发了 六哥 这里没外人 看到刘家喜的样子 方毅当下笑道 这位是我的老师 除了古安 他对别的事情兴趣都不大 谁说我兴趣不大的 小刘 你继续说 老头子 我好奇得很 于轩不满地瞪了一眼方毅 如此凶残丧尽天良的案子 他也是第一次听闻 要说不好奇 那绝对是假的 卫哥是军队上的 也不会乱说了 六哥 你就放心吧 方毅大致介绍了下魏明成的身份 不过他对魏明成的了解并不多 只知道他是现役军人罢了 百初夏刚才已经出示了自己的身份 能让刘家喜避讳的人就只有于轩和魏明成了 听到方毅的话 刘家喜不由松了口气 当下开口说道 几个主犯全都料了 涉案人员一共有二十八人 现在已经全部抓捕归案了 在方毅他们走的那天 寄进两省的公安系统就进行了联合大抓捕 从晋省的煤矿到寄省正准备过年的农村家中 进签警力被调动了起来 再加上武警部队的配合 短短的两天之内 所有被交代出来的案犯无一漏网 由于这个大案 很多都是在晋省实施的杀人行为 所以抓捕到的犯罪分子 全部都被压解到了晋省 刘家喜在年前的时候 主要就是忙活这些事情了 后面虽然休假回家 但一直都和专案组有着联系 按照刘家喜所说 现在被交代出来的死亡人数 已经达到了五十八人 远远超出了吴二宝和游龙最初供诉的人数 而很多人和案子 竟然都是在吴二宝和游龙不知情的情况下 做出来的 我们走的时候 查出来的死亡人数不是二十八个人吗 听到刘家喜说出来的数目 就连对案情最为了解的方蚁和胖子都吓了一大跳 那多出来的三十人 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杀死的呢 我们也没想到 这案子涉及的人数竟然这么多 刘家喜闻言叹了口气 在将所有人的案犯都抓捕归案之后 一个个案中案全都被审讯了出来 原来游龙和吴二宝虽然是这个杀人骗宝团伙的两位老大 但当他们手下的团伙成员掌握了这项发财大计的时候 就有人生出了拉杆泽单干的心思 毕竟这种犯罪行为实在不需要太多的专业技能 而这些人比之游龙和吴二宝还要更加的凶残 没有游龙配置的迷魂药 他们无法掌控那些神经有问题的流浪汉 于是就将主意打到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人身上 这些人用工友或者招工的名义 诱骗那些单身出来打工人 说是在煤矿干活工资有多高 然后又骗他们说 效益好工资高的煤矿打工需要人介绍 让他们在填写履历的时候 写成是自己的亲人 但是一到井下 这些人就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杀人的手段也适合吴二宝他们如出一辙 几十条鲜活的生命 就在他们的铁锤或者石头之下 无声无息地消失掉了 如果不是方毅他们揭开了这个案子最初的迷雾 恐怕那些打工者的亲人们 还在翘首期盼着他们回家呢 除了刘家喜等少数几个人之外 绝大多数参与到这个案子里的干警们 都没能回家过年 因为审讯出来之后 他们还有着诸如指认现场 寻找凶器和死者尸骸等大量的工作要做 几乎每天都在奔波着 造孽 真是造孽呀 在刘家喜讲完最新的案情后 房间里出现了一瞬间的禁忌 不过于轩的声音很快打破了这种禁忌 重重的一巴掌拍在了面前的茶几上 你小子真是捡了条命啊 和于轩的关注点不同 魏明成的注意力却是放在了思源杰的身上 因为按照刘家喜所说 这些犯罪分子的犯罪实施率非常的高 在他们坐下的案子里 只有思源杰一个是在被拐骗到煤矿之后 还幸存着的人 要是没有一哥和胖哥他们 我这条命恐怕也没有了 回忆起发生在不久前的往事 思源杰也是心计不已 如果不是方毅等人及时赶到 思源杰这会儿 不是被埋在煤矿下面 就是长眠鱼 尽省那连绵不绝的大山之中了 丧心病狂啊 于轩的脸色十分沉重 认识谁听到这种凶残之极的案子 心情总是不会好的 尤其是这样的案子 居然还发生在自己身边人的身上 可不是 这些人一个个都没有人性的 刘家喜摇了摇头说道 现在涉案的人员已经有三十二人了 恐怕这是建国以来涉案人数最多 死亡人数也能排得上是前几位的案子 现在公安部已经驻派工作组下来知道工作了 这件案子之所以一直没能侦破 就是因为无法掌握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 当时的侦破方向都集中在了死亡出租车司机的社会关系上 但谁都没能想到 那无辜生命的逝去 仅仅是为了一份投名状而已 这些人都该枪毙 魏明成愤怒地说了一句 他虽然在部队里任职 平时也会处理一些突发事件 但像这样凶残恶劣的案子 却也是从来都没有碰到过的 要是没意外的话 这个团伙要被判死刑的人数 恐怕要占绝大多数的 听到魏明成的话后 刘家喜点了点头 法不责重这句话 并不能应用到这个案子里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而且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 杀人罪是最为严重的 只要查明了事实 估计这个团伙成员 没几个能活得了的 第六百四十六集 六哥 大过年的咱们不说这些了 看到众人的面色都有些沉重 方一笑着岔开了话题 开口说道 回头陪刘哥您到中山林这些地方转转去 再给嫂子他们买些东西回去 不用不用 方一 你陪百小姐就行了 刘家喜连忙摆了摆手 从刚才的谈话里 她也能听出来 方一的女朋友像是从京城过来的 估计这两人平时也是聚少离多的 一哥 我和胖哥陪我输去就行 斯元杰自告奋勇地说道 刘家喜的到来 斯元杰无疑是最高兴的 这人没了亲人之后 总是会更加珍惜家乡人的这一份情意 那也行 晚上咱们一起吃饭 方一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 自己这边的确有事 老师从家里赶来自己要陪着 而且还要帮百初夏挑选送给外公的礼物 确实是走不开 小子 行啊 有骨子尿下 在送走刘家喜和胖子等人之后 方一刚回到屋子里 魏明成就对他撬了下大拇指 魏明成虽然有那么一点出身世家的傲气 但为人却是直来直去的 方一在这个案子里的作为 已经赢得了魏明成的尊重 魏哥 我就是悄悄编骨 事情还都是警察做的 方一并不鞠躬 笑了笑说道 给你们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咱们还是先看看吧 昨儿回到家里 方一就整理一下正板桥的字画 这次从彭斌那里得到的这批字画里面 还就是以正板桥的作品最多 一共是三幅字和两幅画 而且都是正板桥壮年时期的精品之作 说起来也巧 在年前的时候 方一和老师重点就是在修复这几幅字画 并且在修复完后 有孙莲达亲自进行了表壶 所以要是拿出去送礼的话 只需要再购买个礼盒放进去就可以了 朱夏 画是两幅 你挑一幅吧 方一走到收藏室 将正板桥的几幅字画都给拿了出来 然后在餐桌上铺上了一层软布 这才将正板桥的两幅画给摊开了 你小子可真舍得 看到那两幅画 一旁的俞轩忍不住嘴角抽搐了一下 要知道这两幅画 一幅名为竹石图 一幅叫做兰花图 均是正板桥最为著名的代表画作 在市场上基本上是一画难求的 尤其是那幅竹石图 上面还提着正板桥最为著名的那首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源在破岩中 千魔万机还奸记 任尔东南西北风的诗句 而且是正板桥手书 愈发使得这幅画显得弥足珍贵了 哎 方一 这是正板桥的话吗 魏明成凑到那两幅画旁边 仔细地看了一眼之后 指着竹石图提师下面的提拔说道 正板桥的名字不是三个字吗 这上面的提款是两个字啊 方一 你可别拿假话来糊弄我们 我爷爷见上字画的水平很高的 魏明成此画一出 站在桌旁的几人 脸上顿时露出了恶然的神色 尤其是于轩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那位也精通琴棋书画的老友 居然生出了个对此一窍不通的儿子来 魏明成 你能把嘴巴给闭上吗 方一还没说话 百初夏已经快要被自己表哥给气死了 他原本以为 外公喜爱正板桥的作品 家里人都懂得一二呢 但听到表哥的话 百初夏才知道 自己实在是高估了他 怎么 我说错了吗 看到身边几人脸上的神色 魏明成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当下挠了挠头说道 我很想要去部队了 爷爷过寿也不用我准备礼物 所以我对这些真的不是很了解 这事其实也不怪魏明成 他常年在部队里待着 爷爷过寿的时候 也就是回来磕个头 根本就不需要送什么礼物 只是今年心血来潮 琢磨着给爷爷 逃弄个把玩的玉石物件 百初夏也拿自己这表哥没什么办法 当下指着竹石图上面的字说道 魏明成 正谢就是正板桥 他姓正明谢 板桥只是他的号 你不懂别乱说话 哦 原来这个字读谢啊 这人也真是的 取这么个生辟字 要是螃蟹的谢我不就认识了吗 听到表妹的话 魏明成撇了撇嘴 他刚才瞅了半天 也没认出那个字来 下意识地就认为这话是假的了 我懒得和你说了 百初夏转过头 对方一说道 方一就这幅画吧 多少钱 我回头打给你 百初夏帮父母找了很长时间的正板桥作品 对正板桥作品的价格自然也很了解 他知道 像这么大 并且具有代表性的竹石图 对外价格最少是在百万以上的 百初夏自己自然是买不起的 不过家里还有老爸老妈做坚强厚盾呢 这话虽然是贵了一点 但对于百初夏来说 也不是什么负担不起的价格 钱就算了 你不是让我和你一起去给老爷子拜寿吗 这话就算是我的寿礼吧 方一笑着摆了摆手说道 这幅画 算咱们两个送给老爷子的吧 老爷子这一辈子经历风吹雨打 但却正如这竹石一般傲然挺立 和这幅竹石图 正是相得益彰 相信你外公会喜欢的 昨儿拿出这两幅画比较的时候 方一其实就选定了竹石图 原因很简单 百初夏的外公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 一辈子所受的磨难不知道有多少 这幅图中那立根破颜中的尽松 正能寓意老爷子的高贵品格 那好吧 就算是咱们俩送的 百初夏不是那种扭捏的女孩 想了一下之后就点头同意了下来 虽然和方一从小生长的环境不同 但两人有一点却是很相似 那就是对金钱都没什么概念 哎 方一 你们的寿礼有了 那 那我的呢 看到表妹选好了东西 魏明成有些着急了 这是他头一年给爷爷送寿礼 虽然之前也搞到了一块寿山石 但总感觉不是那么如意 看到表哥那一脸渴求的样子 百初夏不由笑了起来 转头对方一说道 方一你还有雕刻出来的作品吗 给我搁一个吧 行啊 前几天没事雕了几个物件 有个寿星的把玩剑 倒是挺适合的 方一文言点了点头 起身进屋拿出了一个手把剑说道 这东西还没抛光 不过时间也来得及 等会儿送过去打磨一下就好了 这个好 这个好 当魏明成看到方一手上的那个玉石寿星后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这个手把剑虽然不大 但却是将寿星宫笑容可居的神态 完全体现了出来 而且在他的肩膀拐杖处 那挂着的两枚树桃 也是十分的引人注目 魏明成相信爷爷一定会喜欢的 那个老弟 这东西要多少钱呀 魏明成和方一可没有表妹那样的交情 而且以他的品行 也是不会白拿这件寿星把玩剑的 不过这一声老弟喊出口 却是显露出了魏明成的心虚 甭看他是魏家人 但魏明成的手上还真没多少钱 在很多父母家人身居高位的家庭里 子女往往都是不缺钱的 因为就算他们不做生意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好处落在他们头上 用那句躺着就有钱赚的话来形容这些人 真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魏明成不一样 他虽然是父母的长子 但却是魏老爷子最小的一个孙子 十来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军队里 一年也就是回家个一两次 不是和魏家走动得十分亲近的人 甚至都不知道他和魏家的关系 所以和自己的那些兄弟姐妹们相比 魏明成就像是个小透明一般 除了每年从家族里支取的那点钱之外 他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额外收入了 要不是昨儿东挪西界的二十万还在手上 魏明成怕是也没有钱来买玉的底气 魏哥 小玩意而已 不要贪钱了 听到魏明成要买 方毅笑着摆了摆手 其实他也不知道 自己现在的作品能卖多少钱 只知道满君整日里催促他 多雕琢出一些物件 对于他的作品 店里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 第六百四十七集 那不行 你不要钱 这东西我也没法要了 魏明成很认真地摇了摇头 他平时是会享受家庭或者军人身份所带来的一些便利 但魏家家风甚严 像这种买东西不给钱的事情 魏明成却是不敢干的 那就给个三万块钱吧 这块料子是紫料 上面还带着点皮 品质很不错 看到魏明成一脸认真的样子 方毅有些无奈 当下爆出了那寿星的价格 不过这只是紫料的价格 方毅并没有把自己的手工钱给算在里面 好 三万不算贵 听到方毅的话 魏明成脸上一喜 他让人买的那件寿山石也花了两三万块钱 但看上去 确实远不如这块寿山石把玩件了 魏明成相信 爷爷一定会喜欢的 你给我个账号 回头我把钱打给你 魏明成将那手把剑拿了过去 爱不释手地把玩了一下 抬头说道 方爷 这抛光怎么做 我要拿到什么地方去打磨呀 魏哥 这事不结 回头我拿店里去就行 那里有抛光师的 于轩帮方毅请的那个专职抛光师 过年的时候回家了几天 只不过这边生意太好 他大年初三就赶回来了 这几天一直都在店里忙活着 哎 你不急我急啊 回头还要给他配个好看的盒子才行 魏明成忙活地站起身 说道 先打磨好再说 你不用去了 告诉我店在那里就行了 我直接过去 行 我给那边打个电话 魏哥 你直接过去吧 方毅文言点了点头 魏明成走了 他和白初夏 也能有独处的机会了 方毅相信 到时候于轩一定会找个借口 不是去出门溜弯 怕是就会去孙莲达那里 拿起电话 给店里拨打了过去 方毅大致地把事情说了一下 就挂断了 他也没有直接找抛光师 而是让早上去上班的孟双双通知了一下那人 对了 方毅 这把刀你卖不卖 魏明成拿着那玉把剑走到门口的时候 眼睛忽然扫过了放在茶几上的那把鬼头刀 不由站住了脚步说道 方毅 你家里放着刀剑这一类的物件不太合适 干脆也卖给我得了 得了吧 这玩意儿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还是别买了 方毅摇了摇头 这把鬼头刀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滋养 里面的凶煞之气日益浓厚 魏明成要是把它摆在家里 那绝对是招灾引火的根源 好吧 你什么时候想卖的时候 告诉我一声 魏明成有些可惜地看了一眼鬼头刀 虽然现在早已是热武器的时代 但练武之人对于冷兵器还是情有独钟的 不过古代出于锻造技术的原因 大多兵器都腐朽掉了 而能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精品 只是难得一件罢了 这小子 真是占便宜没够啊 等到魏明成离开之后 于轩没好气地说道 魏加西这儿子的眼光真是不怎么样 别说方毅不卖他这把刀 就算是卖了 他也买不起啊 于老师 这刀很贵吗 听到于轩的话 摆出下吐了吐舌头 他也知道 表哥从小就喜欢五刀弄棒 刚才差一点出言 帮着表哥说话呢 从工艺上来说 这把刀是用的百练千段的法子 不亚于现代的打造技术 但是这把刀在历史上的意义 却是不同凡响 魏明成那小子是买不起的 在于轩看来 一件古董之所以之前 本身的材质只能放在第二点上 而最重要的却是其在历史中的地位 就像是古代最著名的美誉和氏璧 根据史料记载 和氏璧出产自晋山 也就是现在的鄂省武当山一带 这里原本并非是玉石的产区 所以按照于轩的推断 所谓的和氏璧 其实只是一块普通的朴玉罢了 但经历数朝数代 又有诸如完璧归照等历史典故的渲染 和氏璧在国人心中 绝对能称得上是排名在前三位的至宝 这种在人心之中的无形价值 就是历史地位所赋予的 而这把鬼头刀 则是决定了当年 勿须六君子生死的兄兵 在近代历史上 大大有名的谭四同 就是死于此刀之下 别的不说 单凭这一点就足够吸引眼球了 于轩相信 如果把他拿出去拍卖 至少稍微炒作一下 吸成交价格 怕是最少都要在五十万以上的 于老师 他有什么历史意义啊 听到于轩的话 百初夏有些好奇 他知道于轩眼界很高 去年在参加那场拍卖的时候 极少有于轩能看得上眼的东西 没想到此刻 却是对一把刀评价如此之高 谭四同的脑袋 就是被他砍下来的 你说他在历史上有没有意义 于轩看了一眼 方毅说道 初夏 方毅日后在古丸行的成就 肯定会超越我和他孙老师的 希望你能珍惜这段感情 日后能真的走到一起去 在方毅和百初夏结识之初的时候 于轩压根就没认为 方毅能配得上这个人品相貌 家世 军事一流的女孩 但现在于轩却是改变了想法 百初夏能和方毅在一起 未必就不是百初夏的幸运了 于老师 我和方毅在一起 不是看他的成就 而是想和他在一起 百初夏是个极有主见的女孩 以他的出身 比方毅有钱的年轻才俊 见得多了 但百初夏之所以愿意成为 方毅的女朋友 却是和方毅在一起的时候 内心有一种十分平静 和舒服的感觉 这是和其他男孩在一起的时候 所无法体会得到的 行了 咱们就别讨论那么深奥的问题了 方毅起身把鬼头刀摆在了墙上 笑着说道 何则来不何则散 感情的事情更是无法勉强的 不过我和初夏有姻缘 她的手上已经被我绑上了姻缘绳了 少来 这么跟绳子就想绑住我 百初夏扬作称怒地冲着方毅翻了个白眼 这种小女人的样子 在她身上却是极少出现的 那娇羞的模样 却是让方毅看得一阵愣神 初夏呀 这根绳子你可要保管好 看得摆初夏手腕上的红绳 云轩额头的青筋 忍不住跳动了起来 上千万的东西就这么随手带着 恐怕也只有方毅能如此的不在乎 余老师 我知道的 百初夏甜甜地笑了笑 虽然方毅之前也送过亲手雕刻的玉佩给自己 但这红绳同样是方毅亲手编织出来的 一个男孩能为女孩做这样的举动 往往是最能打动人心的 行了 我去你孙老师那转转 就不在这里当电灯泡了 于轩笑着站起了身子 她知道方毅和百初夏也有很长时间不见了 在古玩行私混那么久 于轩这点眼力见还是有的 方毅 明儿去见我外公 你害不害怕呀 于轩走后 百初夏坐在了方毅的身边 将脑袋轻轻地靠在了方毅的肩膀上 说来也奇怪 百初夏和方毅相处的时间并不久 甚至见面的次数都屈指可数 但对于方毅 百初夏没来由的 就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信任感 你外公吃人 方毅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别乱说 外公人可好了 百初夏打了一下方毅的肩膀 那就是不吃人了 我干嘛要害怕呀 方毅文言笑了起来 从魏明城的派头上 方毅能看出来一些东西 但方毅前面一二十年的生活 等于就是山中的隐士 凡尘俗世的荣华富贵 对于他而言 还真没有什么威慑力 我就喜欢你这无知者无畏的傻样 百初夏抿着嘴笑了起来 其实他知道方毅并不是无知者无畏 而是在他心中真的没有什么等级之分 在百初夏看来 什么帝王将相 富豪巨骨 在方毅眼中恐怕都是一样的 而百初夏也正是喜欢方毅的这一点 他以往和男孩子交往的时候 那些男孩或者是男人 总是像孔雀一般 有意无意之间会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而且从来都不愿意在自己面前失态 永远都表现得像是个绅士 但方毅却是不同 他身上的优点需要细细地去品味 相处的时间越长 越是能感受到方毅身上 那种犹如经年佳酿般的醇厚 在润物无声之中 就慢慢进入到了百初夏的内心深处 北民有声 第六百四十八集 方毅 我给你说说我们家吧 靠在方毅的肩头 百初夏只感觉十分的舒服 方毅的身上有种淡淡的清香 像是能安宁心神一般 要是再不说上几句话 百初夏怕自己就会舒服地睡过去了 行啊 我也了解一下未来老丈人和岳母的喜好 方毅笑着应了一句 对于百初夏的家事 他虽然在心中有过一些猜测 但却是从来都没有问过 他相信该说的时候 百初夏自然会告诉自己的 有嘴滑舌 百初夏轻撑了一下 接着说道 我爷爷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 解放后一直都在教育部门工作 我奶奶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就去世了 而我的父母则是六七十年代的大学生 他们都出国留过学 现在是在外交部门工作 我还有一个大伯 他在组织部工作 大伯家里有三个堂哥 哥哥们都已经结婚了 另外我还有一个姑姑 姑姑家里也有两个哥哥 我爸妈救我一个女儿 这是我家里的情况 感情你还是百家的小公主啊 方毅文言笑了起来 百初夏家中长辈的孩子 全都是男孩 可想而知 百初夏会多受宠爱了 因为不管多重男轻女的家庭 当儿子多了之后 也就不稀罕了 那当然了 在魏家我也是小公主 百初夏调皮地笑了笑 说道 我妈妈姓魏 我一共有三个舅舅和一个小姨 魏明成是我小舅家的表哥 他们家也是男孩多女孩少 三家就两个女孩 都已经结婚了 你外公不是个普通人吧 方毅笑着问了一句 在外人眼里 外公很厉害 但是在我眼里 他就是个疼爱我的普通老头 百初夏的眼睛里 满是回忆的神色 我小的时候 爷爷奶奶的身体不是很好 没法照看我 而爸妈的工作又很忙 所以我在外公那里 长到了六七岁 才回到爸妈身边的 那会儿就像是个假小子一样 整天在外面玩 说起自己的外公 百初夏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情 他的外公叫做魏德林 生于1910年 魏家是江浙地区的大户 而魏德林也出生于 一个书香门第的世家 魏德林在大学时代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 大学还没毕业 就毅然投入到了革命之中 魏德林是当时军队里少数有文化的那个群体 按理说 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干政委的 但魏德林却喜欢带兵打仗 他从排长一直干到军长 几乎全都是军事主官 当年的青年学生 也被熏陶成了一个粗犷的军人 在解放后 魏德林成为了一家军事院校的校长 这一干就是几十年的时间 现在部队里的很多高级将领 见到魏德林都是要称呼一声老校长的 在百初夏看来 他的外公魏德林 像是一个很矛盾的综合体 一方面他的性格十分暴躁 自己的几个舅舅从小几乎就是在棍棒下长大的 而另外一方面 魏德林却是学识渊博 和那些学者们都能谈笑风生 并且吐辞文雅 如果被魏德林的老部下看到 肯定不会相信这就是老首长 百初夏的外公和爷爷 当时一个是军事院校的校长 一个是教育部门的领导 因此认识并且熟悉起来的 百初夏的父母能结合在一起 与此也是不无关系的 怎么 你是怕外公打我吗 听百初夏对魏德林介绍得很详细 方一步由笑了起来 他能听出百初夏话中 隐含的那一丝担忧 这个真不好说 外公的脾气实在是不怎么好 虽然魏德林现在已经年余九十了 但那脾气却是依然如旧 这也是魏家子弟几乎没有出顽固的原因 因为只要被老爷子听到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肯定就是一顿暴打 冲这一点 魏家也没人敢违逆老爷子定下来的规矩 没事的 外孙女婿 这都隔了那么多层了 老爷子有气也不会冲我发的 方一笑着用手轻抚着百初夏的长发 对于这次百初夏 让他一起去给魏德林祝寿的意思 方一心里很明白 这是百初夏 带他进入到百家的第一步 虽然百初夏嘴上没说 但方一也很清楚 想让他的家人接纳自己 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 以方一的心性 却是没有感觉百味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几十年前 他们同样也只是普通的家庭而已 外公那么疼我 当然不会冲你发脾气的 方一的话像是有种魔力 让百初夏心中的那丝焦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方一手掌轻轻地拍打下 百初夏居然就睡了过去 一直到中午十分 百初夏才睡醒了过来 拉着方一要出去给他买几身衣服 说是外公过瘦的时候 要让方一穿得精神一点 看到性格一向都很大方的百初夏 居然也有些患得患失起来 方一不由哑然失笑 告诉他 自己不太喜欢穿西装 家里有几套布料不错的糖装 到时候穿着锯就行了 原本百初夏还想让方一穿给他看的 但这时卫明成又跑了回来 说是家里打了电话过来 老爷子指明要吃百初夏包的饺子 无奈之下 百初夏只能跟着卫明成回去了 怎么了 真打算去见家长啊 下午的时候 于轩和孙莲达一起回到了方一那里 看到方一翻找了好几件糖装 于轩不由笑了起来 开口说道 卫家的老爷子脾气可不怎么好 你拐骗走了卫家的小公主 说不定就会挨顿打 脾气不好不代表不讲理 我上门试课 那老爷子总不能打客人吧 听到于轩的话 方一哑然失笑 看到于轩手上拎着的一个盒子 方一问道 老师 您这拎着的 不会就是送给老爷子的寿礼吧 没错 寿桃一枚 于轩点了点头说道 那老爷子的脾气有些古怪 从来都不收家人之外的礼物啊 我要是搞点贵重的送过去 指不定就会被扔出来 所以买个寿桃就行了 我看你是小气舍不得花钱吧 孙连达在旁边接着于轩的短 别人过九十大寿 于轩居然就花了八十块钱 买了俩新品种的桃子 就是孙连达都有些看不过眼了 我说老哥 那老爷子的脾气 你是真不了解 就这俩桃子 他能收下了就算不错了 于轩文言苦笑了起来 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他去魏家 找魏家西的时候 曾经拜访过老爷子 当时拎了两瓶茅台去 却是被老爷子一顿臭骂 最后硬是又给拎了回去 我不管那么多 到时候方毅跟着你去 你不能让方毅受了委屈 孙连达才不管魏家 是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俗话说 孩子是自己的好 在孙连达眼里 自己这个弟子 不比任何一个年轻人差 找了百初夏 那是百家和魏家的运气 而且孙连达这话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那就是 让于轩做方毅的家长 事实上 师长如父 据说方毅是个孤儿 就是他父母健在 于轩也应该是能做这个主的 放心吧 魏家不是那种不同人情的家庭 我保准方毅没事 于轩和魏家戏的交情很深 而且他还知道魏老爷子身居简出 就算是过寿 估计也就是露一面的事情 魏家那么多人 老爷子未必就会关注到方毅 就是 只是去吃个饭而已 又不是鸿门宴 方毅在旁边黑黑笑了起来 要说最没有压力的人 反而是方毅 行了 不说这事了 把你的那两枚希望赏工钱 拿出来吧 于轩换了一个话题 指着孙连达说道 你小子不知道吧 你孙老师也是全界名家 手上有这样的名针不早拿出来 小心孙老师把你逐出师门 我以前拿懂什么希望赏工啊 方毅文言叫起了撞天驱 这几枚钱是我师父收藏的 我以前一直没当回事 也就是前几天见了 火景臣的那枚钱 才知道这东西珍贵的 和两个老师开着玩笑 方毅拿出了那两枚希望赏工钱 孙连达见上了一番之后 也是对方意 那不知道背了多少书的 老道士师父羡慕不已 要知道 即使在民国时期 也没有人能藏有如此珍贵稀少的名针 北民有声 第六百四十九集 一下午的时间 几人就在品茶健保中度过了 晚上的时候 满军也赶了过来 在外面酒店订了一桌饭菜 招待了刘家喜一番 为了不让刘家喜开夜车回去 方毅硬是留着刘家喜 在家里住了一天 到了下午的时候 方毅问胖子 要来了店里的那辆车 四五点钟 接到百出夏的电话之后 方毅开车 带着于轩 驶出了小区 还没过大年十五 大街上 仍然是一副节日的场景 按照百出夏给出的地址 方毅直接开车出了城 往中山位置的方向驶去 魏德林这几年喜静 所以一直都住远离城区的地方 这地方不错 是个风水绝佳之处啊 往城东方向 开了十多公里之后 方毅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山路 抬眼往山上望去 方毅看到山顶紫云环绕 雾气蒸腾 忍不住开口赞了一句 这里和蓝莲的那栋别墅 是一个方向 但位置却是一南一北 蓝莲的房子 要更靠近外围一些 哦 这里的风水好在哪里 听到方毅的赞叹声 坐在旁边的于轩笑了起来 自己这个学生 虽然在古玩的专业知识上 有些欠缺 但所学杂博 居然连风水堪余 这些东西都懂 山水成林浑然一铁 前山后湖 龙盘虎俊 这山中怕是有不少的 帝王墓葬啊 方毅看着那山顶的雾碍 随口说道 相师堪余 风水旺气 有三看 一看形 二看色 三看位 顶级的风水师 在这三看结合之下 才能做到 寻龙点穴 妙在一心 血绝有云 远看则有 近看则无 侧看则漏 正看模糊 皆善状太极之微妙也 此之位于形 山形地貌 在风水之中的重要性 自然是不必多言 如果在一大雄之地点下血葬 哪怕是子孙万代都不得安宁 看刑还有一种说法 那就是没有练出望气之术的 相师方式们 可以通过观察所看地点的云彩形状 从而进行风水勘于 寻龙点穴 但真正懂得望气之术的相师 却是可以看到地表蒸腾而出的气韵 两者之间的区别 可谓是天差地远 而风水之中的看色 就是看气的色彩 这是望气之术中 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古代懂得望气之术的大将 或者是军士 往往会在大战之前登高望远 很多人从望气之中 基本就能判定战役的成败 如果看到云底不大 而前面呈细长形 那么两军对垒将避战 看到云青白色 而前面稍低 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看到云前面 赤而烧扬起 则是会打败仗 传说诸葛亮 就是身经望气之术 从而百战难得一败 至于风水之中的望气色彩 则是要更加丰富一些 通常金黄色为大吉之气 诸富贵发达 此之颜色大多用于阳宅 而非是葬下死人的阴宅 像是方义所曾去过的故宫 就是如此 整个故宫的上空 都有一层金黄的颜色 虽然那和黄色的琉璃瓦 不无关系 但更多却是那千年帝王之气 所造就出来的 紫色同为吉气 主宅中人功名吉地 春风得意 如若为官 则官运横通 家官尽绝 不过和金黄色不同 紫色同样可应用于阴宅 由此颜色的墓地 可保得紫色飞黄腾达 万事皆春 但红色就要稍微差一点了 只能称作是平安健康之宅 久居家人子嗣 可能会有发达的机会 古时候很多小康人家 大多都是这种风水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风水 而当红色变为赤色的时候 这气韵也就因为阳极太盛 使得运势急转直下了 一般不是主家会发生火灾 就是宅内有重病不治之人 这样的阳宅和阴宅 都为不祥之气 当所望之气呈黑色中略带灰色 则是阴气极盛 顶才两败的态势 一般宅中之人会急病缠绕 久治不遇 不过这种色彩在常人之中很少见 大多都是在阴阳两地 行走的阴人宅中得见 所谓的阴人 用民间老百姓的说法 就是给阎王爷办事的活人 这种人在表面上和普通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实际上却是能游走阴阳两界 只是常在河边站哪有不失闲 他们阴气沾染得多了 往往都是不得善终的 至于白色如薄雾的颜色 则是宅底为阴煞缠绕 如果是阳宅 必招飞来横祸 而阴宅的话 怕是子嗣不忘或者是每一代都会有横死之人 在旺气中还有一种颜色 那就是紫黑色 不管是阴宅还是阳宅 如果出现这种色彩 恐怕牢狱关死和破财死伤的事情 已然是近在咫尺了 而且极难化解 而此刻方亦所看到了 山顶紫气就是大吉之气 死人葬于此处 可保子孙后代福泽深厚 活人居住在这里 则是能延年益寿 金林之所以能成为六朝古都 引得帝王将相建都于此 中山风水可谓是重中之重 哪儿来的紫气 我怎么看不到啊 于轩虽然知道中山的风水绝佳 也稍懂风水勘于之术 但他并不懂得旺气之术 抬头向山顶上看了半天 有些无奈地收回了眼神 在于轩眼中 那山顶除了树木就是白云 恐怕戴个墨镜都看不出紫色来 老师 您还是吃古玩这行饭吧 要是连旺气之术都懂了 那些风水巷师们也就没饭吃了 听到于轩的话后 方亦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旺气之术在风水诗中 也属于难得一见的秘书 并且需要从小修习一种特殊的功法 从而开启民间所谓的阴阳眼 才能看到这世间不同的色彩 不过不管是旺气之术 还是平时的六十感应 方亦通常都是将其给关闭掉的 打个比方 以方亦现在的耳力 就算是虫爬移动 他都能清晰地听到 如果开启六十的话 那身边的噪音 简直就像是轰炸机一般 在他耳边轰鸣了 于轩只是学了风水勘语的一些皮毛 听到方亦的话后 没有生气 当下笑道 风水相诗属于玄学一脉 我倒是认识这一脉的一位大师 等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好 有机会老师帮着引荐一下 方亦文言点了点头 他对于玄学两个字并不陌生 因为在现如今 对各种学问的归类中 但凡是无法用言语解释的一些事物 都被归类到了玄学之中 像是方亦所学的诸如俘虏之类的倒数 也都被归于到了玄学的范畴里去了 那家伙常年都在港台待着 等他回来再说吧 于轩笑着说道 风水玄学在咱们国内 是要被当成封建迷信来打击的 但是在港台就没这些机会 你知道那老家伙帮人看一次风水 要收多少钱吗 估计得几十万吧 方亦不确定地猜了个数字 他曾经听老道士说过 在建国之前 老道士帮人看风水 一次最少也要五根小黄鱼 也就是金条 放在现如今的话 那最少也是十万起步的价格 几十万 你也太小看它了 于轩摇了摇头说道 我给你说个事 你就明白了 港岛有个大佬 在穷省圈了块地 准备开发旅游业 但在施工的过程中 总是出事故 后来请我那朋友一看 才知道有大问题 老师 你说的是亚龙湾那边吧 方亦闻言一愣 连忙说道 那里是有个高人 布下的风水局 我以前去的时候见过 布局的人是有真本事的 方亦上次和满军他们 去过穷省 在路经亚龙湾的时候 他远远看到 有一处地方煞气几重 但走进之后 才发现那里居然被人 布下了一处风水局 将煞气尽数 镇压在了下面 其布局之巧妙 就是方亦 也颇为佩服 那当然了 你知不知道 刚倒的那位大佬 之前为什么一直不顺吗 谈到这些事情 于轩脸上露出了八卦的笑容 他也是普通人 提到风水玄学 心里也是有种神秘的感觉 知道啊 那里煞气冲天 以前不知道死过多少人 要是不镇压的话 死几个人恐怕都是轻的 方亦笑着随口答道 那处风水局中的煞气 虽然被镇压住了 但懂得望弃之术的人 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如果换成方亦 布置这个风水局 效果其实比那人 还要好上几分的 北民有声 第六百五十集 你小子还真懂啊 于轩有些诧异地 看向了方亦 他显然没想到 方亦真的知道答案 于轩也是听老友说起 才知道那处地方 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时候 是日军修建的一处军港基地 为了保密 在军港修建完成之后 参与工程的八千民工 全部被残忍地杀害掉了 并且在旁边挖了一个万人坑 将被屠杀的民工都葬于坑中 不过日军在乾隆入海之处 染血还不到一年 美军就在菲律宾登陆 大规模奸杀日军十万人 日军血染太平洋 所以在龙脉之地上 冻土尽血都是风水之大忌 日军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当然懂啊 听到于轩所说的万人坑 方毅不由笑道 那人是不是在万人坑上修建了七根定魂柱 然后又在海湾里建造了一个乾坤柱 而那周围的建筑都不能超过乾坤柱的 你小子就是不在古玩这行混 也是饿不着啊 于轩一脸惊诧地看着方毅 他发现自己以前还是小看这个学生了 方毅其职只是雕刻工艺大师 就凭他在风水勘语上的学问 到了港台地区 恐怕也是大师级的人物了 现在巡龙点穴看风水 可是赚不到几个钱了 方毅文言笑了笑 现如今科技昌明 鬼神之说在社会中早就不盛行了 也只有一些年龄大的人才会相信 再加上很多城市都修建了公墓 如此一来 这行当的饭碗就更加难端了 赚不到钱的都是没本事的人 于轩摇了摇头说道 我那朋友仅是做这个风水局 就整整赚了五千万 我玩了一辈子的收藏 还不如他这一次赚得多呢 于轩话中倒是没有什么忌妒的语气 只是有些感慨 他曾经和那位朋友去一次港岛 发现他朋友所到之处 尽是港岛的富豪巨骨们所接待的 吃穿用度都是奢华之极 甚至连华人富豪榜前几位的那几人 在面对他朋友的时候 都是一口一个老师称呼着 于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认识的郑家人 不过在郑家那位老爷子的眼里 于轩的地位可远远不如他的朋友 五千万不贵 想到自己在穷省所建的那个风水局 方毅淡淡地摇了摇头 五千万还不贵呀 要不是方毅在开着车 于轩恨不得在他头上来那么一下子 这年头普通人的月工资在八九百一千多 百万富翁在一些城市里就是很有钱的人了 看个风水五千万 这已然是不可想象的价格了 老师你那朋友今年多大 方毅不答反问道 今年应该有七十岁了吧 他比我要大几岁 于轩有些奇怪地看笑方毅 他不是很明白方毅的意思 那五千万最少买了他十年的养兽 方毅文言叹了口气 说道 风水勘语一道 做的都是泄露天机 行的是逆天改命的事情 有损因得 你朋友布下了那样的风水局 就算是一时能遮掩天机 但最终还是要折损寿命的 方毅占卜问卦和风水勘语的本事 是得子老道士真传的 他不敢说在国内无人可比 但方毅要是干这一行 恐怕那些所谓的大师给他提携都不配 但方毅从来都没有用风水向师的能力 去赚钱的主要原因 就是干这一行 往往都是在逆天行事 就算方毅是道家正统传承 泄露的天机多了 也是会遭受天谴的 老道士曾经对其千叮万主 让方毅不得以此为生 方毅 你你说的是真的 听到方毅的话 于轩的声音有些颤抖起来 当然是真的 老师 你那老朋友最近这些年 应该是深居检出了吧 方毅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其实破解那处万人坑的煞气 最好的办法是用经文将其给化解掉 如此不但不会折损阳寿 甚至还能增加阴德 只是一来那里的煞气实在是太重 二来 于轩的朋友也没有化解煞气的手段 所以只能将其给镇压住了 不过方毅知道 在那个地方的附近海湾处 兴建了一处很大的寺庙 这个寺庙的兴建恐怕也是那位风水大师提议的 用寺庙的佛法消弭万人坑的力气 这也是他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 是 这有好几年时间了 他一直都没有再帮人看风水 听方毅这么一说 于轩也反应过来了 自从他的那位老朋友帮人在穷省布下了风水局之后 好像就一直都没怎么出过门 而且在提及那五千万筹金的时候 那位老友脸上好像也没有什么欢愉的神色 方毅 你能帮到他吗 于轩和那位老友虽然行业不同 但认识了几十年 可谓是相交莫逆 此时听到老友要减受十年 忍不住向方毅问了一句 帮不了 老师 这种事情旁人是帮不了的 他如果能多行善事 或许还可以弥补一下 方毅缓缓地摇了摇头 从老实话中他能听出来 那人应该只是精通风水的悬门中人 而非是像自己这样的修道之人 如果他是修道之人的话 方毅倒是能指点他一些规避灾祸的法门 修道之人追求的是长生大道 这违背了自然规律的发展 原本也是逆天形式 不过修道之人还在天地法则之中 对天地法则的了解要远超于常人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又能得到庇佑 像是泄露天机这样的事情 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寿命 不过方毅此时修为尚浅 他曾经听师父说过 修道之人不畏天浅 但却是最怕因果 而帮人占卜问卦和寻龙点穴 或者是逆天改命 这些都是将别人身上的因果 转嫁到自己身上的事情 修为浅薄的时候 因果关系并不是很重要 也不会体现出来 但是在修为达到恋神返虚的境界之上以后 这些因果关系就会出现 再想往上晋级突破的时候 往往轻则晋级失败 重则甚至会走火入魔 性命不保 所以修道之人大多都隐居在深山之中 就是为了不沾染凡尘俗世的因果关系 像是方毅这样下山历练 到了某种境界之后 也是要斩断因果的 否则将会大到无期 方毅 等这次回去之后 你一定要跟我去见见我那朋友 听到方毅的话后 修轩一脸恳求地说道 就算方毅帮不到自己那位老友 相信也是能提出一些建议的 对于自己的这个学生 修轩有种莫名的信心 其实修轩曾经和孙莲达讨论过方毅的事情 在他看来 方毅能孤身一人从野人山走出来 并且斩杀了那不像是地球生物的巨燃 这绝非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情 在修轩眼里 方毅身上早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了 不过以前修轩没有和方毅深谈过这些事情 直到今天无意中提起 修轩才发现方毅在玄学上的造诣 怕是要比他已经表现出来的那些能力更加的精深博大 或许这才是方毅真正的本事 行老师 我也想见见这位前辈 方毅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在现如今的社会里 不但是道法示威了 就连玄学往往也被归纳到封建迷信的范畴之中 真正有本事的人已经是极为少见的了 回去我就给他打个电话约一下 咱们尽早去 要不是已经快到地方 于轩恨不得连魏家那位老爷子的寿宴都不参加了 相比之下 显然是他朋友的事情 要更加重要一些 老师 不差这几天的 看到老师心急火燎的样子 方毅不由苦笑了起来 在古玩鉴赏上 于轩是专家不假 但他真的不懂悬门中的事情 有些事做了之后 就必须要承担其后果的 嗯 魏哥在前面接咱们了 方毅正说着话 看到在前面的岔路口处 停着一辆吉普车 而魏明城正站在车头处东张西望着 之前和百出夏通过电话 方毅知道老爷子所住的那条路和金陵疗养院是一个方向 普通车辆是无法进入的 老师回头就不要提那些事了 咱们要去的这一家子 可都是唯物注意者啊 在魏明城身边停下车子的时候 方毅和于轩交代了一句 他现在可不是道士了 别到时候再被人当成了个小神棍 北明有声 第六百五十一集 魏哥 麻烦你跑一趟 出嫁呢 方毅摇下车窗 和魏明城打了个招呼 于叔好 魏明城先是老老实实地和于轩问了声好 这才回答方毅的话 爷爷叫他去说话了 我爸让我过来接于叔和你的 恐怕主要是杰老师 和我没什么关系吧 方毅文言笑了起来 按照他和百出夏商议的结果 这一次来拜寿 并不是以百出夏男朋友的身份过来的 而是以于轩学生的身份 如此也可以让魏家和百家 有个接受的过程 谁让你小子和初夏琢磨出那个馊主意啊 听到方毅的话 魏明城也是笑了起来 开口说道 你如果以初夏男朋友的身份过来 恐怕我们家的人除了爷爷之外 都会出来欢迎欢迎你 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能把我们家的小公主给骗到手 不会和魏哥你一样 都想着要教训一下我吧 方毅举手做着投降的样子 笑着说道 到了你们的地盘 我可是好汉不吃眼前宽 这投降之后总是要优待俘虏的吧 这话你和我爷爷去说 看到方毅的模样 魏明城哈哈大笑了起来 口中说道 我爷爷当年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抓俘虏 在淮海战役里 我爷爷一个师抓了一个军的俘虏 整合之后他就变成军长了 行了 这会儿不早了 赶紧过去吧 看到魏明城聊得开心 于轩瞥了他一眼 说道 魏家西的脾气可不怎么好 回头你接人晚了 小心挨揍 哎哟 于硕 您说的对 我爸这年龄越大 脾气越差 我都快不敢见他了 听到于轩的话 魏明城一拍脑门 连忙跳上了自己的车子 对方一说道 你们跟在我后面 回头配合警卫做一下检查 我就不愿意来这里 明明有通行证的 每次还都要检查半天 说着话 魏明城已经发动了车子 方一开着车 跟在魏明城的车后 行驶了大约十来分钟之后 又是一条岔路出现在了面前 方一发现 在岔路的两边 均是有一个绿色的港亭 下来吧 魏明城已经停下了车子 对方一说道 那边是去疗养院的 本来我爷爷也住在那里 不过这两年 他嫌那边也吵闹 就搬出来了 两边离得不远 一聊什么的也方便 老爷子建国时 是个什么级别啊 看到两个武警 来到自己车前 从车上下来的方一 忍不住问了魏明城一句 那老爷子 可是过得九十大寿啊 也就是说 最少已经离休二三十年了 居然还能有这种警卫级别 两颗行 魏明城压低了几分声音 说道 爷爷一直都是跟着许将军 两人是梦不离交 从庐省跟到金陵 军委几次要他进京 爷爷都不去 所以最后就留在金陵了 怪不得警卫级别那么高 看着那两个武警 认真搜查的样子 方毅点了点头 开国时的中将 到现在 恐怕已经没有剩几个了 这样的元老 那都是国宝级的人物了 魏明城说的没错 那两辆车子 整整被检查了十多分钟 才放行 就连方毅带来的 那幅正板桥的主石图 都被打开看了一下 车子又往前开出了两百多米后 经过一个弯道 一处建在平缓地带的建筑 出现在了方毅面前 这处地方的地理位置很好 建筑的前面 有一个天然的小瀑布 流水潺潺不觉欲耳 而站在院前的平地上 则是能看到 远处近乎大半个金陵 选在这个地方修建房屋 怕是也看过风水的 魏老爷子所住的这个地方 说是建筑 其实和方毅在农家 所建的房子差不多 一排大概有七八间平房 四周拉上了高高的围墙 门口处站岗的警卫 才赋予了这里 一丝与众不同的色彩 在围墙外面的空地上 已经停着七八辆车子了 方毅停好了车子之后 拿上了那副主石图 和于轩下了车 在进入围墙大门的时候 又是经过了一番检查 这布置得挺喜庆啊 进入到里面的院子之后 方毅看到 在那些平房的屋檐下面 挂着一排的红灯笼 将已经拾近黄昏的院子 照得一片光亮 而青石砖铺就的地面上 还有一些鞭炮燃放后的残骸 院子占地面积很大 五六个七八岁大的孩子 正在院子里奔跑玩闹着 而在另外一边 则是被个塑料布搭起来的棚子 魏明成指着棚子给方毅解释道 爷爷没事喜欢种点东西 家里吃的菜都是自己种的 天冷了就搭个大棚 老月 咱们可有年头没见了 随着一个红亮的声音 一个穿着军装 鬓角微白的人 从屋里迎了出来 在灯光的反射下 他肩膀上的那颗金星 显得尤其耀眼 老魏 你可没怎么显老啊 看到来人 于轩也是迎了上去 和那人先是握了下手 然后紧紧地抱了一下 不是从当年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 是很难理解那时的感情的 这份感情就像是老九一般 时间越长越是醇厚 我当然不老了 看到没 那是我儿子 在军队里比武经常拿第一名的 魏加西用手指了指儿子 虎父无犬子 你儿子随你 于轩顺着老朋友的话 赞了一句魏明成 什么随我呀 我是告诉你 就他这样的 我现在一个还能打他好几个 魏加西冲着儿子踹了一脚 没好气地说道 懂不懂礼貌啊 还让客人拿着东西 小心老子我揍你 爸 那是别人送给爷爷的礼物啊 魏明成小声地解释了一句 摊上这么一个爹 他也很是无语 话说当爹的打儿子 做儿子的总不能还手吧 要不然就凭他那老胳膊老腿 恐怕打到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老爹 老渔 不是说不让你带东西了吗 魏加西不满地看着于轩说道 我爸从来都不收外人的礼 你当年又不是不知道 拿着东西过来 你不是找难受吗 老渔 我就是买了个寿陶 加起来才花了几十块钱 图个几粒而已 于轩笑着指了指方译左手的盒子 开口说道 这是我学生方译 不过他拿的寿礼和我可没什么关系 老爷子收不收的也不关我的事 这是怎么回事 听到于轩的话 魏加西眉头一挑 按理说 在于轩面前 她的学生根本就没有送礼的资格 可是看到方译所拿物件的形状 却分明是一幅画卷的样子 小舅 那是我送爷爷的礼物 正说话间 摆出下悦耳的声音响了起来 来到魏加西身边 摆出下用手挽住了魏加西的胳膊说道 我敢保证 今儿你们送的礼物 肯定都不如我这件套外公喜欢 你爸妈不是准备受礼了吗 魏加西一脸笑意地看着摆出下 魏摆两家的女儿都不多 所以摆出下在魏家 也是被当成小公主一样养着的 从老爷子到他们几个舅舅 还有下面的表兄弟 都是对摆出下疼爱有加 爸妈是爸妈的 我的是我的 这能一样吗 摆出下抱着魏加西的胳膊晃了晃 然后指着魏明成说道 小舅 我个今年也要给外公送礼呢 他会送什么礼啊 魏加西美好气地瞪了一眼儿子 转头再看向摆出下的时候 却是满脸的笑容 我们出下最懂事了 回头你外公看了礼物 我一定会喜欢的 听到是摆出下的礼物 魏加西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而拿着东西的方译 则是直接就被他给无视了 在魏加西看来 外甥女肯定是于轩那里逃弄到了礼物 然后于轩让学生给拿过来的 偏心呀 我回去问问我妈去 到底谁才是你亲生的呀 魏明成用仅是自己能听见的声音 小声嘟囔了一句 魏加男孩多 魏明成光是堂兄就有七八个 所以男孩在魏加不惜圈 就是老爷子平日里 都把摆出下当成个宝贝捧在掌心里 北民有声 第六百五十二集 老玉 走 咱们进屋喝茶去 你不是喜欢喝铁观音吗 我这里的铁观音 你肯定没喝过 咱们有二十年没见过了吧 灯下好好的杀上一把 让你看看我现在的相机水平怎么样 老友相见 魏加西也很是兴奋 灯下招呼着于轩进了一间屋子 魏老爷子住在东头 刚才百初夏出来的那间房里 一般老爷子不招呼 旁人是不敢进到房间去打扰的 初夏 你怎么也在这里呀 来看看嫂子给你买的镯子 于轩被魏加西拉进了屋子 而方艺正准备和百初夏说话的时候 冷不防过来了个三十多岁漂亮少妇 拉着百初夏又进了另外一个房间 隔着厚厚的布帘 方艺能听到那间屋子传来的女人说话声 那是我二伯家的三嫂 走吧 方艺 咱们也去喝茶 待在门前的魏明成看了一眼方艺 颇是有些同命相连的感觉 这会儿也只有她能陪着方艺了 否则总不能让方艺和院子里的那些毛孩子们去玩吧 老六 这位是谁呀 被魏明成拉进去的那间屋子里 这会儿正坐着四五个人在聊着天 这些人的年龄 从二十八九岁到四十岁不等 有三个穿着军装 另外两个则是穿着一身休闲的衣服 这其中穿着军装的两个人正在下着象棋 而另外一个则是在旁边观战 方艺和魏明成进屋之后 只有那两个穿着变装的人 抬头打亮了下方艺 而下棋的人则是连头都没抬一下 四哥 这是我爸朋友的同学 也是我的朋友 魏明成挠了挠头 琢磨了好一会儿 才给出了对方艺身份的定位 好在他还记得百出下的威胁 并没有把方艺和百出下的那一层关系给说出去 你小子 说话就不能清楚点 连谁的朋友都搞不明白 被魏明成称作四哥的 是穿着休闲装的一个年轻人 看样貌 比魏明成也就是大上那么三四岁的样子 笑骂了一句之后 对方艺说道 我是魏明成的四哥 魏明朗 能来到这里的都是自己人 你别均说 随便坐就好 明朗哥好 我叫方艺 方艺笑着答了一句 诗诗然的坐在了魏明朗不远的沙发上 方艺这一坐倒是引来了其他几人的目光 来到这里还能表现得如此随意的人 他们哥几个倒是不多见 方老爹是从事哪个行业的 是京城方家还是玉省方家的人 魏明朗看了方艺一眼 直接就开口问道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方艺能被人带到这里来 那就不是外人 说话不用拐弯抹角的 我老师是古玩行的 我也做点古玩的买卖 方艺文言苦笑了一声 说道 我是方村的人 和您说的那两家怕是没什么关系 方村 方艺话声刚落 除了魏明城之外的几个人 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国内姓方的人虽然不少 但在商界和政坛的却是不多 他们几乎都认识 但还真不知道方村是个什么所在 四哥 别查户口了 方艺不是咱们这圈子里的人 看到几个哥哥 冥思苦想的样子 魏明城不由笑了起来 他们魏家虽然家教很严 但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他们未免都带有一些 固有的思维方式 听到方艺的兴致后 不自觉的就先去考虑 那些在国内有些名气的方家来了 我知道了 你小子今年哭喊着 要给爷爷送受礼 不会就是从方老弟那里得来的吧 魏明朗有些意外地看了魏明城一眼 那眼神里却是带了几分责怪 显然不怎么满意 堂帝带了方艺这么一个没有背景的外人过来 魏明城知道四哥的意思 当下说道 四哥 不关我事 他是我爸朋友带来的 哦 原来是小叔带来的 魏明朗文言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释然的神色 也没再出言去讨方艺的来历了 不过同时已经失去了和方艺认识的兴趣 魏明朗是体制内的人 平时所来往的都是身份差不多的人 在他看来 一个古玩商显然是不值得交往的 老六 你今年到底送的是什么礼物啊 神神秘秘的 连三哥都不说 这是屋子里另外一个穿便装的人开了口 这人三十四五岁的年龄 梳着一个很流行的大奔头 不管是着装还是气质 都要比魏明朗成熟一些 显然他走的不是仕途 应该是生意厂商的人 三哥 我可没你才大气粗 只是找朋友买个小玩意而已 方艺 他是我三哥魏明凯 生意做得很大 早在十多年前就被人称作未百万了 魏明成冲着那人哭了声穷 也把方艺介绍给了他 指了指下棋的那几个 魏明成说道 那是我大哥 二哥和五哥他们 我们家六兄弟 有四个都是在军队里的 魏老爷子虽然只打了半辈子的仗 但这一辈子 却是都在军队里度过的 所以魏明成上一代的三个人 也都是在军队里任职 第三代 也只有老三老四不是部队里的人 这哥受不了军队的纪律 于是一个去做了生意 而另外一个则是进了政府部门 屁的未百万 附属还差不多 魏明凯没有什么架子 对待方艺反倒要比魏明朗更加热情一些 要不是方艺知道这哥几哥的底细 还真看不出魏明凯居然是魏家子弟 不过这热情也是有限的很 魏明凯说话也大多都对着魏明成 他没刻意的疏远方艺 但也没找什么话题和方艺聊天 只是招呼了一声 就和魏明成说起了礼物的事情 三哥 你今年给爷爷的是什么受礼啊 是字画吗 魏明成在家里最小 说话自然也没什么顾忌 看到三哥身边茶几上 放的那个长条形盒子之后 魏明成心里顿时明白了七八分 是正板桥的兰花图啊 魏明凯得意的笑了笑 说道 这是我花了五十万 从别人手上硬抢来的 老六 你不会也是想送字画吧 咱爷爷可是火眼金睛 这字画的真假 爷爷可是一眼就能看得出真假 我没送字画 给爷爷逃弄了块玉 看到三哥 都把他要送的寿礼字画的名字 都说出来了 魏明成也只能说出了自己的礼物 行啊老六 爷爷常说君子如玉 你送块好玉 倒是合了爷爷的心思 听到魏明成送的是玉 原本正在下棋的几人 也都转头看了一眼魏明成 其中那个年龄最大 约摸在四十岁左右的一个中年人笑着说道 老六看样子是下了血本了 这几年玉石的价格可是涨了不少 江省那边挖玉的人都快把河床给挖光了 魏家第三代的老大叫魏明君 他也是部队里的长年驻扎在江省 他的军衔也是己兄弟里面最高的 肩膀上的两杠四星很是显眼 方已知道他要是再进一步的话 那大孝军衔就要变成将星了 朋友给的没那么贵 大哥我现在可是穷的快要去要饭了 你们几个哥哥可得支援我一点 魏明成对着大哥笑了笑 却是没有说出具体的价格 三万块钱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 比起那几个他堂兄弟来 魏明成无疑是最为囊中羞涩的一个人 我能比你好多少 缺钱了找你三哥要去 我们几个也都是穷人 下着旗的魏明君停下了手里的棋子 笑着站起身来说道 你小子就知道忽悠我 上次灌醉我拿走了一箱子茅台 说吧这次又想要什么了 想要什么就大大方方的 别背后抖那些小脊梁 对于家中最小的一个兄弟 不管是魏明君还是魏明凯几个兄弟 对魏明成还是很照顾的 日常手上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都是先想着魏明成的 大哥你那单位和我们不一样 军供的茅台可是要多少有多少 给了我一箱你就念到了我一年 回头我整一箱茅台还给你 省得总是被你那这事埋态我 魏明成笑着回了大哥一句 虽然他们哥几个的年龄跨度有点大 魏明君更是要比魏明成大了将近二十岁 但是兄弟感情很好 魏明成和四十多岁的大哥 也是随口开着玩笑 北民有声 第六百五十三集 你知道个屁 那一箱子是有年份的老酒 本来打算用来招待龙主任的 没想到被你小子给拿走了 你就是换一箱也行啊 魏明君没好气的瞪了一眼弟弟 这事真是不能怪他啰嗦 上次上级部门派人到他们部队进行检查 魏明君特意提前准备了一箱好酒 但是没成想这酒还没喝 魏明君就在前一天晚上被魏明成灌得明听大醉 连魏明成什么时候拿走的酒都不知道 这哥几个聊起来还没完了 方毅拿出手机看了下时间 轻轻碰了魏明成一下 低声说道 魏哥 这都快六点了 老爷子的寿宴什么时候开始啊 方毅倒不是饿 只是在这里待得有些无聊 他的性子虽然甜淡随和 但没人搭理他的话 方毅也不是那种拿着热脸去贴冷屁股的人 而且兄弟几个聊天 方毅也很难查得进话去 通常都是八点吧 之前的时间就是让大家聚聚的 魏明成看了下时间说道 吃饭爷爷是不过来的 七点左右咱们一起先吃饭 吃完饭爷爷出来露个脸 小辈们去磕个头送上礼物 这时候就算过完了呀 七点吃饭 好吧 那再等一个小时吧 听到魏明成的话 方毅总算是明白过来了 说是给魏老爷子过寿 其实却是魏家子弟们聚在一起的一个机会 没看到长辈们一个圈子 女人们又是一个圈子 而魏明成兄弟几个也是一个圈子 怎么饿了 魏明成看着方毅笑了起来 低声说道 我们知道开饭碗 一般中午我吃的也晚 我这口袋里还有几块饼干 你要不要先顶一下呢 我倒是不饿 就怕老师饿了 方毅文言摆了摆手 别说一顿饭不吃 就是三五天不吃不喝 对方毅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现在的他距离屁股的境界也就只差一步之遥了 那你不用担心 于老师这会儿肯定好吃好喝的在下棋呢 魏明成笑道 我爸他们的待遇和我们可不一样 他那屋有茶水有点心 还有警卫员伺候着 不像我们这边 茶也冲了好几泡 都没人过来换一下 你小子少发几句牢骚吧 小心你爸听到了揍你 湛德和方毅他们比较近的魏老三 吓唬了魏明成一句 在魏家谁都知道魏家西的暴脾气 他不光是下雨天没事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这大晴天的要是看不顺眼 也是一顿揍 魏明成这一身过硬的身体素质 倒是从小被自家老子给打出来的 三哥你欺负我 我一会儿就告二伯去 别看魏明成长得五大三粗的 但在家里的斗争经验 却是十分丰富 他二伯平时不怎么打孩子 但最看不得的就是兄弟不和 如果他儿子要是欺负弟弟 那一顿揍也是跑不掉的 诶 兔崽子 谁欺负你了 就你现在这身板 我打得过你吗 谁信呀 果然魏明凯一听弟弟的话 顿时着急了起来 他从小到大挨得揍 几乎都是这几个兄弟告状惹的祸 而且魏家二代那几人秉性里都随老爷子 奸细棍棒底下出孝子这句话 思想工作什么的可以放到军队里去做 自己家里的小崽子是说揍就揍 根本不管他们多大年龄 那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留的 嘿 反正你就欺负我了 信不信二伯说了才算 魏明诚笑嘻嘻地说道 他们哥几个是各有短板 只要拿捏住了 总是能敲诈些东西出来的 行了 你小子在大哥那里没讨到好 逐一打到我身上了 魏明凯没好气地说道 想要什么说吧 不过咱们先说好 跑车什么的就别想了 我要是敢给你买 三叔回头就敢打断我的腿 魏明凯是魏家嫡系中 唯一一个做生意的人 他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的 当年光是靠拿部队搬迁的一些用地 就赚了很多人几辈子都积累不到的财富 现在更是把生意做到了京城和户上等地 在国内的地产商里 也是那种能排得上号的人 所以魏家一些大的开支 基本上都是由他负责的 魏明凯为此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基金 只要能通过相关业务部门的审核 几千万的资金都可以从那个基金里面支取 谁要跑车了 我在部队里开什么跑车呀 魏明成连连摇头 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搓动了一下 说道 三哥 我不是给爷爷买了礼物吗 现在是囊中羞涩 你支援点这东西就行 我账号你知道啊 随便打个三五百万的过来就行了 你敢说我就敢打 魏明凯瞥了一眼堂地 开口说道 三五百万不多 你让三叔给我说一声 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让人给你转钱 怎么样 哎 三哥 这样就没意思了 一听到要找老爸 魏明成顿时就泄了气 没好气地说道 三五百万没有 三五万也行啊 反正你要是不给 我就找二伯告状去 得 明天给你打五万过去 你小子 我让你去我收藏的物件里挑一个 你偏偏要自己买 又能怪谁啊 把堂地的狮子大开口的金额 一下子压缩了一百倍 魏明凯心情大好 其实就是三五百万 他也不会放在心上的 主要是求一个乐子 从你那儿拿的和自己买的礼物 能一样吗 新眼 我这是新眼 你懂不懂啊 虽然几句话的功夫 五万块就进账了 但魏明成也没领三哥的情 只要是魏家的人都习惯了 缺钱去找魏老三 这已然是魏家人的共识了 这就是一家人的感觉吗 看着魏明成哥俩斗嘴 方毅倒是也不寂寞 他是从来都没体会过这种亲情的 看在眼里倒是有种羡慕的感觉 方老弟 你拿着的那画盒里面装的是谁的画呀 魏明凯做人比较灵活 也没什么架子 他感觉自己哥几个聊天 把方毅晾到一边有点不太合适 当下和方毅撤出了个话题 三哥 这也是正板桥的话 是竹石图 方毅倒是没隐瞒 大大方方地说道 竹石图 你从哪搞来的这幅画 魏明凯一听到竹石图三个字 眼睛顿时瞪圆了 因为爷爷这一生 独爱正板桥的作品 他原本是想找一幅正板桥的竹石图 给爷爷做受礼的 但找遍了国内的各大拍卖行 居然都没有竹石图拍卖 拍行找不到 魏明成就把主意 打到了国内的一些藏家身上 但让他失望的是 虽然也找到了两幅竹石图 但因为保管的原因 品相都不怎么好 而且画幅也偏小 最后魏明凯 只能选了正板桥 另外一幅兰花图的作品 来当受礼了 我从国外拍来的 方毅家中的那批古玩 并不怕人追查来路 因为从拍卖证书和鉴定证书 再到通关时的证明应有尽有 再加上两位老师 在古玩行的地位 谁都没办法拿那些东西说事 哎 你运气真好 我也让人去国外找了 可是怎么都没找到 魏明凯文言叹了口气 其实每年家里给老爷子的寿礼 十有八九都是他准备的 对于老爷子所收藏的那些正板桥的字画 魏明凯也是了如指掌 他知道爷爷最想要的 就是代表了正板桥个人风骨的 竹石图 只是以前一直没能找到罢了 爷爷从来都不收外人的东西 看看今儿能破例吗 魏明凯拍了拍方毅的肩膀 说道 如果爷爷不收的话 回头这话我买了 多少钱你报个价就行 魏明凯刚才一直在屋里 并没有听到摆出下他们在外面的对话 所以还以为这话是方毅代表自己个人送的呢 以他对老爷子的了解 这东西十有八九是送不出去的 三哥你就省省吧 爷爷肯定会收的 方毅文言笑了笑 但也没多说什么 反倒是魏明诚在旁边偷笑了起来 表妹送出去的东西 爷爷不收才是怪事呢 怎么回事 魏明凯多精明一人 听到魏明诚的话 就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 第六百五十四集 别问了 到时候就知道了 魏明诚紧紧地闭上了嘴巴 他虽然喜欢开玩笑 但也知道事情的轻急缓重的 这会儿如果爆出方毅是摆出下男朋友的话 那整个魏家怕是都要炸锅了 明凯 明凯 你在里面吗 就在魏明凯陪着方毅聊天的时候 屋外面忽然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方毅眉头微微动了一下 他听了出来 这女人就是之前把摆出下拉进了房间的那个漂亮少妇 雨晴 什么事 我在和老六说话呢 魏明凯起身走了出去 在他掀起厚厚的布帘时 待在屋里的方毅 看到在魏明城三嫂的身边 站着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男人 小男 你怎么来这里了 看到那个年轻人 魏明凯有些意外 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 开口说道 雨晴 不是说了吗 爷爷过寿就不招呼亲戚了 你怎么把蒋男给喊来了 魏明凯虽然没有听从父母的话去当兵 但在婚姻上面却是服从了家庭的安排 魏明凯的妻子蒋玉琴 是出自京城蒋家的人 蒋家在军队的势力虽然远不如魏家 但也是建国后的新贵 在京城圈子里颇有些能量 魏明凯最初前往京城做房地产生意的时候 也借助了蒋家的一些关系 不过蒋玉琴不属于那种不通势力的女人 在和魏明凯结婚之后 两人的夫妻感情一直都很不错 魏明凯的生意能做这么大 也是有着蒋玉琴的一份功劳在里面的 而面前的蒋男 则是蒋玉琴叔叔家的孩子 也是蒋玉琴的堂弟 蒋男是生物学博士 从国外回来之后 就开办了一家生物工程公司 经过两三年的发展 这家公司在制药等领域做出了不少成绩 和国家很多相关部门都有合作 在京城那个圈子里 绝对算得上是年轻有为的后起之秀 明凯 我之前跟你说的事情你都忘了吗 看到丈夫一脸诧异的样子 蒋玉琴美好气地白了魏明凯一眼 出言提醒了他一句 你之前给我说的什么事啊 魏明凯每天要操心那么多事 哪里记得老婆给自己说过什么 而且这会儿他惦记着方毅拿着的那幅竹石图的画 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的 明凯你怎么回事啊 小南你等一下我和你姐夫先说说 看到老公一脸迷茫的样子 蒋玉琴招呼了堂弟一句 上前把老公拉到了屋檐下面 别了 什么事你说呀 看着正满院子飞奔的儿子 魏明凯一脸苦笑地说道 孩子们都在哪 有事说事 没事去找嫂子们和初夏聊天去 废话 当然有事 要不然小南能来吗 蒋玉琴气呼呼地看着老公说道 一个星期前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介绍一下小南和初夏认识 他们要是能谈成的话 咱们这不就是亲上加亲了吗 蒋玉琴是个爱操心的性子 加上他也知道 百初夏在魏家的地位 可是要比他这儿媳妇高多了 所以一直就惦记着 要帮百初夏介绍个男朋友 以前百初夏还没毕业 蒋玉琴没敢提这事 但现在百初夏已经工作了 蒋玉琴也就给老公提起了这件事情 哎呦 你说的是这事啊 我还真给忘了 听到老婆的话 魏明凯先是愣了一下 继而一拍脑袋说道 你看我这段时间都忙昏头了 把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 这样吧 小南既然来了 就先跟着我 等回头吃饭的时候 我安排他和初夏做一起 介绍他们认识一下 不过初夏是个有主见的女孩 这事成不成的我可管不到 你怎么能不管啊 最起码也要帮小南多说几句好话呀 女人在这个时候 总是不那么讲理的 蒋玉琴的声音 一下子就高了不少 好好 你别嚷嚷 我回头帮小南多说几句好话 行了吧 魏明凯一脸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他在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回头要给妻子找点事情做 省得他整天无聊就知道干这些八卦的事情 这还差不多 明凯 小南我可交给你了呀 魏明凯的态度让蒋玉琴很是满意 拉着老公往回走了几步 又和蒋南在院子里低语了起来 只是他们两口子没想到 刚才在窗户边说的话 却是一字不漏地被里面的方译和魏明诚给听到了 哎兄弟 这次你可是遇到事了啊 听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魏明诚那一脸的笑容很是欠揍 话说昨儿回来之后 魏明诚也琢磨明白了一些事情 在机场和在满军那院子里的时候 自己似乎被方译给套路了 所以他今儿巴不得看到方译吃憋呢 遇到什么事了 方译装着没听见外面的话一般 这介绍对象又不是什么稀罕事 别说女人喜欢管闲事 方译在朝天宫摆摊的时候 有好几个大老爷们还嚷嚷着给他和胖子介绍对象呢 你耳朵是不是有毛病啊 魏明诚一脸兴奋地说道 我三嫂要给初夏介绍对象啊 就是外面那个男的 这人都上门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我为什么要着急呢 方译的脸上的神情没有丝毫的变化 语气也是慢吞吞的 和魏明凯那一脸兴奋的样子 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 初夏要是跟了那姓讲的怎么办 魏明诚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 拼命鼓动着方译 我可是没少听三嫂 说起蒋南这个人 听说他从小就是个神童 15岁就在清华大学本硕连读 20岁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系读博 这样的情敌你都不担心 不知道是不是早就存了 要把娘家弟弟介绍给摆出下的心思 蒋玉琴以前没少在魏家人面前 提起自己的这个堂弟 不过蒋南的履历 的确也是有让他吹嘘的资本 年纪轻轻就在生物医药相关的学术界 占得了一席之地 蒋南确实是有真才实学的 情敌 魏哥 你扯远了吧 听到魏明成的话 方毅却是笑得风轻云淡 他和初夏都还不认识呢 哪里算的是什么情敌 再说了 我和初夏的事情 你又知道多少啊 你和初夏 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魏明成文言先是愣了一下 继而那一双眉毛 却是竖了起来 一把抓住了方毅的手腕 恶狠狠地说道 你小子和初夏怎么了 你 你们不会那啥了吧 对于魏明成这些当兄长的来说 百初夏就是一辈子都值得他们呵护的小妹妹 结婚之后 夫妻干的那些事 魏明成管不着 但如果结婚前 方毅欺负了初夏 魏明成却是真会和方毅拼命的 你那脑子琢磨什么呢 听到魏明成的话 方毅也回过未来 不由苦笑了起来说道 我说的是和初夏的感情 你想到哪里去了 快把手放开 方毅和百初夏相处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 但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却都感觉十分的舒服 就算是不说话 他们都能感觉到对方身上传来的喜怒哀乐的情绪 方毅和百初夏都认为 这就是所谓的两情相悦 用心交流 要远比语言更加的让人感觉亲近 所以方毅所说的魏明成不知道的事情 指的也就是这个 没成想 却是被魏明成给误会了 胡妃 我告诉你 你小子要是敢欺负初夏 我可饶不了你 魏明成压根就没听懂方毅在说什么 只是自说自话在警告着方毅 却是冷不防感觉手腕一疼 他抓着方毅的右手 却是被方毅给反抓住了 哎呦 放手 放手啊 一阵剧痛从手腕处传来 要不是魏明成从小练武 又整日里在部队里摔打 怕是当场就要叫出声了 不过即使如此 口中也是闷哼不已 刚才让你放手你不听 方毅放开了魏明成的手腕 说实话 魏明成的功夫虽然很不错 但练拳不练功 到老一场空 和方毅比起来 魏明成与其的差距 就像是七八岁的孩子 和二十多岁的壮汉一般 基本上没有可比性 北民有声 第六百五十五集 方毅 你小子是不是练过 你练的是内加拳吗 看着自己手腕上的一片轻重 魏明成真的是又惊又惧 他这是第二次在方毅手上吃亏了 上次他还以为 方毅只是单纯的力气大 但这次 魏明成却是感觉到 方毅应该是有功夫在身上的 我练的是到家练技的功夫 和内加拳还有些不同 看到魏明成没再激动了 方毅开口说道 内加拳其实也是由道家功夫脱胎而来的 这两者一脉相承 其中的渊源很深 道家练气的功夫啊 魏明成闻言又是瞪圆了眼睛 一脸不可置信地问道 练气求长生 不是已经被证明是假的了吗 除了硬气功 这世上还真有别的练气功夫吗 魏明成在部队里 接触过不少硬气功 像是什么胸口碎大石之类的功夫 魏明成也是会的 只不过那种气功 只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让自己的身体坚于钢铁 并且之前还要运半天的气 放在实战中 基本上是没多大作用的 道家练气的功夫一直都存在 只是不为人所知罢了 方毅简单地和魏明成解释了几句 魏明成和彭斌不同 彭斌习武是从尸山血海中拼杀出来的 几乎将外门功夫和自身的潜力 开发到了极致 由外籍内 只是差了那么薄薄的一层隔阂而已 在被方毅点透之后 彭斌很快就能摸到道家功夫的门槛 但魏明成却是不同 他虽然从小拜得不少名师 但那些名师有没有真本事先不说 其中更是有很多人 只是碍于魏明成的家事 传授他功夫的 真正精髓之处 确实都保留住了 所以魏明成的那家功夫看似不错 实际上却是学得不伦不类 用方毅的眼光来看 魏明成现在 充其量也就是比思元杰强上那么一点 这一点 并不是他的修为境界比思元杰高 而是魏明成的实战经验更加丰富 单论根基的话 他甚至连思元杰都不如 看到三哥带着那个叫江南的人进了屋子 魏明成连忙在方毅耳边低语道 这事我帮你保命 回头你得教教我练起的功夫 教你没问题 练不练得成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方毅文言点了点头 他这一口真气在体内丹田 运养了十多年 才转化成了真远 算是出窥道家练气的门槛 以魏明成的根基 想在短时间内感受到练气的神奇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老六 方毅 我来给你们介绍下 魏明凯没去打扰那几个下棋关棋的人 带着蒋南进到房间之后 直接来到了方毅和魏明成的身边 开口说道 蒋南是你们三嫂的堂弟 斯坦福大学的博士 现在国内搞了个生物医药的公司 你们以后多亲近亲近 六哥好 方先生好 蒋南很有礼貌地和魏明成 与方毅打了个招呼 魏家老六他自然是知道的 不过对于方毅的身份 蒋南却是一头雾水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次魏老爷子的寿担 除了他之外 居然还有外人参加 确实是一表人才 而且眼神清澈 不像是那种奸恶之人 虽然对方是来认识和追求摆出下的 但方毅对蒋南的评价却是不低 在和人打招呼的时候 蒋南目光清明 和方毅或者是魏明成 都是直视相对 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心怀坦荡 所以方毅对这个情敌倒是颇为欣赏 蒋南 我听三嫂提起过你 你真的十五岁就上大学了 魏明成以前可没少听蒋南这个名字 不过却是第一次见到真人 像魏明成这种学习差到渣的人 对于那种学霸级的人物 总是会有一种莫名的仰慕 应该说是十四岁半 蒋南的性格很好 或许是家庭出身都差不多的原因 他在这里也没什么拘束的表现 笑着说道 在我们班里 我是最小的一个 宿舍的人对我挺照顾的 用他们的话说 就是给我当了四年的保姆 厉害 我就不行 一看书学习就想睡觉 魏明成冲着蒋南翘起了大拇指 眼神不经意间的 瞅了下方毅 不过方毅的表情 却是让魏明成失望了 和之前一样 方毅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 神情并没有因为蒋南的话 而有什么波动 我说老六 你小子就是个吃货 这幸亏是被送到军队去了 否则家里恐怕都要被你吃穷 魏明凯奚落了堂弟一句 他们六兄弟还小的时候 家里并没有分家 一起住在一个独立的大宅院里面 俗话说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别看魏老爷子级别高 家里的几个儿子也都工作了 但每到月底的时候 总是会面临着断粮的局面 那会儿的魏明成只有六七岁的年纪 但却是几乎能赶上一个壮劳力的饭量了 每天都把个小肚皮吃得圆滚滚的 魏老爷子怕小孙子光吃不消化 这才请到了一些部队上 有真功夫的老师来教魏明成练武 三哥 你怎么不说自个是个奸商啊 魏明成美好气地白了堂哥一眼 开口说道 以前过年的压岁钱 哪一次不都被你给骗走了 你说说 你单是骗我就有多少次吧 魏明成和他的五哥年龄最小 那会儿连学还没有上呢 而魏明凯等人的年龄大一些 当时还没去部队 整天都在大院里和一帮子小子打打闹闹 而魏明凯比他们大了差不多十来岁 很早就展现出了自己的商业天赋 经常用根棒棒糖或者是花炮 就把堂弟手里崭新的票子给骗去了 不过他也不知道因此挨过多少次揍 老六 别说骗你 老三连我的钱都骗过 蒋男一进来 屋子里顿时就变得热闹了起来 下棋的那几个也都握手言和之后走了过来 老大用手重重地在魏明凯肩膀上拍了一下 开口说道 你小子说拿钱帮我们跑腿去买鞭炮 让我和你二哥等了整整一下午都没等到 你们猜老三去干什么了 大哥 当年的事就不用提了吧 我那会儿才八岁啊 看到大哥过来 魏明凯立马哭起了脸 他能调侃几个弟弟 却是不敢对魏家老大放肆 因为不管从年龄还是职务上而言 魏家老大必然是魏家日后的领军人物 大哥 三哥连您都敢骗 必须得说呀 魏明成很是八卦地说道 这事没听你们说过 快点给我们讲讲 这小子拿了钱根本就没去买鞭炮 而是去买了一包糖果 然后跑到咱们大院幼儿园门口蹲着了 魏明君比老三大了差不多有十岁 那会儿他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了 没成想却是被八岁的孩子给蒙了 这会儿想想还是有些好笑 大哥 三哥去幼儿园门口干嘛呀 魏明成不解地问道 买东西啊 他拿着我和你二哥的钱 进了一包糖果 然后当小贩去卖了 提起当年的事情 魏明君的脸上也是露出了笑意 自己这个三弟还真是个奇葩 八岁的时候就琢磨着怎么赚钱了 那会儿魏明君和二弟怎么等都没等来魏明凯 眼瞅着天就要黑了 哥俩就出去找了 谁知道一出家门就看到斜对面的幼儿园门口 八岁的魏明凯正给人数糖果呢 不得不说 有些人的天赋那就是天生的 魏明凯做生意就是如此 他所买的糖果都是那种包装非常艳丽 并且能吸引到小孩子的 六毛钱一斤进的糖果 他到了幼儿园门口 却是分成科来卖的 每一颗糖果 魏明成给定价为五分钱 小孩子们吃糖的天性是改不掉的 再加上过年的时候 前来接孩子的军人 或者是家属手上都有点钱 也没人和魏明凯计较 所以魏明凯的生意做得很是不错 一斤糖果 魏明凯差不多能赚到一块钱 魏明凯一下午跑了四五趟 足足赚了五六块钱 要知道 在那个年代 一个联级干部的月工资 也就是三四十块钱 而八岁的魏明凯 凭着从两个哥哥那里 忽悠来的一块钱本钱 一下午的时间 硬是赚到了一个军官 七八分之一的月工资 在当时 这绝对是件让人震惊的事情 第六百五十六集 虽然事后魏明凯狠狠地 被自家老子给修理了一顿 而且还没收了他辛勤劳动的收入 但这并没能动摇魏明凯的经商之心 而且是吕奏不改 要说从小挨打最多的 绝对不是魏明成 而是他的这个奇葩三哥 对作生意情有独钟的魏明凯 在后面的几年里 几乎年年都要上演这么一出 以至于后来 军区大院的人都知道 魏司令家有个喜欢当货郎的孙子 每到过年的时候 都能看到他满大院的邀和卖东西 也正是因为如此 魏老爷子对于这个孙子 也算是死了心 魏明凯长大之后 魏老爷子压根就没提 让他去当兵的事 他是怕魏明凯到了部队里 能把自己的队长指导员 都给忽悠卖了去 所以小时候虽然挨揍最多 但魏明凯长大后 却是没受到家族太多的桎梏 他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做生意了 毕业后更是倒腾国库卷 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到了今天 魏家人调侃魏明凯的话 已经都是善意的了 就连魏老爷子都对他刮目相看 因为魏明凯现如今的成功 虽然离不开家族的一些关系 但更多却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经商天赋所达成的 三哥要是去到国外 现在恐怕要更加厉害 开了一阵玩笑之后 蒋南开口说道 国外很多的商业天才 都是从小就展露出了商业天赋 像是乔布斯和盖茨那些人 就是在大学开始创业的 别夸我了 我生意做得早 现在还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 魏明凯没忘了妻子的话 听到蒋南的话后也是投桃报李道 蒋南 你现在的那家生物医药公司 市值应该有七八个亿了吧 我在你这年龄的时候 可没赚到这么多钱 七八亿 这么多 魏明凯化生刚落 旁边的几人都是吃了一惊 虽然他们出身不错 在很多时候 甚至有些看不起那些做生意的人 但赚钱原本也是一种个人能力的体现 而且现在这个社会 也越来越金钱化了 就是军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几位哥哥 别听我三哥的 我那钱只是净花水月 看得着摸不到啊 江南苦笑着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我那公司只是研制出了几种新型的特效药 但都在实验阶段 能否成功上市销售 还是一回事呢 这所谓的市值 都只不过是一些人炒作出来的而已 原来是这样 听到蒋南的话 魏明君等人的脸上露出了了然的神色 这才是正常的嘛 要不然蒋南年纪轻轻 就有如此成就 岂不显得他们几兄弟过于平庸了 吵作出来的 也不全是 如果你肯让出些股份 三哥我给你们风头一笔钱怎么样 魏明君等人不懂的商业知识 不代表魏明凯也不懂 他知道 蒋南的公司现在就是个潜力股 那些研制成果 只要有一个成功 都能给他带来巨大的利益 那感情好 三哥 我现在都穷得快揭不开锅了 回头咱们好好聊聊这件事 对了 我回头还有些事想和君哥您聊聊呢 蒋南文言哈哈一笑 他此次来参加魏家老爷子的寿宴 来见百出下是一方面 而最主要的是蒋南想通过魏明君 和魏明君的父亲谈谈 因为他公司研制的药里面 有一种是专门针对战场救护的 而魏明君的父亲 现在是总后的一位副部长 可谓是直高权重 如果他能认可蒋南公司研发的药 从而促进军队和地方的合作 那对公司的发展将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这才是蒋南今儿 过来参加寿宴的主要任务 找我聊聊 魏明君有些意外地看了蒋南一眼 点了点头说道 行 等会儿吃饭的时候 咱们坐一起 有什么事到时候再谈 不得不说 家事对于魏明君他们这些人而言 真的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在方毅进来的时候 魏明君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而对待蒋南的态度 却是截然不同 这形成了很明显的反差 正是尔方吃饭的时候谈吧 咱们说说别的 魏明成的眼神 一直都在方毅和蒋南身上来回转悠 他更关心的 其实是蒋南要追百出下的事情 眼见方毅这个当事人一言不发 魏明成忍不住说道 蒋南 你这次来参加我爷爷的寿宴 可不仅仅是想找大哥聊聊的吧 六哥 要说有事还真有事 蒋南不是那种扭捏的人 听到魏明成的话后 当下大大方方地说道 我嫂子的意思是 想让我和百小姐交往一下 回头几个哥哥可得帮尘帮尘我呀 在这方面我可没什么经验 和初晓交往 不管是在军队还是地方发展的 魏家兄弟就没有一个反应慢的 一听蒋南的话 哪里还有不明白的 感情蒋南突兀地出现在了魏家 却是为了他们魏家的小公主来的 三哥 你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呀 魏明朗最先笑了起来 开口说道 还别说 蒋南和初夏都是在京城带着的 两个人是郎才女貌 倒是挺合适的 三嫂的这个主意不错 我看是可以撮合一下 魏老爷子在军中的威望极高 魏家在军队的势力 可谓是根神蒂固 不过在政坛就稍微弱了一点 相反 蒋家在军队没有什么影响力 但蒋南的几位长辈 在京城部委都是身居要职 能量颇为不凡 魏明朗走的是仕途 他一下子就看清楚了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如果柏楚夏和蒋南 真能亲上加亲的话 那么以后魏家 肯定也会和蒋家走得近一些 这对于魏明朗来说 倒是个不错的助理 嘿 老四说的没错 咱们那初夏妹者 也就是蒋南这样的年轻俊杰 能配得上 看到四弟出言支持 魏明凯不由笑了起来 老四和魏明君是亲兄弟 他如果支持的话 也就等于是得到了大伯一家的支持 这个分量可是很重的 嗯 蒋南很不错 魏明君也是微微点了点头 他们魏白两家嫁女儿 自然得找个门当户对的 放眼看去 国内年龄和百初夏差不多 又少年有成的 掰着手指也能算出来 而蒋南无疑 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 二哥 你觉得怎么样 魏明凯看向了老二 他和魏明凯是亲兄弟 结果自然不用多问 俩字支持 嘿 既然哥几个都支持 回头吃饭的时候 你们可得给蒋南美言几句啊 问过了老大老二和老四之后 魏明凯并没有再去问 魏明成的意见 因为魏明成和老五 比他们几个小了都差不多 有十罪的样子 在魏明凯眼中 本来都还是小孩 再加上自己又没结婚 所以魏明凯直接就将老五老六 都给过滤掉了 三哥 你怎么不问问我的意见呀 看到三哥没搭理自己 魏明成有些沉不住气了 再怎么说 他也是魏家的嫡系子孙呀 三哥未免也太不拿豆包当干粮了 问你干什么 你两个女朋友都没有 能给什么意见 面对小时候的根屁虫 魏老三不屑一顾地摆了摆手 不过他说出来的话 确实让魏明成无言以对 在这件事上 他还真说不出什么来 百初夏是在和方毅谈恋爱不假 但苦于除了魏明成之外 别人都不知道啊 所以现在魏明成感觉有些作辣 他要是不帮方毅 回头表妹一定会找他麻烦的 但魏明成现在是有苦难言 他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帮 话不是这么说 三哥 这事吧 我还真有点看法 能在二十六七岁干到中校军衔 魏明成固然有家族背景的支持 但他本人也不是那种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人 眼珠子转了一下 已然是想出了应对的话来 哎哟 最喜欢动拳头的老六居然有看法 好 你说说 让大家听听 听到魏明成的话 围在旁边 或站或坐的哥几个都乐了 魏家有两个活宝 一个自然是魏明凯 别人说起魏老三的时候 都会笑颜 是他儿时那百折不挠的精神 使得他能有现在的这一般成就 北明有声 第六百五十七集 至于第二个活宝 自然就是魏明成了 他从小饭量就很大 七八岁的时候和成人的饭量就差不多了 而到了十四五岁长身体的时候 另外那哥几个加起来都没他一个人吃得多 所以在魏家素来都有饭桶的外号 当然 现在的魏明成也不是当年那个能吃的小饭桶了 且不说在国内的一些军事比武 魏明成还曾经代表武警部队出国参加过两次各国警察的演习比武 军事拿到了个人第一名 现在魏明成只有二十七八岁 就已经是中校军衔了 他的发展势头甚至要比当年的魏明军还要猛 旁人都说魏家风水好 搞不好这一门能出五六个将星来 所以魏明凯虽然嘴上开着玩笑 但也没有打断魏明成的话 而是递给了他一瓶水说道 哎 润润嗓子慢慢说 说得不好 回头别怪三哥我灌你酒啊 三哥 你是有钱不讲 但要说酒你还是差点事 听到三哥提起酒 魏明成顿时想起了前两天的事情 他出身在魏家这样的家庭里 也算是见多识广了 但那天的品酒法 魏明成还真是连听都没听说过 上百万的酒竟然连菜都不要 直接酒喝干 估计国内没人能干出这种事来 三哥我差啥 老六 蒋南的事情先放放 你说三哥差在哪里了 魏明凯文言愣住了 魏家除了医生现在不让喝酒的爷爷之外 几乎个个都是好酒的人 魏明凯每年光是买酒 估计都要花上个几十万 没成想 居然被老六说还差点事 魏明凯表示很不服气 别说魏明凯了 就是魏明君他们也有一脸恶然地 看向了魏明成 因为他们不管是在家里喝的 还是部队喝的酒 几乎都是魏老三提供的 不然以他们那点工资能喝得起顿顿茅台吗 三哥 82年的正牌拉菲你喝过吗 魏明成撇了撇嘴 他因为年龄小 以前在兄弟几个里面都是开心果和小透明 眼下看到哥几个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 魏明成心里也是有几分得意的 喝过呀 我家里还有一瓶呢 你要喝我改天拿给你 魏明凯随口答了一句 一脸疑惑地说道 老六 你不是不太喜欢喝红酒吗 怎么改了性子了 三哥 你先别管我喝不喝红酒 魏明成打断了三哥的话 开口说道 三哥 你那82年的拉菲是怎么喝的 吃饭的时候喝呀 红酒最好吃西餐的时候喝 中餐不太适合 魏明凯随意做大了之后 眼界也是宽阔了许多 再加上他又经常往国外跑 对于喝红酒的一些忌讳还是知道的 三哥 差事了吧 听到三哥的话 魏明成哈哈一笑说道 真正喝红酒的人 是不需要配菜的 你见没见过 拿着两瓶拉菲 一瓶皇家赤霞猪的红酒 直接就开喝的吗 没见过吧 我就见过 三哥 真正喝酒 就得像人家那样喝 魏明成那头 昂得像个好斗的小公鸡一样 在外面 他自然不是这种模样 不过这是在家里 魏明成从小和哥哥们随便惯了 这才摆出了这副模样 哎呦 老六 行啊你 竟然连皇家赤霞猪都知道 听到魏明成口中说出来的酒名 魏明凯还真是有些意外了 因为他最近正想收购法国的一个酒庄 趁热打铁地研究了一下红酒 知道魏明成所说的那个酒 是和拉菲一个档次的 但是国内的红酒市场 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片空白的 魏明成能说出赤霞猪的名字来 可见他并非是信口开河 而是真的有可能去过那样的场合 这也不算什么 哥几个要是想找那感觉 改天我弄几瓶拉菲和皇家赤霞猪 咱们也拼拼酒 以魏明凯的身家 一次喝上个二三十万的酒 还真是不算什么 不过魏明凯却是感觉有点不值 那些看上去像红糖水的红酒 喝到嘴里又酸又涩 哪里有白酒喝得舒爽痛快 不算什么 那别人还要开罗曼帝康帝呢 用的还是奥地利利多的红酒杯呢 魏明成今儿这十三 算是要装到底了 连从胡理智口中听到的名词都拿出来卖弄起来 不过这次魏明凯的反应却是有些茫然 罗曼帝康帝是什么酒 这红酒杯也有什么讲究吗 魏明凯了解红酒只是生意上的需要 但相比胡理智那种喝了几十年的人 这知识还是显得匮乏了 他根本就没听说过魏明成口中的那两个名词 六哥 你说的那两样红酒 在咱们国内也有 一直面带微笑听着魏明成歌几个聊天的讲难 在听到罗曼帝康帝和利多酒杯的时候 脸上的笑容也变成了恶然的神色 当然有 我还用了呢 魏明成看到蒋南也被自个儿震住了 那头越发是昂得高了 蒋南 你喝过那酒 给我们说说 魏明凯看向了蒋南 这不正好是让蒋南展现一下他渊博知识的好机会吗 三哥 我哪会有钱喝康帝啊 就是现在我也喝不起 听到魏明凯的话 蒋南顿时苦笑了一声说道 我五年前在国外上学的时候 跟人去参加过一场拍卖会 当时拍卖会上的那一瓶康帝 拍出了十二万美金的价格 放到今天 恐怕最少也要二十多万美金了 那 那岂不是一百多万一瓶酒 蒋南话声一出 在场的人 除了方毅和魏明成之外 几乎全都愣住了 要知道 在2000年一时 国外的奢侈品在国内还是不多见的 就算是魏明凯他们这种家庭的人 如果没有长期在国外生活 也是不会了解国外那些顶级家族富豪们的奢侈生活的 在国内 几百块钱一瓶的茅台 就算是很贵的了 几万块钱一瓶的红酒 那更是顶级生活的体现 但一瓶酒上百万 显然还是超出了 包括魏明凯在内的魏家兄弟们 蒋南倒是听闻过这种酒 但他也仅仅是听过而已 而且蒋南说的也是实话 他那生物医药公司 因为做研究实验的关系 每天都在大把的烧着钱 蒋南的确是喝不起罗曼帝康帝 没错 就是一百多万一瓶的酒 看到众人一脸愕然的样子 魏明成心里 那叫一个舒坦 往年在这种家族聚会里 他虽然说不上是最不起眼的那个 但存在感真的不怎么强 和小透明也差不多 哪里有过像今儿 这样被哥哥们瞩目的感觉 老六 你不会是在吹牛吧 魏明凯有些不相信的看着六弟 开口说道 你说有一百多万一瓶的酒我信 但你说咱们国内有 而且别人还要请你喝 打死你三哥我也不信 魏明凯虽然平时为人很低调 但是在国内的富豪圈子里 他也能算得上是最顶级的那一个群体了 就魏明凯所知 他那个圈子里 虽然有人很喜欢喝红酒 但绝对达不到魏明成所说的那个档次 现在互联网时代还没来历 能在两千年左右创下一万身家的人 大多都是从事传统行业 并且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的人 这些人大多都是从穷日子里过来的 所以他们现在即使有钱 也不会如此奢侈的 六哥 康帝一般都是要经过拍卖的 而且因为存食量少 一年碰不到几次 我也没听说国内有人去拍这种酒的 蒋南对魏明成的话也表示出了怀疑 因为他在国外待过 知道像罗曼帝康帝这种级别的酒 根本就不可能摆在商店里去出售的 想要得到它 就只有参加酒类拍卖这唯一的途径 但根据蒋南对国情的了解 国内的市场对于红酒的追捧和需求并不是很大 现在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而且那些出国参加拍卖的国人 大多都是冲着流失文物去的 红酒拍卖场内很少能见到国人的身影 蒋南 你没听说不代表没有啊 听到蒋南的话后 魏明成有些得意地笑了起来 这会儿魏明成已经是全忘了方毅给他下套的事情 心里对方毅还颇有几分感激 要不是在机场遇到方毅 他哪有机会长这样的见识 北民有声 第六百五十八集 蒋南文言点了点头 他回国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对这种事情并不了解 当下说道 六哥说的是 近几年咱们国家发展得很快 说不定就有人对这种顶级红酒感兴趣 拍下来投资了呢 投资 人家买了就是喝的 魏明成连连摇头 虽然当天喝酒的时候 只是在一个稍显破旧的老房子里 但胡立志在谈论红酒时的气势 却是让魏明成深信不疑 他真的能拿出价值百万的红酒的 老六 国内还有这样的人 要不你什么时候介绍我认识一下 魏明凯的眉头一条 心里颇有几分不服气 他很赞同蒋南的说法 那就是有人或许会投资 这种价值百万的红酒 但如果是买来喝的 魏明凯却还是不相信 因为就算是他 也不会奢侈到如此程度 这个 魏明成文言犹豫了一下 眼睛瞄向了端坐在一旁的方毅 开口说道 那人是方毅的朋友 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 三哥 你要是想认识的话 还是让方毅介绍比较好 哦 方老弟还有这样的朋友 听到魏明成的话 屋内的几人都有些吃惊 尤其是之前 对方毅爱搭不理的魏明朗 还有一直没正眼看过方毅的魏明君 这会儿 也均是将目光投在了方毅的身上 能很随意地喝掉一瓶上百万红酒的人 在魏明凯等人心里 最起码是个事业有成的人 他们未必会尊重这个人的钱 但是赚钱本来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这种能力却是值得魏家兄弟尊重的 而方毅能认识这样的人 说明方毅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像什么亿万富翁 或者达官贵人和穷小子 是默逆之交的事情 那只能存在于小说故事里 现实里是没有这种事情的 虽然说朋友交心 但事实上来往的很密切的朋友 往往都是脾气秉性 并且包括身家财富都相差不多的 举个例子来说 就像是那位华人首富李超人 他的朋友就无疑不是港岛的顶级富豪 倒不是说李超人就不认识穷人了 他当然也有青年时 没有发迹时的穷哥们 但随着财富的增加和身份的变化 李超人和那些穷哥们的交往会逐渐变少 几十年过后 别说来往密切了 恐怕就连联系都是没有的了 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圈子的变化 所造成的 当大家都没钱的时候 可以聚在一起 吃着烤串 喝着啤酒 谈天论地 但一旦当某人富有了 就算他不忘本 还愿意和老朋友交往 但那个圈子 却是会在无形地排斥他 俗话说 富贵不还乡 如同锦衣也行 但如果你不锦衣也行 就会被人认为是显摆 这种妒忌的心理 使得你根本就无法和那些人 像以前一样交往 久而久之 再好的朋友 也会变得疏远起来 所以魏明成一说方译 有能喝得起百万红酒的朋友 一下子就引起了魏明凯等人的关注 倒不是说魏家锦兄弟有多势力 但这个社会原本就是如此 让赢得别人的尊重 首先你得有这个资本才行 三哥 我那朋友只是喜欢红酒 这才去搜罗了一点 看到魏明成把话题引到了自己身上 方译心下不由苦笑了起来 胡立志的身份比较特殊 而且经不起细究 万一这场内有人对他起了兴趣 那肯定会带来一些麻烦的 国外说喝红酒的人 都是有品味的人 方老弟 改天介绍我认识一下你那位朋友啊 看到方译不想多说 魏明凯笑了笑 也没再细问 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魏明凯也有魏明凯的骄傲 并不是说别人喝得起百万红酒 他为老三就要去和那人做朋友了 行 都有机会 一定介绍三哥和我朋友认识 方译笑着回了一句 脸上依然是之前淡定的样子 这让开始注意起他的魏家几兄弟 都是心中动了一下 越发地认定这个年轻人不简单了 方译的出身 决定了他以前没有见识过什么大场面 身上也无法带有那种富贵人家的气质 但方译所表现出的那种淡然 并非是孤傲 而是一种由心而发的甜淡宁静 就算身在魏家 他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不自然来 他身上的那种独特气质 却是魏家兄弟们都没有见到过的 看到方译画中 有那么一丝敷衍的味道在里面 魏明凯也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 毕竟再聊起红酒 他就真像是个爆发户 因为在国外富豪圈子里 红酒原本就是一种有着深厚底蕴的文化 对了老六 你之前的话题还没说完呢 魏明凯话题一转说道 老六 你不是对蒋南和初夏交往有意见吗 给哥几个说说 让我们看看你有什么高见 三哥 我哪有什么高见啊 魏明成今儿算是出了一把风头 这会儿正高兴呢 听到三哥的话后 开口说道 我觉得吧 蒋南和初夏 不管是从家事 还是人品上 都是挺搭配的 但感情这事儿 确实要看缘分的 行不行还得看初夏和蒋南的意思 咱们不能给他们带来外界的压力 六哥 我对柏小姐一向都是很仰慕的 听到魏明成的话后 蒋南开了口说道 去年的时候 在一次聚会上 见过柏小姐一次 只不过没有聚会认识 我这次来没别的意思 一是给老爷子祝寿 二就是想结识一下柏小姐 三哥说的没错 交不消往的 还要看日后的缘分 不得不说 蒋南为人处事 的确和他的年龄 有着不符的成熟 他的话 说的就是连心里 有些倾向于方毅的魏明成 都忍不住暗自点了点头 蒋南确实是一个 值得女孩交往的对象 小六说的也有点道理 回头介绍蒋南和初夏认识就行了 别的让他们年轻人自己去聊 魏明君也开口说了话 毕竟表妹是百家的人 他也不知道姑妈那边是否给表妹介绍了对象 如果他们做得过于明显的话 这事反倒是有些过犹不及了 嗯 大哥说的对 我就是这意思 魏明成连连点起了头 同时眼睛往方毅那边瞄了一下 那眼神里的意思却是哥们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也算得上是对得起前几天喝的那两瓶八二年拉菲了 明凯 大哥 你们都在里面吗 魏明成话音刚落 外面就传来了蒋南堂姐的声音 爸喊了 让咱们都过去吃饭 你们别聊了 快点过去吧 吃完饭还要给爷爷助寿呢 得 走吧 今儿饭开得有点晚 回头都少喝几杯 听到外面的喊声 魏明君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领头走出了房间 方毅 六个筋可是帮了你吧 魏明成有意走在了最后 用胳膊肘碰了碰方毅 低声说道 回头你朋友要是开那瓶康地的时候 你可不能忘了六个我啊 怎么着也得让我去见识一下 好吧 我到时候肯定通知六个你 方毅哭笑不得地答了一句 这魏老六也不是个异相处的 强行送出去的人情 还不忘再给人强调一下 好像生怕方毅忘掉了一般 老六 你帮了方毅什么呀 已经走到门口 又转身回来拿烟的魏明凯 正好听到了两人的话 不由奇怪地看向了魏明成 没事没事 我今儿不是去接方毅了吗 这还不算帮忙吗 魏明成信口胡扯了几句 也没管一脸半信半疑的三哥 连忙拉着方毅出了房间 大夫好 大夫好 快点叫人啊 叫二爷爷好 三叔好 叫三爷爷 不叫我揍你 一行人在进入餐厅之后 原本挺安静的地方 一下子就变得喧闹了起来 光是魏明君六兄弟连老婆 走了过去 北民有声 第六百六百五十九集 怎么样 艺初夏宗 爱初夏宗小官 怀孟一辈子 梦一辈子 但此刻却是很细心 十分照顾方毅的感受 没事的 他们对我都挺不错的 方毅看了看乱哄哄的众人 这会儿都挂好了衣服 连忙说道 你们女人和孩子肯定坐一桌 等回头吃完饭再说吧 都坐下吧 你们兄弟几个和客人一桌 女眷和孩子一桌 方毅这边话声刚落 一个六十多岁身材不高 但精神绝朔 穿着一身笔挺军装的老人 开了口 原本吵杂的餐厅 一下子变得静静了下来 就连那几个五六岁大的孩子 都被当娘的拉到身边 不准他们再吵闹了 餐厅里一共摆了三桌韭菜 女人孩子那一桌的热菜 都已经摆上了 但另外两桌 却是只摆着八个凉菜和几瓶酒 显然味家的传统 是不禁喝酒的 而且看样子 酒量还都不错 小时候能干出来 去偷活儿酒的事情 方毅也是好酒的人 特意看了几眼摆在桌子上的酒 发现这些白瓷瓶的酒上面 没有任何的包装和标签 就是那么一瓶摆在桌子上 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别看了 那是军队里特供的酒 外面买不到的 魏明成拉着方毅坐在了桌边 低声问道 刚才初夏跟你说什么呢 你们两个在那嘀嘀咕咕的半天 方毅自然是愿意挨着魏明成做的 因为这满屋子的人之外 除了百初夏和老师 他就只认识魏明成一人了 没说什么 对了 刚才说话的人是你大伯吧 方毅随口岔开了话题 别看魏明成要比他大好几岁 但两人谈话时的思路 基本上都是方毅来掌握的 是我大伯 旁边的是我二伯 我爸你见过的了 魏明成果然被方毅的话给带歪了 在他耳边介绍了一下 在魏加西那一桌上除了于轩之外 还有两个五六十岁的老者 那是魏明成等人的遗仗 这次也是专门过来给老爷子拜授的 魏哥 你这一家真是了不起 方毅由衷地赞叹了一句 因为在魏明成长辈的那一桌上 除了于轩穿着便装之外 其余众人全都是一身戎装 更重要的是 他们肩膀上的金星 魏明成的大伯赫然是三颗星 这已经是国内现如今 所能达到的最高军衔了 魏明成二伯是两颗星的中将 除了一个大校之外 剩下的全都是少将 看到他们的军衔 方毅对来时的森严警戒 倒是能理解了 这可不单单住着老爷子一个人 就是把魏明成大伯单列出来 那也够得上这种警戒级别了 我大伯快退了 不过我二伯能往上动一动 看到方毅盯着那一桌的肩膀上 魏明成声音里带着几分得意地说道 武警这块今年要调整 我爸估计也能往上走一走 怎么样 今儿这场面 不比你那天喝酒的场面小吧 你们家都快顶上军队的半边天了 三炮和胖子都是当过兵的 没少和方毅聊部队上的事 所以方毅虽然下山不久 但对于部队和军衔制度 还是很了解的 魏家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的确让方毅震惊不已 一般而言 大军区的正职和三总部的正职 都是上将军衔 也就是说 魏明成的大伯 肯定是军中最高级别的大佬之一 而魏明成的二伯和父亲 也都是军队里的高级将领 副职辈的崛起 再加上魏老爷子在军队里的威望 以及他当权时提拔起来的将领 方毅那句 魏家能顶得上军队半边天的话 真是没有任何的夸张 在军队里 魏家的确是根深蒂固 就算是当年建国的 那些老将帅的后人 现如今在部队的影响力 也是远不如魏家 因为他们的父辈 没有魏老爷子活的时间长 而且他们本身的发展 也不如魏家西兄弟几个 却是正应了那句老话 活得长的能笑到最后 方毅不知道的是 他所认识的那个将军的父亲 也只不过是魏明成二伯的一个部下 和魏家兄弟比起来 在外面看似风光无险的将军 实际上根本就没能触及军中大老子弟的这个圈子 海军 你到这桌来坐 在众人落座的时候 魏明成的大伯冲着魏明君招了招手 虽然魏明君是他的儿子 但一家人也没有什么好避讳的 魏明君早在两年之前 就能参加家族里对一些事情的讨论了 至于魏明成等人 显然还不够这个分量 就算是家族内的财神爷魏明凯 也没能进入到家族的核心圈子里 很多重要的事物 他们都是触及不到的 看样子大哥这个坎也没几年了 魏明成很是羡慕地 看了一眼走到另一桌的大哥 身在魏家 消息自然要比外面灵通得多 魏明成知道明年即将换届 到时候军中也会有一番很大的调整 年前大伯父亲他们商谈了很久 应该就是在讨论这些事情 魏哥 你才二十六七岁就是中校了 还不满足啊 方毅笑着说道 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 魏明成回了一句 不过随即说道 部队里进击的条件限制太多了 光是年限这一点就躲不过去 我熬到四十岁 肩膀上能挂一颗星就不错了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魏明成嘴上虽然那么说 但心里很明白 只要魏家长盛不衰 他的这个将军肯定是跑不掉的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老六 别光顾着说话 今儿桌上有两位外人 二哥 是你说 还是我先把酒桌上的规矩说说吧 魏明君离开桌子之后 按理说桌上最大的 应该就是魏明成的二哥了 不过他不是很擅长说话 只是摆了摆手 让魏明凯继续说下去 蒋南 小枫 我们魏家喝酒的规矩很简单 魏明凯看着方毅和蒋南 开口说道 那就是有多大的量 就喝多少的酒 不能偷奸耍滑 也不能喝醉 只要是喝醉了给爷爷去拜售 那肯定会被爷爷拿拐杖敲的 三哥 喝到量还不能喝醉 这还真不怎么好把握呀 蒋南笑着回了一句 不过要是有心人 肯定能发现 自从上桌之后 蒋南的目光时不时地 就会飘到女人孩子那一桌上 显然是在注视着 坐在那一桌的摆出下 你喝没喝到量 爷爷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这是当年跟着徐司令学的 所以你们两个也别想着藏拙 魏明凯知道蒋南话中的意思 当下笑了起来 当年的徐司令 在军中绰号很多 除了诸如 风子老虎和尚之类的外号之外 还有这九字令的绰号 吃饭向来都是无酒不欢 将军喝酒无可厚非 不过徐司令喝酒 那是悲到酒干 而且喜欢喝酒选将 用他的道理说 喝酒的人才能打仗 人品才好 八十年代初时候的那一仗 徐司令点将 就和人联合了三天三夜 最后选定了将军 徐司令这一点 虽然被不少人付匪 但还别说 他选的将领 各个在战场上都是虎将 所以是非功过也很难平定 但是和徐司令交好的人 几乎各个都很能喝 魏家老爷子跟随徐司令几十年 不光是喝酒 还跟着徐司令学会了看人 那就是能喝不喝的人 不是好人 来 一人一瓶 魏明成将桌子转了一圈 开口说道 每人拿一瓶 按照你们自己的酒量喝 酒量不好的喝一杯也行 一瓶不够喝的就再要 反正是要尽兴 方艺 你酒量怎么样 等会儿别出笑话啊 要不然你这客人被爷爷打了 喝酒好玩了 魏明成好心地提醒了方艺一句 正如蒋南说的那样 喝尽兴而又不喝醉 这中间的度 的确是很难把握的 而且白酒有后劲 或许当时没事 但败寿的时候就会醉酒 魏明成兄弟就没少出这种洋相 我酒量还行吧 方艺文言笑了笑 喝酒是看体质的 体质好的人 解酒的速度就快 也不容易喝醉 以方艺的身体 就算不运功化解体内的酒精 怕是想喝醉都很难 别是喝红酒行 喝白酒就不行了 魏明成撇了撇嘴 低声说道 我听说蒋南的酒量很不错 你可别不如他 我爷爷最看重别人 能不能喝酒 你要是能把这一屋子的男人 都关倒了 说不定我爷爷一高兴 就准了你和初夏的事情呢 魏哥 这话要是老爷子说出来 我一准能把这一屋子的人 给关倒 方艺哈哈一笑 压根就没把魏明成的话 给放在心上 比武招亲的故事 方艺听过 但喝酒 招外孙女婿的事 方艺却是不相信的 来 祝爷爷身体健康 咱们先干了这一杯 说话间 魏明凯已经端起了面前的玻璃杯 差不多四两的杯子里 倒满了白酒 他也没起身 端着酒杯 向众人摇敬了一下之后 一口气全闷进了嘴里 你们家喝酒 都是用这么大的杯子的 刚往杯子里 倒上酒的方艺 差点看直了眼 他原本以为 这一杯酒 是要分成了三四次喝下去的 没成想 魏明凯一口就给干掉了 而且喝完之后 也不吃菜 用手抹了下嘴巴 又将面前的酒杯给倒满上了 我三哥虽然没当兵 但酒量却是家里最好的 魏明成也端起了杯子 对方艺说道 能喝多少喝多少 千万别勉强 你等会儿要是喝醉了 爷爷真会拿拐杖敲人的 好 我知道了 方艺想了一下 端起了杯子 对魏明凯说道 三哥 我这杯酒就借花献佛了 也敬老爷子身体健康 和魏明凯咕咚咕咚地 往喉咙里灌酒不同 方艺喝酒 把酒杯放在唇边 却是看不到下咽的动作 那一杯酒 通过喉咙 直接就下到肚子里了 看似不缓不急 但喝下去的速度 比魏明凯甚至还要快上几分 喝完之后 方艺把酒杯轻轻地倒了过来 里面依然是空空如也 连一滴酒都没有剩下 看到方艺的动作 他们这一桌的人 不由都是愣住了 这可是53度的白酒啊 打仗的时候 都可以拿来当酒精消毒使用了 他们还真没见过 喝得像方艺这般 风轻云淡 面不改色的 哎呦 方老弟原来这么能喝呀 魏明凯一拍大腿 拎着酒瓶子 直接就站起身来 拍了拍魏明成的肩膀说道 坐我那边去 今儿我和方老弟好好喝一场 三哥 你可别手下留情啊 方艺是我爸朋友的同学 也是我的朋友 魏明成苦着脸站起身来 他可是知道三哥酒量的 两三斤白酒喝完之后 还能和他们大牌唱歌 魏明成还从来没见他喝醉过 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啊 在酒桌上就是酒友 兄弟都不是 魏明凯推开了魏明成 端起酒杯对方艺说道 怎么样 再走一个啊 好 这杯祝各位长辈身体健康 方艺也没客气 他从小跟着老道士所喝的 都是些自己酿制的烈酒 那会儿方艺年少修为不够 冬天需要喝酒欲寒 就那些喝得辣喉咙的烈酒 方艺没事还能喝个两三斤 更不要说是这军中特供的酒了 方艺喝在嘴里的感觉 甚至比茅台还要醇厚几分 嘴上说着话 方艺已经把酒杯放在了唇边 一口气又是将四两一杯的酒 给喝了下去 这次方艺喝酒的时候 魏明成没有喝 而是一直在看着方艺的动作 他想看看 方艺刚才是不是偷奸耍滑 用了什么手段 魏明凯在外面做生意 酒场实在是经历得太多了 他也见过一个谦卑不醉的人 但那个人却是个魔术师 你看他像是在喝酒 实际上酒全都进了袖子里的毛巾里 魏明凯怕方艺刚才也是玩的这一手 好酒量 这次魏明凯算是看清楚了 这酒的确是被方艺喝进了肚子里 连一滴都没有洒出来 隔得那么近 魏明凯都能闻到方艺呼吸出来的 那股子酒香味 到我了 魏明凯也没装怂 也是一杯酒下了肚 紧接着又要给自己倒酒 三哥 我来 我来倒 方艺抢过了酒瓶说道 三哥 你吃口菜吧 要是这样喝 很容易醉的 好 吃菜 吃菜 八两酒下肚 魏明凯虽然没喝多 但说话的声音 却是不自觉地变大了 回头 隔几个都和方老弟喝一个 让咱们看看 方老弟的量到底在什么地方 一个屋子里摆了三张桌子 基本上谁说话的声音大一点 都会传到别的桌子上 魏明凯这一嗓子 顿时引来了不少目光 摆出下也看向了方艺 却是发现方艺冲他挤了几眼睛 明凯你干什么呢 刚喝酒多了 帐备那一桌上 传来了一个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魏明凯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起身陪笑道 爸 于老师带来的小兄弟 酒量很好 我说和他多喝几杯呢 你小子 别把客人灌醉了 魏明凯的父亲冷哼了一声 他也是知道儿子酒量的 别说他这当爹的 就是徐司令当年在巅峰时期 也未必能喝得过这个酒囊饭袋 当然 这话并不是他说的 而是魏家老爷子的原话 爸 您放心吧 魏明凯擦了擦冷汗 坐了下来 说道 小声点 咱们小声点喝 方老弟 怎么样 再喝一杯压压惊 三哥就没了 方艺把手中的酒瓶反了过来 但杯子里只是倒上了半杯 按照魏明凯的喝法 这一瓶一斤的白酒 只够他们喝上两杯半的 什么话 在三哥这里还能缺了酒喝吗 魏明凯一看果然没酒了 当下站起身 走到门口 打开了一个锄边柜 直接从里面爆了一箱子酒出来 就放在了他和方艺的身边说道 今儿这酒喝完 以后你就是我魏老三的好朋友兄弟了 嗨 大家好 我是舒黛雄 我们有微信粉丝群了 微信搜索 北明有声的拼音全拼 加好友就可进群和我愉快地交流了 还有更多惊喜福利哦 北明有声 第六百六十集 感情刚才就没把我当朋友啊 方艺被魏明凯说得哭笑不得 只是他并不知道 魏明凯看上去没什么架子 但心中的傲气 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能让他笑着说话 并不代表他心里就把你当成朋友看了 好 这杯酒就当是我敬各位哥哥的了 方艺也没废话 开了一瓶给自己和魏明凯倒满之后 又是一口先干为敬 这第三杯酒喝下的时候 方艺的表情和之前两杯没有任何的区别 要是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喝的是白开水呢 方老弟 好酒量 看到方艺面不改色的样子 魏明凯的眼角忍不住抽出了下 却是他刚才那两杯酒喝得有点太急了 这会儿胃里已经开始翻腾了起来 不过方艺这一杯已经干掉了 魏明凯自然也得喝下去 当下端起了杯子 三哥 热菜上来了 你得让我吃口菜吧 方艺压住了魏明凯的手 笑着说道 今儿这里算是开了将军宴了 就是不知道这菜的口味怎么样 三哥 你不吃我可先吃了 以方艺现在的修为 只要他想 魏明凯这周身气血流动 压根就躲不开方艺的感应 在魏明凯端起酒杯的时候 方艺就察觉他的气息有些紊乱了 这才有了劝菜的举动 方老弟 这你就不知道了 魏明凯也是旧泼下驴 当下放下了酒杯 拿起了筷子 说道 看到门外挂着的辣椒们 我爷爷是乡省人 吃东西向来是无辣不欢 这里的厨师 也是跟了爷爷几十年的 正宗香菜师傅 他要是想出去开饭店 一年赚个几百万都没问题 魏明凯倒是没吹牛 以魏老爷子的级别 早在几十年前 就享受不违级的待遇了 家里的厨师 从三十多岁就跟着他 现在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那一手香菜 的确是烧得色香味俱全 换个人做 老爷子就吃不下饭 不错 这味道的确比饭店的味道好 方艺吃了几口菜 然后给魏明凯盛了一碗汤说道 三哥 酒要喝 菜也要吃 汤更养胃 你多喝点 好 多谢老弟 魏明凯心里一热 说话间 毅然是把方艺的姓都去掉了 直接称呼起老弟来 方艺 来 咱们喝一杯 就在这时 魏明城的二哥 魏明国端起了酒杯 也没等方艺回答 直接就先喝了下去 喝完 面无表情地 把酒杯倒过来 给方艺看看 然后放下杯子 加起菜来 老弟 你别在意 我二哥是京城卫戍区的 和以前的玉林军差不多 脸上就是那表情 你别当回事 魏明凯开口给方艺解释了一句 有些不满地对魏明国说道 二哥 我和方艺的酒还没喝完呢 你怎么就喝上了 这不是要搞车轮战吗 你喝不过他 魏明国一边吃着菜 一边从嘴里挤出了几个字 二哥 你是不是觉得 爷爷从小没拿拐杖敲过我 想看我笑话呀 魏明凯一卷袖子说道 今儿就让你们哥几个 看看我的酒量 看看我和方老弟 到底谁更能喝 老弟 这杯酒是刚才的 魏明凯端起面前的酒杯 一口气又是喝了下去 或许是吃了菜 喝了汤的缘故 他这杯酒喝得很惊悚 除了额头 除了点汗之外 倒是没有别的反应 方先生 好酒量 咱俩也喝一个吧 江南对着方毅端起了酒杯 他和方毅不是很熟 事宜称呼上也很客气 好 方毅悲来不惧 又是一杯四两酒下肚 和身边的魏明凯相比 已经是喝了两斤高度白酒的方毅 仍然气定神闲 表情和刚才在桌边坐下的时候 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不行 老弟 我也得陪你一杯 看到方毅连喝了三杯 算起来已经比自己多喝两杯了 魏明凯感觉烈面有些下不来 也是端起了杯子 老三 该去敬酒了 你回来再喝 魏明国站起身来 右手拿着一瓶酒 左手却是换了个小酒杯 显然是要去长辈那桌敬酒的 老弟 等下咱们再喝 听到二哥的话 魏明凯连忙站了起来 跟着魏明国来到另外一桌 恭恭敬敬的美人敬了一小杯酒 然后又挨了一通讯 回到了这边的座位上 敬酒是要按照顺序的 魏明凯哥俩 去完之后 魏明朗和魏家老五 也是过去敬了杯酒 最后才轮到了魏明城 好 方毅和蒋南答应了一声 起身跟在了魏明城的身后 来到了另外一桌上 方毅 蒋南 你们跟小六一起过去吧 在魏明城起身的时候 魏明国开了口 魏哥这大伯和二伯的气色 好像都不怎么好 方毅敬酒的时候 和魏家二代的领军人物 打了个照面 心里不由突了一下 因为他分明看到 魏明城两个伯父的硬堂上 均是带有一丝黑色 方毅看人 通常是不会使用旺气之术的 但最基本的相面 他也是懂的 对于相貌中 所显露出来的一些端倪 即使不用相术 也能看明白 他刚才自己没看清楚 方毅动用了相面之术 又看了一眼 这一看之下 方毅心里顿时一惊 魏明城两位伯父的嘴角处 依稀露出了乱文献败的迹象 这对于官场中人 可不是什么好面向 通常有这种面向的人 不是会陷于牢狱之灾 就是要黯然隐退 看来他们在目前的位置上 怕是坐不了多久了 看来魏家或许会有些变过 方毅心中了然 魏明城的大伯 年龄到了要退下来 这是自然规律 但他的二伯年龄 却是没到线 而且听魏明城的意思 他似乎还要更进一步 但是从面向上看 魏家二伯 恐怕连现在的位置 都保不住了 不知道会不会涉及到初夏 方毅在心里暗自猜测着 像魏家这样的庞然大物 发生变化 恐怕军队里都要阵三阵 这事情的影响 肯定会很深远的 方毅 方毅 你想什么呢 就在方毅走神的时候 耳边忽然传来了 魏明城的声音 该给我爸敬酒了 你在琢磨什么呢 魏叔叔 方毅敬您一杯酒 我先干为敬 回过神来的方毅 连忙端起了酒 一饮而尽 你小子不错 酒量不错 人也不错 魏家西 也喝干了杯中的酒 然后重重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对坐在旁边的于轩说道 老于 你的学生很好 酒量比你好 人品也比你好多了 虽然没在一个桌子上 但两桌挨得那么近 魏家西知道方毅喝了不少 故意用眼睛斜撇着于轩挤兑他呢 这酒量和人品有关系吗 于轩有些无语 自己貌似喝的也不比魏家西少吧 当然有关系了 用老爷子的话说 酒品就是人品 魏家西的话 倒是迎来一桌子人的赞同 在魏家这喝酒的传统是牢不可破的 几杯酒下肚 像是魏家西大哥这样位高权重的人 也是热地脱下了军装 不顾什么形象了 在长辈那一桌 敬了一圈酒往回走的时候 众人在看方毅的时候 眼睛里已经满是惊异的神色了 刚才就喝了两斤整 这一圈差不多又有七八两 算下来方毅已经快喝到三斤了 方毅 别影车 不能喝就别喝了 在回去的时候 魏明成压低了声音 有些担心地说道 你要是喝多了 回头出下还不得找我麻烦呀 出下 走在前面的蒋南 依稀听到了这两个字 不由回头看了一眼魏明成 他听得不是很清楚 但出下那两个字 绝对是没听错 魏哥 没事 这点酒不算什么 方毅文言黑黑一笑 他今儿是真没运工作弊 就是想看看 凭着现在的身体素质 到底能喝多少 当然 到目前为止 方毅还没有什么感觉 进入体内的酒精 差不多 也被他强大的消化能力 给分解得差不多了 方老弟 来 咱们继续喝 魏明凯拉着方毅坐了下去 很认真地说道 你三哥我从小就能喝 这二十多年 没遇到过敌手 今儿咱们哥俩不管他们 好好地喝一顿 北民有声 第六百六十一集 我酒量还行吧 方毅文言笑了笑 喝酒是看体质的 体质好的人 解酒的速度就快 也不容易喝醉 以方毅的身体 就算不运功化解体内的酒精 怕是想喝醉都难 别是喝红酒行 喝白酒就不行了 魏明诚撇了撇嘴 低声说道 我听说蒋南的酒量很不错 你可别不如他 我爷爷最看重别人 能不能喝酒 你要是能把这一屋子的男人 都关倒了 说不定我爷爷一高兴 就准了你和初夏的事情的 魏哥 这话要是老爷子说出来 我一准能把这一屋子的人 给灌倒 方毅哈哈一笑 压根就没把魏明诚的话 给放在心上 比武招亲的故事 方毅听过 但喝酒招外孙女婿的事 方毅却是不相信的 来 祝爷爷身体健康 咱们先干了这一杯 说话间 魏明凯已经端起了 面前的玻璃杯 差不多四两的杯子里 倒满了白酒 他也没起身 端着酒杯 向众人摇敬了一下之后 一口气全闷进了嘴里 你们家喝酒 都是用这么大杯子的 刚往杯子里倒上酒的方毅 差点看直了眼 他原本以为 这一杯酒 是要分成了三四次喝下去的 没成想魏明成 一口就给干掉了 而且喝完之后 也不吃菜 用手抹了下嘴巴 又将面前的酒杯 给倒满上了 我三哥虽然没当兵 但酒量却是家里最好的 魏明成也端起了杯子 对方毅说道 能喝多少喝多少 千万别勉强 你等会儿要是喝醉了 爷爷真会拿着拐杖敲人的 好 我知道了 方毅想了一下 端起了杯子 对魏明凯说道 三哥 我这杯酒就见花献佛了 也敬老爷子身体健康 和魏明凯咕咚咕咚地 往喉咙里灌酒不同 方毅喝酒把酒杯放在唇边 却是看不到下咽的动作 那一杯酒通过喉咙 直接就下到肚子里了 看似不缓不急 但喝下去的速度 比魏明凯甚至还要快上几分 喝完之后 方毅把酒杯轻轻地倒了过来 里面已然是空空如也 连一滴酒都没有剩下 看到方毅的动作 他们这一桌的人 不由都是愣住了 这可是53度的白酒啊 打仗的时候 都可以拿来当酒精消毒使用了 他们还真没见过 喝得像方毅这般 风轻云淡面不改色的 哎呦 方老弟原来这么能喝呀 魏明凯一拍大腿 拎着酒瓶子 直接就站起身来 拍了拍魏明成的肩膀说道 坐我那边去 今儿我和方老弟好好喝一场 三哥 你可别手下留情啊 方毅是我爸朋友的学生 也是我的朋友 魏明成苦着脸站起身来 他可是知道三哥酒量的 两三斤白酒喝完之后 还能和他们打牌唱歌 魏明成还从来没见他喝醉过 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 在酒桌上就是酒友 兄弟都不是 魏明凯推开了魏明成 端起酒杯对方毅说道 怎么样 再走一个啊 好 这杯祝各位长辈身体健康 方毅也没客气 他从小跟着老道士所喝的 都是些自己酿制的烈酒 那会儿方毅年少 修为不够 冬天需要喝酒欲寒 就那些喝得辣喉咙的烈酒 方毅没事还能喝个两三斤 更不要说是这军中特供的酒了 方毅喝在嘴里的感觉 甚至比茅台还要醇厚几分 嘴上说着话 方毅已经把酒杯放在了唇边 一口气又是将四两一杯的酒给喝了下去 这次方毅喝酒的时候 魏明凯没有喝 而是一直在看着方毅的动作 他想看看方毅是不是偷奸耍滑 用了什么手段 魏明凯在外面做生意 酒厂实在是经历的太多了 他也见过一个谦卑不醉的人 但那个人却是个魔术师 你看着他像是在喝酒 实际上酒全都进了袖子里的毛巾里 魏明凯怕方毅刚才也是玩的这一手 好酒量 这次魏明凯算是看清楚了 这酒的确是被方毅喝进了肚子里 连一滴都没有洒出来 隔得那么近 魏明凯都能闻到方毅呼吸出来的 那股子酒香味 到我了 魏明凯也没装怂 也是一杯酒下了肚 紧接着又给自己倒酒 三哥 我来 我来倒 方毅抢过了酒瓶 说道 三哥 你吃口菜吧 要是这样喝 很容易醉的 好 吃菜吃菜 八两酒下肚 魏明凯虽然没喝多 但说话的声音 却是不自觉地变大了 回头搁几个 都和方老弟喝一个 让咱们看看 方老弟的量 到底在什么地方 一个屋子里 摆了三张桌子 基本上 谁说话的声音大一点 都会传到别的桌子上 魏明凯这一嗓子 顿时引来了不少目光 摆出下 也看向了方毅 却是发现 方毅冲他挤了几眼睛 明凯 你干什么呢 刚喝就多了 账备那一桌上 传来的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魏明凯忍不住 哆嗦了一下 起身陪笑道 爸 于老师带来的小兄弟 酒量很好 我说和他多喝几杯呢 你小子 别把客人管醉了 魏明凯的父亲 冷哼了一声 他也是知道 儿子酒量的 别说他这当爹的 就是徐司令 当年在巅峰时期 也未必能喝得过 这个酒囊饭袋 当然 这话并不是他说的 而是魏家老爷子的原话 爸 您放心吧 魏明凯擦了擦冷汗 坐了下来 说道 小声点 咱们小声点喝 方老弟 怎么样 再喝一杯压压惊 三哥 酒没了 方毅把手中的酒瓶 反了过来 但杯子里 只是倒上了半杯 按照魏明凯的喝法 这一瓶一斤的酒 只够他们 喝上两杯半的 什么话 在三哥这里 还能缺了酒喝吗 魏明凯一看 果然没酒了 当下站起身 走到门口 打开了一个锄边柜 直接从里面 爆了一箱子酒出来 就放在了 他和方毅的身边 说道 今儿这酒喝完 以后 你就是我 魏老三的好朋友 兄弟了 行 三哥 我陪你 方毅笑着点了点头 其实这酒 也是粮食酿制出来的 本身而言 也是一种能量 对常人来说 喝多了 可能会伤身体 但是对方毅而言 却是有意无害的 一碰杯 两人又各是一杯酒下肚 吃着菜 聊着天 不知不觉之中 魏明凯抱来的 那一箱里面的六瓶酒 又都已经见了底 最可怕的是 两人喝酒的速度 都非常快 这六瓶酒喝完 魏明国他们的一瓶 也才刚刚下肚 老六 一点眼力劲都没有啊 酒呢 魏明凯往杯子里 滴了几滴酒之后 就拍起了桌子 这会儿的他 早就除去了西装领带 只是穿着一件白衬衫 而且还把袖子 都快卷到胳膊肘上面了 要不是顾忌着有女眷在 恐怕魏明凯都要赤膊上阵了 三哥 还喝呀 魏明诚苦着脸说道 你这已经喝了小四斤了 方一也喝了五斤多了 咱们今儿就到这儿吧 回头还要给爷爷助寿呢 三斤多算个屁 你三哥我最多一次喝了六斤 魏明凯重重地拍了下桌子 浑然望了旁边那一桌 还有长辈在场的 明凯喝多倒是不多见呀 魏明诚的大伯笑着说了一句 在魏家喝多酒 根本就不是什么稀罕事 当年他们几个小的时候 在老爷子的踪恿下 还经常喝多了打架呢 所以对于魏明凯的失态 几位长辈都没当回事 这小子算是遇到对手了 魏明凯的父亲也是哈哈一笑 举起酒杯说道 大哥 咱们喝完这一瓶 就先去父亲那里吧 看看他有没有偷酒喝 三哥 您可优质点啊 魏明诚爆了一箱酒过去之后 担心地看了一眼魏明凯 原本他是怕自己三哥 把防疫给灌多了 但是看眼前这情形 分明是三哥自己有点高了 说起话来舌头都快大了 人生难得一知己 酒疯知己千杯少 你小子懂不懂啊 魏明凯哈哈笑着 拿起一瓶酒就要撕开封口 只不过往日里灵活的手 这会儿却是有点不当家 连着好几下都没能撕开 三哥 我给你倒上了 方毅把酒杯推到了魏明凯的面前 自己则是根本没有废话 一杯酒直接就下了肚 然后慢调丝里地加了几口菜 北民有声 第662集 这小子是饕铁了 不光喝酒 菜也吃那么多了 看到方毅的举动 桌子上的另外几人 简直整个人都不怎么好了 因为方毅 除了最初的几杯酒 是干喝下去的之外 后面再喝的时候 却是边吃边喝 而且吃的居然还不比喝的少 知道今儿吃饭的大多 都是军队的人 那位香菜厨师做出的菜分量 也是足够大 正常一盘子 要比饭店里面的菜 都要多出一倍 但不管是哪个盘子 盘子里是什么菜 只要赚到了方毅面前 再轮下去 一准就是空的了 十人坐的桌子 能有多大呀 充其量 也就是一圈摆上十来道菜 这转一圈下来 最多不过十来分钟 也就是说 十来分钟 桌上就都满是空盘了 在门边站着的服务员 只能不停地 催厨房那边上菜 一个小时吃下来 魏明国等人 简直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 方毅的肚子就像是个无底洞一般 居然还在步紧不慢地吃着 脸上连汗珠子都没有冒出来一滴 整个人和刚上桌的时候 模样还是一般无二 老弟 我 我跟你说 这 这古代 朱酒论英雄 咱们今儿是以 一酒论英雄 又是两瓶酒下肚之后 魏明凯说话时的舌头 已经大了 露着方毅的肩膀 结结巴巴地说道 今儿 今儿在这里 只有咱们哥俩是英 英雄 他们都不是 你 你别看我 我爸是个将军 但 但要是喝酒 我一个能和他们三 三哥 没错 咱们今儿以酒论英雄 对魏明凯的酒量 方毅也是很佩服的 五六斤白酒下肚 这哥哥 居然还能稳稳当当地坐着 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当然 魏明凯今儿喝多 那是肯定的了 等一会儿 这酒的后劲上来 他估计就要坐不稳当了 方老爹 咱们再走一个 四哥 我也想当当英雄 不知道为何 魏明朗对方毅 一直就不怎么感冒 此时听了三哥的话后 这心里就有那么一点不舒服 他们魏家人聚餐吃饭 怎么却是让个外人 抢了风头呢 魏明朗的酒量 虽然不如他三哥 魏明凯 但也是白酒两斤的量 之前他只不过喝了六七两 这会儿忍不住 就端起了杯子 冲着方毅举了起来 四哥当然也是英雄 方毅对气机的感应 极为灵敏 他能察觉到 魏明朗对自己的不满 当下将杯子里倒满了酒 一口喝尽肚之后 又紧接着倒了一杯 说道 这杯是我静四哥的 相干为敬 两杯八两酒下肚 方毅只是额头微微出了点汗 但魏明朗整个人 却是不怎么好了 尤其是在喝第二杯的时候 呛了一下 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接连喝了两杯水 才把气给顺了过来 不过如此一来 魏明朗也不敢再和方毅喝酒了 他是有两斤的酒量不假 但那是在慢慢喝的情况下 像方毅这般一口一杯 魏明朗敢保证 自个儿再喝一杯之后 就要躺到桌子底下去 行了行了 今儿就喝到这儿吧 魏明国起身拍了拍 自己三弟的肩膀 说道 一会儿还要去见爷爷 你小心挨揍啊 哎 揍怎么了 你们谁没挨过揍啊 听到爷爷两个字 魏明凯的嘴皮子倒是便利索了 告诉你二哥 咱们家就我没挨过拐杖鞘 今儿我也要试试 咱们都是兄弟不是 不能你们挨过揍 我没挨过呀 哼 得 你要喝就继续吧 我见过找酒喝的 没见过找揍的 魏明国被三弟说得苦笑不得 干脆也不劝他了 反正魏家每年聚餐 几乎都有喝多的 只不过今年这喝多的人 换成了魏明凯 让人有些惊奇罢了 二哥 怎么把我们家明凯 喝成这样子了 这会儿旁边捉的女人 和孩子也都吃完了 魏明城的三嫂走了过来 看着在那抱着酒瓶子 不肯撒手的老公 脸上不由乐了起来 他们两口子结婚十多年 魏明凯几乎天天喝酒 但还真从来 没有喝成这副模样 弟妹 这可不关我的事 是方艺和他喝的 魏明国知道 自己这个弟妹 是个难缠的角色 马上出言 脱开了自己的关系 你和明凯喝的 魏明凯的媳妇 看着方艺笑道 行啊 能把我们家明凯 喝成这样子 你是第一个 嫂子 回头你给三哥 拍上几张照片 让他醒过来看看 以后想要什么 三哥不给买的话 你就给他看照片 别说魏明朗的媳妇了 就是魏明城兄弟几个 也都没见过魏老三醉酒 这会儿也都是 看得乐不可知 魏明城更是出起了馊主意 其实刚才他就偷偷地 跑出去拿了相机 给自己三哥 拍了不少照片了 方艺 你没事吧 百初夏像是 看热闹般地走过来 轻轻碰了一下 方艺的后背 他并不知道 方艺的酒量 看着那地上 摆着的酒瓶子 百初夏 也是被吓了一跳 没事 方艺回过头 对百初夏笑了笑 他的目光清澈 哪里有一丝 像是喝醉酒的样子 那就好 我先去见外公了 百初夏对着方艺笑了笑 他原本就是个性格直爽的女孩 眼下遮遮掩掩的 原本就为百初夏所不喜 刚才又喝了几杯红酒 借着酒劲 百初夏也不再掩饰 和方艺相识的了 看到百初夏和方艺说话的样子 魏明国等人 均是愣了一下 除了魏明城之外 他们甚至连方艺和百初夏认识的事情 也不知道 试像一位百魏两家的天之娇女 怎么可能认识一个 做古玩买卖的小商人呢 方先生 你认识百小姐 等到百初夏离开之后 一旁的蒋南 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 说起来 他和百初夏在京城的时候 还是有一面之缘的 但刚才百初夏就像是没认出他来一般 搞得蒋南都没好意思上前主动打话 所以要说这些人里面 刺激最大的还真是非蒋南莫属 因为百初夏把他当成了路人 而把方艺当成了朋友 而且那拍后背的动作 往往只有比较熟悉的男女朋友 才能做出来的 认识 去年认识的 方艺根本就不屑于撒谎 当即点了点头 那 那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蒋南虽然少年老成 比很多成年人都稳重得多 但此刻 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因为百初夏 不管是家事相貌 还是人品 都太符合他的择偶标准了 眼下看到方艺和百初夏熟识 蒋南这心里 不由有些酸溜溜的 男女朋友关系啊 方艺笑着 看了一眼蒋南说道 初夏是个挺优秀的女孩 男人应该都会喜欢的 我也是如此 方艺这句话一出口 顿时感觉周围 变得静静了下来 还没出屋的众人 都目瞪口呆地 看向了方艺 他们没想到 今儿除了喝酒之外 一直都很低调的方艺 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那啥 苗条淑女 君子好求 初夏要不是我表妹 我都想去追她了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感受到周围尴尬的气氛 卫明成连忙打起了哈哈 虽然交往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在蒋南和方艺之间 卫明成是更倾向于选择方艺的 因为和方艺在一起的时候 卫明成感觉非常的放松 无相使和蒋南说话 还要戴着那种大家族的面具 六弟 怎么说话呢 初夏能是那种随便被人追的女孩吗 卫明成的三嫂 不满地看了她一眼 在她心里 白初夏已经是内定的堂弟媳妇了 突然出来方艺这么一个人物 卫三嫂自然是要向着自家人说话了 三嫂 这事儿得看初夏的意思 卫明成黑黑一笑 也没再多说什么了 她犯不着因为方艺和三嫂去吵一架 看什么初夏的意思 喝得晕晕乎乎的卫明凯 这会儿站了起来 一只手搭在了方艺的肩膀上 大声嚷嚷道 方艺是我的哥们 是我卫老三的兄弟 他怎么就不能追初夏了 要我看 他和表妹正合适 卫老三 你 你喝了多少 在这里耍酒疯 听见自家老公的话 卫明凯的媳妇 脸都差点变绿了 刚才自己还训斥卫明成乱说话呢 现在居然连老公都旗帜鲜明地 支持起了方艺 这到底谁才是他七弟呢 北明有声 第六百六十三集 一边去 男人说话 女人嚷嚷什么 卫明凯冲着老婆瞪起了眼睛 他本来也不是怕老婆的主 这会儿喝了酒 说话更是不管不顾起来 兄弟 你和初夏还 还不认识吧 咱三哥等会儿给你介绍 三哥从小最疼初夏 他最听三哥的话 卫明凯的胡言乱语 让众人算是明白过来了 感情卫老三是真的喝多了 他压根就没听到前面说的话 只是听到自己媳妇的话后 开始耍起了酒疯 三哥 你喝碗汤 喝点汤舒服一点 看到卫老三一脸力挺自己的样子 方艺有点哭笑不得 如果自己要是和初夏在一起了 感情只有卫老三 这么一个喝醉了的酒鬼 才看好他们两个 喝什么汤呀 男人就得喝酒 卫老三一把推开方艺递过来的汤碗 指着自己老婆说道 兄弟 你别怕他 这娘们要是敢吓唬我 我收拾他 还翻了天了 我们卫家什么时候轮到老娘们做主了 卫老三 卫明凯的老婆听到老公的话 恨得牙齿都快咬碎了 不过他也知道 卫明凯发起飙来的性子 倒是没敢这会儿去传他的火气 但心里已经在琢磨等卫明凯酒醒之后怎么收拾他了 而卫明成等人也是被卫明凯的话给吓呆了 他们平时见到的三哥都是对老婆很温柔体贴的 难得今儿虎须一阵 展现了卫家老爷子的风采 要不是三嫂在这里 卫明成差点鼓起掌来了 闹腾什么呢 爷爷喊你们了 怎么耽误那么久 就在卫三嫂不知道该怎么下台的时候 卫明君的声音在门口响了起来 不满地在屋子里扫了一眼之后 脸上却是露出了惊诧的神色 老三真喝多了 今年有乐子看了 卫明君所说的乐子 卫家的人都明白 那就是老爷子定的规矩 酒不可以不喝 但必须喝尽兴 但又不能喝醉 谁喝醉了 谁挨揍 这个规矩不单单是应用在卫明君兄弟的身上 早些年就连他们的父辈都挨过拐杖敲 只是这几年儿女大了 卫老爷子才给他们留了脸面 不再用拐杖教训了 行了 快走吧 爷爷等着你们去拜寿呢 卫明君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当下又催促了一句 老爷子今儿精气神很不错 难得儿孙满堂的 让他高兴一下 好 先去拜寿 别的事回头再说 卫明国带头走了出去 旁人也纷纷跟在了他的身后 卫三嫂则是和蒋南嫁住了卫明凯 也往老爷子所住的屋子走去 老爷子所住的房间 是个中间堂屋 两边卧室的套间 老爷子住一间卧室 另外一间卧室 则是由保健医生住在里面的 在两个卧室的中间 是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 客厅的正中间摆着一幅山水泼墨画 卫老爷子就坐在那幅画下面的沙发上 看着鱼贯进入到屋子里的孙子们 虽然年事已高 老人的身形显得有些勾搂 但卫老爷子的骨架很宽 依稀还是能看出来当年的虎将风采 尤其是和那一双看似浑浊的眼睛对视上之后 整个人好像就被老爷子看穿了一般 再也没有什么秘密了 此时卫明君的副植被应该已经住完寿了 分别坐在屋子两边的沙发上 但最中间的位置却是只有老爷子一个人 就连摆出下也只是站在老爷子身侧 大概有那么两米多远的样子 而在老爷子身前四五米的地面上 放着两个软垫 显然是给人跪拜所用的 爷爷 孙儿明君 携曾孙还有媳妇 给您老人家磕头拜寿了 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 事事如意 爷爷 这是一枚玉如意 是我给您老人家的寿敛 进到屋子里之后 魏明君就招呼了自己的妻子 还有那个十来岁长得虎头虎脑的儿子 走到魏老爷子身前的地方跪拜了下去 至于方义等人 则都是等在了门边处 这拜寿也是要按顺序来的 魏老爷子虽然是个在战火中熏陶出来的虎将 但他却是出身书香门帝之家的 所以魏家讲究天帝君亲师的说法 跪拜长辈是天经地义 刚才就是魏明君等人的父亲 也每人都给老爷子磕了三个头 好 明君 以后要借交借造 对于自己的长子长孙 老爷子还是很看重的 摆了摆手 摆初下走过来接过魏明君拿过来的礼物 放在了老爷子的身边 嗯 这东西是戴帽做的吧 老爷子用左手拿起了一个放大镜 对着那枚如意看了一眼 用手指着魏明君说道 你看看这花纹 这哪里是玉如意 明明是戴帽如意 我说你呀 以后得好好学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是 爷爷 以后我一定认真研究研究 虽然被爷爷批评了几句 但魏明君脸上却满是笑意 其实他何尝会分不清玉石和戴帽的区别 只是故意说错了 逗老爷子高兴一下 让他给指证错误罢了 魏明君之后 魏明国也上前拜了寿 不过他送的东西 老爷子就没拿起来看了 只是让摆初下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 那桌子上已经摆了不少东西了 于轩带来的那个寿陶也赫然在列 爷爷 孙 孙子明凯 给 给您老拜寿了 下面上前拜寿的人 自然是魏老三了 大着舌头 拉着媳妇和孩子 魏老三跪在地上 发出了砰的一声 却是他有点眼花 没看清楚地上的软垫 直接就跪在地板上了 你这臭小子 这 这是喝多了 魏老爷子有些好笑地 看着魏明凯 侧过头 对魏明凯的父亲说道 少见呀 这小兔崽子还能喝多 他这酒量 可是连徐司令都喝不过他的呀 徐 徐司令 两个他都喝不过我 魏明凯大着舌头说道 爷爷 我今儿认识一兄弟 那酒量 要比我大多了 要不回头 我给您介绍介绍 让他陪您喝一顿 别胡言乱语 看到儿子师太 魏明凯的父亲 连忙呵斥了他一句 行了 别吓唬他 我这六个孙子里面 可就这小子 没挨过揍 看着魏明凯 最态可居的样子 老爷子眼中满是笑意 其实说起来 他是最喜欢这个 最能喝酒的孙子的 曾经想好好培养他一下 但魏明凯 置不在军队 老爷子也只能作罢了 嘿 不就是挨下揍吗 爷爷 来吧 魏明凯这会儿感觉 天老大 爷爷老二 他就是老三了 哪里还知道畏惧 当下耿着脖子 把脑袋伸到了爷爷的面前 那模样倒像是 引进就义一般 看得屋里的人 都是抿嘴直笑 臭小子 你爷爷我活了这么多年 除了小鬼子 你是第一个找揍的 老爷子也被孙子 逗得哈哈大笑 拿起身边的拐杖 轻轻地在魏明凯的头上 敲了一下 根本就没使多大的力气 爷爷偏心眼 去年把我脑袋 还打了个包呢 魏明成不服气地 大声嚷嚷了起来 你小子 今年没喝够 过来 再让爷爷敲一下 老爷子的一句话 就让魏明成缩起了脑袋 他可没有没事找揍的习惯 好了 今年给爷爷拿了什么礼物啊 老爷子虽然年余九十了 但眼不花耳不聋 思维非常的清晰 但是从外表上看 也就像七十多岁的老人一般 哗 正板桥的兰花图 魏明凯刚露出得意的表情 立马又拉长了脸 他却是想到方毅拿来的 居然是正板桥的竹石图 今儿这风头 他显然是压不过方毅了 兰花图 嗯 我这儿虽然有一副了 但你小子也算是有心了 魏老爷子冲着百出下说道 打开 我看看是正板桥哪个时期的画 老爷子喜欢正板桥作品的事情 果然不是谣传 下面还有两个孙子等着败寿呢 他就让百出下将画摊在了桌子上 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看了起来 不过看了大概一两分钟之后 魏老爷子的眉头却是皱了起来 明凯 你这画从哪里来的 老爷子转头看向了站在那里 都有些打摆子的孙子 北冥有声 第六百六十四集 买来的呀 别人还还不愿意卖呢 我拿钱咋来的 魏明凯随口答了一句 他今儿是真喝多了 要是放在往日 魏明凯无论如何是不敢这么回话的 你被人骗了 这幅是赚品 年份大概是民国年间的 绝对不是正版桥的话 老爷子看向了旁边的余轩说道 小鱼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过来看看吧 是 老爷子 我来看看 余轩虽然是古玩杂像的专家 但对字画也有些研究的 当下站起身 接过老爷子手里的放大镜 对着那幅画仔细地查看了起来 老头子真是好眼力 几分钟后 于轩抬起了头 指着画上的一处地方说道 这里不对 这个地方的话也不对 很明显是在模仿正版桥的风格 虽然模仿得很像 但绝对不是正版桥的真机 我靠 那小子竟然敢骗我 我 我回去宰了他 听到余轩的话 魏明凯顿时恼怒了起来 借着酒劲骂了一句 只不过话还没说完 脑袋上就挨了老爷子的一拐杖 这次可是实实在在敲上去了 顿时把魏明凯的酒劲给敲醒了一半 古玩买卖 愿打愿挨 考究的就是个眼力 你自己打了眼 还有脸去找别人 魏老爷子美好气地瞪了孙子一眼 他倒不是因为孙子买了赝品生气 而是气他输不起 老爷子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经常会进京开会 当时他最喜欢去的地方 就是大石烂琉璃厂等地 那种地摊淘宝的感受带给了老爷子极大的欢愉 刚才和于轩聊天的时候 听闻金陵古玩市场重新开业 要不是年岁大了 老爷子都想过去逛逛 是 爷爷 我错了 魏明凯被拐杖敲醒了之后 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这会儿才反映过来 自己之前做了什么事 当下搭了个脑袋 再也不敢说话了 买到赝品 并没有影响到老爷子的心情 接下来魏明郎等人也依次给老爷子拜了寿 对于他们的礼物 老爷子都没怎么在意 直到魏明城送上了那个玉雕兽星靶剑后 老爷子才拿着放大镜看了一会儿 这东西不错 是苏公 而且还是大师级的 你小子的那点津贴 购买这东西的 将寿星把剑拿在手里 老爷子调侃了小孙子一句 在他的这些孙子里 老爷子最看重的是魏明君 最喜欢的是魏明凯 但最器重的却是魏明成 因为他和当年的自己很像 如果到了战场上 那绝对是一元虎将 三万块钱买的 都是我的惊贴 魏明成回答得理直气壮 他的确把这钱给方议了 三万买的 你糊弄爷爷是吧 老爷子脸一崩 没好气地说道 你爷爷我这辈子的钱 大部分都花在股丸上面了 你是觉得我不知道这东西的价格 魏老爷子拿着放大镜仔细看着 嘴里说道 这玉石子料的价格涨得很快 去年我让人买了一块 还不如这个的 就花了两万 再加上这大师级的工艺 这个兽星靶剑没有十五六万 你根本就买不来 方议 方议是谁 我怎么没听过这名字 魏老爷子除了字画之外 最喜欢的就是玉琪 所以国内的玉雕大师 他基本上都知道 但看到那兽星提拔上的方议儿子时 眼睛忍不住看向了于轩 这最后一句话 却是对着于轩说的 听到魏老爷子的话 于轩连忙站了起来 眼睛瞄了下 站在门边的方议 苦笑道 老爷子 方议这卓裕的手艺 的确是不错 不过他却不是什么大师 爷爷说的方议 不会就是刚才 一起喝酒的方议吧 听到爷爷和于轩的对话 魏明国等人都是吓了一跳 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投在了方议的身上 他们只知道 方议是做古丸生意的 但除了魏明成之外 却是没有人知道 方议还是个 雕琢玉器的工艺大师 小语 你这是怀疑老头子 我的眼光 魏老爷子笑着 看向了于轩 开口说道 先不谈这块资料的品质如何 单看手工雕琢的工艺 绝对就是出自大师手笔 你看这寿星的医者 层层推进用刀惊喜 一般人可没这手艺的 而且这人的刀工 像是传承的老手艺 我在民国时所见的几位大师作品 都是用的这种租工雕法 不过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这块玉让我孤家的话 最少也要值二十万以上 魏老爷子七十多岁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这十多年来 除了一样天年逗弄儿孙之外 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对古玩的研究上 孙连达和于轩都是老爷子的座上宾 所以对于于轩前来为自己贺寿的事情 老爷子也是睁之眼闭之眼了 老爷子厉害 您估价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房仪的作品 最近几个月价格升值很快 这种雕工的预期价格 应该在二十五到三十万之间 听到魏老爷子的话 于轩也忍不住翘了个大拇指 年于九十 思维还能如此敏捷 于轩真是从心底佩服 更难能可贵的是 老爷子居然还知道市场行情 并且把握得如此准确 听到了没 臭小子 还敢说是花了三万块钱买来的 魏老爷子一脸得意地 冲着孙子瞪起了眼睛 俗话说 老小孩老小孩 年龄越大越像是小孩 老爷子倒是没有生气 反而因为看出了这玉器的价值 而有些沾沾自喜 爷爷 真是花三万块钱买的呀 他非要卖我三万 我我也没办法呀 听到老爷子的话 魏明成差点要哭出来了 他哪里懂得去平定玉器的价值 方一说是多少钱 他就给了多少钱 怎么也不会想到 就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竟然能值几十万 你是不是用了魏家的名头 去欺负人了 老爷子的目光变得犀利了起来 他不是那种身居高强 而不知外界疾苦的人 对于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 老爷子是深恶痛绝的 所以也不允许家族子弟 打着魏家的旗号在外面胡作非为 就像是魏明凯 早年虽然是开发部队用地起的家 但当时那些地根本就没有人愿意接手 魏明凯还是帮政府解决了很大一个难题 并没有用魏家的背景去干涉交易进城 或者是施工影响 爷爷 我哪敢啊 现在部队里的人都不知道我是您孙子 魏明成叫起了状天驱 魏家的家规很严 而且还是那种家长式的粗暴管理 一旦犯了错 真的会被打断腿在床上躺上几个月的 老爷子 你不用猜了 这方译是我学生 看到魏明成哭着脸的样子 于轩开口说道 说起来 他和魏家也有些关系 并且今儿也给您老人家祝寿了 您见见他不就行了吗 你 你的学生 和魏家还有关系 魏老爷子文言愣了一下 在他想来 能有这般公义的大师 那最少要在玉石雕刻上下了几十年的苦工 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于轩居然说这人是他的学生 那岂不是很年轻吗 至于说到和魏家的关系 老爷子就更加想不通了 从儿子到儿媳 到孙子媳妇 似乎也没有姓方的人家呀 这有关系一说又从何说起呢 外公 我不是说今年要给您个惊喜吗 此时站在魏老爷子身边的百初夏忽然开了口 打断了他的沉思 哦 初夏 你要给外公什么惊喜呢 老爷子对百初夏很是宠溺 故意绷着脸说道 外公的眼界可是很高的 我要是看不上眼 你是要挨拐杖敲的 放心吧 外公 我保证你看到我的礼物 连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百初夏欣欣一笑 对着方艺喊道 方艺 快把咱们给外公的礼物拿过来呀 方艺 咱们 魏老爷子虽然年龄很大了 但这思维之敏捷 绝不下于那些年轻人 听到方艺的名字就是一愣 在百初夏 喊出咱们两个字的时候 他更是意识到了什么 不由恶然 像从门边处走出来的一个年轻人看去 北民有声 第六百六十五集 你 你就是这个玉器的作者 老爷子拿起了身边的眼镜 仔细地打量起了方艺 不过随即脸一板 没好气地说道 你这个娃娃 我不喜欢 做人太不实诚了 外公 你又不认识方艺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听到外公的话 百初夏不一地 抓起老爷子的胳膊 摇晃了起来 他那撒娇的模样 看到旁边的众人 也都意识到了不对 这种提起对方名字的口吻 正常是情侣间才会出现的 这小子和初夏有关系 这小子和初夏有关系 没听说初夏找男朋友啊 是啊 这小子不是那位于老师的学生吗 明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之前对方艺并不怎么能看上眼的魏明君和魏明朗等人 也像是刚认识方艺一般 虽然之前对方艺的酒量很吃惊 但那毕竟和他们没多大关系 但现在的情况确实不一样 因为方艺很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妹夫啊 哥哥们 别看我 初夏不让说呀 看到一双双瞪着自己的眼睛 魏明成都快哭出来了 老爷子的质问还没糊弄过去呢 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这倒霉事 怎么都让自个儿给遇上了 姐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得眼前的情景 江南也有些懵了 以他的智商 再加上之前的一些蛛丝马迹 江南自然不难看出 百初夏和方艺的关系 我 我也不知道 小南 你别急 老爷子看样子不太喜欢他 魏明成的三嫂 也是一脸的惊异之色 他经常去京城 和百初夏的来往也不少 似乎从来不知道 百初夏在和男孩子交往啊 既然来了魏家吃饭 怎么不遵守魏家的规矩呢 老爷子没搭理在身边撒娇的百初下 眼睛看着方艺说道 别管是客人还是魏家的人 也不管他酒量如何 但酒品一定要好 你今儿一点酒没喝 那就不是我魏家的客人 老爷子跟着那位徐司令 容马一生 徐司令的功夫 他是只学了点皮毛 但这喝酒的做派 却是一模一样 不过老爷子的自律性很强 在医生对他下达了戒酒的命令之后 老爷子也就只是每年 过年和过瘦的时候才喝上一小钟了 但对于老爷子而言 看别人喝酒也是一种乐趣 所以魏家的传统就一直保留了下来 每年聚会时 看着那些憨态可惧的儿孙 老爷子感觉似乎自己都能年轻几岁 所以在看到方毅那清澈 毫无酒意的眼睛时 老爷子是真动了几分怒气 想要当魏家的外孙女婿 上门居然敢不遵守他定下来的规矩 那岂不是不给他这老头子脸面吗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不过就在老爷子化身出口之后 他发现整个屋子都变得安静了起来 几乎所有人都在用一种很奇怪的目光 看着自己 似乎像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一般 爷爷 您知道三哥是被谁喝多了的吗 魏明成看了一眼这会儿 已经是坐在门边一个椅子上呼呼大睡的三哥 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 我还没问呢 难不成是这娃娃 老爷子的心思很敏捷 不过又看了看方艺 还是摇了摇头 魏明凯的酒量他是知道的 从十来岁的时候就能喝上个两三斤白酒 他根本不相信方艺能把魏明凯喝醉之后 自己还毫无酒意 嘿 爷爷 您明见 就是方艺 魏明成嘿嘿一笑说道 方艺和三哥喝了差不多六七斤白酒 然后和我爸他们也喝了不少 算起来七八斤总是有的 爷爷 您要是说他不能喝酒 那咱们这屋里就没人能喝了 喝了八斤 老爷子被魏明成的话给吓了一跳 就是当年的徐司令 喝三斤白酒之后 那一准也会躺桌子底下去 这小娃娃竟然喝了七八斤还面不改色 魏老爷子喝了一辈子的酒 还真是从来没见过这般人物 娃娃 他说的是真的 你这到底能喝多少酒啊 老爷子不敢相信地追问了一句 不过当他的眼神从旁人身上扫过的时候 已经知道魏明成所言不拘了 方毅的酒量应该是他们亲眼所见的 魏爷爷 能喝多少我不知道 不过很少喝醉过 方毅大大方方地回了一句 他小时候不单单喝那些粮食酿制出来的酒 还经常喝师傅配制出来的药酒 只是每次喝的都不多 他还真没品尝过那种醉倒人士不知的滋味 好 老头子我算是长见识了 好娃娃 好娃娃呀 听到方毅的话 老爷子开怀大笑了起来 指着方毅说道 当年你要是在就好了 徐司令在拉我喝酒的时候 就让你陪着他喝 我看他还敢不敢灌我的酒 这辈子最让魏老爷子不愤的事情 就是和老司令喝酒的时候 他总是被老司令欺负 几乎每次都要喝多 这也是魏老爷子给家里立下这么一个规矩的主要原因 能喝酒就是好 魏家的男人被老爷子洗脑了几十年 对于这个理论还是比较支持的 但魏家的儿媳妇们就在心里付菲了起来 他们自然知道老爷子的脾性 但每次听到类似的话 总是会心气难平的 尤其是魏明凯的老婆 要不是还保持着脑海中的一丝理性 恐怕这会儿都要出言斥责老爷子的谬论了 他们家的蒋男除了酒量之外 无论从身世 样貌 财富而言 哪一样不是碾压面前的方译啊 难得 难得 这么年轻就有如此卓裕的公义 真是难得呀 老爷子看着面前的方译 脸上满是笑意 和这满屋的儿子孙子们不同 老爷子当年是打天下的人 脑海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门阀世家的概念 而是喜欢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 说着话 老爷子还回头看了一眼 站在自己身后的外孙女婿一眼 他活了那么大的岁数 又有什么事能瞒过他的眼睛 从刚才外孙女的话声中 老爷子已经觉察到了一些事情 外公 你看我干什么 百初夏称怒地跺了跺脚说道 我的礼物你还没看呢 百初夏虽然脾气很直爽 但是被外公那直透人心的目光 看了一眼之后 百初夏心中也是有些羞涩 再也没说出 这礼物是他和方译一起送的话了 好 看看 外公这就看 老爷子哈哈大笑了起来 指着方译说道 你和这娃娃一起把画给打开吧 外公倒是要看看 你给了我什么惊喜 方译手上拿的盒子 从外观上看就能看出里面装的是幅画 老爷子这会儿还真是有点好奇 看看这个年轻人拿的究竟是幅什么样的作品 嗯 这 这是 竹石图 随着画卷在面前被展开 老爷子的眼睛陡然睁大了 收藏了一辈子正板桥的作品 虽然只是看到了画卷三分之一的篇幅 魏老爷子已然确定这是真迹无疑了 没错 外公 这算是惊喜吧 百初夏得意地说道 爷爷 你收藏了那么多正板桥的作品 不知道其中有没有竹石图呢 丫头 别贫嘴 扶着爷爷看看 魏老爷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一手撑着桌面 一手拿着放大镜 仔细地查看了起来 要是不知道的人 看到老爷子那专注的样子 一准会误以为 这是个字画鉴定专家呢 好画 好画呀 扮上之后 老爷子才依依不舍地从画上收回了目光 连连点头道 怪石林寻 轻竹高挺 用笔之间功力深厚 是正板桥的真迹 而且还是他巅峰时期的作品 难得 难得呀 魏老爷子年轻时候家境很好 他的父亲是一位收藏大家 也是中外正板桥的字画 家中曾藏有正板桥的一幅竹石图 但是后来战乱不休 魏家也因为老爷子参加革命 受到了牵连 那幅竹石图却是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受到父亲的影响 魏老爷子对于正板桥的作品 也是情有独钟 尤其是对竹石图最为喜爱 不过正板桥一生虽然作品众多 擅长画竹子和石头 但竹石图却是存世不多 这些年老爷子也一直没能得见一幅 像早年家中收藏的那样的作品 北民有声 第六百六十六集 娃娃 这画可不便宜吧 从字画上收回了目光 老爷子看向了方毅 开口说道 正板桥传世的作品虽然不少 但这样的精品还是很难得的 回头让明凯把钱给你吧 虽然年老 但老爷子一点都不糊涂 他知道单凭自己这外孙女 是绝对送不起这幅竹石图的 因为正板桥像这种齿幅的画作是很少见的 就是在解放前的时候 恐怕都要用好几根小黄鱼来交换 更不要说放到现在了 那最少是百万起价的东西 如果方毅是自己的外孙女婿 威老爷子或许也就笑纳了这件礼物 但既然外孙女不说 老爷子自然是不能收这么厚重的礼物的 这有违他做人的原则 行行 爷喊你呢 魏三嫂气愤地在老公身上掐了一击 对于出这笔钱 魏明凯的媳妇是心甘情愿的 因为这代表着方毅的身份 并没有被老爷子所承认 那样的话 自己堂弟还是有机会的 干嘛 迷迷糊糊的魏明凯 推了身边的老婆一把 没好气地嘟囔道 我和方老弟正正喝酒呢 你嚷嚷个什么劲啊 这小子 魏老爷子笑着摇了摇头 对方一说道 等明凯醒了 你们再说钱的事吧 这话不错 老头子我收下了 外公 你说什么钱呀 白初夏终于开了口 这是我送给外公的礼物 你怎么可以给钱呢 哦 真是你自己送的 老爷子一脸笑意地看着外孙女 说道 外公我收藏的东西可都是有票据的 你把买这物件的票据给外公 外公就收下了 外公 白初夏脸上 现出了红晕 摇晃着老爷子的胳膊 这是我和方艺一起送的 是我们两个人的心意 你要给他钱 不就是给我钱吗 外公给他钱 和你有什么关系呀 老爷子故作不知地反问道 他可是也很少见到自己这个外孙女撒娇的样子 以前白初夏小的时候 可是整天跟着那些哥哥们打打闹闹的 当然有关系了 他 他是我的男朋友 白初夏红着脸低下了头 生如闻纳地说道 话说出口后 那雪白的脖颈确实都红了一片 你这小丫头 和外公都动起心眼来了 老爷子一脸慈爱地看着白初夏 用手指了指他 说道 是不是怕这小子 在你妈那边逃不过去 所以先让外公点了头 然后再去给你爸妈说 虽然白初夏不姓白姓魏 而百家在京城也是底蕴深厚 但毕竟魏老爷子在军中的名望太高了 早些年的一些电影 都是曾经以他的戎马生涯为原型拍摄的 所以只要他点了头 白初夏的父母不同意也得同意 外公哪有啊 就是他正好在京里 我才带来给您看看的 其实老爷子一眼就看透了白初夏的心思 不过白初夏自然是不会承认的 而且他心里的这一层意思 就算是方艺也不知道 行了 小丫头 别和外公演戏了 看到最小的外孙女一脸娇羞的样子 贵老爷子哈哈大笑了起来 开口说道 这小子不错 酒量好 人品肯定不差 而且还有这么一手卓裕的本事 跟了他至少饿不着 嗯 这也是名师出高土 小丫的学生 人品学问自然是不错的 魏老爷子前面几十年 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 但解放后 就把家传的学问都拾了起来 他本来就学识渊博 对古丸中的各个类别均有涉猎 以前也请于轩给鉴定过几个物件 所以对于轩了解还是很深的 老爷子 我这名师在方毅面前当得有些惭愧啊 听到魏老爷子的话 于轩连忙摇了摇头 别的不说 就用于轩最拿手的赌识来论 于轩都自问不如方毅 他在缅甸翡翠公盘上的收获 可是连方毅的一个零头都没有 这话怎么说 老爷子闻言愣了一下 他知道古丸行最讲传承 真正的师徒关系就像是父子一般 他夸方毅 就等于是在夸于轩 以于轩在古丸行的地位 也是惊得起自己夸奖一句的 老爷子 您不知道 孙连达也是他的老师 但我们这两位老师 在某些方面 却是远不如方毅的 想到方毅手上的那些宝贝 于轩忍不住叹了口气 他寻没了一辈子 都没能找到的宣德卢 在方毅手上 那只是在民国时 出现过踪迹的西王赏公 也被方毅给发现了 仅这两样物件 就让于轩自愧不如了 或许有人说方毅运气好 但于轩却是不会承认这种说法 因为不管是在什么行当里 运气也都是实力的一部分 怎么没见别人有这运气 而偏偏都集中到了方毅身上呢 哪些方面你们也不如他 可不能有一点成绩 就把年轻人给捧上天呀 于轩的话 彻底地勾起了 魏老爷子的好奇心 在古丸行 或者是首艺行当里 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的事情有很多 但那也得是 跟随老爷子多年的得意弟子 像方毅这种年龄 就算是拜于轩为师 恐怕也不会有太长时间 我和王世湘老师 找了一辈子的宣德卢 被方毅给找到了 小鱼 你 你说的是真的 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于轩第一句话 就扔下了个重磅炸弹 旁人或许不知道宣德卢是什么 但魏老爷子 确实很清楚啊 当年他父亲书房里 燃香的那个香炉 就是仿造明朝的宣德卢 他自然知道 宣德卢在古丸杂像 这个行当里 有着怎么样的地位 老爷子 我敢在您面前开玩笑吗 于轩文言苦笑了一声 指了指摆出下的手腕说道 宣德卢不在这边 老爷子 您无法给长个眼 不过这丫头手上带了个东西 老爷子 您看看认不认识 哦 什么东西 魏老爷子冲着摆出下 摆了摆手说道 丫头 手腕上带的什么 拿下来给外公看看 外公 是方毅送我的一个红绳 摆出下有些不乐意 只是穿个铜钱的绳子而已 又有什么好看的 快点 不然外公可要生气了 老爷子笑眯眯地说道 脸上哪有丝毫生气的模样 好吧 看完要还我 摆出下将红绳 从手腕上取了下来 价值上百万的话 他说送就送 没有丝毫的犹豫 但对于方毅送给自己的礼物 摆出下却是非常的珍贵 他那一脸不舍的样子 看得众人一阵无语 不就是个绳子吗 我还当是什么宝贝呢 魏三嫂的嘴里 忍不住嘟囔了一句 俗话说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或许摆出下都没有意识到 他如此重视方毅的这个小小礼物 而这一会儿 屋里除了方毅 摆出下虞轩和老爷子之外的所有人 也几乎都沦为了配角 除了魏老三 那有规律的呼噜声 其余人都是安安静静地 听着老爷子和虞轩他们之间的对话 小气 外公就看看而已 老爷子笑骂了一句 接过外孙女 递过来的红绳 刚入手 他就明白了 于轩要让自己看的东西 原来这红绳将一枚古钱给编织在了里面 哎 这是枚金币呀 老爷子的眼光很毒辣 只是拿着放大镜看了一眼 就看出了古钱露在外面的材质 眼睛不由亮了一下 因为在古钱中 金币又被称之为元宝 在历朝历代都是发行很少的物件 价值也是弥足珍贵 看不到里面的字样啊 在魏老爷子想继续查看的时候 却是发现这古钱的两面都被红绳给缠绕住了 只是露出边缘上两个字的半边 很难辨认出到底是什么字 这是个例子 这边分不清 好像下面是个被子 老爷子观察了半天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对于轩说道 小鱼 这古钱保存得很好 看来是个传承有序的物件 既然它被编织在了里面 老头子我就不拆开了 你说说 是什么钱吧 老爷子 我要是说了这是什么钱 您一准会拆开的 于轩笑着卖了个关子 第六百六十七集 难道还是五十名针不成 老爷子不满地瞪了一眼于轩 他嘴上虽然如此说 但也不相信 这是一枚五十名针中的古钱 因为但凡被列入五十名针中的古钱 个个都是价值百万 根本就不可能被带到外孙女手腕上的 还是老爷子您厉害 一下子就猜出来了 于轩冲着卫老爷子翘起了大拇指 口中说道 这不但是五十名针之一 而且还是里面的极品 什么 这下老爷子真的震惊了 拿着红绳手串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忙不迭地说道 拿剪刀来 快点拿剪刀来 除了于轩老爷子的几个儿子之外 就是魏老的这些孙子们都不知道他的爷爷是一位全界大家 魏老爷子从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收集古钱币 但这么多年下来他才收集了十几枚而已 所以听闻外孙女手上竟然带了一枚 老爷子自然是坐不住了 魏老爷子 他 他是我的呀 百初夏不乐意了 这可是方艺送给他的物件 他可舍不得给剪开 初夏 外公疼不疼你 魏老爷子一脸慈想地说道 外公就是看看 回头再让那小子给你编上不就完事了吗 那好吧 百初夏一脸不情愿 但他也知道自己如果不答应 回家肯定会被老妈给收拾的 这 这竟然是西王赏工 当红绳被剪断之后 老爷子也看清楚了金币上的字样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通红 站在那里的身体也突然摇晃了起来 爸 爸 您怎么了 快点叫医生来 外公 外公 您先坐下 老爷子的样子 着实把一屋子的人给吓住了 百初夏刚扶着外公坐下来 几个保健医生就匆忙地从屋外赶了进来 其中的一个人回头说道 屋里面的人太多 大家先出去一下吧 你们都先出去 余老师和小方留一下 卫家大伯开了口 老爷子孙子辈均是乖乖地走了出去 不过方毅和于轩确实留了下来 卫家大伯这是怕父亲清醒过来之后 要询问他们什么事情 手掌没事 就是太激动了 一口气没顺上来 给老爷子戴上氧气面罩检查了一番 为首的那个医生有些责怪地说道 手掌年事已高 怎么让他这么激动 这对手掌的身体很是不利的 我没事 没事 卫老爷子伸手拿下了氧气罩说道 小赵 我没事 我要问下他们一些事情 你先在旁边吧 首长 您这身体 赵医生显然还想劝解一下 我没事 老爷子的声音里充满了威严 赵医生也只能让到了一边 小鱼 这真是希望赏功 你鉴定过了 手里紧紧地攥着那枚股钱 卫老爷子像是生怕 他会长上翅膀飞走了一般 是真的 确定无疑 于轩不知道老爷子为什么 会见到这枚钱币后如此激动 事宜也没敢多说 只是确定了这是真的希望赏功钱 那 那枚银币呢 卫老爷子的声音有些颤抖 银币 老爷子 您怎么知道还有枚银币呢 于轩文言一愣 指着方毅说道 他不但有银币 连铜币都有 希望赏功三种材质的股钱 他全都有 还有铜币 不知道为什么 在听到余轩的话后 卫老爷子的声音里透出了一次失望 小方 你这钱币是从哪里来的呢 卫爷爷 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 方毅顿了一下 说道 我师父是个山中野道士 您要是问他的来历 那我也不知道的 不是 是那一枚啊 卫老爷子长叹了一声 把掌心里的股钱递向了外孙女说道 初夏 拿着他吧 外公不需要他了 外公 您要是喜欢就送给您了 拜初夏也被外公给吓得不轻 对于他而言 方毅送的东西再重要 那也是不如外公的健康重要的 不用了 老大 你把孩子们都叫进来吧 卫老爷子摇了摇头 神情显得很是低落 爷爷 您没事吧 卫明君等人进来之后 纷纷看向了老爷子 至于那些小孩子 都被他们留在了外面 生怕打扰到了爷爷 爷爷没事 叫你们进来 是想给你们说说这没钱的故事 卫老爷子轻轻摆了摆手 眼神中满是回忆的神色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我在小的时候 我在小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父亲把玩这一枚银笔 父亲说这是西王赏宫前 在国内的历史上就出现过这一枚 以后就是咱们魏家的传家宝了 一直到我参加革命之前 都经常能看到那枚西王赏宫 但是在我参加革命之后 父亲却因为受到我的连累 而遭到了反动派的杀害 那枚钱也是不见了 说到这里 魏老爷子的眼中已经满是泪水 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看到老爷子如此激动 几个保健医生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连忙又把氧气面罩给老爷子戴上了 什么传家宝 怎么让爷爷这么激动 就是啊 爷爷这么大年龄了 经不起啊 这一次就连方毅等人都被赶出了屋子 除了还在呼呼大睡的魏明凯之外 只留下了魏家第二代的那三个人 刚一走出屋子 魏明君就不善地看向了方毅 在他看来 方毅正是引起爷爷激动的罪魁祸首 大哥 这关方毅什么事啊 百初夏也跟了出来 没好气地说道 东西是带在我手腕上的 要怪你们怪我好了 干嘛要责怪方毅呢 初夏 这这不关你是 魏明君有些语色 细想起来 这不但不关百初夏的事情 也和方毅关联不到一起去啊 东西是老爷子硬要看的 如果要怪的话 那就只能怪于轩了 因为他的话 才是这整件事的引子 那也不关方毅的事 你们别拿着爷爷来欺负方毅啊 百初夏鼓着嘴说道 说起来他在魏家才是最受宠的一个人 今儿见到往日宠着自己的哥哥们 都来指责方毅 百初夏顿时忍不住了 初夏没事的 老爷子的身体没事 老人家是能长命百岁的 方毅轻轻地拉住了百初夏的手 他虽然极少对人使用相面之术 但刚才却是仔细地看了下老爷子 方毅发现魏老爷子的身体很好 而且面相显示 他最少有百岁之灵 眼下那还差得远呢 你小子少来说好话 魏明朗噎了方毅一句 今儿原本是他们孙子 给爷爷拜寿的喜事 但风头都被方毅给出了 魏明朗心里能高兴才怪呢 方毅说外公长命百岁怎么了 听到四哥的话 百初夏又是不乐意了 得 你当我什么都没说 魏明朗能对方毅发脾气 但还真不敢招惹自己的这个表妹 初夏 话不是这么说 要不是他们来 魏三嫂也忍不住开了口 只不过话刚说到一半 就被蒋南给拉了一下 一直在旁边看着的蒋南很清楚 方毅和百初夏应该早就是一对了 唐嫂的心思要再是显露出来 那只会让大家都很尴尬 行了 都在外面等着吧 在外面的人里面 虽然是于轩年龄最大 但他也不是魏家的人 能做主的自然就是魏明君了 眼下老爷子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魏家的人是谁都不能离开的 都进来吧 众人等待的时间并不长 也就是十来分钟的样子 魏明君的父亲就走了出来 爸 爷爷没事吧 这个时候也只有魏明君能插得上话 没事 你爷爷身体机能很好 只是一时激动血压有点高 看了一眼方毅 魏明君的父亲说道 你也进来吧 还有于老师 不过别再刺激到父亲了 老了 真是老了 等到众人进到屋里之后 老爷子连连叹着气 不过除了神情 有些伪顿之外 倒是没有别的事情 这事你们不能怪小方 老爷子耳不拢眼不花 刚才大孙子的话 他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 爷爷 是我不对 魏明君怕老爷子生气 连忙说道 你回来 覆盐 你 就冒失 开眼 就冒失 有个人 panelists 有 ? 欢